西河二年,1月15 林鸟苏醒,鸡鸣狗肺 外面已经天光大亮 容青英呆呆地睁着眼睛 李不清的思绪在脑子里缠结 耶儿,醒了 男人低沉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伴着不稳的气息 她的手不安分地动着 容青英身体默然一僵 不由地捏了捏拳,用力把人推开 耶儿,怎么了 男人被这么一推,有些不解 没,该起来干活了 容青英利落地穿好衣服 没再说什么话,便出了房门 去造房生火,煮了一小锅白粥 配着烟戒菜,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裴林云整理好衣冠 从屋里出来后,看到这一幕 站在原地瞧着她看了一会儿 她今儿个对自己态度有些怪异 貌似冷淡了些许 可明明昨晚她,还有骨子热劲 裴林云脸了脸神色 自己拿了碗筷,盛了碗粥,默默吃着 两人都没有说话 只有细微地喝粥嚼菜声音 容青英自小是个活泼好动的 有了裴林云这个玩伴后 更是在叽叽喳喳喳地说不停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要与裴林云说 今日是上元节 等会儿我宰了鸡顿好后 去给我颠粮拜一拜 你跟我一起去 裴林云愣了愣 好,今日我本不打算出去 见她吃好了 容青英收拾好了碗筷 一并洗净了 放去造房的木柜里 裴林云拎着猪食喂了猪 这个头猪养着 是为了在原日时杀了过春年 就年养的那头在年前杀了 腌了一堆腊肉 前些日子又买了一头 如今还是小小的乳猪 容青英把鸡鸭喂了 才从鸡棚里揪了只鸡出来 割喉放了血 用滚烫的热水把鸡过了几遍 开始拔鸡毛 动作娴熟利落 一身麻衣粗布上 沾染了点点鸡血鸡毛 浓密的青丝 用一根木簪随意挽着 木簪是容赴容十山 亲手用陶木做的 容青英很喜欢这根木簪 可在成亲时 她将母亲生前 最爱藏着的一根紫玉簪 送给她之后 她便心悦地日日挽着 裴凌云见着那根木簪 眸色暗了暗 起纯问道 一二 怎么不见你碗玉簪了 容青英把鸡毛的动作顿了顿 心口不觉地慢着刺痛感 扯了扯纯 没什么 玉簪不便宜 只是怕干粗活弄坏了 裴凌云鸣紧紧了纯 她是不幸的 却也没有继续追问 容青英爹娘 葬在青山寨的坟山上 裴凌云拎着织鸡和一些瓷疤 陪着容青英来到山上 两人把坟墓清理干净 跪在容石山和容母王河的墓前拜了拜 裴凌云欲要起身 容青英压着她的手臂 再等会儿 裴凌云没再动 只听她说 阿爹 女儿不孝 这次不能听你的话了 她叫了声身边男人的名字 裴凌云 三日后 有空就去官府 销了入坠文书 也把和离书盖了 我就不缠着你了 裴凌云背脊一僵 未曾料过她会与自己说出这些话 裴凌云不是青山寨村的人 而本是京城官家后代 裴家世代祖辈中出过不少大官 家族辉煌 后来朝代覆灭 庞大辉煌的家族如一叶没落 轮到裴凌云的祖父这辈时 岂不甘于让裴氏家族就此沉寂下去 一生都在为了复兴家族奔波劳碌 只有一儿一女 裴祖父去世前 对裴父裴元正千丁宁万祖父 一定要竭力复兴家族荣光 裴元正始终禀附命 最后却惨遭贱宁皇帝 这个昏庸无能的暴君杀害 裴氏家族除了裴姑母和裴凌云 侥幸活了下来 其余人无疑幸免 此后 裴姑母带着年幼的裴凌云 一路往南逃亡 却在一场起义混乱中 走散了 这年裴凌云方才六岁 流落街头 秋风凛冽 吃不饱穿不暖 瘦得可怜 容卿云的阿爹容十山 是他们青山村里 有点小名气的木匠 跟木头竹子有关的活 没有他干不了的 那天正巧带着 做好的本机箩筐 还有一桶鱼到极镇去卖 恰好碰到了瘦弱的裴凌云 容十山知晓 他与唯一的亲人走散了 很是心疼 但装护人家也没有多少钱 把他带回家养是可以 却不能养大就跑了 裴凌云那时 虽年纪上小 可到底是官家后代出身 与他们青山寨 那些个滚泥潭的男娃子不一样 况且 脸蛋也是生得极好 看着让人甚是喜欢 容十山将裴凌云带回家 并告诉他 将来长大了 是要入赘他们容家 并与婴儿成亲的 得好好带婴儿 容母王和 大概是男孕的体质 与容父结婚两年 才生下了容轻英 容十山与王和 都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 又不想 给取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于是特地花钱 找了个小有名气的 算命神婆取名字 这才有了容轻英这个名 命运弄人 王和 因为在寒日里生产 一个没留意着了风寒 留下了病根 容十山和年幼的容轻英 容十山不愿续嫌 独自一人将容轻英 抚养长大 甚是能干 多养裴凌云这一口人 也不至于 让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可就是因为太能干了 身体因过牢 而愈发不好了 又患了重病 容十山知道自己 没有多少时间了 怕自己走了之后 裴凌云丢下自己女儿跑了 故而 让两人成了亲 并叮嘱女儿 千万不能轻易松口答应和离 那年 容轻英18岁 裴凌云恰好15岁 就在他与裴凌云成亲后的第二年 容十山去世了 在这一两年 他们俩也算是相依为命了 可经过上一世 容轻英再不会认为 他们俩之间 有多少深厚的情分 1月15 上元节 他便是在这个日子里 重新活了过来 说来也玄乎 上一世他过得很不好 高中状元的裴凌云 得到了西河皇帝的赏识 谋了一个汉陵院修传的官职 慢慢在京城扎了根 一心为复兴家族荣光 容轻英在青山寨等了又等 连娃都生了 还是没有等到裴凌云回来 接自己去京城做他的官夫人 青山寨的人都说 裴凌云指定是抛弃了 他这个乡下妇人 另娶京城贵女了 流言传得越来越难听 骂容轻英 是个客夫客爹娘的扫把心 还总是有男人来骚扰 容轻英听着这些流言 每日茶饭不思 又实在挂念他 索性收拾了行李 带上崽子 揣着所有家当 离开了青山寨 去京城找他 千里迢迢 舟车劳顿 终于来到了京城 裴凌云是状元公 在京城 还是有不少人知道他的名讳 容轻英 很快就打听到了他住的地方 一处红墙绿瓦的大宅院 比青山寨荣家那四间泥砖房 不知好上几番 容轻英愣愣地盯着 大宅院大门好办上 直至院内的仆人出来 问他你找谁 他才堪堪回过神 当那仆人听到他 直接喊了裴凌云的全名 面色惊惧 怒斥他大胆 竟然敢直呼状元郎的名讳 容轻英解释自己 是裴凌云的媳妇 那仆人将他当作疯婆子敢 嘴上还说道 裴老爷要娶的是 城东的左城的嫡女 怎么会有他这样 背着娃的粗鄙媳妇 容轻英还没反应过来这话 那仆人便把大宅院的门关了 任由他怎么拍门 都没人给他开门 那个昔日让他乖乖等着的男人 也不见人影 那日之后 容轻英一边打听裴凌云 是否要澄清之事 一边不肯放弃地去大宅院找他 就这样过了半月有余 身上带的家当也快见底了 容轻英才见着裴凌云 一家三口过了几日好生活 直至仆人说的 左城带着他的女儿上门来 容轻英才知晓 那日仆人 为何是那般瞧不上自己 京城的贵女 腹白貌美 如柔衣的手 捏着丝帕的一脚 如同画中的美娇娘 再瞧瞧自己 经过风霜的操守 这些时日 在外奔波晒黄了些肤色 生平第一次觉得羞耻难当 那美娇娘细声细气地 相隔了一室 容轻英也仍然记得 那个美娇娘的笑容 是多好看 不知是不是顾忌她 那日裴凌云婉拒了 这门极好的情事 可后来 皇帝赐婚 不管她如何哭闹 裴凌云终是 娶那个美娇娘为妾 而她 因为女儿不得不跟她们妥协 与裴凌云合离 削了入坠文书 名不正言不顺 住在她的府邸 她对自己的态度愈发敷衍 甚至生出了厌恶之色 容轻英不仅仅记得 那美娇娘的笑 还记得裴凌云在她哭闹时 眼里露出的厌恶 那便是她最后一次 大哭大闹 第三年 她生了个儿子 母瓶子贵 又成了她的正妻 此后 她被困在那红墙绿瓦的府邸里 过完了短暂的仪式 只是三十有四 在她成为宰府的第四年春 便郁郁而终了 太医说心病难治 机遇成疾 每下愈旷 到了吐血的地步 她倒是释然了 后来一直没再服过药 熬着熬着就去了 她的意思又在哪里 况且 众活的时间 还不是在阿爹 带回裴凌云之前 可左右多了一条命 也是老天照顾 总归不能随意丢弃了 这一辈子 她尾时不能像上辈子那般 过得那样委屈 再过十日 她便要去京城考取功名了 此次一去 她大概会再也不回来了 裴凌云 她见她迟迟未开口回应 又换了生她的名字 裴凌云属然抓紧了她的手 忠实知晓 她为何如此不对劲了 此事 以后再说吧 容卿云没再说什么 反正他们十日之后就会分开 以后再无瓜葛 两人收好祭品 起身回家 一路沉默无言 回到家 把东西都放进造房的柜子里 容卿云从造房出来 却见个人在她家院子里 探头探脑 往她的鸭圈里瞧 是她大娘王翠平 你来这里做什么 容卿云落了脸色 冷冷地看着她 王翠平被她瞧得 心里有些发怵 在心里暗脆了剧 面上舔着脸笑道 我家里头的鸡鸭 都宰得差不多了 我瞧见你这 还有好多头鸡 今日是元宵 想拎头鸡和鸭回去宰 说着 王翠平走到鸭圈就炸了门 动手打开了门栓 你如今也是举人老爷的媳妇了 以后跟着举人老爷吃香喝辣的 肯定不缺两头鸡鸭 滚出去 别碰我的鸭 王翠平听到这话 顿时惊愣了下 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这还不忘推开炸鸭门 往鸭圈里走 好似也没把她当回事 反正就算容时珊还在世时 也是隐忍着 他们家每年想吃鸡鸭了 就从这家拎个回去宰了 就连去年也是 他们家人头多 鸡鸭吃得快 还没到元宵就吃完了 元宵那日拎了两个鸡和一个鸭回去 王翠平也知道 容青英今年晒了很多腊肉 等会她还打算拎四五块回去煮了 王翠平 我让你滚出我家 没听见吗 容青英抓起放在造坊门口的扫帚 冲着王翠平打过去 啊 王翠平肥壮的后背 实打实地挨了一扫帚 疼得大叫了声 回过头狠狠地瞪着容青英 脆骂道 容青英 你个客爹娘的小蹄子 谁给你胆子打我这个大娘呢 我可是你长辈 容青英冷笑一声 又扬起扫帚 赶紧给我滚 不然我还打 说着 她做事挥下扫帚 容青英从小到大 都十分讨厌她大爷一大家子 容祖母一共生了六个娃 大爷容时珊是长子 有了三个姑母 才有了容时珊 在最后就一个小姑母 容时珊偏生是个长歪了的 自私自利 狗眼看人低 不是一家人 不踏进一家门 容时珊讨的老婆王翠萍 虽跟王和是同一村出来的 但同样是个蛮横的势力眼 容时珊成青棗 家有三个女儿 最小的是儿子 孙儿也五个了 有一个女儿 嫁给了县衙的一个典礼小官做小妾 在青山寨里也散得小靠山 容时珊和王翠萍 品性都不砸好 儿女孙儿也养坏了 容家的田地 被他们家占去了一大半 容时珊只拿了一亩三分地 房屋被他们占走了 现在住的房子 还是容时珊自己赚钱造的 从前是容时珊顾忌着兄弟勤奋 只是隐忍没有计较 也时常叫容清英 多少要顾着亲戚勤奋 见到人还是要喊一喊的 容清英听话 但上辈子 她得了裴玲云的嫌恶后 跑回来青山寨散散散心 却看到容时珊和王翠萍一家子 连她阿爹自己造的几间屋子 都被他们住了去 不仅不让她住 还要恶狠狠赶她出来 连远门都不让她靠近 可当真是一点亲戚情面都不讲 如今 要她讲什么狗屁长辈情分 滚 你 王翠萍背上还疼着 被容清英凶狠的模样吓到了 亮亮呛呛跑出院子 见住在另一头的妇人 探出个身子瞧过来 便开始放开了嗓子 撒泼打滚 哎呦 打人了打人了 容清英 你的克星竟然敢打长辈了 真是折兽 我不过是想跟药点吃的罢了 王翠萍用她的大嗓门这么一嚎哭 住在容清英家附近的几户人家走出来瞧 嘴上还在叨叨着什么 容清英丝毫不在意 端起造坊门口的一盆洗碗水 直接把王翠萍泼成落汤鸡 恶狠狠地撂话 以后要是赶在踏进我家半步 看我用不用烫猪滚水泼死你 啊 王翠萍又嚎叫了声 拍着身上的水和菜叶子 冬日里本是寒冷 现在一身冷水 让王翠萍冷得身体直哆嗦 容清英 你个泼妇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竟然敢这么对我 你给我等着 王翠萍眼瞟见裴灵云从屋里出来 气得猙獰的脸色变了变 哭得苦巴巴的样子 居然老爷 你来得正好 你是不晓得 刚刚容清英是 怎么不饶人 容清英瞥了眼男人 拿着盆静直进了造坊 拿了大刀剁鸡 裴灵云瞧了瞧她冷漠的背影 藏在衣袖里的手 不觉得握了握拳 眼神看向王翠萍时 面色也冷了下来 语气沉冷地警告她 不饶人的是你们 若是你们家再来打扰她 欺负她 我定不会饶了你们 次月 她就要离开青山寨去京城 待考试了后 还有别的大事要做 没有几月半再是回不来的 她知道 烟大概是不会轻易 让旁人欺负了的 但对于她的大爷一家就难说了 就怕她被欺负了 也隐忍着 方才见她对王氏凶狠的样子 她倒是觉得甚好 总归没有让自己吃亏 王翠萍听见裴灵云这么说 讨好的脸色 瞬间难看地像 刚从粪水坑里扒拉出来 一言难尽 裴灵云如今的身份 也是个举人 来日大概是要当官的 别说里长 就连县里的官老爷 对她都带着几分敬意 王翠萍再怎么样 也不敢在裴灵云面前造次 冷哼了声 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 造坊里 刀落在木头案板上 砰砰作响 裴灵云不知她为何一夜之间 变化如此之大 可眼前的人 的的确却还是她的小妇人 默默叹息了声 走到她身边 我来吧 你歇一歇 你大娘一向如此蛮横无礼 我刚说了她几句 莫要气坏了身子 容卿英握着刀把的手顿了顿 你大娘 偏生要多加一个你 也是 她何时有当自己是容家的人 她一向如此 容卿英放下刀 转而拿了张小矮凳坐着 把罗夫的皮给去了 又弄了些生姜 裴灵云剁好了后 又将生姜和小蒜剁碎了 装到小碗里 接着把罗夫切成片状 容卿英往小碗里 倒了点豆油和梅醋 再放了一小勺盐 加了些盐抹好的花椒 与猪鱼粉 搅和搅和 梅醋是阿爹教她做的酱 主要是用酸梅做的 味道好极了 待盐力与豆油融在一起了 才把所有味料 倒到那盘剁好的鸡肉块上 又加了些盐碎 搅拌了一番 看着别有一番风味 两人各自沉默着干活 这会儿倒是有些似夫妻了 说起他们俩的夫妻情分 也不过三月有余 虽说在装户人家 十五六岁便澄清生子的不少 但顾及裴凌云尚且再上学读书 两人并没有圆房 直至轻英生辰那日 两人喝了些酒 稀里糊涂地圆了房 自那日之后 两人才算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 气氛太过沉闷 这小夫人一句话也不说 裴凌云心里不免有些胶着 切好了罗符 她便走到她身边 主动搭话 一儿 是否还要炖罗符鸡汤 嗯 昨日宰的鸡 还剩下四条腿 拿来炖了吧 得了她的答复 不算敷衍 裴凌云面色也柔和了些 好 那我再弄些生姜 两人忙活了好一阵 终于做好了咒食 容清英用麻布擦了擦手 拿了碗筷放桌上 裴凌云跟在身后 手上提着盆炭火 放在八仙桌旁 又进房里 拿了一个小罐子出来 来查查手吧 她拧开了盖子 用手指挖了一点出来 直起她的手抹开 由是在洞红的了 指节与后剪处 多抹了些 容清英瞧着她的动作 这个小罐子装的是润手的高 冬日寒风凛冽 谁冷动手 况且容清英在家也是干活的 手难免会被动到 裴凌云到镇上给人抄书级时 听闻这润手高好用 京城里很多贵女贵妇 都用这些高护手 也可查脸润一润 就起了买的心思 但也不算便宜 于是 每日早出晚归 多抄了些书赚钱 到掌柜说的店铺里买了一罐 那时 她方才十五岁 才考中秀才 也是在他们成亲之后 容世珊知晓了 笑眯眯打去凌云会疼媳妇了 清英高兴得不得了 暗暗藏着不舍得用 实在想试试了 也只舍得挖一点点抹一抹 断不似她如今这般阔气 一挖 就挖这么大一托出来 跟不要钱似的 这些年 她见她不舍得用 便会自己帮她抹 用完了便再买一罐 仔细想来 在她去京城前 对她也是不错的 以致她真以为她与自己有情的 重新活了过来 她再不会再生出这样的想法 他们之间没什么相伴情分 更别说夫妻情分了 裴灵云查完她的双手 又挖了一些 抹在她的脸上 轻轻抹开 却瞧见她双眸红了 震了一瞬 哑声道 嫣儿 怎么了 容卿英才惊觉自己眼睛酸涩 大概是没控制住情绪 不自在地扯了扯唇 没什么 我自己抹吧 说吧 她便自己抹了妈脸上润手膏 然后坐在桌前 吃吧 凉了不好 裴灵云只见她自顾自成了 鸡汤喝起来 怎会感受不到她的疏远 捏紧了手中的小罐子 她当真断定 要与她合离吗 年后的冬日 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活要干 容卿英去债村后 扇舌了几只寒啸树枝回家 晾在太阳底下 打算明日用来烧灰 庄护人家在过节时 通常都是十分开心的 气氛喜庆 村里的小娃们到处跑 尤其是穿了新衣的小娃子 更是恨不得把村里都跑个遍 让其他小娃看看看自个儿的新衣 裴林云从屋里出来 便看见她刚放好含啸树枝 微醋了下眉 原以为她一直在院里晒太阳 拿了树枝做什么 家里还有足够的柴火 容卿英回头看了她一眼 你年前买的糯稻粉 还剩下一点 再做点瓷吧 糯稻粉不算便宜 想买也不容易 得到急症上买 恰巧裴林云认识的书铺掌柜 知道哪里卖的糯稻好 她便托书铺掌柜买了点 花了将近五十文钱 比平常吃的米贵上几番 不过吃起来确实不错 软软糯糯的 要是沾点豆油没醋酱 味道更是不错 听她这么说 裴林云没说什么 本就是买来给她尝尝的 在城里的妇人 想吃糯稻做的糕点 就可随便吃 不仅有钱买 且还知晓在哪里买最好的糯稻粉 可是平常的庄户人家就不一样 若不是专门种糯稻的 一年到头 也就在过节的时候 舍得买些来做瓷吧 她喜欢吃 以后有机会再买些 即使在寒冷的冬日 用冷水也要洗 正午前烧的热水还剩下一些 裴林云用专用来洗脸洗手的 盆装了半盆热水 浸试了棉布帕子 宁干递给容青英 今日是元宵 宵禁不言 吃了木食后 去急镇走走 容青英擦着脸的动作略微一顿 上辈子她也是这样说 她鲜少逛过急镇的夜市 自然是想去的 她记得上辈子的裴林云 带着她逛了许久 见过很多很多新奇的东西 也吃了不少没吃过的东西 甚至第一次看见烟花 她说 日后会带着她过上好日子 去京城看更好看的烟花 她完全信了 后来她自己到京城找她 也看过京城的烟花 只是都没有第一次 与她看的烟花那么好看了 宁儿 容青英回过神 看了看她 不了吧 你上京城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的是 不必浪费这些钱 她说的这些话也没错 可她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无事 只是走一走 不用花多少钱 现在我超书也攒了些银两 容青英收拾好洗脸盆雨眠不怕 你很想出去走走吗 想不明白 她为何这么执着 要去急镇 嗯 裴灵云点了点头 其实 她只是想带她出去玩 吃些村寨庄户里 没有的点心零嘴 听说今夜还可以看烟花 她也想带她去看看 你自个儿去走走 也没什么问题 我不想去 急镇上有很多好玩的好吃 一起去看看可好 裴灵云牵起她的手 裴灵云 我说了不想去 什么好玩好吃的 我都不想知道 要去你自己去行吗 容青英很不耐烦了 用力甩开她的手 手背却不小心扬到了她的脸上 一声清脆的响声响起 两人都愣了愣 裴灵云的手将在半空中 正愣的神情中 多了几分不可置信 她的拒绝表现得明显 与她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到 她在面对自己时 会露出如此不耐烦的神情 甚至她眼中 似乎还露着恨意 她恨自己 可他们一直相处得好好的 怎么会忽然对自己产生了恨意 请客之间 脸上被打过的地方 仿佛有了一丝痛意 她紧紧拧着她 试图从她的神情中 发现什么端倪 容青英恍惚了下 腻了眼她的脸 抿了抿唇 没有说什么 便转身就走了 一句抱歉也没有说 一是她心里 本来就憋着一股恨意 从清晨醒来时开始 就一直压抑着 恨是恨 恨她不喜欢自己 还让自己等她来接自己去过好日子 最后却任由自己抑郁而终 可上辈子 也是她自己作俭自负 她本就对自己没有什么感情 是自己巴巴地往她身上贴 不全然怪她 二来 她知晓她往后是个做大官的人 剩下的十日时间 她只想平平淡淡地度过了 若是起了争执 往后说不定会让她记着 每天她想计较起来 她也无可奈何 只当阿爹当年看错了人 带回来一个白眼狼罢了 她想了一个清晨 才抢求自己想开一些 才压下了想把她掐死冲动 一个举人老爷死了这时 不是一件小事 她不想再作件自己的命了 她认命了 这辈子就想自己带着崽子好好过 上辈子 她是在裴林云走后 六个月生下的崽子 若是没有意外 这会儿她肚子里已经揣了的崽子 幸好现在反应不大 以至于不会让她发现端倪 因为这件事 两人没有说一句话 几乎每家每户都在门口挂起灯笼 有些人家是去急镇买的 有些人家则自己动手做 火红火红的 看着很是喜气 容轻英也买了六个 拿了木梯 墙上嵌有钩子 在做房子时就弄好了的 容轻英小心翼翼踢着灯笼 爬上去挂好 裴林云刚喂完小猪 回来便看到 她站在梯子上 同谋一紧 立刻扔了木桶 扶稳了梯子 容轻英心安定了些 小心下了梯子 我来 你扶着梯子 裴林云面色不杂好看 似沉一股闷气 容轻英沉默了一瞬 心里生起一股无法言语的难受 上辈子 她就总是念着她对自己的好 到死都还念着 彻底放下了 很不甘愿 不放下 日日因她哀思伤怀 她宁愿她给自己冷脸子 也不愿看到她关心自己 住在另一头的人家 也拎着两个灯笼出来 是个妇人 哟 轻英 今年你们家买了这么多灯笼啊 妇人笑眯眯的 看得出来很开心 自从阿爹去世之后 这妇人常常会帮衬着点 容轻英也朝她笑了笑 是脸 想着今年收场还不错 就多买了几个喜庆 盼望来年还能有这么好的收场 旧年是个好年 什么天灾人祸都没有 雨水也刚刚好 入冬时菜地里的菜也没有冻坏 青山寨的庄户人家收成都还行 赴税了也还能剩下许多 提及收成 妇人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是的 鸡鸭也有得吃 养得还不错 过年才能大吃大喝 俺见你养的鸡鸭猪都肥肥壮壮的 轻英长大了 都这么会顾家了 容轻英倒是不好意思了 她今年都21了 不小了 村寨里好些比她年纪小的姑娘 崽子都满地跑了 话说 你们俩啥时候生的崽子 凌云现在也是个举人老爷了 多生几个崽子 养着也不怕饿肚子 妇人挂好了个灯笼 随口一问 容轻英面色微僵了下 身边在弄灯笼的男人 停了动作看着她 想到崽子 她心上一紧 暗暗沉了沉气息 直到没注意到她的目光 应了一声那个妇人 还不急 以后再说吧 那妇人挂好了两个灯笼 又看了看裴凌云 也是 举人老爷还要考状元呢 妇人回她家之后 容轻英和裴凌云之间的气氛 又沉了下去 各忙各的事 容轻英不想跟她说话 她也不是个爱主动说话的 年前上山找竹笼 不小心划了一跤 竹子被砍断了 刀口尖利 把裙子划破了一道大口子 闲来无事 容轻英拿出来逢好 她原是不怎么会真献活的 也不识几个大字 裴凌云想教她识字 但她总没有那个耐心 想着家里有个人会识字 会读书就成 可是在上辈子 到底还是做了十余宰官夫人 终究还是慢慢地学了很多 京城贵女贵妇们会做的活 认识了很多字 会读书了 写了一首好字 会女工刺绣 用来打发消遣无趣的日子 天色渐飞 容轻英把破口缝好了 绣了一株红霉 一眼便能看出绣功精巧 到了牧师的时间 有些装户人家放了炮竹 尤其是容轻英的大爷一家 炮竹声响了好半场 有钱才有底气 放这么多炮竹 容轻英放好裸裙 往中间内屋看了眼 却发现裴凌云不在里面 带眉微微凝了凝 却也没多在意 心虚只是出去了吧 去造访主牧师 正午的餐食还剩不少 罗伏鸡汤也还有 天冷不会发臭 想了想 拿了一块腊肉切块 再拿一小捆 干溃一块炖香了 煮好了牧师 却见裴凌云还是没有回来 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将所有餐食放在锅里焖着 不至于冷了 为了积压出来后 才见裴凌云步履匆匆进来院里 手上还提着一个包裹 抱歉一儿 回来晚了 裴凌云还微喘着粗气 瞧了眼他拎着的木桶 猪喂了吗 容卿英摇了摇头 还没呢 正打算喂 裴凌云从他手里拿过木桶 我来吧 洗洗手 等会一块吃食 他愿意帮忙干 卿英自然不会阻止他 容卿英没说什么 回造房端了餐食出来 把炉里的炭火加出来 放在炭盆里提进屋 吃木食前要放炮烛 容卿英只买了最小串的 用香烛上的火点燃了之后 立刻把炮竹甩了出去 伴着一股浓烟 炮竹噼里啪啦地响起 他下意识地缩起肩膀捂住耳朵 但并不害怕 下一刻 他整个人被搂进了怀里 一双大手附在他捂着耳朵的手上 炮竹并不长 很快就烧完了 震耳的响声戛然而止 容卿英 就算你再生我的气 放炮竹这件事 你也该叫我来做 裴凌云松了手 不满地看着他 话语里透着韵怒 只是点个炮竹吧 你从未没有点过 万一伤到自己怎么办 后果会不堪设想 他的声线有些颤抖 一阵后怕的感觉 让他掌心里 浸出一些冷汗 拿起他的手 仔细检查了一番 确认了没有伤 才松了口气 以后不许这么冒险了 尤其是我去了京城之后 他一边叮嘱着 语气里带着些严厉 一边又用自己的手 轻轻揉搓他的双手 让他冰冷的手暖和一些 容卿英听着他的话 鼻子漠然有些酸涩 他仰起头看着他 眼眸微微泛了红 低声与他说 裴凌云 别故作假意关心我了可好 裴凌云的手一顿 心揪了下 尤其是看到通红的眼眸时 抑制不住心疼起来 他无奈叹了叹气 抬手抚了抚他的脸 哑声道 一二 我何时是假意关心了 你不愿信我了吗 你恨我是吗 后面这句话 他终究是没有问出口 一是不确定 二是惧怕 惧怕他真的是恨自己 一旦问出口了 他藏在心里的恨意 就挑在明面上了 不能当做什么都不值 是我誓言了 昨晚做了个不好的梦 你别放在心上 容轻英努力勾起淡笑 可眼尾具有泪珠滚落 他慌了下 想转身进屋里避开他 裴凌云握着他的双肩 没让他动 低头清了清他眼尾 很认真的看着他 梦终究只是梦 不是真的 可我对你的心思 全都是真的 容轻英愣住了 似乎他从来没有对自己 如此温柔过 亦或是他忘记了吗 他听见自己的心 在砰砰跳动 做了什么梦 让你对我生了惶恐 生了疑 可我保证 永远不欺骗你 信我可好 永远不欺骗 可你上辈子 把我骗得好惨啊 我断然不会再相信你了 容轻英含糊地应了句 真希望那只是个梦 只是个梦罢了 烟末要放在心上 上园夜 村寨里甚是热闹 尤其是小娃们的 打闹嬉笑声 胆大的娃子 还敢放炮竹 住在另一头的妇人 端了两碗元宵过来 一碗有六个 白胖圆滚 童往年一样 妇人笑眯眯道 家里多做了些元宵 想着给你们 尝尝味道喜不喜欢 容轻英把元宵 分别倒进自己的碗 和裴玲云的碗里 笑道 好嘞 多谢大娘 妇人摆了摆手 跟大娘哪用得着说谢 咱都是零脸 妇人走了后 容轻英吃了一个元宵 是黑芝麻馅的 大娘的手艺还是这么好 味道很好 人也好 容轻英忍不住感叹一句 又吃了一个 坐在她对面的裴玲 裴玲云低头看了看碗里的元宵 吃了一个 其实她不爱吃如此甜的元宵 送元宵来的这个大娘 也不纯粹是好心 自她考中秀才以来 这个邻里的大娘 对他们家愈发热心帮忙了 尤其是她就年中了举人之后 更是殷勤了 存了什么心思 昭然若揭 不过 这个邻里一家 确实也是好心人家 平日里 确确实实帮衬他们了不少 吃完了元宵 裴玲云拿出她拎回来的包裹 在里面拿出撞丝炮竹的玩意儿 只不过比炮竹大了许多 一二 这是烟花 你说不想去城里看 我便托人买了些来 烟花很漂亮的 容卿英证了证 所以你 今日不是不在家里 是出去买烟花了吗 裴玲云轻笑应声 嗯 不妨试试 容卿英低头看烟花 病发垂落 似红了眼 裴玲云将烟花放在院里空阔的地方 燃了烛火 递给她 试试 烛火映照 她的眉眼温柔 唇角勾着笑 容卿英有些许心动 却还是不敢伸手去接 不敢接下她四针四甲的心意 你连炮竹都敢放 这会儿却不敢点烟花了 烟什么时候打这么小了 她这话是刻意刺激青英的 容卿英抿了抿唇 最终还是将烛火接了过来 走到烟花附近 揣着紧张与期待 将烛火伸了出去 下一刻 她却自身后贴了过来 握着她的手 两人一起点了烟花 滋啦滋啦的声音响起 她抱着她走远了线 很快 烟花随着响声冲到空中 一瞬之间炸开 落心如雨 果真是漂亮极了 纵使上辈子见过更大的烟花 可轻英竟觉得这一簇烟花 是最好看的 烟儿 喜欢吗 又一簇烟花绽放 她缓声道 喜欢的 烟花烛光映照 两人眼眸中皆有笑意 村寨里的人听到了响声 匆匆忙忙跑出来看 雀悦的呼声 让村寨又一次热闹起来 离轻英家近的 连忙快跑了过来 看着轻英放烟花 笑得可开心了 小娃们几乎都没见过烟花 但总归见过炮竹 不至于害怕 反是激动地拍小手 夸烟花好看 轻英也是开心的 她似乎很久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烟花贵 裴林云并没有买多少个 不过一刻钟 烟花都放完了 这玩意可真好看哪 就是不禁看 太可惜了 邻里的大娘 看得意犹未尽 不由发出感叹 可不是吗 居然老爷这么会讨媳妇欢喜 疼媳妇的男人 就是个好男人 容娘子有福气了 容轻英笑了笑 浮华散尽 不知季夜属与寒冬冷 夜里渐渐安静了下去 各家各户都灭了烟火 毕竟这烟火油灯不便宜 若是在平日里 天府一摸黑 村寨里没有几家会亮着烟火 也就因着节日热闹了些 容轻英进了静身躺在床榻上 等着被褥捂热身子好睡觉 奈何这屋里太阴冷了 捂了许久 手脚还是冰冷的 床榻的另一边有了动静 是裴灵云上榻来了 她钻进被褥里 敏唇没了片刻 将背对着自己的小妇人 搂进自己怀里 容轻英挣扎了下 被她抱得死紧 只听她附在自己耳边道 一二 莫要推开我 我给你暖暖手脚可好 容轻英不说话 她的手掌握着她的手 她的双脚夹着她的脚 是暖了些 手脚不再那么冰凉 后背也贴着她炽热的胸膛 念及今夜的烟花 容轻英还是乖乖地窝在她怀里 闭上眼睛 一夜无话 天上还灰蒙蒙的 裴灵云便起身了 纵使她的动静再小 容轻英还是让她吵醒了 欲要跟着起床 她压着被褥 低头亲了亲她的额头 天还未亮 被褥里还暖和着 你再睡一会儿 我为了鸡鸭和猪再出去 她赶早去镇上找超书的活 尤其是在这段日子 在家里也是整日的超书 容轻英也不舍离开暖和的床褥 听了她的话 赖在被褥里又睡着了 等她再次醒来时 外面的日头 已经把屋里照得亮亮堂堂了 掀开被褥起床穿衣 叠好被褥就去了造房 锅里热着两个烙饼 容轻英拿起来 配着烟菜吃了 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她始终想不明白一件事 她不是不喜欢自己吗 不是嫌恶留在容家当坠绪狼吗 为何在平日里总关心自己 对自己这么好 如今阿爹已经不在了 没人总拿着救了她一命这话 来压着她了 她该是不用再虚情假意 对自己好才对的 上午时 容轻英正在院子里 搅碳盆里的灰 是烧含酵树枝烧出来的灰 用这些灰里出来的灰水 可以做弄到瓷吧 裴凌云带着一摞书回来了 一二 我回来了 容轻英看了她一眼 轻轻应了一声恩 见她还对自己还是如此冷淡 裴凌云不住地叹了叹气 自胸襟里掏出两个小罐子 一二 这是给你买的润肤膏 日后我去了京城 你也还有的用 容轻英攥紧了手里的棍子 默了一刻道 裴凌云 你不用特意对我这么好 买这个润肤膏也要不少钱 还有昨夜的烟花 何须如此浪费 裴凌云越听她的话 越觉得怪异 尤其是最后那句话 好似她的言语 多了些文雅意味 不似以往说话粗鄙 举止少了些粗辱 往日她若是买了润肤膏 她虽也会说自己费钱 可眉眼间都是星月之色 断不会像如今这般冷淡 不知为何 心中忽而慢起不安 她深深看着她 低声道 一二 我觉得值得的 便不算费钱 听了她的话 轻盈眼眶疏然一热 视线模糊起来 她忙转过身背对着她 怕她发现自己眼中的泪水 强装冷淡道 随便你 裴凌云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那件事做错了 惹她生气了 前日夜晚 她是没控制住自己 用狠了些力道 弄哭了她 却也不是第一次 以往她也不会因为这件事 与自己置气 昨日问她 也没得到准确的答复 找不到她生气的源头 不免感到泄气 日头暖和 裴凌云搬了桌椅 到院子里抄疏 容轻英搓郁卖力 无论是郁卖力 还是莫成郁卖粉 都能攒点钱 两人各忙各的 忽然的 起疯了 拆散了裴凌云桌上的抄纸 裴凌云迅速起身去捡 容轻英见此 也跑过去帮她捡抄纸 唯恐着阵风 把这些抄纸吹远了 幸好院子里打扫得干净 抄纸没被弄脏了 容轻英把抄纸放在桌上 搁在最上面的一张抄纸 有一句诗 她望着这句诗失了神 一二 你可知道 这句话如何念 裴凌云指着纸上那句诗问她 且仰凌云赤 抚养弄轻英 意识到自己将这句诗读了出来 容轻英立刻收了话音 可已经来不及了 裴凌云满眼都是不可思议 惊诧地愣了片刻 一二 你如何识得这句诗的 她紧紧盯着她 查识她的神色 无意外地捕捉那一丝的慌乱 她不只是单纯生自己的气 而是有事瞒着她 而这件事 必定是她这两日 变怪异的源头 容轻英受着她目光的审视 有一抹心虚浮上来 伴着些许不自在 我去错语卖了 容轻英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听到她又喊了自己的全名 容轻英目光躲闪了下 没有 你别多想 容轻英 你什么时候识字了 我怎么不知道 裴凌云走到她身后 日光打在她挺拔奇长的身形上 两人身影重叠 容轻英莫名感觉到 一股沉沉的压迫感 她捏紧了拳头 咬了咬牙道 我自学的不成吗 她低声轻笑了下 这村头 哪个会识那些字的 你没去镇上学院里 谁能教你识字 容轻英紧紧咬着牙关 沉没了下去 拳头捏得更紧了 容轻英 说话 裴凌云面色又沉了几分 语气更是咄咄逼人 做梦学的不行吗 容轻英只觉心中 有股怒气翻涌着 怒吼了一句 一转过身 她冷沉的目光 犹如一盆冷水 浇灭了她心中的怒气 她是个冷情的人 冲她什么火 又没用 容轻英不想理她 又坐回原来的位置 继续搓欲卖力 可脑中还回荡着那句诗词 又鸟长大 展开凌云之翅 在空中自由翱翔鸣叫 这便是这句诗词的大体意思 在上辈子 没有今日发生的事 轻英刚学这句诗诗 是她一字一字教的 是刚入她的宅院时 她抱着她坐在案前 握着她的手 教她识字写字 那几日情色和鸣 她那时跟她说 有了轻英和阿爹 她才能养成凌云之翅 飞上高位 且养凌云翅 抚养弄轻英 凌云 轻英 他们俩就如同这句诗的 前半句和后半句 不可分离 注定会生生世世在一起 轻英诡迷了心窍 信了她的话 这辈子 她不会再相信她的话了 都是骗人的 被吼了一句的裴凌云正了正 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看 日光很暖和 晒得她面颊浮起腮红 倒是可爱极了 笑起来时更可爱 只是现在她神情冷淡 一点都不可爱 对她说的 在梦中学会这句诗的话 也是半信半疑 哪有这要巧合的事 不过 提起巧合 她与她的名字 确实挺巧合的 一日上午 县令亲自送来了 录影和火牌 容娘子 我知道你对裴几云情力深重 可当朝坠绪不可为观 所以 县令点到为止 容轻英还是知道 县令未说完的话 上辈子轻英很听容阿爹的话 无论裴凌云怎么跟她说 对削了入坠文书与合理这件事 她都不松口 到了京城与她团圆之后没过多久 她的姑母裴月仪 就来见她了 跟她聊了许多事 聊了他们裴侍家族 有过多少荣光 聊了她身上背负的使命 若是县令在一旁 必然会忍不住为之动容 可那时的轻英没什么文化 整日跟鸡鸭作伴 担心的是 庄稼收成好不好 鸡鸭和猪养的好不好 尾师不能理解 他们想要复兴家族荣光的志向 轻英当下就拒绝了 裴月仪冷了脸色 只留了句话 说总有法子让她屈服的 裴月仪是贵妃 确实是有法子的 若是她还不同意 裴月仪就会把她的宰子 带入宫中抚养 不让她自己养着 听了这话 她还没有屈服 等裴林云回来了 她就把这件事告诉她 她沉默了 也跟她说 让她消了入坠文书 但可以不合理 没有意外 那时的轻英 跟她又哭闹了一次 当朝坠续不得为官是真的 但上辈子有夕和皇帝兜底 裴林云还是当官了 只要尽快处理了这事就行 那时轻英见她当官了 根本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都认为他们 为了消入坠文书框她 可到最后 她还是为了女儿屈服了 也失望了 这辈子 容轻英自然相信县令的话 她扯了扯唇但笑了下 您放心 我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之处 明日就会跟她一块去县衙 消了入坠文书 也会与她合理 县令听了这话 眼前一亮 连连说了几个好字 脸上都笑出折子了 容娘子 你能想通 自然是最好的 来日陪举人为官了 定会念及你的好和恩情 让你过上好日子 当然 区区一个乡下妇人 自然不可能再成正事 上辈子经历了那么多 容轻英不会把县令 口中好日子当回事 这县令压根就瞧不起一个 她这么一个乡里妇人 不过 她也不在乎 县令这话说完 裴林云正巧端着菜 从造房出来 方才在造房里煮菜 没有听见这院里的动静 县令一见状 连忙上前替她端过菜盘子 放在桌上 转头说起容轻英来 容娘子 你怎么能让裴举人 干这些粗活 你身为裴举人的妻子 就该好生伺候 大人 无妨 做这点是算不上什么 裴林云及时阻断了县令的话 县令信心地收了话 把来这里的目的说明了 裴林云答谢道 多谢大人牵挂 容轻英识趣地端着菜进屋 让他们两人说话 也不刻意去偷听 愿礼 县令提及合离之事 裴林云拧了拧眉 直到 大人 要消了入坠文书 这事是真的 但我不打算跟妇人合离 县令文言 颇为惊讶 裴举人 容娘子好不容易松口了 怎么就不想合离了 裴林云笑了笑 县令也明白了些 叹了叹气道 裴举人情深意重啊 大人说笑了 日后我去了京城 还望大人能多照拂一下妇人 县令如何不明白她的意思 虽心中惋惜 但还是答应了 毕竟这裴举人 身世资历可不简单 以后做大官的机会大着呢 若是能跟裴举人攀上一点交情 那便是好的 夜晚睡觉时 容卿英多说了句话 我明天要跟翠鸭去镇上 你也一起吧 顺便去县衙一趟 翠鸭比容卿英小了五岁 却是容卿英在青山村寨里 最好的朋友 裴林云抱紧了怀里的人 随口问道 去镇上做什么 可需要买什么东西 容卿英指示道 没什么 只是日常要用的东西 她默了默 低声应道 好 我陪你一块去 正好把超书交给书铺掌柜 一夜好眠 一大早的 翠鸭就来了 容卿英起晚了些 匆匆忙忙喂了鸡鸭和猪 裴林云上 造房炖了粥 闷热昨天晚上吃剩的腊肉螺服 翠鸭 你吃了没 翠鸭摇了摇头 耶尔姐 我还没吃 容卿英也不意外 拉着她到桌身边坐下 那就一起吃 今天出去一趟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晌午回来 吃多点 翠鸭家里人口多 尤其是她娘还生了三个儿子 她家里不仅要干很多活 几乎从早忙到晚 耗体力 但也就给她留稀饭和烟菜 有什么好东西都轮不到她 更别说去镇上玩了 所以每次去镇上 轻鸭总会叫上翠鸭 也好有个伴 但翠鸭家里人 也不那么轻易放人出来玩的 轻鸭每次都让翠鸭拿 一两个铜板回家 这次出去的时间可能比较久 轻鸭让翠鸭拿了三个铜板回去 有裴林云这尊大佛 翠鸭怯生生地 坐在容轻鸭身边 低头吃稀饭 不敢抬头 也不敢加菜 容轻鸭知道 她是个胆小的 也比较害羞 直接用勺子 舀了一勺子腊肉和螺服 放到她碗里 谢谢翠鸭姐 翠鸭的声音细弱闻音 青山村寨离县衙远了些 容轻鸭坐了辆罗车 三人一同出发 走了许久才到镇上 这会儿即是开张满酒了 街上人来人往 热闹得很 翠鸭满眼兴奋 好奇地这看看她看看 容轻鸭看了看 裴灵云提着的抄书 便道 你先去还了抄书吧 我跟翠鸭去逛一逛 等会我们就在这个铺子门口会合 然后再一块去关牙 好 跟裴灵云分开后 容轻鸭带着翠鸭 去了镇上一家小医馆 她今日出来 不单只是想去关牙的 还想来看看 肚子是否真的有崽子了 耶尔姐 怎么来一铺了 你身体不舒服吗 翠鸭虽然记不住 牌匾上的字 太复杂了 但之前容轻鸭跟她说过 她就记得了 这个铺子是个一铺 有郎中的地方 容轻鸭笑了笑 没有 等会你就知道了 郎中给轻鸭把了把脉 和艾慈祥脸上的 多了一抹高兴 恭喜恭喜 这是喜脉 您确实是有了 容轻鸭喜上眉梢 谢谢大夫 可有什么异样 郎中呵呵笑了声 没有 胎像很稳 夫人不用担心 容轻鸭这才放心下来 依大夫您看 要不要服用一些 安胎的补品 夫人胎像吻 一般不用 吃安胎药也可 郎中又说了几味药 这些是安神补身体的 夫人也可以考虑一下 容轻鸭没卖郎中 说的补身体的药 多塞了一些钱给郎中 让她保密 以防万一 耶尔姐 原来你有宰子了呀 翠鸭扶着她 时不时看向她的肚子 一脸高兴 有宰子是件大好事 耶尔姐小心些 见她开心又紧张的样子 容轻鸭勾了勾唇 不用担心 大夫都说 崽子好着呢 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翠鸭没了一会儿 也不跟绝人老爷说吗 容轻鸭点头道 嗯 谁都不要说 否则会给我带来 很大的麻烦呢 翠鸭一听 果然紧张起来 好 我知道了 容轻鸭放心 知道翠鸭的性子 知道她不是多嘴的人 耶尔姐 那你以后 是不是要跟绝人老爷 离开我们村 去大京城当官夫人 过好日子啊 容轻鸭拍了拍她的手背 过几日你就知道了 翠鸭却认为 她以后就是要当官夫人的 想到他们以后 不能在一起玩了 就开心不起来了 不舍得耶尔姐 见翠鸭垂头丧气的样子 轻鸭也大概知道 她在想什么 但什么都没说 带着她买了些好吃的糕点 两人边吃边逛 路过首饰档子时 轻鸭挑了只好看的 桃花木簪买下来 银簪值钱 就怕翠鸭藏不住 翠鸭抚摸着桃木簪 甚是开心 谢谢耶尔姐 容轻鸭将翠鸭当妹妹 送一只木簪算不了什么 再说也花不了多少钱 走回跟裴鸭约好的铺子门口 就见她在等着了 蛮好了 她问了句 容轻鸭道 嗯 走吧 去关牙吧 消入坠文书与何离这件事 两人早已商量好了 到了府衙 便直接找梅氏做主 容轻鸭直接将已经写好的 放七书 递给梅氏 梅氏一看文书上苦主的名字 灯石一愣 立刻看向裴鸭 心想 原来这就是裴举人啊 长得可真好看 难怪这夫人死活 要扒拉着裴举人 裴举人顶有才 样貌又是顶好的 有这样的郎君 哪个夫人不好好巴掌 梅氏竟有些理解 这夫人先前不肯放裴举人 走的原因了 若换作是她 也是不愿放的 梅氏抬头看了眼裴鸣云 却见她神色阴沉沉的 不见一丝喜色 觉得有些奇怪 很快 这事就解决了 县令老爷看着比裴鸣云还高兴 若是放在上辈子 容清英绝对忍不了 这人这么幸灾乐祸 从府衙出来 三人便又坐罗车回青山村 裴举云 我知道你考中秀才之后 套着超书写牌匾之类的活赚的钱 几乎大半都给阿爹治病了 阿爹去了之后的这一年多 你对我也够照顾了 就当你还了我 阿爹当年把你就回来的勤奋吧 容清英 仿佛知道她要说什么 裴举云适时喊了她的名字 容清英转头对她笑了笑 接着道 咱们也可以算作两清了 裴丽云落了面色 冷冷道 容清英 这是算不了 自抚牙出来之后 一路上 这人的脸色就一直板着 让同坐一辆罗车的脆压 不禁害怕地抱紧容清英的手臂 容清英默默叹了叹气 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明明她一直盼着能脱离容家 摆脱她这个乡下妇人 怎滴这几日倒是看着不舍一般 容清英从来没有琢磨透裴丽云的心思 之后一路沉默 回到家里 裴丽云直奔屋里 不多一句话 容清英眉里她的脾气 将脆压送回她家里 却发现脆压家多了几个陌生人 清英认得其中一人是媒婆 莫不是要把脆压嫁出去了 脆压她爹马铁柱见到容清英 谄媚地笑了笑 容娘子也来了呀 怎么不在家 好好陪着举人老爷 容清英面上没什么表情 只是问道 马大爷 家里来了这么多人 这是干嘛呢 马铁柱搓了搓手 看了眼脆压 谄笑道 脆压今年十六了 王媒婆来说清 王媒婆也知道容清英的身份 也知道脆压一向跟容清英交好 与其恭敬 容娘子 你放心 我给脆压找了镇上一户好人家 容清英惊愣了一下 上辈子脆压不是嫁到镇上的 那时她重新回到青山村 原氏邻里的妇人告诉她 容十山和王脆花一家子 霸占她家那几间房子时 脆压死活不给 住在她的家里日日守着 但凡王脆花他们想靠近一下院子 脆压就凶巴巴把人赶走 泼水灰灶把 骂人也骂得特难听 活脱脱个凶悍的泼妇 可是王脆花依仗有一个小官女婿 仗势欺人 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能让女婿上脆压家施压 脆压她 得要把脆压抓回家 脆压不愿意走 马铁柱就在院子里 当着众人的面对脆压一顿毒打 脆压的右腿硬生生被打断了 疼得满头是汗 撑着一口气 也不愿意回家 最后被马铁柱打得奄奄一息 实在没力气了 就被扛回家去了 没过几日 脆压被绑着 嫁给了吴李湘的一个装户汉子 那装户汉子 因上山干活摔断了腿 成了瘸子 脾气暴躁 对脆压不怎么好 时常对脆压又打又骂 后来她去找脆压 那时脆压已经怀了孩子 不愿跟她走了 在她被裴灵云派来的人 接回京城之前 她只能悄悄给了脆压一笔钱 再后来便打听不到脆压的消息了 容青英想来 就觉得心疼得难受又愧疚 对马铁柱的话 也是半信半疑 脆压这家人这么贪心的 怎么会好心好意为脆压着想 如此想着 她冷声多问了一句 什么人家 能否仔细说来 王媒婆陪笑道 是住在镇上的官老爷 要娶媳妇 还是个正事呢 要是脆压嫁过去了 肯定是享福的 官老爷的正事 就是脆压长的清秀 有钱的官老爷 何至于来娶乡下的姑娘做正事 而且还要媒婆来介绍 总觉得不是什么好婚事 容青英冷了冷面色 真的吗 那户人家姓什么 那官老爷几岁了 有无儿女 王媒婆脸色僵了僵 看着容青英不怎么好看的脸色 指得如实说道 姓庄 镇上天顺不庄的老爷 天顺不庄的老爷庄天良 都已经六十好几了 今日他们在镇上还听人说 这庄老爷都七老八十了 还要娶媳妇 真不要脸 另外一夫人 说怕是讨来冲喜的 那时他们俩还脆了一嘴 可不想媒婆的主意 竟然打到翠鸭身上了 翠鸭也知道 王媒婆说的是谁了 害怕地哭了起来 紧紧抱着容青英的手臂 马铁柱见状 硬是用力 把翠鸭拽了过去 又对容青英道 容娘子 我知道你跟我家丫头玩得好 但这是我们马家的事 轮不到你来插手 容青英还没替翠鸭说什么话 马铁柱就赶人了 容娘子 你赶紧走吧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容青英冷笑了一声 马大眼 就算你要把翠鸭嫁出去 好歹你也找个好点的汉子 找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做女婿 也不怕折兽 马铁柱被说得老脸 一阵青一阵红的 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王媒婆嘴快 忙道 容娘子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庄老爷喜欢翠鸭那就成了 别你自个儿要做官夫人了 又不让翠鸭当庄家夫人吧 王媒婆的话 彻底点醒了马家人 对对对 王媒婆说得没错 容娘子 你可别多管闲事 容娘子 你可不知道 那庄老爷 整整给了二十两的聘礼呢 这十里八乡的 有谁能这么扩解 翠鸭的哭声越来越明显 看到家人一个个都在说容青英 隐远地道 依儿姐 你先回去吧 容青英冷冷扫了几人眼 要是翠鸭不愿意嫁 我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然后又看向翠鸭 别怕 翠鸭泪眼汪汪的 没接这话 等容青英走后 马铁柱直接对翠鸭道 从今日起 你也不用干活了 好生养着 三天后二十一一嫁去 你收拾收拾东西去庄家 翠鸭哭着求道 爹 我不想嫁人 我可以在家里继续干活的 马铁柱冷哼了声 凶巴巴地道 你干的那点活 顶个屁用 吃的比做的活还多 乖乖嫁到庄家 不然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你 马老太太用棍子 在翠鸭背上打了一棍子 你爹说的对 难得庄老爷能看上你 能卖个二十两 你自个想想 有哪家汉子 愿意拿出二十两 逃你回家 你就知足吧 翠鸭哭得更委屈了 阿妈 我不嫁 哼 由不得你 马老太太 又打了翠鸭一棍子 翠鸭硬生生忍下了这棍子 又不肯屈服 我不嫁 翠鸭没反驳一次 身上就会挨上一棍子 打得翠鸭终于忍不住痛呼起来 这边 容卿英急匆匆赶回家 拿出攒钱的瓮 到处所有钱输了数 笼共加起来 还不够三十五两 要是花出去二十两 还剩不到十五两 去九川县的路费 都不知道够不够 裴凌云正巧进来 怎么了 容卿英正正地看了他片刻 还是开口道 是翠鸭 他家大概是要逼着他 嫁给镇上的庄老爷 我就想着 能不能帮一帮翠鸭 裴凌云拧了拧眉 他要嫁人是他家的事 就算你现在插手救他一次 那日后呢 你还能花钱救他几次 容卿英沉默了一会儿 道 你知道的 我跟翠鸭交情最好 要是能行 我想直接把翠鸭 买回来跟着我 预感 若是他反对了 他们两人说不定又要吵架了 左右也不过是出一些钱罢了 要是在他离开之后 翠鸭念及这点恩情 多帮忙照顾他 也是算是件好事 要花多少钱 大概要二十两 裴凌云文言 眉心微拧出浅浅的褶子 二十两不少了 外面买个十几岁的丫头做仆 七八两也足够了 不过 最后他只是道 要是你觉得 值得花这个钱 那便帮吧 随后 他数了五十两放到桌上 我这里有一些 你拿去 容轻音拒绝了 不用 你自己收着 你还要花钱的地方多的是 我够用了 裴凌云没有说话 直接转身去另外一间屋子抄书了 容轻音深呼一口气 将复杂的心绪压了下去 又把他拿出来的铜钱碎银 以及自己的钱都收好 想了许久 他还是想用二十两 将翠鸭买下来 不过还得让翠鸭想清楚 若是愿意跟他走 那他日后离开青山村时 也有个人陪着 刚走到院子 就见有个姑娘急匆匆跑过来 嘴上还喊着 容娘子 快去看看翠鸭 翠鸭快被他爹打死了 你说什么 容轻音心中猛然一惊 顾不得什么 推开远门出去 春草见他出来了 立刻拉着他 往翠鸭家跑 嘴上还着急地道 马大爷要翠鸭嫁给老头子 翠鸭死活不想嫁 他爹就当着王媒婆的面打翠鸭 用棍子打 棍子打断了 用板凳砸 他爹就跟风急眼了一样 春草边跑边说 喘着粗气 马大娘也不护着翠鸭 一堆人在一边看着翠鸭被他爹打 还有那该死的老婆子 揪着翠鸭的头发 扇了好几巴掌 翠鸭的嘴都流血了 翠鸭哭得可惨了 住在翠鸭家旁边的大爷大娘拦都拦不住 还被死老婆子用扫把轰出来 隔壁大娘就让我过来找你 说你有举人老爷护着 马家人肯定不敢对你动手 容轻音渐渐促紧了没 步子不由地加快又加快 着急的恨不能一下就飞到翠鸭家 但忽然想到肚子里的宰子 又只能慢下脚步 春草以为他累了 伸手扶着他 翠鸭家门口围了一圈人在看着 有幸灾乐祸的 有心疼的 别打翠鸭了 居然老爷来了 春草大声喊了句 果然 马大爷停手了 东张西望的 却发现只有容轻音一个人来了 顿时又怒气冲冲地咒骂春草 春草非常咽不下这口气 马大爷 你一个大老爷们 成天只会打女儿卖女儿 算什么本事 春草 别乱说话 春草娘呵斥了句 他们家可不比容家 有个举人老爷撑腰 同个村住的也不好 闹得太过了 春草气鼓鼓地 泄愤般跺了跺脚 拉了拉容轻音的手臂 举人夫人 你可要为翠鸭做主啊 春草是个机灵的 特意改了对容轻音的称呼 容轻音看着躺在地上 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翠鸭 脸上被打得又红又肿 心疼不已 冲着马铁柱就怒骂 你良知被狗吃了 想把翠鸭卖了不成 还把翠鸭打成这样 翠鸭可是你女儿 马铁柱十分不屑 翠了一口 一个赔钱货 要是他卖不出去 打死算了 下见玩意 呸 马铁柱又踹了翠鸭一脚 还往他身上吐了一口唾沫 你马铁柱才是剑种 容轻音被气坏了 怒狠狠地盯着马铁柱 翠骂道 捡起地上的石头 砸到马铁柱身上 砸得他熬叫了声 容轻音上前 扶着翠鸭坐起来 想带翠鸭走 手臂忽然被踹了一脚 是马铁柱踹的 他语气凶狠地骂了两句 你个贱蹄子 给老子滚远点 少多管闲事 马老婆子一见不得了 连忙拉住自己的儿子 停手停手 马铁柱正在气头上 竟然还想再踢容轻音一脚 我的天 马铁柱不会还想踹举人夫人一脚吧 哎呦 他是不是疯了 快看 举人老爷来了 听到几个妇人的议论声 马铁柱瞬间清醒了 看着容轻音阴狠的脸色 又看到不远处的裴凌云 不由地惊慌起来 顿时没了嚣张气焰 像马铁柱这种 推爱逞凶斗狠的人 向来是欺软怕硬的 更何况是裴凌云这种硬茶 他更怕了 容轻音站起身来 扬起手 用力甩了马铁柱一巴掌 目光冷冷弯着他 你在动手 一刀砍了你 马铁柱捂着脸愣住了 容轻音冷着脸色 搀扶脆压离开马家 因为人群围着 裴凌云没有看到 马铁柱踹的那一脚 见到容轻音从人群中出来了 人看着还好好的 便稍稍松了口气 但又很生气恼怒 自己不过是 去个茅厕的功夫 这妇人就自己跑这里来了 老是这么鲁莽行事 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原本想追上妇人 却听到有人说了句 举人老爷 你可不知道 刚刚马铁柱踹了夫人一脚 男人跟马铁柱不对付 逮着这个机会 就添油加醋地说 你说什么 裴凌云眸色皱沉 神色英质地害人 告状的男人都被吓了一跳 马铁柱踹了夫人 话还没说完 男人就看见举人老爷 狠狠地踹了马铁柱一脚 纵然马铁柱块头不小 飞出去老远 最后整个身体 狠狠撞在墙壁上 砰的一声 让看热闹的人 心里不由一颤 啊 我的天 举人老爷发大怒了 周围在看戏的人群 一阵惊呼 没想到举人老爷一 一副书生儒雅样子 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踹得一撞汗 爬都爬不起来 仔细回想 幸好他们没有 针对过容轻英 不然下场指定难看了 哎哟 我的儿啊 举人老爷打人了 我要报官 我要报官 裴凌云阴沉着脸色 声音冷冽如霜 以后再敢欺负容轻英 定不会轻易 饶了你们 你说 你们会先报官成功 还是先入狱 马老婆子被吓得哭喊声 叫骂声一下停止了 不敢再放肆 自古以来 名斗不过关 肩目得达到了 裴凌云居高临下地 逆着地上的人 既然你们这么想卖女儿 我们容家可以买来做个仆 其实 她也不该这么冲动地打人 但这样立个威 仅是这些人 容轻英有她护着 谁也别想欺负她 在一阵哗然中 裴凌云离开了马家 很快就赶上容轻英 脆压被打得浑身都是淤青 也肿起来了 意识已经不大清醒了 可嘴里还念叨着 我不嫁 容轻英安抚她好一会儿 她才趴在床榻上 慢慢睡着了 青山村里没有带府郎中 要到镇上才有 但去镇上路远 有个小病小痛 都是挨过去的 容轻英出去关上房门 裴凌云走过来低声问她 疼不疼 容轻英愣了一下 才明白 她是知道 马铁柱踢了自己一脚 摇了摇头 没什么事 衣服穿得厚 让我看看 容轻英避开她 单声道 不用了 裴凌云沉着脸色 没再说什么 回房里继续抄书 跟她稚气一般 夜晚的时候 外边的天已经黑沉黑沉的 也不见月亮或星星 乌云厚厚的 有种要下雨的趋势 要是这天气下雨的话 可是更寒凌了 幸好 还有足够的柴 能用来烤火 翠鸭也醒来了 爷儿姐 谢谢你救了我 翠鸭虽然瘦瘦的 但从小就干活 身体不较弱 疼是疼 不过精神却好了很多 倒像一根弄不伪的野草 容轻英问她 翠鸭低下头 我不想嫁给那种老头子 嫁人可以 但是我想嫁一个好人嫁 不想随随便便就嫁了 容轻英听出了她这句话意思 以前还担心 她这么软的性子 在嫁人这件事上吃亏 但现在看来 她还是知道爱自己的 容轻英欣欲许多 摸了摸她的头 笑道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嫁人是件大事 断不能委屈自己 随便嫁了对自己不想嫁的人 过得开心才是重要的 翠鸭捏了捏容轻英的手心 笑得还像个没长大的女娃 依儿姐 我知道的 容轻英看着翠鸭 还显得稚嫩的小脸 犹豫了片刻 才将自己打算 买她回家的想法说出来 翠鸭听了 默然瞪圆了眼睛 满脸诧异地看着容轻英 依儿姐 你觉得怎么样 容轻英问完这句话 翠鸭低下头 搅弄着手指 沉默了许久 看不到翠鸭的神情 容轻英这时 竟然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便又试探性开口问了句 怎么了 是不愿意跟我走吗 若是不愿意就算了 翠鸭眼睛里蓄满了眼泪 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最后还是哽咽地道 对不住 依儿姐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我不想 你买我走 容轻英本来想着 翠鸭跟自己的交情深 多半是愿意的 不成想翠鸭会拒绝了 郁闷地叹了口气 好 你不愿意就罢了 我也不强迫你 翠鸭用袖口擦了眼泪 又到了句对不起 没事 不过以后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能任由他们打你骂你 要是他们再逼你去做你不愿做的事 你也要学会反抗 咱们装护人家 要什么农具没有 实在不行了 带着胆子拿到 翠鸭听懂了 吸了吸鼻子 点头道 叶儿姐 我晓得了 大概是忌惮裴玲云的身份 直到睡觉之前 都没有来找翠鸭回家 翠鸭在裴玲云的书房睡下了 这边房里 两人躺在被褥里 各自睡各自的 容轻英感觉到她在生气 思索了下 慢声细语地道 今天谢谢你了 谢谢你替我出头 有一说一 有权有势确实好 也难怪那么多人总挤破头 想往高位爬 上辈子的裴玲云 就是那样的人 费尽心思 终于爬到宰府之位 一直盼着 她能如愿以偿的轻英 看着她身居高位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却犹如不在逢春的枯木 无波古景 一是静默 躺在身边的人 啥动静都没有 跟睡着了一样 今天的她 都有点说不出的冷淡 容轻英翻了个身 自个睡觉去了 两人一夜无话 天府一亮 鸡鸣狗叫 两人一起起床 男人还是一个字都不说 瞧着一如昨天沉闷得很 容轻英也不知道 她有什么好生气的 翠鸭早就起来了 自个做主 把鸡鸭和猪都喂了 还用肝道杆 把小猪崽子都窝换心了 修补好了鸡鸭鸭鸭 见容轻英起来了 翠鸭笑嘻嘻地道 耶尔姐 你醒了呀 看到裴玲云时 又收起了笑 跟猫见了耗子似的躲开了 吃了招时 翠鸭就回她自己家里去了 接下来一连好几天 都是阴沉沉的天气 阴冷阴冷的 让人都觉得 心里不咋痛快了 也没听说 翠鸭有被家里人打 但是周围的邻家 还能听到骂人的声音 马家人心里有怒气 到了晌午 憋了好几天的大雨 终于稀里哗啦地落下了 天气更加湿冷 要是在这种日子赶路 有可能会耽误行程 容轻英看着外面的雨 沉映了一会儿 裴凌云 要不你还是做好 提前赶路的准备吧 下雨路不好走 裴凌云捧着书翻动了一页 诞生回道 不用 来得及 可是这下雨的天气 也不知道会到什么时 她谋然抬起头盯着她看 沉声道 容轻英 迫不及待盼着我走了 容轻英莫的一噎 动了动嘴唇 一时间说不出什么话来 裴凌云眸中划过一抹讥讽 冷笑一声 容轻英 你现在就这么讨厌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她也想知道她上辈子为什么会言而无信 为什么会那样对自己 嫌恶自己 这些日子里 她有时候也会想上辈子她死了之后 她是什么反应 是不是很高兴 毕竟终于可以甩掉她这个粗鄙的乡下老妇人了 雨声嘻嘻嘻嘻的 容轻英目光放空 语气似稀松平常地道 裴凌云 我做了一个梦 关于你的 裴凌云顿住了翻页的手 书上的字四遍模糊了起来 沉默地等着她接下来的话 我梦到你去了京城考试 中了状元 得了个汉陵院修转的职位 在京城里过得风生水起 有大宅子住 有大把仆人伺候 但你大概把我忘了 留我一个人在青山村等啊 我等不及了 去京城找你 而你后来娶了京城贵女 我成了人人嫌弃的乡下老妇人 你不仅不喜欢我 还很嫌我 梦里的我过得很凄凉 一觉醒来 一切都感觉像是我经历过的 痛彻心扉 只不过隐瞒了她生了崽子的事 她的疑心重 脑子聪明 说不定会猜疑 她现在会不会也怀孕了 她不想让她知道崽子的事 以后总归是分道扬镳的 裴灵云的神色渐渐震住了 看着她的眼神是不可置信的 手上的力道 几乎要把书拧烂了 容青莺回头看向她 语气听着很平淡 现在你可知道了 我害怕 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 轻描淡写的 好似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裴灵云却听得心头隐隐 生出一丝思疼 她张了张唇 声音低哑 所以 你就认定 我去了京城之后就会抛弃你 就因为一个梦而已 你就不信我了 不知是哪些个字眼 戳中容青莺的心头 她眼里蓄起了眼泪 扭头避开她的眼神 随便找了个理由 我去热壶茶水 步子还没跨出门槛 整个人就让她拽进她的怀里 她捏着她的后颈 迫使她抬起头看着自己 克制不住地在她的唇上亲了下 哑声道 容青莺 我定不会是你梦中的裴灵云 我们相处了十几年 你是我的妻 我怎么会设下你不管 她这般温情 让容青莺有种错觉 眼前的男人 好似真的很喜欢自己 不舍得自己 不知道是否又是她自己自作多情 这辈子的裴灵云 好似跟上辈子的 有些不一样了 是因为自己变了 所以她变了吗 一二 相信我 不过半年 我就回来青山村了 容青莺努力弯唇笑了笑 乖乖巧巧地应声 好 我去给你烧茶 好 她应声 又在她的唇上 留下一记亲吻 缠绵温情 容青莺没有留恋 转身去了造房 却忍不住哭了一会儿 才收拾好崩破情绪 烧茶水 越到晚上 天就越发的冷 索性烧了热水 容青莺先去洗了澡 一身暖乎乎的 回到房里 就见她已经收拾好衣服了 这么快就收拾好了 现在天冷 多备两件衣服 裴灵云将包裹打了结 回头对她道 嗯 不用担心 我心里有数的 见状 容青莺便不再多说了 直到 好 快去洗澡吧 热水还够 嗯 你先上榻 榻底下放了碳盆 被入里暖和 她说完就去洗澡了 容青莺没有听她的话 立刻上榻 而是在衣柜里 拿了那只玉簪 玉簪可漂亮了 青莺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漂亮的玉簪 就算去急镇里逛街 也没见人 带了这么好看的玉簪 想来 那时什么都不知道的 自己开心坏了 青莺明白这玉簪的珍贵 他们俩合离了 已经不是她的妻子了 这玉簪不该是自己留着的 就让她带走吧 日后 她娶了那位金城贵女为妻 那妇人才该留着这玉簪 将玉簪塞进她的包袱里 青莺又借用了她的笔墨纸 提笔在纸上写了起来 写完最后一笔收笔 纸上留了五个字 网个字安好 容青莺收好笔墨 盯着纸上的字 愣了愣神 她的字法 其实跟她的有七八分像 日复一日的恋 怎么会不像 容青莺折好这张纸 放进包袱里 再次绑好包袱 这才上了她 被入 被炭火烘得暖和了些 躺着舒服 没过一会儿 洗完澡的男人 摸进被窝里 迫不及待往她身上贴 不知是不是 即将要分离的原因 这一夜 裴玲云甚是难缠 以至于容青莺 第二天清晨 赖在床榻上不响起来 幸好她动作不重 除了偶尔控制不住之外 肚子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外面的日头 已经照进屋里来了 容青莺推散了下她 你赶紧起床了 资格去造房里 赶紧拿些干粮走吧 别让人久等了 男人抱着她 竟有些不舍得松手 最终还是起身穿衣出去了 却不是去造房拿干粮的 而是走到院门口 让车把士明天再来 另外给了她七个铜板 车把士离开后 她才去造房煮了粥 成了一碗端进房里 我煮了粥 加了烟菜 容青莺看了看粥 又见她还没有梳洗的样子 心中疑惑 你怎么还没准备好 这都多久了 让人家等 没有 已经让车把士回去了 明月再走 县令对裴灵云这个举人 要去京城考试这件事 尤为看重 还特意请了算命先生补挂 今日是适宜出行的好日子 她却不在意 因着那魔人的事 推迟到明日 好像很不舍得与她分开 县令都怕是急坏了 见她执着不走 容青莺也拿她没办法 就随她了 反正敢不敢的上考试 是她自己的事 正月二十八 天放晴了 裴灵云要启程赴京 虽然行李准备的差不多了 但两人天还未亮 就起床去造房忙活 准备面饼 裴灵云揉好了面团 就蹲在造炉前看火 两人配合着干活 没花两个时辰 就弄好了饼食 容青莺用提兰装好饼食 又把前几日做的诺道瓷巴 切成片放进去 冬日里瓷巴奈放不会臭了 也可以直接吃 不过是硬邦邦的 要是用滚水烫一烫 这瓷巴就会变软糯了 口感会好上几番 拎着提兰回到屋里 正好看见裴灵云洗漱好了 正在梳头发 一二 帮我竖发可好 容青莺走过去 从她手里拿过梳子 帮她梳了梳头 帮她竖发 一二 等我习惯时 你再帮我竖发 文言 容青莺的手顿了顿 习惯 今年她十八 两年后就可习惯了 可惜她是没机会给她竖发了 她自嘲地笑了笑 没了一会 她才缓声道 以后再说吧 把她竖好发 容青莺做事扶了扶她的肩 好了 时候不早了 快去赶路吧 裴林云起身面向她 见她一脸平静 丝毫看不出不舍的模样 又想到昨日收拾衣物时 看到群居上绣的珠梅 绣宫堪比镇上绣娘的 她去镇上的日子 她都知道 并没有见她拿裙子出去 便不可能是让镇上的绣娘缝的 青山村寨里 也没有绣宫这么好的绣娘 那么大概只有一种可能 群居上 珠梅是一儿自己绣的 那日她竟然张口 就念出了那句诗 加上近日来她怪异的表现 她必然是 藏了什么 不想让自己知道的秘密 如此一想 心中的不安更甚 忍不住又问了她一遍 一儿 你有事瞒着我是不是 容卿英神色愣了一瞬 裴林云将这细微的变化 尽收眼底 可还是听她否认道 没有 我怎么会有事瞒着你 别多想 安心去赶路吧 她还是不愿意告诉自己 裴林云谋色微暗 心犹如被什么揪住了 泛起了一丝疼 她搂紧她的腰 将她扯入怀中 缠着她的唇许久 两人额头相抵 她眸中泛红 无声地落了泪 裴林云瞧着她 泪眼婆娑的可怜模样 煞时间心安了 也软得不像话 一二 何离之事 莫要放在心上 不做数的 在家乖乖等我回来 接你可好 容卿英抿着唇 没有回应她 只是眼泪还在躺着 裴林云只当她 舍不得自己离开 她抹了她的眼泪 温身安抚道 莫要哭 日后若是有什么事 就去找李正 要是李正解决不了 那就去县衙找县令 容卿英依旧没有接这话 反而用力推了推她 催促道 别磨蹭了 车把是该等急了 院子外 县衙准备的马车 停在门口等着了 车把是见裴林云出来了 忙跳下马车 笑问 裴举人 可是准备好要走了 裴林云点了点头 嗯 劳烦了 坐进马车之前 裴林云又不放心地叮嘱了一遍 因儿 一定要等我回来 她倒是不怕她跑远 就算跑远了 她也有办法找到她 只是怕她另寻她人嫁了 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让她等 上辈子的裴林云 可没有这么缠绵 她想不明白 只是笑了笑含糊道 不用担心 快去吧 车把是一声令下 马开始往前走 看着马车渐行渐远 容卿英还是忍不住落了泪 裴林云 这辈子 我不会再等你了 咱们以后各自安好 天气晴朗了 容卿英去割了捆青草 和一些长老了的葵菜叶 扔进鸡卷里 裴林云走了之后 只有一群鸭和猪崽子作伴 上辈子 容卿英为此消沉了好几天 日日念着她 现在却觉得还好 虽然冷清 但以后不再被她束缚着 心境放松了许多 也是时候 开始做好离开青山村的准备了 鸡还剩下六只 有两只是老母鸡 鸭还有三只 她打算留下两只鸡 和一只鸭做成辣味 剩下的都卖了 连着那只猪崽子 和老母鸡生的鸡蛋 都一起卖了 如此想着 上午时 容卿英便去找了村里 常常去镇上卖菜卖东西的马阿四 问她要不要 马阿四听了很惊讶 容娘子 那鸡鸭养得好好的 怎地要卖了 容卿英笑了笑 摩棱两可地道 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汁 况且 以后也不住这里了 左右也带不走 马阿四一听 仿佛明白了什么 立刻豪爽地道 明白明白 容娘子以后要跟着举人老爷 上京城当官夫人 是的 容卿英敏唇笑 马阿四就当她是默认了 容娘子 你打算啥时候卖 我帮你卖个好价钱 容卿英 不着急 这个月里能卖了就行 要是你要的话 我也可以卖给你 这样的话 可能就少了点钱 马阿四摆了摆手 拿去急镇上卖 能卖更多钱 好 那多谢你了 想了想又问 明日 你可要去镇上卖菜 马阿四点头道 是嘞 昨日挖了好些笋 打算拿去卖 容卿英道 明日是否方便搭我一程 有点是想要去镇上 有什么不可以的 小事一桩 明天一早 我去你家门口叫你 好嘞 实在多谢了 容卿英给了他几个铜板 跟马阿四商量好后 容卿英便回家了 烧了一锅热水 把两只鸡和一只鸭崽了 鸡鸭养得好 足足放满了一盘血 要不是真要搬走 还真舍不得卖了 这么好的肉 吃进肚子里多好 容卿英自个儿嘀咕了句 等拔了毛除去内脏 用盐力腌制好之后 落日也沉下山头了 容卿英 忽然 有人在院子外面喊了声 容卿英抬头看过去 就看到王翠花那张 尖酸刻薄的脸 还有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 有种来者不善的感觉 你在家就正好 我们有事跟你说说 王翠花自顾自推开院门 走进来 他儿子和三个女儿 跟在身后 容卿英皱紧了眉 目光阴冷 滚 我跟你们没什么好商量的 王翠花这次 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有三个女儿 和一个儿子撑腰 可没被他凶狠的语气 吓到 容卿英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我听说你准备去京城 找侄女去 那你这几间房子 和这些鸡鸭都给我们 王翠花大摇大摆走进来 指使了最小那个女儿 桂兰 你去抓只鸡来 等会拿回家炖了 吩咐完容桂兰 王翠花又从兜里 掏出纸和手印泥 开口道 我已经找人写好了 转让房契和地契了 你签字画鸭就成 那可不是吗 赶紧的 王翠花的大女儿 嫁给一个小官吏那个 最会瞧不起人 官夫人架子 说完 挽着她的二妹 自顾自走进屋子 东看看西看看 两人已经开始谋划着 如何重新装饰这几间房屋了 没错 我们都替你弄好了 你就签个字画鸭就行了 还不用 你再跑来跑去的 多轻松手势 说来你还应该感谢我们 帮你做了这些事 王翠花的儿子荣贵柱 一副失恩不得的虚伪样子说着 又看到木盆里的宰好的鸡鸭 顿时一喜娘 咱们提这鸭回去吧 好半个月都没吃过鸭了 正好这有支线杀好了的 王翠兰慈爱道 行 你爱吃 就拿一只回去 娘给你煮 好嘞 就知道 娘最疼爱我了 荣贵柱看都没有看荣轻音一眼 便朝着木盆走过去 准备提走那只鸭 这一家子人 俨然已经把这里当成他们家了 进屋的进屋 抓鸡的抓鸡 提鸭的提鸭 从头到尾 都没有争得荣轻音的同意 丝毫没有把荣轻音放在眼里 荣轻音两只手紧紧攥成拳头 这几个蛮肿 当他死了是吗 一股子怒恨冲上心头 荣轻音 你发什么了 叫你签字啊 听不见 王翠花扯着大嗓门催促着 满脸不耐烦 签你他爹的 荣轻音泼辣地骂 杨起手就猛扇了王翠花一巴掌 再猛踹了他一脚 王翠花跟老母猪似的 身体重重摔在地上 一声吃痛的惨叫想破天 提着鸡的荣桂兰 和提着鸭的荣桂柱惊傻了 荣轻音面色阴狠 把我的压放下 否则我剁了你的招 荣桂柱好面子 又爱逞能 在他眼里 女人就该对男人低声下气的 狠狠盯着荣轻音怒骂 你个臭娘们 敢跟我叫板 还敢打我娘 看我不打死你 荣桂柱不是先过去扶起王翠花 而是气势冲冲朝着荣轻音走过去 那样子就像要狠狠把荣轻音打一顿 这边的惊动 引得在屋里商量的热烈的两个人 急匆匆跑了出来 然后就看见荣轻音转头端起一盘鸡血 哗啦一下 全都泼在荣桂柱身上 又是一声滑破喉咙般的尖叫声响起 荣桂柱一脸都是鸡血 浑身腥臭味 觉得恶心又晦气 压都顾不得了 直接扔在地上 转用另外一个盆里装的清水洗脸 荣轻音哪能如他的意 直接把一盆水倒了 他知道荣桂柱这人 十分厌恶出生的血 还有从女人身体流出来的血 王翠花那三个女儿来月室的那几个日子 都会自觉地躲躲得圆圆的 只因荣桂柱不乐意 觉得太会气 可怕的是 就连王翠花都认为来月室的女人 靠近他儿子 会给让他儿子染上眉会 荣轻音也把剩下的一盘 鸭血往王翠花身上泼去 来扶王翠花的荣桂柱 猝不及防遭了殃 这一般大动静 惹得周围的邻里 忍不住跑出来看 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来劝嫁 大家伙都知道 王翠花一家子是什么样的人 有些跟王翠花一家结构院的 荣轻音的鼻子骂道 你个贱蹄子 我要打死你 两人气得面目扭曲 恼羞成怒 准备打他 荣轻音矮下身子一躲 伸出腿半了两人一脚 两人摔了个狗吃屎 一个个收拾完了 荣轻音把地上的鸭扔回盆里 荣轻音 你个毒辣泼妇 我不会放过你的 荣桂柱骂骂咧咧 忍受不了一身的鸡血 急匆匆往家里跑 挨了一巴掌 又挨了一脚的王翠花 闻着腥臭的鸭血味 眼貌惊心 正想开口骂荣轻音 被他好似要杀人的眼神 盯得浑身发毛 尤其是看到 他拿着刀对准自己 愣是没敢开口 一家人被气得蹊跷生烟 灰溜溜地跑了 院里再次安静下来 荣轻音沉沉地吐了口气 他方才如泼妇般的举动 肯定会在青山村传开 让人知道 他荣轻音也不是个 任人欺负的角 不过 会坏了名声 凶悍泼妇不讨喜 不是贤惠体贴的妇人遭人嫌 荣轻音可管不了这些 也不在乎 收拾完狼籍的院子 晾好鸡鸭 荣轻音一个人吃食 一个人睡觉 因着一日疲惫 入睡很快 彼时 赶了一天的路 裴灵云借宿在驿站 打开包裹时 就看到了玉簪和一张纸 望个字安好 裴灵云面色斗变 紧紧盯着纸上的五个字 眉眼冷得可怕 那些被他忽略的细枝末节 煞是清晰了起来 微微扯出一丝冷笑的弧度 因着一个梦 便要与我断绝关系 叶儿 你倒像还未长大 烛火摇曰 纸上的字 依旧与他写得有七八分像 他握紧了玉簪 微拧着冷眉 沉思了许久 最后 他不屑冷吃了声 如墨的双目 沉沉地盯着雀跃的烛火 修长的手指 捏着那张流信 慢慢递到烛火上 火苗便即刻窜了起来 照应着他同眸里的冷润阴沉 若不是着急赶路 随后 他又取了纸笔 纸笔写了封信 夜色褪去 但天还是灰蒙蒙的 一夜好眠的青鹰 早早就醒来了 从衣柜里拿了钱蚌出来 却发现 钱蚌似乎沉了不少 拔了袋子往里看了看 蚌里多了不少碎银铜板 容青鹰心头一灵 直觉不对劲 将所有的钱两倒出来 细细数了一遍 多了大概五十两银钱 看着眼前这堆多出来的银钱 容青鹰心生出一阵无力感 心情也复杂了许多 他还是把这五十两 留给自己了 可他人已走远了 他也无法把这五十两银钱还给他 日后也再也不会见着他 除了收下 别无他法 罢了罢了 就当他给自己的补偿吧 似及此 容青鹰把银钱收好 只拿了二两银子 等会出门带上 很快 马阿四夫妻俩赶着罗车 来到他家院子前 容青鹰与马大婶坐在一起 一路上唠唠话 不至于气氛太沉闷 马大娘是个能干善良的妇人 常年跟着丈夫去集市卖东西 练就了好口才 能言善道 容娘子 说来你也真的是好命 有这么好一个夫君 来日做大官了 发达了 你也不用在这种穷酸地生活了 整个青山村的人都羡慕着呢 容青鹰哑然了片刻 只觉有苦难言 面上却故作不好意思 他都还没考试呢 八字还没一撇 现在青山村的人 除了翠鸭知道 他跟裴玲云合离了 无其他人知道 村里的寡妇过得不算好 常常被男人欺负 被女人骂 和离过的女人 也难免会被戳几两骨 尤其是无依无靠的女人 让他们都以为他变卖家产 离开青山村 是去找裴玲云 会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马大娘黑了一声 我觉得你家举人老爷 肯定有出息的 再说了 要是没中状元 那也肯定能在城里摩的官职 左右你以后都得是个官夫人 容青鹰回到 希望如大娘所言 顿了顿语气 又差了个话题 大娘 在集市卖菜赚钱吗 钱肯定是能赚的 不然我们夫妻俩 也不会干这活 怎地容娘子 你不会也想去集市卖菜吧 容青鹰轻轻地点了点头 是嘞 我就想着 凌云在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 才考完试 总要赚点钱补贴家用 但我一个乡下妇人 在城里啥也不会干 马大娘看着她 开口 这倒也是 听说京城像吃人血的地方 啥都是死贵死贵的 卖菜说不定也能卖些钱 只是住在京城 肯定是没地方种菜的 容娘子 你想咋着 容青鹰摇摇头 叹了叹气道 还没想好呢 但办法总是有的 接着 马大娘毫不吝啬地说了 他们夫妻俩种菜卖菜的技巧 还有好些他们在集市上 听闻的闲事 容青鹰认真地听着 恰好聊到买卖田地房屋 容青鹰问马大娘 大娘 你可知 我们青山村的房钱和地钱 约莫是多少 马大娘却是吃了一惊 万万没想到 她会问出这么个问题 啊 容娘子 难不成你要卖屋卖地啊 容青鹰按了按眉角 嗯嗯 以后应该也不回来住了 那还不如卖了换点钱傍身 马大娘想了想 之前听说 好像是每亩粮田有五六十两吧 汉地最少应该有十两每亩 至于屋子 像你家那块地儿算上院子鸡棚株棚挺大的 估摸着 能卖个十多二十两吧 容青鹰觉得 要是能卖到这个价钱 也挺满意的了 比预想的要多了些 马大娘又道 等会你出去镇上 可以再打听打听 只不定还能卖更高的价钱 我也帮你问问 容青鹰很感激 好嘞 真的非常感谢大娘 这一路聊得开心 感觉很快就到了集市上 容青鹰如马大娘说的 跟一些在集市卖东西的摊主 打听了下价钱 跟马大娘说的相差无几 打听得差不多了 容青鹰便到马大娘的摊档处 在一旁看着马大娘卖菜 等马大娘收摊之后 跟着马大娘一起回青山村 一天都在外面的闹市待着 跟马大娘聊天 俯一到家 就感觉到家里冷冷清清的 似带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容青鹰竟有一时的不适应 心中顿生几分溃然 一个人坐在厅里发乱了许久 接下来几日 容青鹰去找了李正 询问卖屋卖田地的事 李正以为容青鹰是打算卖了田地 去京城找陪状员工 想起陪状员工走之前的主妇 很热心帮容青鹰把房屋田地卖了 价钱比容青鹰打听的还要多很多 良田每亩60两 汉地每亩18两的价钱 最后 容青鹰卖田地 卖了那几间屋子 笼共得了两百多无良 能卖的这些价钱 容青鹰十分满足了 刚回到家 容青鹰就看见翠鸭蹲在他家门口 捏着一根棍子 在泥地上戳戳画画 翠鸭 怎地了 有什么事找我 翠鸭立刻跑到他身边 小声道 耶尔姐 我有事要问你 咱们进屋里说 好 容青鹰领着他进了屋 关上门 好了 说吧 啥事 是你家爹娘又逼着你嫁人了 翠鸭握紧了他的手 紧张地问 耶尔姐 你与举人老爷已经合离了 可你又卖屋卖地 我不信你是去京城找举人老爷的 原来 让他听到了这件事 容青鹰轻笑一声道 我也不瞒你 确实不是去京城找他的 跟裴林云合离这件事 迟早会在青山村里传开 阿爹不在了 其他五个姑母也都嫁人了 自从祖父和祖母离世之后 他们便不怎么回来了 渐渐地就疏远了 阿爹那个诡计多端的哥 也就是他大爷 不知道会不会用比上辈子 还恶劣的手段 逼他交出房契地契 经历了上次的事 王翠花他们几个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说不定真会去报官 再二 流言蜚语和各种诋毁污蔑 肯定会比上辈子的还要多 王翠花不会放过这个 能报复他的机会 青山村断然待不下去了的 去九川县拼一拼 说不定还能拼出个富贵生活来 翠鸭顿时着急起来 那一儿姐要去哪里 以后可还会回来青山村 容青鹰握着茶掌回到 去另外一个比较富饶的县城 以后回来的话 可能就是会回来几天的 毕竟爹娘的坟在这边 这话的意思是 即使回来了 也不打算长住 翠鸭垂头丧气 闷闷不乐道 那这样的话 我以后就很难再见到一儿姐了 毕竟是多年之心交好的情分 况且上辈子 她还死心塌地护着自己 容青鹰也是心疼不舍的 摸了片刻 她缓声道 翠鸭 不如你也跟我一块走 翠鸭眼眸亮了亮 随后又沉寂了下去 咬着唇地摸了摸茶杯 容青鹰将她的神色变化收入眼底 约莫猜出她如此沉默着的缘由 故作苦笑 若是你不舍得离开家人 不愿随我一块离开青山村 那就罢了 我们俩的缘分就到这儿 不 不是的 翠鸭着急地打断她的话 急得眼睛都红了 他们那些个不眉的东西 我怎么会不舍的 翠鸭低着头 纠结了两久 才道出了心里话 我不是舍不得 只是 怕给你添麻烦 我没有钱给你 也不知道怎么赚钱报答你 更不想成了你的累赘 翠鸭说着说着 眼泪就掉下来了 一面擦着眼泪 一面道 若是跟着你走 你不仅要养肚子里宰子 还大约多养一个我 那怎使得 听了这番话 容青鹰心不由地揪了下 给了她一个宽慰的神情 你个小妮子 难不成你要吃香的喝辣的 翠鸭摇头如百中 当然不是 要是跟着耶儿姐 天天吃野菜 我也愿意 容青鹰扑吃笑了下 那不就成了 就你这点吃食的量 能吃得我多少钱 担心那么多做什么 要是你能陪着我 有什么事 也有个人能帮帮忙 你说是不是 见翠鸭神色有些松动的迹象 她长输了一口气 那个县城将来会变得很腐柔 若是生意做得好 来日必然能过上好日子的 翠鸭文言面露惊诧 耶儿姐 你会做生意 可咱们从小在青山村 除了耕田种地养鸡养鸭 哪里还会做什么 容青鹰也没藏着耶着了 我这段时间做了个梦 在梦学会了很多做生意的门道 还学会了刺绣做衣裳 会诗字写字吟诗 弹琴画画也会 咱们又还会种田养鸡 无论做什么 总归能闯出一条路来 翠鸭一字一句地听着 越听越惊讶 好半上才反应过来 难以置信地开口 耶儿姐 你咋背着我 偷偷学了这么多东西没告诉我 容青鹰微勾了勾唇 还没说什么 就看到翠鸭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扑到她身上抱着她 容青鹰惊呼了声 拍了拍她背 怎滴了 翠鸭一面哭 一面撇了撇嘴道 要是我知道 耶儿姐你知道这么多东西 我早就答应跟你跑了 呜呜呜 容青鹰重重呼了一口气 现在知道了不迟 你不会成为我的累赘 反倒是我希望你 跟我一起走帮帮我 来日我生了崽子 你也能帮我照看崽子 你说是不是 翠鸭擦了眼泪 笑着答 是 耶儿姐说的对 容青鹰知道她是想开了 眉间也舒展开来 那你是愿意跟我一起走了 翠鸭重重点头 嗯 只要耶儿姐你不嫌弃 你走到哪里 我跟到哪里 什么活都愿意干 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 容青鹰放心了大半 跟翠鸭多说了一些 这些日子要做的事 一定不能让马铁柱 又叫来媒婆说清 裴林云踹了马铁柱 一脚这件事 她后来听邻里的大娘说了 大约也是这个缘故 这些十日 翠鸭才不至于 被卖给庄家老头子 翠鸭回家前 语气坚决道 耶儿姐 你别给我爹钱 便宜了他们 我心里不得进 这话让容青鹰有些意外 毕竟再怎么样 她爹娘也养了她十几年 原以为她心里 也会念着点养育之情 翠鸭可不是这么想的 平日里她软弱可期 对马家的所有人 顺从的一个字 都不敢反抗 只因她没办法 从小到大 她的生活里 只有吃饭干活睡觉 动不动还会被打骂 她觉得自己 不过是马家人 给口饭吃的吓人 哪有什么养育之恩 翠鸭心里就这么想的 她还想着 要是她有朝一日嫁人了 绝对不会回来青山村的 更何况 这次是跟容青鹰离开的 她就更是心甘情愿的 只要自己不是容青鹰的累赘 翠鸭就没什么好顾忌的 只认真道 这几日 我就装一装 要跟你分离的样子 不让他们发现 等要走的那日 我就偷偷跟你走 容青鹰眉睫一动 想不到这丫头 心思这么周全了 莫名有种欣慰的感觉 定了主意 好 就依你说的办 翠鸭回去的路上 是哭哭啼啼的 哭得可伤心了 让看见的人都忍不住 多嘴问一句怎么了 翠鸭抽气着道 没什么 就是舍不得一儿解 众人一听就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了 容青鹰卖了地卖了屋 远上京城过好日子去了 两人情深意重的 这次分离 怕是万般不舍的 在家里盘算着 所有银钱的容青鹰 不知晓这件事 数完了所有银钱 加上裴凌云留下的50两银钱 笼共有个286两 那几只鸡鸭和猪崽子 还有一筐的鸡蛋 卖不了多少钱 不作数 青山村离九川县路程比较远 总归少不了花钱打点一下 还需要花钱置办录影 上辈子 他路上要花费的盘缠少说 也要花十几两 到了九川县 还得买房子 做生意的本钱 处处都需要花钱 只希望 现在九川的房子 不要太贵了 上辈子 他是从裴凌云 以及京城一些商人那里 知道九川县这个地方的 九川县是安平府的一个县城 因着较为靠近旧国京都重阳府 若是开通了曹运河 就会迅速富饶起来 那曹运河名为淮京运河 从淮洛县开始 经过了九川县 重阳府的加河县 与宜归县 但淮洛县更偏僻一些 山岭多一些 而山岭的岩石又坚硬 要开凿曹运河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才完全开通了这条运输 加上治理的时间 少说也要五年 费时费力又不好做 裴凌云根本不考虑 担起这块硬石头 而是选择用全谋手段 爬上高位 就如娶了左承的嫡女 借用左承的势力 又极有计谋地笼络了丞相 西河皇帝本就有意重用她 姑母又成了皇后 层层便利地加持 以致她在官场上 混得如鱼得水 仕途之路基本上 没什么大坎坷 西河十一年初 西河皇帝颁布了新政 改革管制 重新调整朝廷机构 裴凌云对改革管制新政有功 成了全清朝野的第一载府 伺及此 容卿英只觉闷痛与苦涩交杂堵在胸口 迟迟抚平不了 她的野心很大 无论是前世还是这一世 她都不会来九川县这种小地方 当一方小官 大概也会娶了京城贵女 或许又是那位左承的嫡女王云宁 不过 这些都与她无关了 往后她们再无交集 来治理九川县的新支县 是张一怀 是一位连结清政的好官 前世张一怀与裴凌云 是一起参加考试的 只不过得了第三名探花 随后到九川县做支县 十二年下 西河皇帝带着皇后南巡 裴凌云随身陪着 那时西河皇帝和皇后 有一条和她与裴凌云将冷的关系 便让她跟着去了 也就那时 她在九川待了小半个月 在九川逛了一圈 也见过张一怀 清风俊朗 妻子也是个绰约多姿的美人 夫妻俩成亲六年 生了俩一女 感情甚好 瞧着真是羡煞旁人 前世她与裴凌云也有俩儿一女 他们是没有这么好的情分在的 容卿英摸了摸肚子 眼里不知何时蓄了一框泪 绵绵落下 有前世之事困扰 这一夜又是辗转难眠 一日就睡得晚了些才起来 置办录影之事 已经跟李正提过了 李正说成了之后 会让人把录影送过来 支县大人那边帮忙打点好 却没有要她的钱 想来应该是支县大人自己垫付了 她知道 能得这么多便利 皆是因为有裴凌云这个举人身份在 只是他们合理之事 李正和支县肯定都是知道的 为何还要给她诸多便利 得知 上午时 马阿斯的妻子马大娘过来了 我家那个说了 明日没多少菜卖了 又是急事 你有啥要卖的 我们一块儿 拉去镇上卖了 卖了的钱给你 到时候 你看着给我们夫妻俩点工钱 你觉得怎么样 容卿英笑意荣荣 给您工钱是必要的 真是谢谢您嘞 马大娘也是个豪爽的人 好说好说 顺手的是 你一个妇人自个儿在家 也没个人照顾着 怪让人心疼担心的 顿了下 又主动说道 要是有什么事 需要咱这些邻里帮忙的 尽管说 我们能帮的一定帮 容卿英看着马大娘 由衷地道 谢谢大娘关心 嘿 甭跟大娘客气 等会你再看看 有啥能拿去卖了的 收拾收拾 明儿我拿去镇上看看 马大娘又唠嗑了几句才走的 依着马大娘的话 又想到这几间白墙大瓦房 已经卖出去了 约莫十几日后 那户买家就会来过房子的手续 也该开始收拾收拾行李了 随便将就吃了份午时 容卿英便开始清点 屋里头能搬走的东西 原以为家里挺清贫的 不想清点了一遍之后 却发现有不少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清走 黄豆子约莫还有三斗多一些 米还有六斗 各留下一斗就成 其余的都拿去卖罢了 腊猪肉还剩七块 外面又腊了两只鸡和一只鸭 都得带走 她可舍不得卖了 除去吃喝穿的 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不要也罢了 在等录影置办的这段时日里 容卿英陆陆续续地收拾好了行装 期间 翠鸭也偷偷过来帮忙收拾了 她自个没啥东西的 就几身换洗的衣裳罢了 这天 李正送来了录影 容娘子 这是你的录影 李正看了看翠鸭 面色有些难为情 就是翠鸭这事难办了些 容卿英低头看了看录影 上面写了翠鸭的名字 一时心生一斗 咋了 我看着上面有天翠鸭的名字 翠鸭不可跟着我一块走吗 李正摇了摇头 有些叹息道 天名字是小 可你们最好还是先跟翠鸭家里通个气 否则就怕到时 你们走了之后 他们会找我讨说法 所以 李正没有把话说完 但容卿英和翠鸭听明白了 李正怕马铁柱他们找麻烦 毕竟无端端少了一个干活的 能换些彩礼钱的人 肯定不愿善罢甘休 说吧 李正拿出一份气书 递给容卿英 却没说什么 李正也就稍稍提点了下 容卿英唇边勾着淡淡的笑意 好 我们晓得了 会把这事解决了再走 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说着 又从衣兜里掏出钱袋子 拿了五两银子给李正 一点小心意 多谢您的关照 没了一瞬 又试探地问 李正大人 置办这录影花了多少钱 能否告知一二 李正用两只手的食指 横竖摆了一下 约某是这个数 容卿英看明白了 心里也有了个数 笑道 好嘞 晓得了 李正不再多说什么 瞥了眼西斜的日头 便道 既办好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容卿英送李正出院子 见马车见远了 才把院门锁上 翠鸭再也抑制不住 泪水绵绵流下 耶尔姐 这可咋整 她本就是个很担心 自己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 这下听李正这么一说 心里就忍不住惆怅起来 越想越难受 容卿英擦了擦她的眼泪 笑容不改 担心甚么 能用些钱办成的事 就不算的大事 等会儿 我便随你一块回家 跟你爹娘谈好这事 方才 李正给的气书 是早就你好的放子书 上面还有县衙的概章 就算前世当了十几年的官夫人 此时容卿英还是不禁溃然 有钱有事有身份 果然是极好办事的 前世的裴凌云身为宰府 任哪个当官的见了她 都得恭恭敬敬的 好不威风 也难怪她如此执着 往高位上爬 容卿英看着气书 口中仿佛生出几分苦涩来 撇去这些纷扰的心思 她拿着气书跟翠鸭解释 这是刚刚李正给的文书 一会儿在你家门口 让大家伙看着你电话鸭 跟你断绝关系 翠鸭愣住了 她没读过书 大字不识一个 也看不懂文书上写了什么 把二十两给你爹 就当你爹把你卖给我了 以后 你们再无任何关系 你觉得这样可好 容卿英问道 翠鸭很快定了定神 点头如捣算 好 我翠鸭这辈子就跟鹽儿解你了 给你当牛做马 绝不会有任何怨言 翠鸭嫌少有如此刚硬的时候 前世她一直以为 翠鸭是个软性子的 有什么委屈咬牙忍着 如今看来其实不然 来到翠鸭家门前 正好遇上刚从地里回来的 翠鸭她爹马铁柱 马铁柱脸色铁青 你又来做什么 容卿英直接将原由说了得清楚 马铁柱听愣了 反应过来之后 瞪了眼翠鸭 脸色更轻了 臭 想都别想 十两银钱就想买了它 做梦 翠鸭按照容卿英说的 站在她身边一声不吭 马铁柱大嗓门一怒赤 引来旁边邻里的旁看 容卿英见有人出来了 那便算是人证了 但这还不够 玄机道 十两银子还不够吗 你可知 外面的牙子 最多也就卖七八两 我给你十两 你都赚了二三两了 可别太贪心了 马铁柱朝泥地上 淬了一口唾沫 贪个毒子 要不是你从中搅和 我能卖个二十两 你这十两银子 算个什么东西 容卿英脸上依旧冷静 故作沉思了一会儿 像马大娘卖菜那样讨价还价 十五两 不能再多了 放屁 没五十两不卖 马铁柱果断拒绝 盯着翠鸭面目争鸣 你个贱蹄子 还不赶紧滚回来 马铁柱凶神恶煞的 看起来很不好惹的样子 一口大嗓门 愣是把翠鸭吓得缩了缩肩膀 周围窃窃嘶语的声音 越来越多 见马铁柱这般狮子大开口 有人忍不住道 翠鸭他爹 做人不要太过分了吧 再怎么说 翠鸭也是你女儿 实在太可怜了 翠鸭这丫头 这么善良能干 你不想好好养翠鸭 那不如让她 跟着容娘子走得了 关你们什么事 马铁柱一声怒吼 容青英落了面色 鸡翘笑了声 以你的破身家 真以为你还能卖个五十两 遇到庄家是你走月 可现在庄家不要翠鸭了吧 如果庄家还要买了翠鸭 马铁柱早就把翠鸭送去庄家了 事实被戳中 马铁柱脸色难看 对这个结果又气又狠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臭婆娘 容青英对她的骂声并不恼怒 只冷笑了声 各退一步 只多二十一两 如果你觉得你还不行 那咱们就上衙门去解决这个事 翠鸭身上的伤还没完全好了 你那日打翠鸭时 大家伙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来一回的说话 在旁边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啊 我们都看到了 可以作证 马铁柱的死对头 立刻嚷声道 我的老天 二十一两 活了大半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谁说不是 我连银子都没摸过 要是自家丫头能卖这么个价钱 跟得又是这么好的一个官夫人 别说二十一两了 就算五两银钱 我二话不说卖了 容娘子还多出了一两 怎么还不满足 这也太贪心了吧 作恶多端自由老天收 马铁柱你就当作回善事 放了翠鸭吧 要我说 能卖到这个价钱 就该知足了 别最后 什么好处都唠不到了 翠鸭跟着容娘子哪儿不好了 容娘子以后 可是要当官夫人的 就是 这时 马老婆子出来 把马铁柱拉回屋子里去 小声点醒了马铁柱 他们说的没错 容家那上门女婿 要是做了官 我们还能攀点关系 惹着了他们 就怕他们饶不了我们 马铁柱心不甘情不愿地 妥协了 出去院子里抽着一张脸 二十一两就二十一两 碰到你这死娘妈 算我倒霉到家了 晦气 让马铁柱先化压了 容青英才满意了 马铁柱不识字 不知道砌书上写的是什么 但认得出关押的印章 自然就不知道 这份气书是一份死气 容青英才把钱扔给马铁柱 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大家可都看见了 从此翠鸭不再是你们马家人 动不动就打骂女儿 如今还直接把女儿卖了 可马铁柱乃至他们一家人 包括翠鸭他娘 从头到尾都见到脸上 露出过一丝愧疚来 更是没替翠鸭说过一句话 如此凉薄 可纵使他们对翠鸭这么歹毒 在离开前 翠鸭还是跪在他爹娘面前磕了个头 压着抽气声 声音沙哑说了四个字 不见不屑 磕完头 翠鸭便起身 随着容青英离开了马家 不再回头多看一眼 连衣裳都没回去收拾 但眼睛泛着红 眼泪一滴一滴地落 是因为高兴 是因为终于能从那个 如同地狱般的家里逃离了 唯独没有不舍 耶尔姐 对不起 平白无故 让你花了这么多钱 翠鸭哭着说道 翠鸭 不必跟我说对不起 从此以后 你就当是我亲妹妹了 咱们相互扶持讨生活 容青英牵着她的手 靠近她的耳边低声道 我还指望 你帮帮我看崽子呢 不用觉得太愧疚 她才是要好好感谢翠鸭上辈子 这么护着自己的 翠鸭重重点了点头 心里还在装着数不尽的感激 只想着 以后一定要好好干 把有关翠鸭身份这件事解决了之后 容青英买了一堆香辣钱纸杯娇 带着翠鸭到爹娘坟前 祭拜了一次 跟阿爹阿娘说翠鸭往后 就算是他们荣家的一口人了 耶二姐 大爷大娘他们会答应吗 还有先前卖地卖屋的事 翠鸭看了看坟前的木牌 有些担忧地道 毕竟离开青山村 也算是背井离乡 更是连爹娘都不要了 这可是件没良心的事 多半是要被戳几两股的 容青英微微一笑 解释道 无妨 几日前我去镇上时 顺便买了杯娇 阿爹阿娘答应了 杯娇常用来求神问补 有阴阳两面之说 平为阳 土为阴 制杯娇也是有讲究的 这东西 多为阴阳先生所用 若是制得两面微凭为笑杯 那就说明 鬼神对索寝之事 犹豫未定 不否也不肯定 反之 阴杯则是鬼神生气不允 若是制得一瓶一凸 也就是一阴一阳为圣杯 才是得了鬼神准许 索寝之事可行 容青英制了三次 皆为圣杯 阿爹阿娘 也欣然应允她离开青山村 应允她收翠鸭为姐妹 翠鸭一听她这么说 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 感激涕零的 朝容青英爹娘的坟前 拜了又拜 这日天清气朗 要离开青山村了 容青英租了一辆马车 到九川县 需要五两银子 车夫是个蹲厚的汉子 帮忙把行李搬上马车里 笑了笑道 两位娘子 可以启程了步 容青英回头看了看 自己住了十几年的房子 鼻尖有些发酸 这半生所有的回忆 都在这里了 纵然不舍 依旧要舍弃 将满腔的酸楚 与不舍压下去 容青英转身坐进马车里 一路渐行渐远 沿着关道走了十几日 一路上可还算顺利 终于到了九川县 容青英给车夫一点小费 找了个客栈暂时住着 车夫好心 又帮他们把行李搬到屋子里 九川县比新屋县热闹些 脆压跟个小孩子似的 对什么都好奇不已 容青英心情却是五味杂陈 前世来这里是 跟着皇帝和裴玲云来的 那会儿的九川县 比现在繁华热闹多了 逛过许多好玩的地方 可那时她是不情愿来的 只是迫不得已 现在她却是打定主意 要在这里住下了 可谓是世事难料 意着对九川县有略微的熟悉 接下来几日里 容青英很快就找到了牙子 乡中了一处 比在青山村住的地小一些的宅子 宅子在清一巷 大约是在巷子里头了 不过好处就是 相较于其他乡看过的宅子 这处离衙门稍微近一些 总归来说比较安全一些 宅子在巷子里头 也能清静一些 得了如此便利 房价钱自然会贵一些 原宅子的主人开价六十两 讨价还价一番后 原宅子主人同意以五十五两卖 文书办好之后 容青英和翠鸭满心欢喜 把宅子里里外外又打扫了一遍 隔壁家里的大娘 见到容青英和翠鸭 笑意融融地打招呼 哎哟 你们就是新班来的吧 容青英脸上挂着笑意 是累 出来乍到 还请大娘关照一二 话语间 容青英自兜里掏出个红包 塞到大娘手里 在准备搬进来之前 容青英留意了下 这条巷子至少有七八户人家 便提早准备了十个红包 每个红包都是用红纸包了六个铜板 以图个吉利 不求与这条巷子所有邻里打好关系 能得一两家人的好印象 不惹来其他麻烦 也就不必心疼这点钱 邻里大娘捏着红包客气地道 这怎么好意思 容青英笑道 大娘 您就收着吧 就一点小心翼 我刚搬来这里 啥也不懂 还怕讨扰了您呢 她说的实在客气 邻里大娘磨磨蹭蹭地就收下了 热情地跟容青英聊起来了 你不是本地人吧 从外地搬来的 容青英点了点头 从云上府新屋线过来的 邻里大娘想了想 恰好听人说过这个地方 惊讶道 那地方可远了 怎么大老远跑这里来住了 容青英早就想好了说辞 说了也怪不好意思的 我夫君南下做生意去了 上个月收到我夫君的信 让我来这里等她 她过几个月便回来了 这一路来都是她让人打点好的 不然我一个妇人带着个妹妹 怎么能一路顺遂到这里来 邻里大娘一副恍然的样子 原来如此 难怪了 原来是个富家有钱的娘子 不过 手却是跟自个儿一样 也是粗糙的 聊着聊着 邻里大娘的丈夫和儿子 在外面干活回来了 那就不讨扰大娘了 我们也还得去客栈搬行李过来 关系熟络起来了 大娘也热情长 一听她这么说 便让她丈夫和儿子帮忙搬 容青英没推却 不过在搬完之后 又给大娘的丈夫和儿子一些铜板 大娘生得好看 她丈夫人高马大的 长得粗犷 儿子身形像爹 长相随娘 生得眉目清秀 清风俊朗 看着像个读书生 大娘为正是名春娘 她的丈夫姓周 叫周大彪 儿子周汉炎 周汉炎今年17岁 比裴玲云还小了一岁 也是个读书人 不过今年的春围落榜了 一二姐 这周公子 是不是也是跟绝人姥爷一样 去京城考试啊 容青英愣了一下 一面继续整理着被褥 一面诞生到 会的 必须要去京城 才能考最后两场考试 最后一关 大概会由圣上掌题 不去京城那城 翠鸭冷哼一声 满是怨气道 我看啊 那些个绝人姥爷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忘恩负义 抛弃弃子 容青英听到这话略微一顿 心里不觉地生起一些难言的情绪 知道 她是为自己抱不平 无声地叹了口气 书姐道 是我要跟她合离的 其实这辈子 不算她负了我 翠鸭听不出这辈子的含义 别了别嘴道 那也是她忘恩负义 这话不可否认 容青英没说话 也不知道她有没有顺利到达京城考试 那边赶路赶得及 最后两日 几乎是日夜兼程 终于是在考试前两日赶到了京城 京城里最不乏名人 至京城之后 她就只是一个从乡下来的赶考人 四与客栈其他赶考人并无二义 裴玲云天资聪慧 野心也是不小 可她也沉得住气 否则也不会在容家熬了这么多年 等到合适的时机才出头 谁都不知道 她为何会知道 当今圣上是一个贤良君主 即便是众活一世的容青英 也不知道 裴玲云到京城的时间太晚了 离考场最近的客栈都住满了人 只能退而求次 这边柳元巷的民宅离考场远 租赁的价钱也相较便宜许多 不过这房子却是挺好的 朝阳通风 同一个民宅里有好几个房间 除了裴玲云 还有另外三个赶考人 不过临近考期时间紧迫 彼此见面了 也只是稍稍点头问好 埋头苦读的时间很快过去 裴玲云心无旁骛 四级容青英的次数 不过几次罢了 二月初九这日 开始参考会试 二月十二与二月十五 也各有一场考试 笼共是三场考试 在这些十日里最为煎熬 住在同一个宅院的两个考生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后 就生了一场大病 稍热不退 病了数日 裴玲云倒是像个无视人 镇定自若 回自己房里 蒙头睡了一觉 一日又开始抄书读书 另外几人见她 如此冷漠 却也勤奋 直至三月十五那日放榜 一向清静的柳原像 变得异常热闹 许多人都来看热闹 锣鼓声和议论声 此起彼伏 有远即近 报喜的队伍阵仗不小 放声妖和宣报 丰天府永江县王胜老爷 得325名 庆州府同景县赵远文老爷 得300名 前山府平寺县沈坤老爷 得第158名 十月府白春县张艺怀老爷 得第3名 云尚府新屋县裴玲云老爷 得第1名 会员 人越来越多 渐渐地被围堵的水泄不通 裴玲云虽有信心 但也是在此时 听到了报喜人的宣报 玄折的心才真正安定下来 眉眼间少了几分冷漠 他掏了银钱 给报喜人一些小费 其余几人见状 也纷纷掏钱 打发了报喜人 赵远文性子爽直 也比较好面子 对着给他们贺喜的 左邻右舍作一吆喝道 多谢大家 改日有空 一定请大家伙 饮酒作乐 众人散去之后 房主脸上的喜悦之情 还未散去 真让他壮大运了 租个房子 都能让他遇到几个共事 想着来日这几人 指不定是做官的 深思熟虑了一番 咬了咬牙 便给几个人 免了一个月的租赁房钱 而且还作东 让家里的大厨 煮了一大桌好菜 配上好酒 请几个人吃酒 暮色渐深 宅院里 依旧沉浸在一片新月之中 裴玲云也开心 随着他们喝了一些酒 玲云才华横夜 可真让人敬佩 次月的电视定能高中 赵远文吃了一口酒到 裴玲云闻言 只是勾唇内脸地笑了笑 沈昆喝多了些酒 话就变多了些 玲云玉树临风 不知是否有娶妻 裴玲云神色稍稍顿了下 眸中的笑意收敛了些 气氛陡然有些凝滞 沈昆脑袋发昏 感觉自己的话 似乎戳中裴老爷的痛处了 早就听说这裴老爷 也是来自乡下村寨 若是成亲了 那娶的必然是 乡下粗鄙妇妇人 在京城这种 名门贵妇贵女居多的地方 区区一个乡下妇人 怎么拿得上台面来说 若是在狠点心 高中之后 将那妇人气了 在京城里讨娶贵女 岂不美哉 还要那让人觉得 丢脸的乡下妇人 做甚 房主可会察言观色 人情恋达 脸上堆着笑意 要岔开话题 却听她声音淡淡地回答 有 与家中妇人成亲有三载 此话一出 几人皆是愣了愣 张义怀诧异地看了看她 房主率先回神 笑了笑拍马屁道 原来裴老爷这么早就娶妻了 可真是好浮潜 沈坤反应过来之后 便不觉得自己说了错话 反倒是哈哈大笑了两声 随后又语气颇为惋惜道 真是太可惜了 若是还没个婚配 以凌云这般的出众 京中定是有很多好贵门卓序呢 要是我能有凌云这出众的能力 高中之后 必定先修了家中的妇人 赵远文却是不赞同的 淡淡一笑道 这倒是有些无情了 再怎么说 家中的妇人 也给你生仔照顾你几仔了 如今世道 尤其是在乡下 欺负的日子不算好过 被逼死的大有人在 沈坤被这么一说道 沉默了下去 可脸上却没有任何忏悔之意 裴凌云听着几人聊的话题 面色淡然 喝了一口酒 酒味的辛辣 带着些许苦涩 在舌腔泛滥 她想起零行之前 妇人说的那个怪蛋不经的梦 她说她成了弃妇 逼不得已来到京城找她 却是只能正正看着她 另娶贵女 她说她来日会高中状远 年不过三十 便会慰及人臣 有大好前程 不会再想要她那般粗鄙的妇人 真是荒诞至极 又是一口饮尽杯中酒 却依旧无法疏解心中闷障 夜中渐渐寒冷 竟飘起了雪 几个人各自回了屋 夜深人静 一睡便沉入梦寐之中 有书说 前朝大臣奇书坊 原本也是个穷苦乡下书生 可在高中之后 迎娶力不上书的庶女 后来便步步高升了 书四的掌柜 话中有话 迎娶上书的庶女吗 方才十三岁的少年 城府却深沉得令人溃然 书四掌柜 很看好这么一个天资聪颖的才子 若是只在这一宇小地方 做人家坠婿 只做个教书先生 做一些抄书写牌匾的活 伪师太屈才了 故而 他十分期盼这个少年能高中状元 上京城大展身手 功成名就 那他这个书四掌柜也算对他有知欲之恩 书四掌柜活了半辈子 读过的书数不胜数 可谓是了解了不少书中讲的升官之道 云上府纵然不比京城繁华 但城里的永思坊不乏官商来往 得空了 你也可以到那儿掌掌见识 书四掌柜稍稍提点 云上府的永思坊离青山村很远 至少也要走一日 少年并不知永思坊是个什么地方 到了才知道 原来是个官商爱逛的烟柳之坊 少年身高约有六尺之鱼 身上冷凹的气质却让人难以忽视 公子看着尤为面生 第一次来这儿 一妖艳的女子柔声细语 扭着细腰缓缓走到少年面前 将手轻轻搭在她的肩上 女子只比她的肩高出半个头 身形鲜瘦玲珑 少年幽深的眸底闪过一丝嫌恶 却没有推开这妖艳女子 淡淡逆了眼女人 确实是第一次来 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女人嫣然含笑 拉着少年的腰带往李屋走 想知道啊 来啊 我悄悄告诉你 少年跟着进去了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贱宁那个狗皇帝已经死了 并且已是贱营三年了 自那以后 少年便开始筹划科考之事 贱营五年 少年考中了秀才 澄清只是意料之外的事 公子 两年了 你对我当真一点情意都没有吗 女人阴气着道 少年愈发俊朗出众 冷傲的气质中又多了几分沉稳 一开始我就说过 我对你了无兴趣 嗓音冷得无一丝情绪波动 女人哭得梨花待雨 就在少年要跨门而出时 女人缓缓开口 公子 这样对我不公平 少年步子一顿 沉硬了片刻 声音冷沉 那你想如何 女人笑了笑 来日公子你功成名就了 将我赎出永四方 这个条件不过分吧 好 少年随口应了一声 丝毫没有犹豫 跨门而出 路过藏乡阁时 顺便进去买了一罐润肤膏带回家 他的妇人一见便甚是欣喜 笑得真诚又天真 可书弟画面一转 他的妇人却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 勾着笑对她说 裴凌云 我嫁人了 以后个子安好 那男人还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女娃 一家三口嘻嘻融融 原是从容不迫的人声鼓猛然一僵 犹豫惊惊 面色骤变 他抬起莫眸沉沉盯着她 似是不敢 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幕 听到的话 容轻衣 你是我的妻 他连名带姓地喊她的名字 双眸赤红 可乃至她的妇人面色漠然 裴凌云 你忘了吗 我们已经和离了 床榻上的男人 疏然从梦中惊醒 屋里一室冷清 身旁的位置 也没有妇人柔软的身子 想到梦里的那般场景 男人的心莫名的一坠 他确实想过 如那位前朝大臣齐书芳一样 娶了城中贵女 便能如虎天意 笼络朝中大臣 但他从未想过 将她丢弃在青山村 想让她过上好日子 也是真的 待到她在京城站住脚 便会回去将她接回京中 窗外的月光 遥远暗淡又轻盲 京城此地离青山村也很遥远 他无法看到 妇人过得如何 梦终究只是梦 他那么乖巧懂事 定会听话在家 等着自己回去 可不知为何 心中总是慌乱的厉害 扰乱心神 容卿英 我们不可能各自安好 他呢喃着这句话 直逼染墨又写了一封信 给心屋县的支线 并留笔让其回信 一日一早 便迫不及待将信件寄送出去 心中才舒坦了些许 收敛了多余的心思 认真看书 王胜和赵远文 因没被录取 不甘心无所成就的回乡 于是常常跑去永康坊 想要结识些达官贵人 偶尔抽空抄抄书 还有一场电视要考 沈昆即便看着他们俩 去永康坊吃喝玩乐很眼热 也不敢松懈 跟着隔壁的裴凌云 和张义怀一样 待在屋里门头读书 书信于一个月后 送到了新屋县支线手上 支线连忙打开信件 支线上面只有寥寥几行字 笔风苍静有力 支线不是第一次 看到裴凌云写的字 却还是忍不住溃探 裴举人果然为风流才子 书信内容很简单 不过是让他帮忙 派人去青山村里 看看那夫人过得如何 却又多加了一句 以众会员 多谢支线大人照拂 支线此时还未收到 京中传来的喜报 看到这句话时 激动得语无伦次 支线夫人健壮 便笑他癫狂 夫人浅薄 支线冷哼一声 转身回书房 写了一封回信 信中写了 容清英为了去京城 卖屋卖地的事 以及特地准备 为容清英准备录影 让李政帮忙解决 那马翠鸭的事等 颇有邀功之意 四月初六电视 四月十八便有了结果 京城中的柳原相 再度喧闹了一番 林云果然高中壮远了 这下回家里 可算是光宗耀祖了 恭喜恭喜 沈昆双手抱拳 笑着道 裴林云勾唇笑了笑 一双如墨朗木流露出笑意 虽身着简陋暗色衣袍 甚至那袖口处 还缝着小块补丁 针法粗糙 可身上绰约不凡的气度 令人无法忽视 赵远文一直求官未果 此时也甚是钦佩 感慨道 要是你家那妇人怀上宰子 那可谓是双喜临门 不像我 读了这么多年书 什么都没唠到 实在没脸回去见 家中妇人了 闻言 裴林云神色微正了正 怀上宰子吗 两人滚踏三月有余 有宰子倒也在常理之中 四季临行前 那日如春雨般的缠绵 裴林云眸色暗了暗 王胜倒是想得开 我就无所谓了 过几日就回去 跟夫人好好过日子罢了 有个举人身份 在乡县里也能赚钱 赵远文心中惭愧 说得也是 不过就不甘心 就这么放弃了 又看了看裴林云和张义怀 犹豫再三道 二位让人很是钦佩 若是以后能得照福一二 万分感激 裴林云神情淡淡的 并没有说话 气氛显得有些尴尬 张义怀第三名为探花 定能谋个官职 不过其性子温善谦虚 对赵远文淡淡一笑道 一切还未有定数 赵远文炯得无地自容 义怀说得也是 是我太心急了 沈昆拍拍赵远文的肩 笑了两声打句道 远文声的俊俏 若是有心 肯定能在这京城寻的一贵女 能过上好日子 当坠婿又何妨 赵远文听了 王胜择日便要离开京城回家 心中怅然 这两月在京城住着 就如同做了一场梦 感觉自己好像有幸 成了京中众多学子才人之一 如今倒是梦醒了一般 该回乡了 赵远文叹了口长气 我也打算回乡了 京中花销大 似乎也无出路 你们应该是继续留在京中谋官职吧 赵远文说的是 裴林云 张义怀和沈昆 沈昆虽落榜了 但依旧想在京中混出头 吃笑一声 若不是家中有志同父母 我真不愿回去 故而还是会在京中再看看 张义怀那脸谦和 炯笑 我大概会在京中留些时日 看看圣上是否能赐予一官职 赵远文替他高兴 如此甚好 他又看向裴林云 笑着调侃道 裴兄你就不用说 定能某个好官职 打算什么时候将夫人接来京中 其余几人的目光 揭露在他脸上 沈昆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悠悠喝了口茶 他可不幸 堂堂状元公会 选择放弃娶贵女的大好机会 将乡下妇人接来京中未尝不可 只不过让其成妾也未尝不可 况且 像裴林云这样的 一看就是个能干大事的 哪知只见他脸色淡淡的 起唇道 等官职定了 便立刻回去 将妇人接来京中 不想让他等太久 沈昆险些被一口茶水呛到 目光惊诧地看着裴林云 愣愣地没说话了 张义怀笑了笑 世上真挚感情本就难遇 裴兄与妇人抗力情深 让人羡慕 裴林云司及妇人天真的笑容 唇角不绝地弯起一丝笑意 不日 当朝圣上西河帝 与皇后举行册封仪式 册封典礼结束后 皇后宫中又摆了一道酒宴 云儿 对不起 是我当年没有照顾好你 把你弄丢了 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若是当年我们没走散 你也不用被逼入坠荣架 你受委屈了 皇后是裴林云的姑母裴月仪 看着穿得朴素简露着装的侦儿 眼里的泪水绵绵落下 心疼不已 西河帝沈恒叶见 妻子落泪也是心疼 搂着她的肩宽慰道 如今凌云回来了 不用再过苦日子了 你们姑子俩也能随时见面 说着 又看向裴林云 沉声道 凌云 镇则日会受予你个汉林院修传的官职 沈恒叶爱惜贤臣 眼中流露出些许欣赏 事实上她十分欣赏裴林云的才华 已经能如此沉得住气的性子 裴林云面色从容不破 拱手谢了恩 沈恒叶摆了摆手 正还有公务要处理 裴月仪没看她 只淡淡应了声恩 沈恒叶眸色微沉 却什么都没说 理了李袖子大步离开 来 快坐下 多吃点 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是不是在容家吃得不好 裴月仪心疼地拉着裴林云坐下 给她加了许多菜 裴林云缓缓地摇了摇头 没有 他们待我很好 姑母不必过于愧疚和担心 除去灾荒年时 确实过得苦 可只要有好吃的 容卿英都会第一时间想到给她吃 她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苦 裴月仪自己也经历了不少苦难 自然不会完全相信她的话 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 私存片刻汉手道 今日的册封礼 没有叫你来 是顾及你的名声 若是现在让天下人知道 你是我的侄儿 那些人必定会揣测 你现在得到的一切 是因为我 而不是因为你的才能 裴林云低声回了句 多谢姑母 您的良苦用心 我都明白 裴月仪心里微松了口气 眼中露出欣慰 好侄儿 你能明白就好 假以时日 姑母相信你 一定能做出一番大成就来 忽而想到了什么 她犹豫了片刻 红唇轻起 云歌 既然你现如今 已与荣家那姑娘合离了 也脱离荣家坠续的身份 日后便将这段往事忘忘 就当作不存在 姑母择日替你挑个 金钟家世显赫的好姑娘 至于那荣家 我会命人送去一千两 作为补偿 裴林云醋了醋眉 伺及那妇人提到的梦 心里涌起一丝 不可名状的情绪 她抿了抿唇道 抱歉姑母 我不想另娶他人 裴苑仪神色骤然一宁 云歌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朝中一些大臣的女儿 长得漂亮 又是大家闺秀 正合适作为妻子 你也能因此拉拢人心 有何不可 空气静默了一瞬 裴林云眉目浅淡 与其温和 姑母 无论是荣阿爹收养了我的恩情 还是与青婴成亲三宰的夫妻情分 我都挂念于心 于我而言 不可能与她彻底割舍了 裴苑仪心神一阵 抚了抚面额 云歌 你可要想清楚了 家族荣幸的重负压在你身上 娶贵女拉拢大臣助力 走更快的路 已在京中站住脚跟 还是要因为一个女人绕远路 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你可权衡好利弊了 裴林云神色分外平静 姑母 即便不娶贵女 我也能得到我想要的 裴苑仪眼中的笑意柔和渐渐散去了 看着裴林云的眼神变得复杂了 云歌 你铁了心 要跟她在续夫妻之情 裴林云不假思索 面色肃然 是 我想 裴苑仪沉了沉脸色 结问道 是你深爱着她 所以放不下 还是你只是念着恩情就情 而不能放下 这两者之间的深意可大着 裴林云语气平静地回 姑母 我自有定夺 既然如此 那姑母就不插手了你们的事了 裴苑仪别有深意地看着她 只是你别忘了 她只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乡下妇人 而你日后不会拘泥于一个小小的汉灵院修传 这话是在提醒裴林云 他们两人之间的地位差距会越来越大 还能否跟从前一样 情色和明 恐怕无定数 裴林云只觉咽喉仿佛一下子被什么堵住 微垂着眼眸 姑母 我知道 裴苑仪见状便不再多言 只希望那姑娘能好交一些 听话懂事 姑子二人叙旧了许久 夜色深沉 裴林云魄立在宫中流宿 你们好生照顾着公子 有什么事及时告诉本宫 裴苑仪冷声吩咐着首夜的宫女太监 得了一声 是 便转身回了自己的寝宫 店内烛火通明 皇后今日不应该很开心吗 怎么看着 还如从前一样 闷闷不乐的 沈横横夜支着头 垂眸看着背对着自己的女人 语调漫不经心 裴苑仪只比裴林云大十岁 如今也才二十八 容颜未老 前些年因着 常年在外奔波受苦 皮肤稍差了些 可宫中大有极其精通养颜润肤的嬷嬷 这一年半载的保养 让她的肌肤变得白皙紧致 犹如换了一层皮肤 看着四二十出头的姑娘 也有些脾气 她回头看到沈横夜悠然自得的样子 瞠怒地瞪了瞪她 你早就知道云儿的下落 却一直不告诉我 看着我为了找云儿急得团团转 现在又拿着云儿前途逼迫我 看着我屈服于你 你很开心是吗 沈横夜一把将人搂入怀中 喝笑了声 生气了 可我若不这么做 你还会当我的皇后吗 她抚摸着她滑嫩红润的脸 眸中含着柔情 裴月仪眸中的酝怒一下 归为沉寂 偏了偏头 避开她的目光 她自是不愿的 自古君王多是凉薄无情 喜心厌旧 妻妾成群 她不愿与其他女人 共有一个丈夫 也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 成为成日争风吃醋的杜妇 沈横夜眉风染上了些许阴沉 手指腹而掐着她都下河 迫使她看着自己 裴月仪 我从不是个善人 她沉下身 嗓音沉沉 能把你绑在我身边 一辈子做我的皇后 怎会不开心 裴月仪疼得红了眼 眼泪从眼尾滑落 引入病角 一夜浮浮沉沉 几日后 惊中又下起了小雪 裴凌云正是得了 汉灵院修传的官职 而与她一同考试的张一怀 得了一汉灵院编修的官职 两人算是有了一点交情 当日 张一怀在离开柳原巷之前 与裴凌云在院中又小聚了一次 办事开玩笑道 能与裴兄一起共事 还真有点意外 此后望裴兄多关照 裴凌云淡淡笑了笑 子慕谦虚了 子慕是张一怀的字 官职定了 并且沈恒业赏赐了二百两 裴凌云拿着这二百两 再加些自己的银两 在京中离汉灵院 不远不近的地方 买了一处宅子 又从崖市买了几个仆人 打理宅子 沈恒业知道 他挂念着还在乡下的妇人 故而特许他回去接妻子 雪渐渐停了 柳原巷 裴凌云正准备去宅子看看 还需要置办些什么 门外有人敲了敲门 公子 你有一封书信 来自云尚府新屋县 裴凌云闻言谋色微亮 立刻起身 去开了门 拿了几个铜板 打发送信人 一向冷静自持的人 此时竟迫不及待打开信封 看了信中内容时 谋色骤变 信中写着 他的夫人在他离开青山村 大半月后 便变卖了房屋田地 要来京中寻他 可如今都过去一个多月了 他也没听到任何消息 莫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事 裴凌云心中一阵恐慌 欲想欲发胶着 连忙收好书信 拿了包袱出门 却在刚踏出房门那一刻 脑中呼而浮现望 各自安好五个字 脚步顿住 一个令他心慌的念头 冒出了头 他并非如支线所说的 来京中寻自己 而是逃了 没有在青山村 乖乖等他回去 院子里的白雪尤为谎眼 晃得他头有些发昏 手愈发钻井包袱 钻得骨节泛白 心中涌上一丝丝闷痛 千丝万缕地搅着他的心脏 那清冷的眉眼 变得阴沉可惧 凌冽的寒义扑面来 男人冷沉的目光 盯着黄眼的雪地许久 最后面无表情踏入雪地 离开柳原巷 却不是往城门方向走 而是一如计划 去了新满的宅子 几个仆人正在清理着院中的积雪 见了裴凌云 琪琪喊了声公子 仔细一看 这公子的脸色不怎么好看 阴沉的可怕 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低着头 更加小心翼翼地扫着积雪 唯恐一个 不小心惹到了这个主子 裴凌云又聘用了一个管事 将早已拟定好的单子给管事 陈生吩咐 照着这单子记录 将这宅子装扮好 两月内 我会回来 管事不敢多言 汗手倒是 当日 裴凌云便离开京城 花了快十日的时间 日夜兼程赶回青山村 只见那住了十几年的房子 早已物是人非 院中出来一个妇人 笑着朝支县问候了句 又道 这位是 裴凌云压抑着翻涌的怒火 目光逆向那妇人 一个陌生的面孔 不是青山村的人 支县几乎汗流加倍 连忙解释 这位京城的汉林院修传 不过先前是住在这儿的 妇人顿时了然 原来如此 那两位大人今儿来此 所为何事 支县抹了抹额头 心虚地撇了撇身边的人 男人神情阴沉地 快滴出墨水来似的 声色冷然 抱歉 这屋子不卖了 妇人神色一惊 随后面色为难 大人 我们搬过来 已有些时日了 也都快习惯在这里的生活了 实在不好再搬走了 三倍 什么三倍 一个续着胡须的男人 从屋里走出来 见到县令大人 顿时被唬了一跳 支县忙着解释道 裴大人要以三倍的价钱 再度从你们这 将这屋子买回来 你们看成吗 那男人一听 顿时大惊失色 三 三倍 那不就是七十五两银子吗 他活了半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屋子花了二十五两 已经是他们夫妻俩 攒了好多年才攒够的 面对这么多钱 他怎么会不心动 支县一眼就能看出 这男人已经动了心色了 又问了一遍 你觉得如何 那男人看了看 面色阴沉的裴大人 不顾夫人的拉扯 激动地道 成 既然大人都发话了 那咱们 当然乐意按照大人说的 把房子还给大人 支县于凛列寒义中 长嘘了一口气 那成 裴灵云脸色没有半分变化 留你们半月的时间 半月后搬走 那男人爽快硬生 没问题 大人请放心 我们会尽快搬走的 这事解决了之后 裴灵云跟着支县去了县城里 支县带着裴灵云 到自己另一个好住处 暂且住下 心知自己好心办坏事了 总归是心虚的 对笑道 大人 我定好好查出 夫人去了哪里 裴灵云收敛了面上的玉瑟 冷声应道 嗯 有什么消息尽快告诉我 他没出过远门 不知小新屋县之外的地方 定是跑不了多远的 只是没想到 一个月过去了 新屋县附近的府县 都翻找了个遍 都没找到人 京中早传来裴灵云的书信 崔裴灵云 尽快回京入职 六月末 她回到京中入职 只是过了两月 整个人肉眼可见地 削瘦了些 也愈发沉稳内敛了 喜怒不形于色 裴灵云见了很心疼 别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她大敌 也能猜到一些 是不是容姑娘不愿跟你回来 裴灵云握紧茶盏 心中又隐隐浮起 一丝多痛之感 脸上却不显任何神色 平静地道 先前惹她生气了 负气离开青山村 侄儿正在寻她 裴灵云闻言 眼底闪过一抹惊愕 心情不由地复杂起来 大多村妇习惯于依靠丈夫 将丈夫视作家里的顶梁柱 把丈夫看得重要 一声不吭就走了 恐怕不只是生气那么简单 她隐隐觉得 那容姑娘 大概不想跟她侄儿过日子了 也甚至不想跟侄儿有任何交集 可两个月前 侄儿笃定的话浮现于脑中 裴灵云谋色复杂地 看着眼前的侄儿 她眉眼依旧持着冷静 似乎让人分辨不出半分端倪来 但裴灵云知道她心里十分不好受 云歌 若是你实在想找到她 我可以让沈横叶帮忙 裴灵云身着青色官袍 身形轻俊挺拔 毁神色冷淡地 几乎看不出任何伤心之色 多谢姑母忧心 我会找到她的 清衣相 六月末的九川 天气开始炎热起来了 容青英在春初时 便在院中靠墙的地方 搭了一个架子 再在墙边种了些葡萄 这个时候 葡萄藤腕几乎爬满了架子 只是接的葡萄并不多 只有寥寥几串 而且还是很小串的 不过容青英已经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她并不会种葡萄 耶儿姐 这葡萄看着就很好吃 她啥时候熟了呀 翠鸭没吃过这葡萄 很是好奇 几乎每日都要看看 葡萄长好了没 现在葡萄还是青色的 再过个把月 大约就成熟了 容青英一面说着 一面倒顾着簪花 她的身孕已有七月 身体笨重了许多 去不了哪里 便让木匠做了两张摇摇椅 和一张小八仙桌 放在葡萄架子下 时常煮一壶热茶 吃着灵嘴晒太阳 依着前世 在京城生活了十几年的记忆 秀些那时时兴的刺绣样式 拿去成衣铺秋水阁的掌柜 换些银钱 有时又做些融花簪花 卖去凝香阁 院子另外一面靠墙的地方 分割了好几块小房地 种上盐碎和萝卜 还有几种青菜 这里不像青山村的大院子 不能养鸡鸭和猪崽子 倒是可惜了 不过 这日子过得也不错了 容青英想着 要是攒够了钱 再到最近的石西村买快递 再买出屋子 养鸡鸭猪崽子 石西村有一条 贯穿了整个山村的溪 田地大多都在溪边 种菜很方便 日后若是官府征地了 那也能得不少补偿 若是有机会 再在街上盘一家铺头 卖刺绣成品和首饰 再不成 便想办法入股秋水阁 与之一块做生意 如此计划着 容青英便觉得 日子充满了美好盼头 至于那京中的男人 不似从前那般 实时挂念着了 肚子里有了他的宅子 难免会宅子想起他 不过这也不打紧 总有一天 他能彻底断了对他的喜欢 有迎前傍身 过得松弛而自如 殿氏已过去两月有余 他大概已经在京中入职了 住着大宅子 他的姑母身为皇后 定能替他相看 门当户对的美娇娘 也许还是左城的女儿王云宁 过不了三个月 他就会再娶其生子 仕途也一帆风顺 一如他所愿 前世他去他的宅邸 搅乱他的好日子 这一世没了他 且在官场上游刃有余 他会过得更舒坦 容青英摸着鼓鼓的肚子 正正地想着 心里色然 如今还有一些怨恨 耶尔姐 你咋低了 怎么突然就眼红了 是肚子不舒服吗 翠鸭一回头 就看到容青英 不知什么时候红了眼睛 看着似乎有些伤心的模样 不由得担心起来 容青英神色很快恢复清明 弯纯笑了笑道 没什么 就是想阿爹阿娘了 翠鸭听了这话 稍稍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耶尔姐 又在想着陪举人了 刚来九川那段时日 夜里害怕 他们俩睡一起 他总看到耶尔姐 睡着睡着就会哭了 像做了什么伤心的梦一样 后来 有一次 他又看到耶尔姐 在睡梦中哭了 呢喃着陪举人的名字 恍然间明白了 耶尔姐还想着陪举人 想得不行 翠鸭虽没成过亲 没喜欢过男人 却也知道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男人没几个是好东西 那陪举人也不是个好的 出了名就不要耶尔姐了 真是坏透了 撇去这些心思 翠鸭笑着道 容阿爹和容阿娘 也会在天上变作星星陪着耶尔姐 也会想念着耶尔姐 耶尔姐不必太过伤心 这是她听别人说的 容青英不由失笑 看了看她 好 听你的 以后不伤心了 翠鸭笑悠悠的 等宰子生下来了 咱们这院子 可就能热闹一点了 翠鸭虽然已经急急了 但还有点小孩子心性 有时候还跟巷子里 其他小孩玩得不亦乐乎 大概是从小到大 都没这么肆意玩耍过 现在倒贪恋与小孩子玩 容青英见她兴奋的样子 哭笑不得 八月初五 即便是有了前世的经验 容青英肚子里的崽子 还是如前世一样 提早了月份出来 是个女娃 前世生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女娃 那时她不读书没文化 大字不识几个 就简单取了个小名宰宰 她带着宰宰找到裴凌云之后 她给宰宰取的名字是裴月 月 有神猪之意 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可这辈子 宰子姓荣 那便是荣月吧 月姐跟前世 生得一模一样 甚是可爱 容青英低头看着怀里的月姐 瞧着瞧着便愣了神 前世 在京城的第三年春 她又生了的男孩 取名叫裴景 也是这般可爱 只不过那时的身子骨 不及从前的好了 生那孩子很痛苦 险些去了半条命 大概是伤及根本了 前世她就只生了两个孩子 那王云宰也只生了个儿子 若是让她看着王云宰 多生几个孩子 她恐怕过得更痛苦 死得更早 想起景哥 容青英忍不住失落起来 胸口翻涌着难受 也不知道自己死了后 月姐和景哥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让王云宰的儿子欺负 即便裴凌云答应过她 景哥才是当家做主的 可她的话始终不可信 她只希望前世裴凌云 能对月姐和景哥好些 她这辈子是没机会有景哥了 依儿姐 春娘婶做了水煮鱼片 可香了 你尝尝 翠鸭话还没说完话 建坐在床榻上的容青英 又红了眼睛 以为她身体不舒服 顿时又着急起来 依儿姐 你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了 容青英闻声 连忙收起纷乱的思绪 笑了笑道 没事 只是看着月姐乖巧的模样 很高兴 翠鸭把盘子放在桌上 满脸喜色跑过来 依儿姐 我来抱着月姐 你去吃了那水煮鱼 春娘婶做的可好吃了 容青英挑了挑眉梢 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 把月姐放到脆压怀里 起身下床坐在桌旁 拿筷子吃了一口鱼肉 肉质极为鲜嫩 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 能吃出爽弹的口感来 而且汤水鲜香而不腥 先前她还怀着月姐时 有孕吐反应 除了腊肉 用其他法子煮的肉 也觉得太腥了 忍不住反胃 春娘婶做的肉食味道极佳 让人赞不绝口 她吃了也没反胃的感觉 叶儿姐 接儿出去街上时 听说了一件大事 翠鸭一面逗着月姐 一面神秘兮兮地说着 容青英看了她一眼 是遇到什么有趣的事了 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 翠鸭摇了摇头 语气里带着些许谨慎 压低了声音道 今日街上有一个姑娘 长得可漂亮了 我看都看了她好一会儿 现太爷看上了那姑娘 直接让人强行拉走了 翠鸭越说越愤怒 这不是就是光天化日之下 强抢名女的土匪之举吗 容青英文言猛然一正 现太爷强抢名女 可是上辈子 她见张义怀 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官 怎么会做出这种恶霸之事 容青英是不幸的 微醋着没问到 翠鸭 那现太爷长什么样 是否为年轻好看的公子 狗屁 翠鸭一想起那现太爷的样子 就觉得恶心 忍不住翠了一嘴 吓得咯咯笑得月姐 灯石愣住了 翠鸭哄了哄月姐 又压低了声音道 那现太爷 就像只七老八十的老肥猪 看了让人反外 压根就不是什么好看的公子 容青英心中遗憾 眉间错得更紧了 她记得前世裴灵云提到过 张义怀在科考之后 便来了九川县祖支县 如今都已经九月份了 支县还没换成张义怀 怎么这一世 却是与前世不同了呢 难不成这一世张义怀 没有参加科考 这会不会意味着 这一世与前世的命运走向 已经发生变化了 既然这样 那这一世 还会开凿运河吗 九川县 还会像前世那般富饶起来吗 要是富不起来 那自己精心谋划的发家计划 岂不是如竹篮打水一场空 虽说现在的日子 过得也不差 可赚得少 跟自己想的 还差十万八千里 另一面 如若这一世 也要开凿曹运河 那又是谁会被放到 这九川县来 现在这个支县贪污腐化 道德败坏 指定做不好这么大的事 说不准还会弄得名不聊生 越想越多的疑惑 缠乱如麻 容青英心里登时没谱了 不由得有些沮丧起来 隐隐还有几分 不知从何而来的不安 只是 因着日子过得平淡 这抹不安 也渐渐淡了 娘亲 我捉到了一条虫虫 如银铃般的智鹰 回荡在院子里 两岁的月姐 早就学会走路了 说话也比较顺畅 鬼灵精怪 又调皮捣蛋 容青英一听 顾不得水井里的水桶 连忙跑过去 见月姐手里捏着的 只是一条吃菜叶的小青虫 不是那种烫手的虫 这才松了口气 一把捉过虫子 扔在地上才死 容青英故作生气板起了脸 以后不准随便捉虫 要是捉到那种烫手手的虫 把你的手手给咬掉 月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被吓得愣了下 别这小嘴要哭不哭的样子 甚是可爱 容青英看着月姐那张白皙 如玉雪的小脸蛋 微微失了神 月姐越长大 模样轮廓愈发笑似裴灵云 若是月姐与她站在一起 这笑似之处 怕会愈发明显 不过 他们这辈子 大概不会有机会再见面了 她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 怕也不会想到 她生了的孩子 彼时 京城 爷 暗影传来消息了 裴灵云冷翘的目光 顺时落在杨潇身上 说 杨潇立刻递上画卷 这是暗影送回来的两幅画像 您看看是不是夫人 这画像除了一个很像夫人的女子 还有一个一两岁的女娃 主子对夫人最熟悉不过了 暗影拿去找夫人的画像 第一张画像 是主子自己亲手画的 后来便由画师帮忙画 但是在后来 不知从何时开始 主子自己画的画像越来越多 最后也不用另外找画师 来画夫人的画像了 此后的每一张画像 全都是主子自己画的 从没借他人之手 那便不可能有太大的偏差 故而 现在主子手里拿着的这幅画像 大概就是夫人的 除非这世界上 有另外一个人 长得跟夫人很像的女人 杨潇悄悄打亮着 面前的主子的神色 展开画卷的一瞬 男人淡漠的面色 骤然一礼 压抑三年之久的苦涩 相思之苦 如破事而出的竹 肆意疯狂地生长着 长得快要冲破胸口 容轻衣 裴玲云几乎要将画卷捏碎 幽深的双目 紧紧盯着画卷上人 视线渐渐模糊了 画卷上的人 轻翘脱俗 又疏色难掩 轻勾起阴唇 那双宛若猫童的双眸 依旧有着一股勾人的魅惑 勾紧了她的心弦 扮上之后 她看到第二幅画像时 心神轻轻一震 眸中无法克制的金颤 唇微微颤抖着 这幅画卷上的小丫头 梳着双压记 用两根红绸带绑着 小发际上 还沾了几朵飞红的绒花 小脸肉嘟嘟地 咧着小嘴笑 面颊两边 录着两个甜甜的小酒窝 像她 小丫头笑起来 神态似她一般美好 可眉眼轮廓 却与她如出一辙 她颤着英尼南来的名字 容清英 她竟如那日梦中那样 有了孩子 这孩子是她的 杨潇震惊了 她跟着裴玲云快三年了 几乎每日都是一张 冷得跟没有情绪 起伏一样的僵人脸 从没见过主子 表露过这么激动的情绪 貌似还哭上了 杨潇打心底里觉得 主子肯定很爱夫人 很想念夫人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耐心 每日都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 来画夫人的笑想 可要是这样 主子怎么会跟夫人分离 还是夫人自己躲起来的 真的怪在 还有那画卷上的女娃 应该就是主子的孩子吧 眉眼间看着跟主子 似乎有点像 她们在哪里 杨潇心头一紧 立刻到 九川 暗影说 夫人是在两年多之前 搬到九川县的 两年前生了一个女娃 叫荣岳 京城到九川的距离 不算太远 与她从新屋县到京城的距离差不多 日夜兼程 只需要七八天 可是来回也要半个月 在京中任职 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申请如此职常的休幕 况且只是几日的时间 又怎么能知足 京城皇都 北宫宣德殿 玉黎 你果真要去做那九川之县 玉黎 是裴灵云在籍贯之时 裴月仪给她取的字 云有竹之意 玉黎亦是竹美称 裴灵云面色肃正 拱了拱手道 是 陈衣想清楚了 这是唯一的选择 不可再错过 沈恒业不急不缓 轻笑了声 扬声道 好 既然玉黎一心为百姓着想 那便去吧 朕相信你能做好 再去看你姑母吧 开凿曹运和这件事事关重大 原本沈恒业是考虑让张一怀 去做这个九川的支县 他相信张一怀的管理能力 不过 如若这辙愿意去 他自然更放心 是 臣多谢皇上 裴灵云拱手败别了沈恒业 转头去了皇后宫中 殿内燃着淡雅安神的香薰 弥漫着淡淡清香 以你的能力 继续升迁定是没问题的 此次一去 说不定也要个三年五载才能回来 其中有什么变故都不得而知 你就不怕所有的努力都复之东流吗 裴月仪雍容地坐着 贴身的丫鬟站在一旁 拿着扇子给骑山峰 他看着眼前沉稳到不苟言笑的侄儿 十分不赞同他做出这个决定 关乎前途之事 怎能如此而戏 裴月仪面色显得不怎么高兴 玉璃 如果你 真的想要讨回容青英 也不必自荐 降职到九川当一个小小的支县 你只需命运将他带回来 好好带他 那不就好了吗 现在他升了一品 得到这个官职属实不容易 多少人到死都想爬到这个位子上 他倒好 说放弃放弃就放弃 放弃是一句话的事 可要想再回来 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这怎么能让人不心口堵塞 裴月仪摸了片刻 淡漠地扬了扬唇角 姑母 你原谅了皇上吗 裴月仪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定定地盯着他看了一瞬 深呼吸了口气道 好 既然你已经打定主意 那我也不必多说什么了 神色却不太好 不知道是因为提及了他与沈恒业的事 还是因为裴月仪太固执且不懂事 裴月仪心中惭愧 在裴月仪跟前跪了一跪 沉声道了句 对不起 姑母 膝盖碰着地板的声音 在听内响起 裴月仪脸色骤然一变 忙不迭起身将人扶起 有些不悦地道 说是就说是 跪什么跪 裴月仪喊着手 低声道 姑母 您放心 我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只是需要多些时间 裴月仪脸色好看了些 叹了一口气 行了 你要去就去吧 我不拦着你 他这侄儿也是 完全继承了裴家人的酱脾气 不过 若是真的把开凿曹运和 这件棘手之事做好了 沈恒业再怎么样 也得给他一个更好的官职 有时事打底 旁人也不好再智慧些什么 如此一想 裴月仪便放宽心了许多 在裴月仪临行前 裴月仪命人准备好了 南下去九川的行装 沈恒业私下给了裴月仪 一千两银子傍身 以辜负的身份 次日 裴月仪启程去九川 他这一走 在朝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要知道裴月仪原先是从穷乡僻壤 靠着科举 一步一步爬到这京都皇城来的 况且 又好不容易与当朝皇后认了清 再得皇帝重视 可谓是前路开阔 要离开京城去小小的乡县 想想就令人觉着可惜 汉林院士读学士一直 又空缺了下来 汉林院那群人怕事 都在绞尽脑汁 争夺着一职 沈恒业在考虑 要不要将张义怀提拔上来 日夜兼程 终于到了安平府 裴林云先去见了知府 再到九川县的县衙 衙门里 刘主布和李正等几个小官不敢怠慢 早早在听门口等候着了 一见到人 立刻笑着迎接 明里暗里的一顿奉承夸赞 新官上任 要处理的烂摊子和事物极多 可都忽略不得 衙门里的官员不敢懈怠 整理各个类别的册子账目 忙得脚不粘地 裴林云自己也忙得焦头烂额 夜已即日 一心只想尽快处理完这些事物 好去那轻衣巷里 暗影在得知裴林云要来九川 便找了牙子 在县衙附近寻了一处宅子 直接买了下来 裴林云忙到深夜 就住在那宅子里 轻衣巷里一如往常 左邻右舍你来我往 院子的葡萄架子下 三人围着一张八仙桌 用小刀将番薯切成条状 拿来晒番薯干 月姐儿是个活泼调皮的杏子 闲不住的 满院子跑 尤其是 还有一只两月大的小黄狗跟着 更是玩得不亦乐乎 这小黄狗 是巷子最里头 留待娘家的母狗生的小狗仔 刚来到九川时 容清英故意说自己的丈夫 在江南做大生意的 但过去两年多 见容清英的丈夫还没回来 不少人觉得 容清英肯定是被抛弃了 前段时间有喝醉酒的流氓 大白天就敢闯进院子里 来 胡言乱语 说些肮脏污秽的话 容清英泼了那龌龊之人一盆冷水 翠鸭拿着大扫帚 把人赶了出去 那时 容清英便想着 去哪里买只狗仔子 养大了看家护院 正巧留大娘家友 便捉了一只来 郑春娘看着嘻嘻笑笑的月姐儿 也跟着笑起来 这小妮子真有韧劲 容清英看了看女儿 眼里露出柔和 实笑道 太调皮捣蛋了 才两岁就皮实得很 也不知道像谁 阿爹小时候也经常说她调皮 可脾气就没有月姐儿这么讲 翠鸭轻哼了一声 得意地道 咱们月姐儿就要这么皮实 要是像那些个太娇弱的公主小姐 太容易被人欺负了 不成不成 郑春娘扑痴笑了声 看了翠鸭一眼 那些个公主小姐 有钱有势的 谁敢欺负 翠鸭哽了下 硬识道 我不管 我觉得咱们月姐儿这样就是最好的 想完就完 想吃就就吃 日子过得多开心啊 郑春娘性子爽朗 对这话也颇为赞同 听别人说 新知县来上任了 来头大得很 原本是在京城做大官的 也是个厉害的状员工 他们说新知县年轻 长得可俊了 那些个还未嫁人的姑娘 看了忍不住冻春心了 郑春娘笑着说去 容卿英一愣 惊讶了一瞬后 并无过多在意 浅浅一笑道 知县长什么样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能不能为咱们这些百姓着想 是不是一个好官 郑春娘点了点头 那倒也是 可不能像之前那个死肥猪一样烂 成天只想着 如何捞钱捞好处 欺压百姓可不行 想了想 看着脆鸭又接着道 不过 我就是想着 肥水不流外人田 要是那新知县还没澄清 要是脆鸭能拿下她 我才不要嫁人呢 春娘沈 你就饶了我吧 郑春娘话还没说完 脆鸭就急忙打断了她的话 用可怜巴巴的语气 跟郑春娘说着 这两年来 郑春娘每每一看的好男人 就想让脆鸭相看相看 奈何脆鸭不愿意嫁人 死活说不动 连容卿英都劝不动她 郑春娘这才不得不 歇了当红娘的心思 你这小妮子 脾气也够酱的 脆鸭毫不在意 无所谓到 澄清有什么好的 我可想不出一个点来 郑春娘不同意这说法 澄清了就澄家了 有个伴儿相互扶持到老 这就不挺好的吗 脆鸭嗤之以鼻 春娘沈 你遇到了周叔那样的好人 自然是好的 但这运气不是谁都有的 郑春娘愣是说不出 什么反驳的话来 容卿英认可脆鸭说的话 靠别人还不如靠自己的好 就如现在的生活 多轻松自在 她笑着瞅了眼 郑春娘 春娘沈 你的好意 澄清不澄清这事 就随缘吧 郑春娘常常叹了口气 翠鸭生在一个不好的庄护人家 容卿英有爹娘疼 可爹娘早逝了 成了亲本 应该有个依靠了 丈夫又不知所踪 一个消息都没有 二人也是苦命的 好在老天眷顾 二人在九川越过越好了 容卿英早就得了消息 要开凿曹运河了 新来的支线 估计就是为这是来的 早在一年前 容卿英绣了一件衣裳 秋水阁掌柜卖了一个好价钱 也让秋水阁名声大噪 宁香阁因为时常会出一些 别地没有的款式 店里也比以往热闹了许多 秋水阁的掌柜 渐边动了心思 跟容卿英提了一嘴 让他只为秋水阁出新款式 秋水阁完全可以多开一个小铺头 专卖首饰 容卿英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秋水阁掌柜的提议 宁香阁的掌柜 每次都收他做的首饰 且不怎么压价钱 对他来说也算是巨大的帮衬了 他不能干这么缺德的事 秋水阁掌柜也明白 就没抢球 不过还是让他入股秋水阁 每月可得一股分成 协议每月至少 要设计一套新款式的衣裳 如若再交些荷包手帕子之类的绣品 可另外算工钱 这些要求对于容卿英来说 要完成不算难 也是用心去做 东西卖得越好 他能拿到的分成越多 当即就答应了 若是九川县富饶起来了 那他能得的钱只会更多 但只依靠秋水阁这一股的分成来钱 不是一个好想法 谁也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有变故 恰好听说石西村有人卖田 容卿英花了大半的积蓄 在石西村买了五亩粮田 其中四亩地租给了电农 留着一亩用来自己种地 今年种了三分地的番薯 挖了一半的番薯出来 蒸熟了去皮后切成条 在大日头底下晒两三天 就能晒成七八分干的番薯条 用来当灵嘴小吃正合适 剩下的一半番薯 用来蒸熟了吃 或者煮番薯糖水 用倒糯米粉混着做瓷巴也好吃 去年过年之前 又在石西村买了一间屋子 屋前屋后大片大地方都是屋主的 刚好可以用来养鸡鸭养猪 顾了个妇人帮着看 等鸡鸭长大了 想吃的时候 直接过去另一个回来宰了吃 一年到头不缺肉吃 还有十七日就是八月初五了 那日是月姐的生辰 必定要好好庆祝 到时至少得宰个鸡 容卿英思绪飘到别处去了 想着今年如何给月姐过生辰 郑春娘卖来的官子道 你们可知道那新知县叫什么 容卿英没留意过 翠牙吃笑道 不晓得没打听过 春娘神你就直接说吧 郑春娘瞅了她一眼 哼了声道 你个小妮子 一心掉前眼里 成日为了赚钱 忙得不亦乐乎 都不关心别的事 新知献姓陪 荒当 府一听到这个姓氏 容卿英一下没拿稳刀子 姓陪不稀奇 可恰好姓陪的年轻壮员工 且原是京城的大官 似乎只有她一个 容卿英上辈子在京城住了十几年 那十几年间听闻的 裴姓壮员工 唯有她一个 郑春娘注意到她的动作 且是一副惊呆的模样 便问她 清英 你怎么了 翠牙也担心 是不是弄到手了 容卿英连忙压下凌乱的思绪 说不定只是巧合 这辈子跟上辈子发生的事 或许是不同了 姓陪的壮员工也不止一个 且她在京城当官当得好好的 又怎么甘心来这种县城 做一个地方之县 像她那么野心勃勃的人 绝不可能会做出 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容卿英在心里如此安慰自己 摇了摇尾扯了下唇道 无事 怎么听了支县大人的信 就惊成这样了 郑春娘一面嘟囔着 一面查看她手 见她的手上 除了一些粗糙的老茧 没别的伤口才安心下来 倒是脆压不知怎的 忽然想到了举人老爷 也是个姓陪的 以前她还在青山村时 就听人说过 陪举人以后 说不定是个状元工 那样 他们村就可以免一部分税 那会儿 村里人都盼着陪举人能高中状元 她家那几个烂人 也是如此期盼着 可谁能想到 容卿英与陪举人合离了 并且还离开了青山村 那群人应该要气吐血了吧 翠鸭出神地想着 目光不由自主地 落在容卿英脸上 不禁担心起来 要真是陪举人 那一二姐和月姐儿 翠鸭越想 眉间皱得越紧 心里十分不踏实 便问郑春娘 春娘沈 你可知道 支县大人的全名是啥吗 容卿英听到翠鸭问出这个问题 不由的心头一紧 摇头叹道 不晓得 没人敢打听支县的名字 就算知道了 也不敢直呼支县大人的名字 想来也是 翠鸭便作罢了 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容卿英的心 还是悬着的 郑春娘不知他们心里想什么 晒好了番薯条 顺手拿了一根塞进嘴里 道了句 太阳快落山了 我先回去煮餐食了 容卿英勉强露出笑容 好 过两日等着番薯条晒干了 我便拿写给你 好嘞 站在院门外许久的男人 俊朗的脸上不见喜色 仿佛凝了一层冷霜 没有听到他们几个 提及之线的话 最后只听闻一陌生妇人 说要回家的话时 漠然回神 慌忙走出轻衣巷 明明只有一墙之隔 只要门一打开 他便能见到这个狠心的妇人 他已有三年之久 不曾见到她了 还有咯咯笑的女儿 但心中却不知为何 生出一抹似近乡情切的 枉然苦楚 让她始终无法抬手敲门 爷 知府派人送来了请柬 邀请您明日去春江楼燕影 两位参军 安平府通判 以及九川县的县城 县位和主部等都会一同出席 为您接风洗尘 说是明日有胡姬来奏乐表演 据说这支胡姬乐舞 是江南最有名的 许多人都抢着买票子去看 在九川的商谷 基本上都要去看一看 杨潇瞧着主子神色淡漠 有些不确定 便问道 爷 您要去吗 去 裴凌云声音冷然 现在她只是一方之线 比自己品级大的知府有心邀请 哪有不赴约的道理 裴凌云回到住宅里 便给知府回了请帖 爷 您今日见到夫人了吗 杨潇实在压不住好奇问 裴凌云眉目锐利无比 面色濒临临地 道出两个字 多嘴 杨潇 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挂在夜幕中的月亮 散发着淡淡的冷光 裴凌云站在窗帘前 仰视那抹清灰 思绪渐飘渐远 她说过最喜欢月亮了 无论是月亮变什么形状 都是极好看的 同一轮名月下的清衣相 却显得热闹多了 娘亲 汉颜哥哥来了 月姐满脸迎着笑意 迈着小短腿 跑到容清英身边 抱着她的腿 笑嘻嘻地道 汉颜哥哥 还带了好吃的糕点过来 月姐养着一张稚嫩小脸 转而晃着容清英的手 撒着娇道 娘亲 快过去 容清英哪里还不知道 这儿的心思 近了近手 捏了下月姐的小鼻尖 扯唇笑着打句道 是你自个等不及想吃 还是想让娘亲快去吃 月姐小脸一红 哥哥笑着躲开 容清英无奈失笑 跟了过去 周汉颜将糕点 放在葡萄架子下的八仙桌上 笑容温润 清英姐 这是何香楼新出的糕点 来尝一尝 说吧 目光在院子里扫尸一圈 似乎在找什么人 好 谢谢你 容清英笑意融融 家里没米了 脆压便想 趁着宵进之前 将米买回来 已经出去好一会了 大约快回来了 周汉颜面颊微红 有些不自在地摸了摸后颈 现而暮色灰蒙 不能让人瞧出来 偏偏月姐儿 还是个咸不住小嘴的 嘴里吃着糕点 又调皮地道 汉颜哥哥在等小姨母 小姨母说的便是脆压 周汉颜被小丫头戳破了心思 也没气恼 俊脸浮现淡淡的笑意 月姐儿生得好看极了 乌溜溜的大眼睛 眨巴眨巴的 那模样水灵灵的 可讨人喜欢了 周汉颜也很喜欢这个小丫头 浅笑问 月月 好吃吗 月姐儿乐得摇头晃脑的 好吃好吃 月月有没有跟哥哥说谢谢 容清英用手帕子 给月姐儿擦了擦脸蛋 顺便问了周汉颜一句 有没有捎带一份回家里 总不能顾此失彼 周汉颜点了点头 带了 店娘吃过了 他们也很开心 清英姐放心 这便好 容清英端了饭菜出来 放到八仙桌上 看了暗沉的天色 大约很快要到消尽时间了 脆压还没回来 不免担忧起来 不会在路上出什么事吧 周汉颜目光频频看向门口 面上浮现些许胶着 清英姐 要不我出去找找看 哐当 门猛地被推开 又迅速被人拴上 这一声震响 将院里的三人吓了一跳 脆压急哄哄地跑过来 手上还拎着一袋沉甸甸的米 看她这么着急慌忙的 且气喘吁吁的样子 像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路跑回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可有人欺负你了 容清英满脸担忧 月姐儿跟着容清英身后 声音脆声声的 小姨母 是不是有怪物在追你 这丫头爱听小故事 总缠着容清英 给她说小故事 前世看了不少画本故事 容清英挑着剪着给月姐儿说 不然就是自个编故事 月姐儿天资聪慧 脑瓜子赚得快 小小年纪便能记住不少小故事 跟翠鸭一块玩的时候 又给翠鸭说小故事 故而 翠鸭也知道 月姐儿为什么能问出这么一个问题来 不觉着惊讶 没有怪物 难不成月姐儿想看怪物 月姐儿似自己想到什么 可怕的怪物 连忙摇头 不要 有了月姐儿这个小机灵 插了一道话 几人便没那么紧张了 翠鸭顺了顺促气 瞥了眼周汉炎 笑了笑 故作轻松 其实也没啥事 就是官府的人在外边巡逻了 我怕被他们抓 所以才急急忙忙跑回来的 这话的幸福力不多 就算再怎么着急忙慌的 也不至于开个门 都闹出这么大一个动静 见翠鸭的神色 有些犹豫顾虑 容清英便猜到 是因为周汉炎在这里 才不方便将这事说出来 周汉炎也不是个 什么都不懂的木头疙瘩 心知翠鸭没有说实话 是因为自己在这里 虽心中有些怅然 却也能理解 与其温和与翠鸭道 这糕点味道不错 月月很喜欢吃 你也可以尝尝 他这般善解人意的模样 倒是让人有些故意不去了 翠鸭神色微有闪烁 心虚地看了他一眼 道谢 谢谢周公子 周汉炎心中闷闷的 不过面上 还是有温雅的笑意 不必跟我客气 话语间 他从衣兜里拿出几张纸票 面色有些不自在 明日春江楼胡鸡演奏 听说 这只胡鸡乐舞跳舞与奏乐很不错 买票的人也很多 我买了几张票 想要你们一块去看 我爹娘也会去 今日春江楼可多人在排队了 票价也不算便宜 春江楼的老板 看在他有举人的身份上 把票卖给他 翠鸭低下头 看着他手里捏着的几张票子 不禁吃惊 他们几日前还才听说了 有一群胡鸡要去春江楼演出 演出时间还没确定好 这些票子 就已经提前卖了一大半 一个演出 都能弄出这么一个阵仗来 他们当初还商量着买门票 到时候一起去看看的 但问到票价时 一张票子竟然要20文 小孩子也要票子 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 今日又听说 最后一些票子的价钱 已经提升到50文前一张了 这价钱 着实能把人吓一跳 一张门票卖这么贵 跟抢钱有什么区别 三个人就要150文 挤在一堆人之间看演出 一点都不划算 他们就不打算去了的 可现在周汉炎 竟卖了这么多张票子 容情依也想到了 这门票的价格不便宜 若是翠鸭确实想跟他们一起去看 那到时候 再将门票钱给回周汉炎就行 不是什么大事 便等着翠鸭的答复 娘亲 胡姬是什么 能吃吗 这话逗得几人一时哭笑不得 容情依笑着解释 胡姬是很漂亮的姐姐 不是吃的 哦原来是姐姐 那有多漂亮 能比娘亲还漂亮吗 还有月姐儿的问题 一个接着一个 让人有些头疼 容情依并无厌烦之色 而是耐心地逐一回答她的问题 那娘亲 我们要去看胡姬姐姐跳舞吗 月姐儿眨巴着水蒙蒙的大眼睛问 周汉炎便趁机说 情依姐 你看月月也想去 左右月月也没见过胡姬 不妨一道看看吧 翠鸭其实也有些心动 因为她也没见过胡姬 只不过先前因为价钱太贵了 想着不划算 还不如用这些钱去买些好吃的 接着 又听周汉炎继续说 若是玩得开心 那花这点钱也是值得的 赚钱本来是拿来过好日子的 听她这么一说 翠鸭便觉得豁然大悟 看了看周汉炎 又看了看容青英 若有所思 容青英倒是觉得无所谓 不在乎这点小钱 主要是看翠鸭想不想去 且周汉炎存了什么心思都能猜到 只不过 翠鸭现在大概还不能领悟到 月姐儿也下意识地盯着翠鸭看 睁着乌流水润的大眼睛 格外灵动 顶着三双灼灼目光 翠鸭只好点头 对周汉炎道 去吧 哦 好哎 太好了 月姐儿顿时就欢呼雀跃起来 手舞足蹈地 绑在双压记上的红绸带 随之跃动 几个人笑成一团 周汉炎心中郁闷消散 露出温和的笑 时候不早了 我便先回去了 好 容青英将人送出门口 月姐儿嘻嘻笑笑地 对周汉炎摆了白手 汉炎哥哥白白 瞧着月姐儿俏皮可爱的样子 周汉炎一阵心软 笑着回了月姐儿一句 才转身回了自己家中 院落中再度安静下来 此时天色已黑沉 容青英拿了灯盏出来 吃饭吧 边吃边说 先前猛跑了一道 翠鸭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端起饭碗扒拉了半碗饭 喝了一口茶 才道 依儿姐 你可知我去买米的时候 碰见谁了 容青英眉心微微一动 猜不到 你就说是谁 翠鸭长相越发出落了 心性也跟着成熟了不少 不似两年前跟个孩子似的莽撞 翠鸭左顾右盼了下 警惕地低声道 是裴举人 容青英喉咙一梗 脑袋四温了一下 半场没回过神来 固然先前猜测 新支线可能是裴凌云 可真正确定了是她 还是不免感到惊奇 翠鸭反倒是不疾不徐了 我在街上跟人打听了下 裴举人如今是咱们这县城里的支线了 也就是春娘婶说的新支线 翠鸭又喝了一口茶 叹了口气 实在想不通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这妖巧合 要是以后真的面对面碰上了 容青英呼吸一致 目光落在抓着鸡腿啃的月姐 心间又开始坠坠不安起来 上辈子他们裴家人 便是拿着月姐 要挟他妥协 让出正气的位置给王云宁 虽然他们裴家人不待见他 可月姐与锦哥 始终也是他们裴家的种 对这两孩子也疼爱 说到大敌 也是重视血脉 普通百姓都祈求多子多福 更何况是裴家那般 有大足底蕴的人家 且到了裴凌云这一代 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后代 就更加重视血脉了 月姐长得像他 一眼就能瞧出来 故而 容青英担心裴凌云知道后 会抢走她的月姐 明自古很难与关斗莹 若是她硬要抢了月姐 她就算以死相逼 也无法将月姐要回来 一二姐 你是不是害怕见到她 烛火摇曳 翠鸭见容青英面色不太好 甚至似乎还有些惶恐 便问了出来 容青英还没说话 月姐抬起头 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流转 亲自的声音透着疑惑 娘亲 小姨母 你们在说什么呀 是在说怪物吗 小丫头就怕怪物 小脑袋瓜子里 也不知想出个什么东西来 一直一说到害怕 就想到怪物 对上女儿清澈又好奇的眼神 容青英缓缓虚了口气 轻轻一笑 不是怪物 是娘亲不喜欢的人 所以不想见到她 哦 小丫头似懂非懂 可翠鸭却是知道 她是什么意思了 心里头很不适滋味 又看了看月姐那张可爱的脸 不由地生出 与容青英一样的担心来 爷儿姐 如果真的跟裴举人 那位支线大人碰上面了 咱们要打算怎么办 总不能又搬走吧 容青英文言微俗的眉间 却缓了下去 面色淡然 我们好不容易在这里扎个根 生意都已经开了个头 哪能说搬就搬走 再说了 事已至此 想搬走也得她同意 没她批的路影 我们能搬到哪里去 这话说得也正确 翠鸭沉沉吐了一口浊气 又是愤愤骂道 天大地大 这坏东西怎么偏生来了 咱们这九川县当 翠鸭 容青英连忙呵止她 沉着没提醒她 慎言如今九川是她说的算 若是被旁人听见了去告状 谁也不知道 会不会生出什么祸端来 翠鸭一口怨气 闷在胸口里 抿着嘴唇 哭丧着一张脸 容青英深呼了口气缓缓道来 见到她就见到她吧 不可能躲一辈子 况且我没做亏心事 只要我不认 月姐儿就只是我自己的孩子 只是得好好想的法子与她抗衡 她那人不是什么两袖清风的证人君子 能抓到她的把柄 最好是能拿捏她命脉的把柄 那便再好不过了 一日晌午过后 春江楼早早就开门了 等他们到的时候 已经人头攒动了 春江楼是九川县最大的酒楼 附近一带的官人商谷 一共有三层 装潢也很富贵华丽 只不过比起京城最有名的天运楼 稍微逊色了些许 这人可真多呀 郑春娘笑眯眯道 脸上全是喜悦 可不是吗 老子好久都没凑过这等热闹了 周大彪附和着妻子的话 一身健壮的肌肉 严形举止五大三粗的 实打实的操汉子 郑春娘却是个江南女人 身板稍显单薄 个子不算很高 刚嫁给周大彪那会儿 还是说话温柔内敛的 而周汉妍 多半是继承了些 郑春娘原来的性格 加之有疏香气息的浸润 而温润如玉 温文尔雅 郑春娘与周大彪 成亲三五年之后 渐渐地就放开了性子 说话也不似从前那般温声细语 能吆喝着嗓门 跟别的妇人对骂了 但周大彪很欣赏 妻子郑春娘凶巴巴的样子 性格太温软了 那些个缺得玩意 就会欺负人 她可不想她媳妇 在她不在家的时候 受人欺负 容清英一直觉得 郑春娘与周大彪 很有夫妻相 几个人找了位置坐好 容清英抱着月姐儿 月姐儿看着这么热闹的地方 显得异常兴奋 左看看又瞧瞧 小动作就没停过 很快 演出就要开始了 忽然又来了一群人 往最前排空着的几个座位上坐 一张熟悉到骨子里的脸映入眼中 容清英的脸色 有一瞬间的僵硬 眸中近视压异 男人身高近七尺 着了一身得体的藏蓝色长衣袍 白玉腰带竖着轻瘦的腰身 趁得身形愈发挺拔青月 健眉心目 容颜清俊 浓黑的头发 竖在白玉发官之中 她这般装束 在一群达官贵人中 已算是低调了 可身上那股沉温冷铃之风 与这喧闹人杂的春江楼 格格不入 与前世那个在京中围观 使劲手段往高位上爬的裴玲云 几乎重合了 只是这一世的 她似乎将那些阴力逼人的神色收敛了 多了一分事故圆滑 虚情假意地缝引着身旁的官员 那人似乎有所感应一般 忽然往她这边望过来 煞时间 两人的目光猝不及防地相对上了 裴玲云身子猛的一阵 她怀里抱着一个 梳着双压计的小丫头 那小丫头面颊粉嫩 眉心的花垫点缀得极好看 这便是她们的女儿吗 她心跳如雷鼓 目光落回她脸上 那张依旧如出水芙蓉的脸 与画卷里的人儿如出一辙 穿着松绿长裙 外面套了件棉白的挂子 难掩玲珑恶之态 但扫额眉 输了个简单的妇人计 沾着一只白玉簪子 簪子上坠着一株玲珑白玉 温雅柔和 只是她那神色 除了有一瞬的惊讶之外 冷淡得极快 这几日被压在心底的酸色感 疏然慢及胸腔 裴玲目光沉沉地拢着她 漠黑的铜人 似身不见底的暗冤 射人心魂 容秦英的眸底 浮起一抹冷色 下一瞬便挪开了视线 眸色又轻又淡漠 大厅内秦英悠悠回响 青阳空灵 裴玲见她这般漠然疏离 唇角扯出一丝冷力的笑 倒是无情了 如今见着她能摆出一副 不认识她的冷漠样子了 玉璃 怎么了 裴玲即便心底漫着冰冷 面上依旧波澜不惊 她惯不喜在外人面前 显露自己真实的情绪 她垂下眸 将那抹乖丽的冷意 掩在眸底 无事 坐吧 台上 首位胡姬缓缓从屏风后 一步而出 年轻貌美 梳着飞天际 沾了好些金银首饰 长相颇有抑郁风情之美艳 腹弱宁知 腰如束束 穿着清凉袒露 身上披着一轻薄的红纱 曼妙起舞 漂亮的锁骨之下 一片雪白若隐若现 这等装扮 与那些个青楼女子 有些笑似 一瞬间吸引了一众目光 不少男人看得猴头一滚 恨不得一跃到台上 将每人抱入怀中 这只胡姬乐舞 一共有十五人 个个都是妖娆妩媚的美女 缠在玉璧的薄杀如雾 翩翩起舞 颇为撩动人心 这胡姬之乐 果然名不虚传 这貌相堪称尚成 舞姿绝妙不可言 知府大人嘖嘖撑上 转头看向裴凌云 扬了扬眉问她 玉璧 你觉得如何 裴凌云清俊的脸无波无澜 轻描淡写开口敷衍道 尚且还好 眼前歌舞营绕 她的脑海中 却浮现出那张焦丽玉面 谁都不及她 那香脆鸭 才从巨大的震惊中缓过神来 连忙拉着容轻音的手 颤着声音问道 依儿姐 刚刚那个是裴举人吧 我应该没有看错 容轻音抱着月姐儿 漫不经心回 嗯 你没看错 确实是她 翠鸭咽了咽口水 看着笑得开朗的月姐儿 心如同悬在刀尖上 那她刚刚肯定也看到月姐儿了 这怎么办 周围人声说话声嘈杂 人们的注意力 几乎都集中在台上的胡迹歌舞 无多于心思 听他们俩说悄悄话 除了周汉言 本来她的目光 是落在翠鸭脸上的 只是恰好看到了容轻音 眼神直直看向那位 风光济月的支线大人 其二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微妙 那支线大人 似乎也是认识容轻音一般 暗沉的眸光里 浮现一丝难掩的眷恋 那一瞬便能察觉出一些端倪来 周汉言直觉 这新支线来着九川线 怕是别有目的 余光里瞥见身边的翠鸭 与容轻音在窃窃私欲 容轻音的心却是淡定了 翠鸭咬了咬牙 如同将要复死一般 要是她敢抢走月姐儿 我跟她拼了 月姐儿这会儿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顺时转过小脑袋看着两人 翠声声道 娘亲 小姨母 谁要抢走我 那小眉间微微拧着 小脸上挂满了疑惑 却甚是可爱 翠鸭让她逗得散了散心里的郁闷 捏了捏小丫头肉嘟嘟的脸颊 逗了逗她 怪物要来抓你了 小丫头听了这话 默然瞪大了乌溜溜的眼睛 小脸上的疑惑 让害怕取而代之 翠鸭乐乐 眉目飞扬 骗你的 没有怪物 月月不用害怕 月姐儿转了转眼睛 捏紧了小拳头 捶了下脆压的手臂 嚼寒沉颜 哼 小姨母坏 月姐儿这般憨态可惧的小模样 让容青英忍不住笑出了声 一场演出结束 许多人看得意犹未尽 见胡姬陆陆续续退场 不由地叹息 容青英面色淡然 心中的所有起伏 早已被拉平缓了 一场演出滑而不实 只是好看的胡姬有看头 郑春娘吐槽了剧 也就那样 没什么好看的 也就这些男人最感兴趣 周大彪立刻为自己伸冤 我可没说我爱看 我也就只看了几眼 其余的时间都看着夫人你了 周围还有不少人 周大彪声音又红亮 引来了不少注目 郑春娘面色一红 伸手在周大彪身上 狠狠拍了一巴掌 沉怒道 你压的 光天华日说这作甚 你不害臊 我还得要脸 周大彪笑了笑 牵着郑春娘的手 往春江楼二楼走 容青英和翠鸭笑着跟了上去 周汉言个子高 力气大 则是抱着月景 他们几人还准备在这春江楼 一块吃顿饭再回家 反正来都来了 三楼一整层楼都被官员包下了 只有一楼和二楼是开放的 不少来看演出的商骨们 都聚在二楼聚一聚 各个穿着华丽的服饰 女子更是荣庸华贵 容青英忽然碰见一个 看着有些眼熟的女人 仔细想了想才记起来 这人是谢亦然 她是前世张艺怀的妻子 可今生张艺怀 不是九川县的支线 那这位谢亦然的良人 也会跟着变了吗 容青英正想着 站在谢亦然身边的男人 忽然转过身来 男人眸光一亮 青英 你怎么也在这里 这人是九川县里 玉筹布庄的少爷谢家喜 玉筹布庄是九川县最大的布庄 甚至在整个安平府 也是能排得上好的 容青英愣了一瞬 你不是说去江南谈生意了吗 一月之前 谢家喜跟着她哥哥去了江南 想与江南一丝仇富商 谈庄生意 谢家喜在临行前 特意跟容青英道别了 说约莫要两三个月才能回来 现如今才过了一个多月 谢家喜面色微炯 倾壳了声道 江南那生意 由我哥就行了 我在那里实在住不惯 给我哥留了一封信 然后就回来了 郑春娘和周大彪夫妻俩 还有脆鸭健壮实相的 先去找了张空桌子坐着 周汉言怀里的小丫头 愣愣地盯着谢家喜看了好一会儿 小叔叔 稚嫩的声音里 带着疑惑不定 谢家喜时常带零食糕点来清一项 与小丫头相处得好 本来只是叫叔叔的 后来容青英带着小丫头到街上时 同时遇到了谢家喜和他哥谢新年 小丫头鬼灵精怪的 自作主张的叫谢新年大叔叔 叫谢家喜小叔叔 好在谢新年也喜欢小丫头 并不为此生气 听到小丫头叫了声自己 谢家喜顿时哈哈大笑了几声 看了眼周汗言 朝着月姐儿伸出双手 月月能不能让小叔叔抱一抱 好 月姐儿那志同之音 回答得爽快俐落 张开了两只小手 微探出身子迎向谢家喜 谢家喜眉眼带笑 将月姐儿抱进怀里 一手托着小丫头 腾出一只手 捏了捏小丫头肉乎乎的小脸蛋 这才满足了 谁让这小丫头 着实是太可爱了 谢家喜是认识周汉言的 并且两人的交情还不错 有时也会一块句一句 跟她寒暄了句 最近过得怎么样 周汉言笑容温润 挺不错的 谢家喜想到 先前跟周汉言说的事 便说道 先前跟你说的那件事 等会儿吃了饭之后 咱们再聊一聊 周汉言点了点头 好 没问题 那不如我们同你们一起吃吗 谢家喜这时才想起来 还没有跟这几人介绍谢义然 目光自然而然地看向容轻英 开口介绍道 轻英 这是我堂妹谢义然 我亲姑母的女儿 姑母嫁去了江南那边 依然是在江南长大的 想过来这边玩玩 便同我一块过来了 谢义然在来九川的路上 就听谢家喜提过容轻英 客气地跟容轻英行了行礼 声音温柔 容姐姐好 这一举动 可把容轻英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扶着她 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论门梅家底 她一个乡里村妇 哪里有资格 让一个豪族小姐 给自己行礼 但谢义然并不在意这些 行礼只是个表示尊重的动作 她也惯不会以门梅阶级 去衡量一个人 是否值得交往 姐姐 你好漂亮呀 月姐瞧着谢义然好一会儿 忽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谢义然文言 有些神色有些羞涩 语气很柔和 谢谢你啊 你也很漂亮又可爱 月姐竟然也会害羞了 她在谢家喜的肩头上躲着 可爱极了 让几个人皆是忍俊不惊 这边嬉戏笑笑的 却没有注意到站在三楼的狼五处 助力着一道挺拔偏然的身影 斜着满身的阴力 狼五上方的灯盏 散发着幽黄的光 男人的俊容 笼罩在昏黄的光影之内 薄唇紧紧抿着 仿佛在极力压抑着什么 裴灵云想出来看看 这女人是否在吃饭了 本是打算让小二多送去一些菜 不曾想见到的是 这个场景 尤其是看到她对那个男人 面露坦然的笑容时 一股没有来的酸涩 涌上心头 对自己冷眼相对 对那男人就笑容满面 如何能让人舒心 将她气得更狠的是 软萌软萌的小丫头 竟然还主动让那男人抱 她早已查过了 她没有与人澄清 所以他们是何时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 玉璃 快来吃了 菜上桌了 县城从李湘出来 走到裴灵云身边 却见她满脸清气 心头一紧 楼下热闹非凡 那女人也嬉皮笑脸的 裴灵云收回目光 眉冷冷峻 淡淡掀了掀唇 嗯 走吧 县城一面将人往李湘影 一面在心里揣测 这位大人生气是什么缘故 这里湘很大 是整个春江楼最大的包厢 先前在楼下表演的胡姬乐舞 此时又在这里香烟舞声歌 这批人方才才看完了胡姬表演 这回又在最大的包厢里喝酒作乐 甚至还叫了安平府 及有名的那几个青楼头牌花魁 圆桌上摆满了美酒佳肴 焦白炒猪肉 春笋鱼羹汤 红烧乳鸽 麻辣豆腐 还有一道杏苏饮 和白萝卜炖鸡汤 裴灵云看着那道熟悉又陌生的菜肴 愣了好一会儿 她已有两年多 没有吃过这道菜了 这炖鸡汤的味道 在记忆里早变模糊了 如今再一看 裴灵云猴姐滚了滚 慢慢将那方才生起的一丝酸楚压下去 大人 这些都是春江楼的招牌好菜 出了名的好吃 您尝尝看 县尉笑眯眯张罗着 见裴灵云的眸光 一直落在那萝卜鸡汤上 便立刻换来小二 让其给裴灵云盛了碗鸡汤 搁在他面前 裴灵云眸色微炖 清冷的目光 明珠装满了 萝卜与鸡肉的汤 半上眉之声 县尉在这春江楼 吃这道菜的次数都数不清了 挺爱吃这道菜的 这萝卜炖鸡汤 在春江楼 也是一道口碑极好的菜 他心中笃幸 裴灵云定会喜欢 裴灵云用汤匙咬了一口汤 送入口中 汤的浓香味道 在口中散开 县尉七许问道 玉璃 您觉着如何 萝卜不够爽口 口感稍微绵软了些 鸡肉不够鲜香滑嫩 甚至还有一丝肉腥味 不好 一点都不好 不及他炖的好吃 不是那个味道 裴灵云食不甘味 却道 尚好 县尉扬声笑了起来 开始边吃酒边 说着春江楼买只九川县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推杯换盏 听着他们互相说一些吹捧的话 偶尔回两句无关紧要的答复 酒宴之间 无非就是官场上 鳄鱼奉承的那一套 裴灵云清楚 自己只是一个支县 却能让这些大小官员 对他如此客气的缘由 不说别的 单单将他与皇后 是孤侄这层关系拎出来说 也能让这些人有所忌惮 而他自己 三元吉地 十八岁便入汉陵院 三年又生一品 风光无限 但也有不少人不信服他的能力 在酒桌上烧喝了几杯酒 他的酒量还算过得去 却还是以不胜酒力为由 便跟这些大小官员说要回去了 扶一出门 便又瞥见楼下那桌人围在一起吃饭 热热闹闹的 而他的发际上 什么时候多了一沾孔雀灵花样的点催不摇 不知坐在他身边的那男人说了什么 他脸上露出从容而明媚的笑容 顿时气的胸间好像燃了一团火 不过他很快便忍住了 转身于几个大小官员 拱手作一告别 信不往二楼走 县尾看着裴灵云的背影 摸了摸胡须若有所思 怎么感觉裴公子不太愉快的样子 县城也往二楼看了又看 也没看出有啥怪异的场面 那乡裴灵云去了二楼 不远不近地看着他的妇人和女儿 冷力之意渐渐漫上眼眶 这边几人也吃完了 谢家琪抢着截脑账 容情音起身一抬头 便看见了不远处的男人 身形一顿 神色淡了下来 几个人中就只有容情音和翠鸭 还有个周汉炎知道 对面的人是支线裴灵云 只当不知道或是没看见 容情音转身走了 走着走着 肩头不小心让人撞了一下 脚跟瞬间湿了平衡 身形一偏 还以为要摔在地上了 腰身被捞回去 谢家琪搂着他的腰 看他露出如劫后余生的神情 忍不住就笑了起来 有我在 就不会让你受伤 不用怕 让周汉炎抱着的月井见此 小手拍了起来 奶乎乎地在一旁起哄 欧小叔叔是英雄 以前容情音跟他讲故事时 跟他说了 救了好人的人能成为英雄 不常想 月井竟能记住了 还知道用来夸人 几个人忍俊不惊 月井这话 打散了容情音脸上的尴尬之色 对谢家喜说了句谢谢 这边发生的一幕 都让站在身后的那人 静收眼底 尤其是看到那白脸男人的手 揽在他的腰上 顿时让他呼吸一沉 下一瞬 他便挪开了目光 将所有情绪掩在长节下 克制着内心的怒念 转身大步离开 再不走 怕是控制不住自己 走在另外一边楼梯的 容情音偏了偏头 看了眼那道前世 一直惺惺念念的身影 那身影似隆着淡淡的幽记 容情音眼洁轻轻地颤动了下 而后又觉得 自己想多了 他想要的都得到了 怎么会消沉 不知道是不是他还没将月姐儿 认出来 还是觉得 他已经重新嫁人生子了 不觉得月姐儿是他的孩子 但他没静止上前来 当着众人的面质问他 或是将月姐儿抢走 悬着的心回落了些许 不过还是 无法完全放下心 他心思极为深沉 一直都揣测不清 他到底在想什么 没一会儿 几个人出来春江楼门口 却直面与裴凌云相碰面了 恰好 裴凌云的目光看向他们 清零零的 周汉言 这回实在不能当作没看见了 只能朝着对面的男人拱手作一 恭敬问候 久仰之县大人大名 今日得见 不胜荣幸 此话一出 让郑春娘夫妇 与谢家堂兄妹二人 结为震惊 谢家喜便立刻道 小人谢家喜见过裴大人 谢公子不必如此客气 裴凌云伸手示意了下 谢家喜眉飞色舞的 早就听我爹五哥说过 您不仅相貌堂堂 且还满腹经轮 还让我多 向您学习学习 今日得见 幸会幸会 见过大人 见过大人 郑春娘反应过来之后 夫妇一口同声道 翠鸭不情不愿地跟着喊了一句 语气敷衍 月姐儿抱着容轻英的大腿 抬着小脑袋望向裴凌云 好奇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怯怯声声 容轻英俯着女儿的后脑 神色平常而淡然自若 就好像不认识她一样 垂下眼眸 恪守名剑官的尊卑礼仪 裴凌云眉目认真地视至她脸上 不可控地捏了捏衣袖口 随后语气淡然道 嗯 不必过于拘束 容轻英又行了个礼 多谢大人 裴凌云只恩了一声 便拂袖上了马车 没再多看女人一眼 谢家喜与周汉颜有事要聊 命人将谢亦然送去谢府 两人一块去了江边的茶楼 暮色降临 到了上床睡觉的点 轻衣向里除了 偶尔传响的狗吠猫叫声 都是安安静静的 月姐儿躺在床上 好一会儿都没睡着 终于忍不住问了 娘亲 刚刚那个哥哥是谁啊 她长得也好好看 就是看起来凶巴巴的 八月中下旬的日子 夏日的气息还未散去 尤其是这几日 夜里还多了几分闷热 母女俩皆是只穿着小礼衣睡觉 听了月姐儿的问话 容轻英拿着蒲扇的手 急轻地顿了顿 她啊 是个支线大人 一个大官人 以后要是月姐儿见到她了 你就喊她一声 大人好 一定不要靠近她 离她远远的 不管月姐儿 能否理解她说的这些话 既然月姐儿 将今天遇到她的事 记在心上了 那她就必然要交一交月姐儿 再见到她时音当如何做 月姐儿确实不明白 娘亲 为什么不能靠近她 她是个怪物吗 容轻英如耿在喉 牟里露出几分漫不经心 差不多是呢 所以月姐儿不能靠她太近 否则她会生气的 她一生气了 就会变成怪物来抓你了 要是被她抓走了 你以后可就见不到娘亲了 她撒来的谎 拿来吓唬吓唬女儿 月姐儿果然害怕了 挪动着小肉身 往容轻英怀里钻 娘亲 我才不要靠近她 才不要被怪物抓走 容轻英谋色微深 用认真的语气与她说 月姐儿 虽然你知道她是怪物 但一定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这是娘亲跟月姐儿 两个人的秘密 好不好 好 月姐儿觉得好玩 捂着小嘴笑个不停 娘亲 我不告诉她别人 噓 见小丫头终于歇了 打破杀郭文到底的心思 容轻英松了一口气 陪着女儿玩了一小阵时间 见她打哈欠了 便轻声将她哄睡了 房内彻底安静下来 让人不自觉地昏昏欲睡了 汪汪 汪汪汪 一声接着一声的狗叫声 在里响起 小狗还小 声音不大 脆声声的 容轻英的困意陡然消散 感觉到月姐儿 没被小狗的肺声吵醒 起身穿好了衣服 走到房门口 借着外头的月光 提心吊胆地 透过房门缝往院子看去 这一看 直接把她吓了一大跳 院子里多了一道 高大朦胧的身影 月光较为暗淡 让人压根 看不清她的脸 不知道她是谁 小狗在冲着她吠叫 容轻英被吓得容颜失色 若不是条件反射的 捂住嘴巴 那一声惊恐的尖叫声 怕就控制不住一出喉咙了 恍惚间 直接院中 那男人转了下身体 清冷冷的声音 嘀嘀响起 嘘 别叫了 这声音 熟悉到骨子里了 容轻英心间猛然一颤 不由地放清了呼吸 床上的月节儿 不满地咕弄了一声 怕将睡梦中的女儿吵醒 她恍然打开了门 小声地呵斥了小狗一句 小狗便没再叫了 小屁股蹲坐在地上 仰头盯着他们俩看 容轻英懒得跟她周旋 开门见山 抛了两个问题 给她 我院门还拴着 你如何进来的 你偷偷摸摸地 来这里做什么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距离不远 却像隔了一条银河 裴凌云气定神闲 嗓音淡然 夜深人静了 在院子里说话 容易被人听了去 不若回屋里好好谈一谈 气氛凝了一瞬 容轻英呼了一口气 拢了拢衣衫 转身朝着饭厅走过去 裴凌云唇脚微勾起一些得逞的弧度 不急不须跟了过去 带她进了屋 容轻英把门关上 转身的一瞬间 她整个人被她紧紧圈进在怀里 她身上那股特有的松香气息 顷刻间融入她鼻中 她腾出一只手 拖着她的臀 将她抱起 步伐极快地走到桌前 让她坐在桌上 一手抑制她的后颈 稍稍用力掐住 迫使她抬头面对自己 容轻英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一片无知的黑暗中 人的感官知觉 似被无限放大 低沉且带着沉沉的破压感的声音 在耳边磨着 思思不安 跳动着容轻英的心神 她呼吸逐渐急切起来 唇脚绷得紧紧地 猝着没推扫她 没好气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感觉不到 她穿的单薄 正好让她得了便宜 容轻英被她的动作弄得很恼怒 抬手狠狠甩了一巴掌 在她脸上 裴灵云 我们已经合理了 跟你没有半分钱关系 你别对我乱动手 物理光线极灰暗 两人都看不清彼此的神情 与她指使相近的裴灵云 却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的怨怒 脸上传来丝丝痛感 那又如何 在九川县 我就是最大的官 她的语气轻飘飘地 丝毫不为刚刚受过的一个巴掌生气 容轻英属然被呛了一口 强忍着 欲要将她一口咬死的冲动 冷嘲讥讽 费尽心思 终于当了个官僚 怎么又如此犯贱了 黑暗中 裴灵云霜目如寒潭似的低宁着她 奇长的体阔 无声地散发着压迫感 此刻情绪复杂 唯独生气不起来 今日看够了她的冷淡无情 尤其是见她疏离 且毫无情感地 对自己行尊卑之礼时 那一瞬间 心中涌出的情绪是恼恨 时隔三年 她又再次逼问 容轻英 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你对我的态度变化 不仅仅是因为做了个噩梦 对吗 一开始 她是相信她的解释 只当那是一个噩梦罢了 等她缓过来了 想清楚了 便不会再害怕 她不要她 只是当她知道 她铁了心离开青山村之后 她才渐渐意识到 她要与她彻底断绝关系的决心之大 重到连爹娘和家都不要了 哼 她是在恨自己 饭厅的窗户只关了一半 窗外的凉风吹了进来 吹得窗户滋作响 吹散了一屋子的闷热 她的一只手 依旧将她的腰固的死紧 保持着与她咫齿相近的姿势 深暗的双目 在幽暗的夜光里 牢牢锁住她的脸 低沉道 容清英 你不是胆小怕事的性子 断然不会仅仅因为 一个噩梦就如此害怕 迫不及待地把我丢下 低沉的压迫感威逼过来 容清英心神轻轻一震 随后谋色冷静 甚至眼底 还浮起一丝淡淡的嘲讽 裴灵云 你哪来的底气 认为你自己很了解我 裴灵云同色微变 仿佛在一堆纷乱缠绕的线头中 捋到了最重要的一根 她紧紧揪着不放 步步紧逼 你不止一次做过那样的梦 可是你的反应 不是那样冷淡排斥的 忘记了 澄清后 他们睡在一张床榻上 她有好几次 做过类似这样的噩梦 因为白天的时候 跟别人吵架 听别人说了几嘴 从噩梦中醒来 她都是直接扑进她怀里 不管她有没有睡醒 控诉着 她在梦中的恶劣行径 第一次神被她扰了清梦 她有些不耐烦 敷衍地安抚了两句 后来的安抚 渐渐地多了几分耐心 多了几分疼惜 唯独那一日是不同的 她对她的态度冷淡 甚至还有清冷冷的抗拒 容清英沉默不语 屋内一片静谧 屋外狂风作乱 我来九川县的缘由 你不会一点都猜不到 定罪还需要证据 如此忽然的变化 我已实施过于蹊跷了 你总该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吧 这两年来 她日夜思量 想着临行前 她与自己说的话 说她在梦中经历了什么 想着她那时脸上悲凉的神色 心中慢起丝丝痛意 是以试图透过她的话 捋清一些线索 她执着于要一个真实的解释 执着了两年之久 问个明白了她 才能对症下药 缓和她对自己的戒备与排斥 她还想要跟她一起过 且她还生了个崽子 这让她如何能放手 容清英低垂了眼眉 脸色淡然 我猜不到 你有远大的志向抱负 你并不想跟我这种人在一起 又何必执拗于 我那日做了什么梦 瞒了你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不想跟你在一块 我没有说过 裴灵云不会在她面前 承认这些心思 也不敢 即使她说对了一半 虽然她年纪还小 父亲和与姑母 一直跟她强调 她脑子里也一直摒记着 要复兴家族荣光 这是她 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一定不能忘记 在荣家待着 只是下下策 若是她有功成名就的一天 不过是给多点银两补偿 绝不会将她这么一个 粗鄙的乡下妇人 娶做妻子 他们的信念截然不同 断然不会过 和睦过下去 否则她也不会 在听了书四掌柜的话之后 动了娶贵女的心思 给自己的仕途之路 如虎添翼 自古以来 不乏权贵家族绑下卓续 她那时便是这么计划着 可不知道从何开始 她的心思就变了 慢慢地习惯了 与她一起生活 想着这样也好 然而 她却狠心撇下自己跑远了 肚子里还揣着她的仔子 后来的日日夜夜里 心里都是空落落的 她才发现 这夫人竟是如此磨人 裴灵云 这话 你骗骗你自己就算了 我是没读过书 但不代表我蠢笨如猪 什么都察觉不到 你是没跟我说过 但你有着这个念头 容青英嘲讽地吃笑了声 并不相信她的说辞 若是她没有经历前世的凄苦 她定然还会相信她说的话 甚至还会感觉幸福甜蜜无比 煞时间 想告诉她自己 重活一世的念头 浮现在脑海中 想告诉她 那不是一个虚假的梦 是她真真实实经历过的一辈子 但这个念头 也只是出现了一瞬时而已 说出来又能如何 换来她一时的愧疚和弥补 然后又在岁月的消磨中 再次重蹈覆辙 她本性不清高 并非良人 跟她这种人 无法谈专一深厚的情分 前世也是她自己太执迷不悟了 任由那些凄苦蹉跎 折磨了半辈子 既然老天爷又给了她一次重活的机会 那么便没必要再纠结前世那些纷纷扰扰 没有任何意义了 如今 唯有将那些执念吃忘都彻底放下 才是最好的选择 容青英疲语与她纠缠 诚如你自己说的 我只是九川县一平民 粗鄙无学识 而你是九川县的官 以后再平步清云 我们根本不适合在一块过日子 听说京城漂亮的贵女很多 你去京城娶一个回家 门当户对的不好吗 还没等她机翘的语气落下 便隐隐约约看到 眼前的男人忽然靠近 强势地吻了她的唇 猝不及防的气息 猛然侵入唇齿之间 容青英脑海一片空白 她全然没有预料到 她会做出这样的失控的举动 冷不防让她捉了个阵阵 心跳如雷鼓 窗外下起了雨 闷了几日的大雨 终于倾盘而落 稀稀利利地敲打着屋檐 心神仿佛被雨声扰乱 她的大掌探进一睛里 惊得她忍不住一个颤抖 这种心绪被她掌控的感觉 实在太让人心惊 容青英本能的用力 要将她推开 可好不容易得逞的男人 怎会轻易随了她的愿 是已将她紧紧困在怀里 让她无处顿逃 男女力量悬殊 且两人皆在用力较劲 桌子不受控制地 往后移动了几分 发出吱压的声音 嗯 容青英动了洞下河谷 想要咬破她的舌尖逼退她 却让她提前识破了 她的手顺时从她的后颈 移至她的下河处 稍稍用力掐住 迫使她无法咬合唇齿 裴灵云暂且艳足 心尖无法克制的微颤 她松开了她 容青英抬手用衣袖 狠狠擦了擦唇上的水渍 恼怒道 你疯了是吗 若是旁边有盏烛火 裴灵云定能清楚地看到 她如猫童一般的眼眸里 满满是排具 从她的语气里 也不难听出 那浓浓的韵怒赤管 窗外的风 斜着雨水的凉意吹拂进来 聊得敷上起了例子 容青英 憋了两年 你让我如何不疯 裴灵云身上冷立的气息 笼着两人 咬牙切齿地说着 几乎压制不住翻滚的念想 温润灼热的气息 再度轻浮过来 几乎同一时间的 容青英偏开了头 她的吻阴差阳错 落在她的耳珠上 一阵如羽毛轻轻扫过的氧液 顷刻间窜流遍全身 滚了几个月床榻 裴灵云对她了解至极 自是知晓 她的耳珠是碰不得的 容青英身体轻轻一颤 疏然恼羞成怒 你个魂球 别再靠近我 却是听见她轻轻一笑 她一气之下 逮着她的脖侧 狠狠咬了一口 血腥味在唇齿慢开 嗯 她忍不住闷哼一声 嗓音低哑到极致 容青英 你又不是属狗的 怎地下口这么狠 话语间 她见好就收 适可而止 彻底放开了她 她清楚她的性子 也是倔强执拗拗的 要真发起脾气来 会更难哄好她了 容青英死死咬着牙关 从桌上跳下去 燃起灯盏 屋里顿时亮堂了许多 雨声熙熙立立 容青英将窗户一一关好 灯盏火焰摇曳 她的眼眸里水光轻浮 眼尾泛着一点红 像是被欺负得很了 裴灵云直勾勾地 望着她那张如玉脱俗的脸 仿佛好像回到了三年前 他们还没有任何举语之时 天色渐暗了 她便为她点灯盏 红润烟红的唇弯起 体贴地将灯盏放在她的桌上 农户人家通常节省 不爱在夜里点灯盏耗油钱 可若是 她要在夜里看书 她从来没有吝啬过 眉眼含着春意地问她 云哥 你饿不饿 累不累 那个时候 她对她甚是依恋 满眼都是她 浓情蜜意 丝丝酸涩如丝雾般 充满了她的胸腔 她后悔了 早就后悔了 不该生出去取别人的想法 赶紧走吧 容青英从柜子里拿了一把油纸伞 清凌凌地看着她 裴灵云垂眸眸了一眼 她手上的油纸伞 没有伸手接过来 一眨不眨地低拧着她 漆黑如沫的双眸 深邃晦暗 外面下了很大的雨 区区一把油纸伞 遮不到雨水 且现在已经到了 宵敬的时间了 不能在外面走动 这话可将容青英气笑了 你翻墙进我院子时 就不是宵敬的时候 你连动乱都经历过了 还怕这宵敬 意识到自己太咄咄逼人了 容青英收敛了下雨气 既然你嫌散小 那就别撑了 赶紧离开我家 衙门离这里不远 临不死你 裴灵云 她深呼了口气 扔下一身骄傲 死气白赖 我不走 既然你说 你自己只是一介平民 那我便有权利命令 你允许我再次留宿一晚 且你不希望 我将女儿带走吧 容青英实在低估了 她的无耻之度 让她拿捏住之致命弱点 她只能暂且妥协了 她抬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沉了沉呼吸 我家没房间了 你便在这里避雨吧 裴灵云接受不了 她对她漠不关心的模样 二话不说 将人拦腰抱起 吹灭了灯盏 用脚勾开门飞走出去 容青英冷不防 又被她吓了一跳 握起拳头 狠狠地砸了她的胸膛一拳 咬牙怒斥 你又在发什么疯 抱你回房 我睡不了饭厅 她说的理直气壮 仿佛这里就是 她家一样 将容青英气得够呛 借着朦胧的夜色 裴灵云准确无误地 走到她的房间 床榻上的月景 睡得正香 丝毫没有被窗外的雨声吵到 裴灵云抱着怀里的人 放轻了脚步走到床边 动作很轻地 把人放在床榻上了 转身又去把门霜好了 容青英脸上的亥然 仍然还没为消失 冷笑地看着她 压低了声音 裴灵云 你疯了 要是被月景 看到你在这里 我要怎么跟她解释 裴灵云本就带着 不纯的目的来她这里的 事已在来之前 已经沐浴过了 她面色不变 她越是担心月景 她便越是能拿捏住 她顾念女儿 而不能较尽折腾的心思 肆无忌惮地 脱了外衣和斜靴 走向她 裴灵云 容青英气恼了 裴灵云静置在 她身边的位置坐下 逆了眼 在床榻里面熟睡的女儿 唇角扬起一抹 懒懒满足的笑 嘘 莫要生气 吵醒了女儿 就更难解释了 裴灵云漫不经心地道 将妇人搂进怀里 两人依偎着睡在一起 心口处的空缺 仿佛被什么填满了 容青英再次被迫贴紧 她的身体 腰身和胳膊 被她用力估紧了 正脱不开 无耻狂徒 若不是尚且留了些底线 她还能再无耻一些 裴灵云没有将这些话说出来 再气恼她 默不作声闭上眼睛 因为下着雨 阵阵微风送来凉意 这样舒适的环境 让人的睡眠都不由得变好 纵使容青英脑中 有万千思绪缠绕 也忍不住睡了过去 半夜那会儿 月姐儿挪动了几下身子 迷迷呼呼喊了声娘亲 听到女儿的声音 容青英下意识便翻过身去 微睁着眼 月姐儿可是要去尿尿 嗯嗯 月姐儿点了点头 我来吧 你歇着 容青英正想抱着月姐儿去如厕 身边的男人忽然出声 不仅把她吓了一跳 连困意连连的月姐儿 也顿时精神了 乃呼呼的声音 透着不可忽视的警惕 你是谁 你为什么在我和娘亲的床上 裴灵云愣了一下 没想到 女儿竟能做如此警觉 谋底服起些惊讶 她放柔了声音道 月月 我是爹爹 不用怕 月姐儿看不清这陌生人的脸 想起娘亲说的话 便直言道 你骗我 娘亲说我爹爹去天上 陪外祖父和外祖母了 外祖父和外祖母 指的是荣石山和王河 黑暗之中 气氛沉寂了一瞬 容青英能感觉到 有一道灵力的视线 落到自己身上 沉沉压压的 她冷冷沉沉喝笑了一声 声调不急不缓 一二 我什么时候升天了 你与我好好说说 容青英眼神躲闪了下 莫名有些心虚 实在想不出辩解的借口 她便只能插开话题说 她大概是快憋不住了 听容青英这么一说 月姐忽然又感觉 自己很想去尿尿了 很着急地跟容青英说 娘亲 快带我去尿尿 憋不住了 容青英不禁失笑 起身下了床 站在床边张开了双手 让月姐过来 谁知裴林云 直接把月姐抱起 转身凭着直觉 朝着门口走去 月姐完全没反应过来 猛猛地 看着抱着自己的爹爹 忍不住问道 你真是我爹爹吗 嗯嗯 我是你爹爹 我回来了 裴林云尽量将声音放柔和了 脸色却黑沉的 犹如能滴出墨水来 不过有夜色的遮掩 不至于吓到月姐 月姐一脸天真 那你是从天上回来的吗 嗯 外祖父和外祖母 不需要爹爹陪了 他们过得很好 所以爹爹就回来了 裴林云妥协了 极耐心回答月姐问题 容青英鼻头有些发酸 点着灯盏 便拎着灯盏跟了上去 雨已经停了 水气仍弥漫在空中 带着丝丝缕的凉意 灶闷早已退却 周遭都是湿漉漉的 清新的泥土气息 萦绕在周围 狼言足够宽 容青英担心裴林云 看不清脚下脚滑摔倒 会连累到血脚 便拎着灯盏 与妇女俩并排走着 另外一屋的翠鸭 早听见了动静 还听见男人的声音 猛的惊骇 抄起放在床边的斧头 亲手亲脚 走到容青英房门口 然而 却听见里面的男人 说了句 我是爹爹 翠鸭彻底猛了 再仔细一听这声音 好像就是裴之县的 心中稍稍松了口气 起码不是那些败坏的灯徒子 难怪耶儿姐 没有把人赶出去 可是大半夜的 让裴之县住在家里 莫不是耶儿姐 准备原谅裴之县了 翠鸭心里很不适滋味 裴之县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她不想耶儿姐再伤心了 听到月姐儿要出来尿尿 她连忙转身 亲手亲脚回到自己房间里 忧愁地睡不着了 再出来门口一看 便看到一家三口 在狼眼底下走着 迈进造坊房那边去 不由地叹了叹气 容卿英不知道翠鸭醒来了 穿过造坊走进洗浴间 洗浴间放了一个桶 专门用来如厕的 但月姐儿年纪小 便直接在洗澡的地方拉尿尿 拉完用勺水冲掉就好了 月姐儿这时才注意到男人的模样 瞪圆了眼睛 原来是你 裴灵云拎着灯盏 昏黄的光照应着她的脸 月姐儿一下就认出了 裴灵云是今天出去玩的时候 遇到的怪物 娘亲说不能靠近她 不然就会被她抓走 她刚刚抱了自己 会不会想把她抓走 月月还记得我 裴灵云笑了笑 心情顿时好了许多 伸手又想抱起她 月姐儿后退一步 乳声乳气地道 我要自己走 裴灵云见状 眉头微微蹙了蹙 感觉月姐儿看清了自己的脸之后 似乎对她的态度变化有些大 她略显疑惑地 望向站在一旁的女人 容卿英直接忽视她的目光 一手拎着灯盏 一手牵着月姐儿回房 裴灵云末眸微眯了咪 定是这夫人 还跟女儿说了什么 刚走出造房的月姐儿 发现裴灵云还没有跟上来 扯了扯容卿英的手 用非常小的音量道 娘亲 我们等一下 不要让怪物进来 容卿英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往身后一看 见她还才刚踏出洗浴室 才堪堪松了一口气 一大一小刚踏进房里 月姐儿便立刻关上了房门 娘亲 快拴上那个东西 她的身高 还不足以让她够到门拴 容卿英依照着女儿的画作 忍不住闽唇笑了起来 吃了闭门羹的男人 被气狠了 幽怨的目光紧紧盯着门 她尽力放清了声音 月月 我是爹爹 你开门好不好 不要 你不要进来 月姐儿直接拒绝了 拉着容卿英的手 往床她的方向走 娘亲 我们两人睡觉 不要理她 容卿英弯了弯唇脚勾起笑意 只觉得 先前憋得一肚子气 终于舒畅了 月姐儿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 好 不让她进来 而裴灵云脸黑如墨 她快要 被这母女俩气死了 连着在另外一屋的翠鸭 听了这边的动静之后 差点就忍不住笑出声 心情十分愉快地 躺床上睡觉去了 昏暗的门口 裴灵云听着屋里的动静 看到里面的灯盏火光灭了 周遭再次恢复了 原有的深夜沉寂 男人的身形挺拔偏然 笼罩在暗色之中 成了一道模糊不清的暗影 她合了合眼眸 仿佛在极力压抑着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 她竟知道狼言 另一边提了张凳子 放置在她的房门口 固执地倚靠门坐着 眼眸合着 变不出情绪 屋里的月姐儿已经睡着了 容清英听到了屋外的动静 知道她定是拿了张椅子坐在门口 也不知道 她到底在固执什么 静默了片刻 容清英将眼底的情绪 收得干干净净 合上眼睛 随便她吧 反正月姐儿也不在乎 有没有她这个店 如此 容清英不想让她一直拿捏着 便不太放在心上 慢慢地就真的睡着了 银食五更 天还是灰蒙蒙的一片 容清英听到打更声便起床了 穿好了衣服之后 才想起来 门口应该还有一个人 便立刻走到门口去 打开门一看 发现门口空无一人 愣了片刻 昨夜发生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 她常常虚了口气 走了就好 她也实在不想应付她了 让人疲惫 依儿姐 你也醒了 翠鸭穿好衣服和梳好头发了 抬头看了眼阴沉沉的天 依儿姐 才五更天 还早着呢 要不你再多睡一会儿 我煮好了粥之后 就去叫你和月姐 不睡了 你去煮粥 我去把衣服洗了 容清英摇了摇头道 等一下了咪 我来洗 叶儿姐你来看火 翠鸭道 洗了澡之后 翠鸭都会立刻洗了自己的衣服 但容清英洗了澡之后 得帮月姐洗澡 然后再把两人的衣服洗了 昨夜洗澡洗得迟了些 便想着留在今天洗 翠鸭很记情 时时念着容清英花了二十一两银钱 把她从以前那个 如同烂泥潭一般的家里捞起来 又带着她来这里过这么好的日子的恩情 总是想着 什么活都懒去自己干 容清英与她说 这样就显得像主仆身份了 多说了几次之后 翠鸭抢着干活的习惯 才改变了一些 但她还是习惯懒去更重一些的活 竟是想着 留下相对比较轻松的活给容清英 容清英倒不觉得 洗衣服是什么重活 都洗了这么多年的衣服了 不过就是 用点了揉揉搓搓 捶一捶罢了 她听吧 笑了笑 没事 我自己来洗 你去煮粥吧 再弄些烟菜 翠鸭安下心 点了点头道 好嘞 容清英回房里 简单输了个妇人计 便出来院子 打了井水洗衣服 拂小时的水凉凉的 好在是夏季 要是在冷天 手可是要遭罪 容清英不想多遭这个罪 时常都会烧一锅热水 最多就是费一些柴火罢了 阴沉沉的云渐渐散了 一抹淡淡的西光 散在东边的天际 粥也煮好了 月姐还没醒来 才清醒了许多 一开口便问道 娘亲 那个怪物走了吗 容清英凝干了帕子亮好 笑了笑道 走了 顿了顿 犹豫了下又问月姐 她真是你爹爹的话 月姐也不喜欢她吗 月姐连忙摇头 小小的脸上一本正经 娘亲不喜欢 我也不要喜欢 容清英微微挑了挑眉 没想到女儿会这么想 心口暖乎乎的 月姐真好 嘿嘿 月姐笑得一派天真 翠鸭那边 已经给骡子喂了吃食 吆喝了声 耶儿姐 月姐 弄好了不 来吃了 等会儿周该凉了 容清英还没有回话 月姐便回道 好了好了 说着 蹦蹦答答地跑出去了 甜甜地叫了声小姨母 这讨喜的小模样 让翠鸭乐呵呵地笑了几声 容清英轻轻一笑 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 暖意流淌在胃里 让人都舒坦了 趁着现在天早还不热 我们一会儿赶罗车去石溪村 看看那些鸡鸭 把那些玉米种子种了 然后再拿着那些 绣好了花样的衣裳和绸缎 还有绒花 绒花送去秋水阁和宁香阁 本来应该要早点种这玉米才好的 但要赶着 做好绣品和粘花 就推迟了时间 好嘞 翠鸭点了点头 吃过招时 翠鸭弄好了罗车 将一小袋的玉米种放到罗车上 依儿姐 要不我还是资格去地里吧 容清英去了她一眼 多拿了一把铁锄 和一把小铁扒 放到罗车上 我在家也没啥活干 绣也绣不出啥来了 难不成在家里发呆啊 容清英说着便笑了 我跟你一块去 有个伴 可以在家里教月锦 十字画画脸 翠鸭笑着递了月锦一眼 我才不要 月锦扁了别嘴道 容清英俯了俯额 明年就该送她去私塾了 有的她学了 现在不着急 说来也是 石溪村离清一向不远不近 路上得花半个多时辰 下了大半夜的雨 今儿就天晴了 日头刚刚挂出来天空 田地里都是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农夫妇人 还有满田地跑的孩子 月月 月月 在附近田里追逐打闹的 一对兄妹一口同声 喊了月锦一声 那妹妹树鸭 只比月锦大一岁 哥哥树状 比月锦大三岁 三小娃子经常一起玩 容清英见他们兄妹俩跑过来了 满头大汗 从马挂的兜里 套了三颗小糖粒 分给三个娃子 树鸭咧着嘴笑 谢谢容神神 树状也跟着道 多谢容神神 容清英笑音音道 好好好 快去玩吧 三娃子一溜烟就跑了 只是月锦跑得不快 跑快些会摔跤 她便谨慎了 那兄妹俩的娘亲直起腰 抓起攀在脖子上的帕子 擦了满脸的汗水 看向容清英 容娘子 瞧你又给他们吃糖 待会儿给你拿点番薯回去 今年的番薯长得极好 好嘞 谢谢大娘 大伙儿在天里说说笑笑的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日头越来越高 人就越来越热的慌 终于种完了玉米 这鬼天气可真热 翠鸭抬头看了眼天上的日头 又擦了擦汗 跟容清英说 耶儿姐 昨天晚上下了雨 今天就不用浇水了 咱们去鸡棚那边看看吧 行 走吧走吧 容清英捶了会酸疼的腰 在他们走之前 大娘塞了一小袋番薯 有十多根 不过个头小 容清英将所有番薯 倒在罗车上 又把麻袋还给大娘 顺便又给大娘 塞了几个糖粒 鸡圈里 鸡鸭放在一起养着 那猪仔 好像还大了一点点 抓了一只鸡 用马绳绑住两只鸡脚 直接将鸡扔到罗车上 给了帮他们 看这些鸡鸭的周大娘 上个月的工钱 一共是三百文钱 这周大娘是个可怜的寡妇 无儿无女 常被人骂客夫的扫把心 被婆家赶出来了 娘家不收她这个女儿 为了得一间能住人的房子 跟婆家闹得很凶 甚至还闹到支县那里去 最后那婆家 不得不分了一间房子 给周大娘 这房子便是容清英 一年前买下的 另外用竹子为了院子 周大娘也可以继续住着 只不过每月的工钱少一些 周大娘平日里 还会帮他们去菜地里 给菜浇水 周大娘如今五十好几了 头发几乎白了一半 脸上也有些皱纹 但精神奕奕的 不难看出周大娘年轻时候 也是个漂亮的 周大娘笑呵呵接了钱 正想回礼物拿鸡蛋出来 周嫂子 你个没皮没脸的贱婆娘 敢勾引老娘的男人 赶紧给老娘滚出来 外面传来一句刻薄的怒骂 周大娘走出去往外一瞧 是石西村一个妇人 满脸凶神恶煞的 身后跟着两个面向刻薄的妇人 一肥一瘦 还有一个牛高马大的男人 前些天 他家男人不知道发什么颠 竟然跑到这院子里来闹 周大娘如同个泼辣的汉妇 把人赶走了 他们什么肮脏的关系都没有 那妇人显然也是个泼辣的 蛮不讲理的 看到周大娘时 那脸上的愤怒更明显了 一脚接一脚地踹着竹门 本来就不算十分坚固的竹门 被踹歪了 周大娘眉毛一束 怒斥 姓李的 你想干什么 赶紧给老娘停下 那姓李的婆娘 催骂了句十分难听的话 又冷笑了声说 我干什么 你个不知羞耻的老寡妇 天天勾引我男人 你说 我想干什么 都人老猪黄了 还不要脸干出这种勾当 你还真是想 老棒生猪不成 听了这骂声 容青音跟着出来看 那姓李的婆娘觉得 就这样骂着 也不够解气 抬腿怒狠狠地 又踹了小猪门一下 小猪门连带着围栏 都脆弱不堪了 周大娘瞪大了眼 从门背后拿了把扫把 怒不可恶喝骂 死老婆屁 敢踹我的门 我打断你的腿 李婆娘见 又有两人从屋里出来 愣了一下 不过又冷笑了几声 语气尖锐 好啊 原来是你们俩 臭寡妇又混在一起了 在谋划着 怎么勾引男人事吧 李婆娘专门打听过 容青音的事 听人说是丈夫 去江南做生意了 一直没回来 李婆娘便觉得 她男人肯定是死了 不过也是个 克死丈夫的蹄子罢了 最讨人嫌 李婆娘连着容青音一块骂 翠鸭一点都忍不了 在院子里找了根棍子 冲着李婆娘冲过去 死婆娘 敢骂我姐 我打死你 李婆娘脸色惊骇 连忙躲在大块头男人身后 推散了下大块头 给老娘好好收拾她 大块头心里有点发怵 不过有钱哪有好面子 挨了翠鸭一棍子后 寻了个机会 用力拽走了翠鸭手里的棍子 男人一身蛮力 翠鸭被她拽得摔在地上 疼得面色骤变 好像直不起腰来 容青音顾不得什么 连忙去扶起她 李婆娘和另外两个妇人 乘积而入 冲着容青音和翠鸭冲过去 院子里几个人扭打在一起 充斥着尖锐刻薄的骂列声 臭不要脸的死寡妇 让你到处勾引男人 看我抽不抽烂你的嘴 几个女人扭打一团的场面 属实好看不到哪里去 周大娘和李婆娘 互骂的声音又大 就算这里人少 还是引来了几个看戏的人 娘亲 月姐儿在屋门口看得着急 抓了点小棍子 就想跑过去 别打我娘亲 回去 不要出来 容青音一下没防住 被那个兽婆娘扯了一把头发 疼得厉害 头皮都要被她扯下来了 容青音怒气上涌 一手揪对方的头发 一手死尽地去掐对方脸上的肉 往死里掐 你们干什么呢 赶紧停手 不然我打死你们 谁让你们欺负容娘子 树鸭她娘远远看到了 拿着锄头冲过来 帮娘亲拿小铁爬的树状 还有拿了毛连刀的树鸭 扬着手里的家伙 不许你们欺负婶婶 不准欺负容婶婶 随着树鸭娘一块的妇人 也扛着一把锄头 李婆娘见招架不住了 这才罢休 翠骂了句跑了 几个人情况都不怎么好 头发乱糟糟的 容青音额头上 被抓了一道小口子 甚至血丝 摔死我了 这死颠婆有病 翠鸭揉了揉发疼的腰板 回去之后到医铺看看 容青音担心道 不用 茶茶要酒就行了 周大娘一脸歉意 妹子 实在对不起 是他们太瞒不讲理 欺人太甚了 不是你的错 别放在心上 容青音安慰道 她知道自己一个妇人在乡下过 被人嫌被人骂的滋味 有多难受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周大娘重新捣食好自己 又回了屋里 拿出存了大半个月的鸡蛋 如实道 容娘子 一共三十九个鸡蛋 我自个吃了五个 容青音不吝啬这五个鸡蛋 朝周大娘笑了笑 行 吃了便吃了 不算啥事 不过那院子门找个空 让人来修一修 好 没问题 实在过意不去 把一半的工钱还给容青音 在实习村忙活了一上午 又打了一架 回到青衣巷 已经赏五了 脆压不停歇的煮五时 煎了三个鸡蛋 多蒸了一个水煮蛋 给月姐 炒了一盘青菜 睡了个赏五觉后 他们才去了秋水阁 不过秋水阁掌柜 却对这次绣品不太满意 叹了叹气道 容娘子 这几次交过来的衣装 绣得似乎一般般 样式相似 没有啥新意 可是想不出新奇的花样了 这段时间 容青音确实是灵感枯竭了 要不然也不会拖到下旬了 才把绣品交来 不过掌柜 还是按照说好的价钱 把工钱结了 容青音不由地羞愧起来 抿了抿纯道 黄掌柜 不瞒您说 我现在确实是想不到 其他新鲜花样了 我想停一些时日 这想法考虑许久了 反正现在存的银粮也不算少 还有石溪村那边的田地 有租赁钱收 就算天天在家躺着吃喝 最少也能撑个十年八年的 若是没发生什么大事 就都不用操心吃穿用堵 黄掌柜一听 眉风扬起 哎哟 下月中旬就是月夕节了 我还想说 让你多绣下来 前几日 从玉筹布装进了好几匹江南锦筹料 要是你能再弄些新奇的样式来 绣好了一件衣裳 最少能给你二十五两工钱 二十五两 乍一听这个数字 容青音某底浮起深深的恶意 难以置信 如何能给这么多 黄掌柜 说实话我怕是 不能担起您的信任了 就他这次教的这套衣裳的半成绣品 花样比相对简单了些 换做其他人 也能弄一个出来 要是制成衣服 估计也只能卖个很普通的价钱 因为入了一股钱 本就能分得分成 多绣的两个荷包 也只得了五十文钱 五十文钱与二十五两相差的 可不是一心半点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跟谢公子也认识 也该听说了 他们谢家去江南谈了一笔生意 进了一批上好的锦筹 咱们这边 用都没用过那种布料 要是你能弄出一些好花样出来 又逢上月细节 必定能卖个很好的价钱 那些官太太贵妇们 可不缺钱 黄掌柜笑眯眯跟容卿英说着 脸上满是自信 虽然对他这三两个月的绣品 不算十分满意 但合作了两年时间 黄掌柜对容卿英的刺绣能力 还是认可的 容卿英心头微松 沉溺了片刻 黄掌柜 能问一下你买了多少皮锦筹 黄掌柜收敛了些脸上的笑意 捋了捋颤白的胡须 花了四百两 听到这个价钱 容卿英眼底的恶意更深 这么贵 除去工钱 若是要赚点钱 那每件衣裳也要卖一百两以上 要是在京城的话 一件衣裳卖一百两根本不成问题 那些有钱的权贵挥手买下 都不带眨眼的 可九川县没法跟京城比 黄掌柜顿了顿 略意沉吟道 你猜得没错 我打算标价二百两 若是你做得好 那几件衣裳便算是镇店之宝 标价二百五十两 多留一成讨价还价的余地 两百两和二百五十两 可不是小数目 容卿英心中多了些担心 迟疑了一瞬道 黄掌柜 卖这么贵的价钱 你有几成的把握卖出去 黄掌柜笑了笑 比了个手势 八成的把握 如果全卖完了 能赚不少钱 你的分成自然也会多 若是亏损了 你也要承担一部分 也就是扣掉你的一部分分成 黄掌柜执掌笑问 你觉得如何 对于这个 容卿英倒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做生意本就有盈与亏 没问题的 容卿英对设计样式的是犯了愁 丧丧地叹了口气 只是黄掌柜 那么贵的料子 我实在没有把握 要不你找找其他富有经验的绣娘来绣 要是一个不小心弄错 或者弄坏了 那可心疼坏了 哪知黄掌柜摆了摆手道 这九川县哪个绣娘能逼得过你 钱你点子又多 可比其他人强多了 我信得过你 容卿英且还顾着地理的活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脆鸭立刻道 依儿姐 我来干就成了 若是你想要接下这活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都不用你操心了 我来就成 你专心做衣裳就成 娘亲 我也可以帮你 月姐儿乳生乳气地接话道 黄掌柜低头瞧了瞧 采集大腿高的小不点 竖着双压记 各竖着两朵粉色绒花 裙子和衣裳 也是粉粉嫩嫩的颜色 可爱极了 从秋水阁出来以后 容卿英又去了一趟宁香阁 巧的是 宁香阁的掌柜 也想让她多做一些 容卿英轻笑了下 找了个借口 婉拒了掌柜的提议 宁香阁掌柜 仿佛早就想好了应对的话 紧接着道 不若你只提供画图 我找人做 工钱少六成 你觉得如何 少了六成 那便只有十多二十文钱 一个样式 有点少了 左右做这个手工活 为的就是那把点子 卖个好价钱 如此便是贱卖了 画图纸 可不比动手做简单多少 周掌柜 实在抱歉啊 最近一两月 确实没啥时间 地里的活 还有好多没干完呢 容卿英还是晚上拒绝了 周掌柜沉沉叹了一口气 行吧行吧 可惜了 容卿英笑 是您该赚的 总会赚回来的 这话中听 周掌柜咧嘴笑了 倒是希望如此 日透西沉 鱼霞盛起 忙完这两件事 他们便回去了 脆压的腰还疼着 他们前脚才走进院子 后脚就有个男人跟了进来 来人身形挺拔齐长 逆着鱼霞龙了一层柔和的光影 此时这人已换下官服了 一身逐绿色的圆领袍 长袍四维紧缎 上面的花纹绣宫极为精致 领口露出乳白色的礼衣衣领 就是敞开的院子门 便立了这灯徒子 嘿 你怎么又来了 月姐儿认出了裴凌云 原谋瞪着她 裴凌云看着女儿 对自己满是敌意 心中郁闷 目光不由地看向容卿英 她穿了一身烟柳绿的衣裙 外面套了一件素黄的麻布马褂 只是那张如娇好姿色的面容 温平无栏 瞧着压根就不想为此解释什么 如此 她心中的郁杰更甚 转回视线看向月姐儿时 嘴角硬是勾起了几分笑意 她晃了晃手里拎着的东西 温声道 月姐儿 是爹爹 带了好吃的点心给你 要不要尝尝 月姐儿只瞥了眼那盒点心 并不为之所动 拧着小眉毛瞪向她 我才不要 我要吃的话 娘亲会给我买 你不准进我家 月姐儿迈着小短腿冲过去 推散着男人 试图把男人推出去院子去 但她好歹也是一个 一百多斤的高大男人 小小一个奶娃子 在她面前 犹如蚂蚁推鸡蛋 怎么可能推得动 裴凌云低头 看着女儿生气的可爱模样 既郁闷又不禁失笑 放柔了声音道 好月月 你说说为什么如此讨厌爹点 因为你是月姐儿 你随小姨母到屋里去可好 容卿英及时打断了月姐儿的解释 娘亲同她有话要说 月姐儿冲着裴凌云哼了一声 噔噔噔地跑回到翠鸭身边 翠鸭现在 才真正看清了裴凌云的样子 两三年没见过这人了 早已不太记得清了 如今一看 才又有了些印象 似乎比以前更高大的鞋 又好像更像的当官的大人了 总归就是 跟以前那个青山村的裴举人不大一样 她是裴大人了 翠鸭转头瞧了瞧裴凌云 又瞧了瞧容卿英 这时才恍然发现 依儿姐的脾气冷起来 跟裴大人笑似极了 且今儿个两人穿的衣裳颜色 竟然如此相像 也不知晓是什么缘分 走吧月姐儿 咱们先回屋里去 翠鸭抱起月姐儿 走进石厅 关上了门 院中两人四目相对 裴凌云的眼神 再次落到她额头上的伤口 眼神沉了沉 那伤口怎么回事 容卿英眼神骤然冷了下来 冷冷淡淡地道 无视 一点小伤 她黑眸沉沉地 抿唇沉默了一瞬 没有再坚持 问她这件事 转而问道 依儿 你想与我说什么 她比以前受了些 轮廓深算分明 眸色难掩的柔和 这是方兴楼新出的 桂花粒子糕点 味道不错 不若试试 她打开了油纸 露出了里面小方块的糕点 隐隐散发着淡淡的桂花香 容卿英只瞥了眼糕点 并没有动手 仰视着眼前面如关玉的男人 内心无端升起一抹 说不清道不明的莫名情绪 她走到葡萄架下 倒了一杯凉了的茶 放在桌的另一边 单声道 那椅子是我常坐的 咱们今儿坐下来 好好聊聊吧 说着 她自己便坐在 脆压常坐的摇椅上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喝了一口凉茶 心境倒是平和了 裴凌云凝望着眼前的妇人 感受到了她的冷淡 眼里的柔情褪去 薄唇紧抿着 将糕点搁在桌上 坐在那张摇椅上 身板正直 气氛沉默了一瞬 你这又是何苦呢 容卿英眼皮淡淡一抬 看了一眼天气 叹了一口气道 我爹当年是救了你没错 可我在三年前 就跟你说清楚了 你后来靠着超书那些活 赚了不少钱 来补贴咱们家 还有给我爹治病 够还我爹 这份恩情了 我能离开青山村 能如此顺遂 来到这九川县 也是借了你的名气 且在离开青山村之前 给爹娘上坟时 我投掷了杯娇 你脱离荣家的事 我爹娘同意了 我爹没文化 一辈子只知道柴米油盐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懂得当朝规定 坠婿不能为官 才逼着你入坠我家 这是我爹的错 如此种种相互抵消 我们早就两不相欠了 容青山捶着眉眼 声音平淡地说着 你现在总来纠缠着那些往事 免不了又被人发现 你曾经是荣家的上门女婿 这事传出去也丢人不是 何苦呢 裴凌云停顿了一瞬 投掷杯娇 求取侍主的请示 容青山最怕她丢下 容青山跑了 以上学考科举之事 逼着她成了容家的坠婿 容青山如此轻易地就同意了吗 她是不相信的 清俊的面容 阴挺而浓眉朗目 神色却是凉薄 让人分辨不出任何情绪 片刻 她沉沉的眼神聋在她脸上 轻痴了声 你怎么又知道这是苦呢 容青山轻飘飘腻了她一眼 眸色又轻又淡 不算吗 你不喜欢我不是吗 听了这话 裴凌云唇脚出一丝乖丽的冷笑 真是荒唐可笑 容青山眸色一顿 并没有接话 她抬眸凝视着她 姿态不及不徐 容青山 你口口声声说 你在梦中看着 我去了京城不返 为了全谋高位 另取别的女人 可我现在来了九川县 她说着 语气不由地加重了一些 你不笨 不会猜不到是为什么 对吗 容青山心头 涌起一丝不可名状的波澜 却是否认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也不想去猜 总之 我就是不想再与你一道了 你以后也别来找我了 免得闹出闲话来 我并不打算搬家了 她的话几乎没有一丝柔情可言 全是拒绝之意 压根不想将她的话听进心里 裴凌云捏紧了拳 俊脸如同镀了一层青霜 心里暗涌的压抑情绪 一下在胸间起伏 容青衣 她从喉咙里 发出嘶哑的唤声 用几乎凌厉的语气逼问她 要我跟你形如末路 我做不到 你说的梦里那些事 我都没有做过 你凭什么平白无故 就给我盯罪了 这对我不公平 她质问到后来 嘶哑的嗓音里 染上了几分埋怨 甚至是痛恨 逼得眼尾泛起赤色 容青衣身子猛的一阵 正正地听着 胸腔里仿佛有一股酸色 轻轻翻涌着 你猜到了我的意图 她收敛了多多逼人的语气 眼尾却坠着一抹冷笑 容青衣握着茶盏 轻轻吐了一口气 可她上辈子遭受的不公 又该如何消除 消不了了 她也不要她这辈子的弥补 也不妄想 她这辈子会一心一意带自己 她成了陈雨漆认真道 好 那我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顿了片刻 她压着嗓音 劝慰她 其实 以你现在的身份 你值得更好 嗯 裴灵云跨不到她身前 轻浮在她身体上方 将她摁在摇椅上 以唇堵住了她接下来的话 她身上轻烈的气息 几乎在一瞬间 冲她席卷而来 属于她的气息 在她的喉腔里 翻涌搅动 强势的姿态 让她反抗不得 意识被掠夺得 有一瞬的混沌 她的一股狠劲 几乎要将她 至极 毫无克制 这陌生的 措手不及的失控质感 让人失去了招架之力 容卿英才后知后觉 昨夜的她 已是收敛了的 身体被她的双手 死死禁锢在摇椅 与她的胸膛之间 一直退跪在摇椅上 身体重重地压着她的 嗯 容卿英掀起眼眸 居然对上她那双赤红的眼眸 那里面呈着浓烈 且似无法克制的情愫 心神末的狠狠一颤 突兀的 泪珠子从她眼尾滑落 引入病发中 裴灵云顿然一震 稍微松了松对她的稚骨 眸光处见她烟红温润的唇 舌尖轻轻抵了底唇齿 克制不住地扶手轻了下 一个天旋地转之间 两人的位置有了变化 她躺在摇椅上 她被按着趴在她身上 彼此的呼吸节奏缓了缓 容卿英得已喘过气来 气急地伸手掐住她的脖子 脑横道 为什么又这样 逼得我急了 你就高兴了是吗 裴灵云眉眼神色不变 任由她掐着自己的脖子 幽暗的眼神深深凝地着她 是 我见不得你对我冷淡 有病 容卿英只觉得胸间 堵了一口浓郁的气 始终无法发泄出来 逼得她抑制不住焦躁起来 至于是什么气 她一点都说不上来 她的身子软绵无力 抵着她的胸膛 眼泪绵绵滑落 裴灵云 放过我吧 语气轻轻地 裹带了一股无力感 裴灵云眼神毫无波动 不肯松手 估着她身体的手臂 陡然用力 将她揽得更紧 傍晚的风再清凉 也浮不去她骨子里 那股很利的劲 做梦 话音一落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她又一字一顿道 做梦也不可能 为什么 你到底在估执什么 她败下阵来 无力地松了手 她喉间滚了滚 看着龟缩在自己怀里的妇人 动了动薄唇 容卿英 我喜欢你 放不开 她最终还是妥协了 她不想猜便不猜吧 她说 给她听就是了 容卿英合了合眼 泪珠子跟断了线的珍珠似的 啪哒啪哒地滚落 压抑的乌叶声 让裴灵云的心 不可控地揪了起来 她轻抚着她的背 一二 既是你觉得我从前 对你的心思不够袒露 且给我一个 好好弥补的机会可好 容卿英好一会儿 没有说话 以前她盼着做她的官夫人 盼着她能好好 跟自己说一句 我心愿你 可现在重火一事了 她还需要吗 她是无法相信的 她来九川县 更重要是为了 开凿运河的事 这事做好了 她回京上 定能谋一个更大的官 对她不过是 多了那点不甘 调情之意 没有谁的喜欢 会像她的那样 想要就要 不想要了 就能随便气了 容卿英也很固执 总觉得自己 什么都想得明明白白了 日子总要向前看到的 她将这些事抛之脑后 开始想着设计衣上的事 那厢裴灵云宅子的书房里 烛火通明 暗影拱手禀报道 爷 查明清楚了 说 裴灵云头也没有抬 依旧俯在桌案前写字 声音不大 却沉稳有力 似还隐隐带着压迫感 暗影汗手道 夫人今日 去了石西村 一个叫李大平的夫人 带着了三个人 去找周枣子的麻烦 殃及了夫人 裴灵云手中握得 笔默然一顿 纸上默然多了一个大黑点 一张指毁了 暗影瞥了眼那纸上的黑点 面无表情多问了句 爷 要不要找人 给那几人一些教训 说房里一事寂静 之余这话 赚钱的男人没有反驳 暗影知晓了答案 拱了拱手便退下了 杨潇正好拿着宵夜进来 在门口碰到了暗影 影子 你回来了 饿了没 这有点心和宵夜 要不是 杨潇话还没有说完 暗影就打断了 不用 谢谢 杨潇看着那黑乎乎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在院中 一阵无语 爷 暗影要去干什么 怎么匆匆忙忙的 好像多说一句话 叫了她的命似的 有事 裴灵云神色冷淡无波 只道了两个字 杨潇便觉无趣 把石盒放在桌上 想了想又问道 明日您要去怀洛县了 这一去就要花上十日的功夫 夫人那边您打算怎么做 要如何打点一番 曹运河的源头就在怀洛县 而此运河也要经过九川县的 石溪村肯定会考虑在内的 那边有一条比较的溪河 又有好些分支的小溪流 那片地区要是要开发运河了 有田有地的庄户人家 定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偿 杨潇属实是疑惑 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夫人怎么就能找到 这么一个风水宝地 裴灵云如今身为九川县的支县 圣上将开凿运河 这个大工程交给其负责 他必定不能马虎大意 故而他打算动身去怀洛县 查看具体情况 你留在这里盯着 裴灵云语气轻而淡 杨潇诧异 啊 那就没人跟着您了 裴灵云腻了他一眼 暗影不是人 杨潇 好家伙 爷什么时候也会开玩笑了 日子似乎恢复了平淡 为了更好地了解 现在九川县的成衣铺 都在卖什么实心的衣裳 一连几日 容青英都是去逛成衣铺 看得衣裳不下百件 正好也要入秋了 便拿了些银子 看下有没有适合的 脆压和月桿的衣裳 不过 看了这么多衣裳 他发现 大部分铺头卖的衣裳 款式都是差不多的 有好些款式 与他以前设计的相像 说不准是仿着秋水阁的衣裳做的 如此一来 他的点子就可能更容易脱颖而出 心中安心了些许 没找到想买的衣裳 容青英到玉筹布庄 买了合适 且比较便宜一些的普通丝绸料子 用来试着多做几套衣裳也好 玉筹布庄是九川县最大的布庄 料子的款式很多 看铺头的掌柜 刚打包好了料子 容青英提着料子正准备走 迎面碰上了 来看看铺头情况的谢家喜 谢家喜一见到他 眸子惊喜的一亮 青英 你怎么在这儿 容青英也有些诧异 扬了扬手中的包裹 笑道 我过来这儿买些布料 谢家喜看了看他手中的纸包裹 拧了拧眉 转头对看铺掌柜威严道 看好了 若是以后他来咱们店铺买布料 不用收钱 他要什么布料都给 看铺掌柜连连汉手道 好好好 二公子 我晓得了 这看铺掌柜 是最近新招进来了的 还不认识容青英 谢家喜看回容青英 你看过了吗 谢家喜是知道 容青英入股了秋水阁的 容青英点了点头 看过了 料子确实很不多 只是价钱真的好贵 那料子真的那么值钱吗 谢家喜挑了挑眉 自然是 那仅仇在江南卖 一匹最少也要四十两 通常是卖五六十两的 咱们从江南运到这里来 也要不少路费 以八十两一匹 卖给秋水阁 已经算便宜的了 饶氏前世过惯了 傅太太生活的容青英 听到这价钱 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料子的价钱堪比黄金 走 我带你看看 去挑一挑 容青英连忙摇头拒绝 不了不了 我不满 这太贵了 气 都是自个家的 贵什么贵的 谢家喜吃笑一声 忙不迭拉起他的手 就往这边铺头的小仓库走 看铺掌柜诧异地 瞧着两人之间 若有所思 二公子跟这个娘子的关系不一巴 莫不是 他就是以后谢府的二少奶奶 看铺掌柜不禁想 这娘子是谁家的姑娘 这么有能耐 与谢家二公子交好 那乡两人已经走进料子仓库 看着满屋的料子 容青英不由地愧叹了声 这么多好料子 谢家喜失笑 我都是卖料子的 怎么不多 他伸手从架子上 拿了三匹江南紧筹下来 还想再拿多几匹 容青英感觉不对劲 连忙阻止他 你拿那么多料子下来做事 给你带回家 去做衣裳裙子 谢家喜一面回答他的话 一面又从架子上取了匹料子 容青英一时情急 忙上前按住他的手臂 急忙道 不用 这么贵的料子 穿着心里压力也大 还不能穿出去干活 一年到头也穿不了两次 何必浪费 且他也付不起这钱 他陡然地靠近 让谢家喜心跳快了起来 好像失去了控制一般 他就那样呆呆地任由他握着小臂 心头悄然生出了 思思不可名状的波澜 空气一下便静默了 谢家喜保持着那姿势 一动不敢动 只偏头 看向身侧的女人 眼中仰着笑意 容青英猛然发觉 他们两人靠得太近了 面上扶起一股燥热 立刻松开了他的手 抱歉 我刚不是故意的 昏暗的仓库房里 只有旁边的小桌上 一盏油灯微微照亮着 暗淡的光线 柔和了他向来疏离的神色 他长长的眼睫 轻轻颤动了几下 宛如柔软的小羽毛 轻轻挥扫了几下心口 痒痒的 看到他似害羞的模样 谢家喜扬了阳唇角 忍不住调侃他 有什么好抱歉的 我巴不得你握得丝巾丝紧的 事实岔开了话题 若是不要这么多 那拿着这三匹回去 三匹料子就差不多150两了 容轻英哪里受得起 还是拒绝到 我不要 你放回去 行吧 谢家喜知道 他性子较为固执 说了不要就不要的 若是硬塞 指不定要翻脸了 他指了指仓库 另外一个角落的料子 那边的是价钱便宜的 但料子不会差到哪里去 要去看看吗 容轻英顺着他手指指的方向 看过去 眉间微微蹙了一下 不用了 我这里买得够了 谢家喜与其温和 天就转凉了 很快就到冬日了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买不了 回家做冬日的衣裳了 你不考虑一下 他这么一说 脑海中有一丝 灵光闪现而过 将这个点子捕捉到了 容轻英只觉思绪一下 豁然开朗了 可不就是吗 再过两三月就入冬了 现在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是觉得还有很久 可月细节一过 日子就过得快了 那么就可设计冬日的衣裳 而不是距泥于下秋时节的薄衫 如此一想 容轻英脸上满是惊喜 语气一下便轻快起来 那料子多少钱一品 听闻出他音调里的愉悦之意 谢家喜扬了羊眉 比了两根手指 二两 这么便宜 容轻英诧异了下 觉得这个价钱很不可思议 除了粗糙的麻布 都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料子 最便宜的也要四五两 他刚买的三匹料子 花了将近二十两 看铺掌柜还让了一些价 谢家喜解释道 这是我拿货的价钱 自然是最便宜的了 你在外面看的料子 价钱都不知道翻了多少番了 那也确实是 谢家喜拿了匹布给他瞧 容轻英摸了摸料子 这料子的手感 跟他刚刚买的 其中一种料子很相似 莫不是同一种料子 若是的话 那这拿货价钱和卖价相差 也推大了一点吧 容轻英闷闷地想了想 抬头道 好 再买两匹回去吧 容轻英又挑了 两匹不一样颜色的料子 红色和孔雀蓝 想着用来做几套红色的衣裳 过年穿 显得喜庆 谢家喜唇角 扬起一抹懒懒的笑 不用付钱了 就当是我给月月的生辰礼物好了 不过就是几两银子 如若我们是朋友的话 那就不必计较这些钱了 且月月还叫我小叔叔呢 容轻英听了这话 略微顿了下 随后感激道 好 那我先提月姐儿谢谢你了 谢家喜这才满意地笑了 出来让看铺掌柜打包好了料子 帮他拎着 让他上了自己的马车 送他回家 这乡杨潇看见马车渐行渐远 心中一阵惊害 莫不是夫人想要改嫁了 难道夫人喜欢上了这个男人 所以一直在拒绝他家老爷 杨潇越想越胆颤心惊 赶紧写了封书信 命人送去怀洛县 这事儿可一点都担当不得 得了一点冒头的灵感之后 容轻英便开始窝在家里了 一面绞尽脑汁的画图纸 一面忙着用那匹料子做衣服 相当于用来打样品的 忙得不亦乐乎 用那买回来的料子 做出来的衣裳款式 与现在街上卖的衣裳略有不同 让翠鸭和月姐儿 各自穿上自己的衣裙 谢谢耶儿姐 我好喜欢 谢谢娘妻 我也很喜欢 翠鸭穿上了衣裙 左看看右看看 满心欢喜 圆领口的素白礼衫搭配 鹅黄色的开金衫外衣 两只稍微宽大一些的袖子 比礼衫袖子短了一寸 衣巾处简单地绣了些花样 裙子是马面裙 发际上多沾了几个绒花 显得相得一张 月姐儿的衣裙 也是同样颜色系列的 只不过礼衫的袖子 是冗成窄口的 分别以两根红丝绸 系了个结 小姨母 你穿得真好看 月姐儿嘴甜 笑出两个酒窝 翠鸭脸色微红 羞涩笑了笑 伸手捏了捏月姐儿 肉呼呼的脸颊 月姐儿也很好看 做了两套衣裳之后 容青衣心里也有些数了 一连好几日 都在石厅里画图纸 搞纸叠了厚厚的遗落 外面巷子有人打羹了 约某是害十二羹了 眼见灯斩的油快烧完了 在一旁帮忙摸摸的翠鸭 又打了个哈欠 困得快睁不开眼了 又是一张画纸画完 翠鸭忍不住道 依儿姐 时候不早了 要不你歇歇吧 任日这么熬也不是个好法子 容青衣画的正起劲 偏头看她一脸倦态 笑了笑 你先去睡吧 我再等等 有法子了 得赶紧画下来 不然我怕明儿一早起来之后 画不出来了 好 那我去拿另外一盏油灯过来 这盏油灯快烧没了 这会儿实在是熬不住了 太困了 容青衣还没觉得困 一直到三更天了 才觉得眼睛很累了 腰也疼得不行 坐太久了 倒腾了这么几日 终于画出一幅比较满意的画稿 是冬日的款式 明日拿去给皇掌柜看看 可不可行 第二一早 五更天时 容青衣被打更生吵醒了 这一醒 心里既挂着画图纸的事 便再也睡不着了 她看了看身边酣睡的女儿 亲手亲脚起床了 随便输了个妇人发剂 就去了石厅点了灯盏 这会儿 翠鸭也还没醒来 估计也累极了 所以 她不打算煮吃食仙 石厅里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墨香气息 在桌前坐了许久 她却不知从下笔了 毫无头绪 好在昨夜没有中途停笔 六更天 她也只随便画了几个簪花样式 叶儿姐 你昨夜晚睡 今儿怎么又起这么早 瞧你这些时日 忙到面色都不太好了 翠鸭絮絮叨叨地道 容青英整理着桌上的稿纸 笑了笑道 无妨 等熬过这段时间时间就好了 翠鸭长长地叹了口气 哎 这钱可真不好赚啊 容青英看了她一眼 勾了勾唇 钱要是容易赚 这天底下 就没有穷人了 那可不一定 翠鸭扬了扬眉 你看那些贪官 捞钱那叫一个逍遥快活 可别随意说这话 让人听见了 惹来杀身之祸就不好了 容青英提醒她 知道了 但是我们这是在自己家里说话 谁能听得着 隔墙游耳 好好 我以后不说便是 翠鸭连忙附和 耶尔姐 你想吃什么 粥还是饼 容青英对这没什么要求 有的吃就行了 随口道 都行 吃了之后 我便拿着这张画稿 给黄掌柜看看 翠鸭惊叹 画了这么多 就只有一张能交给黄掌柜 嗯嗯 其他的都不是顶好的 收拾好了画稿 容青英伸了伸懒腰 不禁愧叹道 等这事完了之后 我定要好好睡一觉 那是自然的 再吃顿好的 翠鸭说着 眼睛看向桌面厚厚的纸 顿了顿道 可那这些都要扔掉吗 都扔了的话 实在是太可惜了 容青英轻笑了声 我哪是这么浪费东西的人 翠鸭面带愧色 又听她继续说 到时候也问问黄掌柜 或者去其他成衣铺问问 看看能不能卖点钱 翠鸭顿时明白了 嘿嘿一笑 赚钱这会儿 还得是耶儿姐你来 娘亲 月姐儿醒了 正好舒适打扮了之后 就吃了些饼食 容青英带着月姐儿 去了秋水阁 好啊好啊 我觉得甚是不错 这画像我收了 容青英一听 终于松了一口气 好嘞 黄掌柜您觉得可行就成 我就说 依你的聪慧机灵 定能弄出好东西 还有没有想到其他好点子 黄掌柜朗声笑道 小心收起了画稿 容青英一时泄气 摇了摇头 还没呢 就这副是最好的 黄掌柜皱了皱眉 与其停顿了下 不若你将你剩下的画稿 给我瞧瞧 正巧铺里也打算做一批新衣裳 容青英从布包里拿了剩余的画纸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都在这儿了 您瞧瞧 黄掌柜拿了去 坐在桌前 看了好半上 眉头时而拧起 时而松缓 却半句话也说 容青英打量着黄掌柜的神色变化 一时间也摸不准黄掌柜的态度 又过了好一会儿 黄掌柜终于抬起头来 面色不似方才的愉悦满意 让人心里没由来的意景 黄掌柜缓缓开口 容娘子 这些画稿 有些是还算过得去的 然后我再让人看看 有没有法子改一改 容青英文言并没有因此松了口气 反而是试探性地问道 依黄掌柜看 这些画纸能值多少钱 黄掌柜捋了捋胡须 略意沉吟 最多给你五百文钱 黄掌柜手上拿着的画纸 一共有二十六张 若是拢共只有五百文钱 着实是少了些 也不知道其他铺头 是不是也只能给这个价钱 气氛沉默了下去 黄掌柜看出他再犹豫 又捋了捋胡须 说来我当初给了你入一股的机会 如今咱们也算是盟友了 只要我赚钱了 就少不了你的分成 容青英知道他在用未知的东西来说服自己 但仔细想想 也不无道理 他原本也算是秋水阁的一个小东家 只不过没啥决定的权利 与其一口价卖给其他人 还不如卖给黄掌柜 要是铺头生意好了 他还能得更多钱 略加思索后 他缓声道 行 五百文就五百文吧 黄掌柜终于扶长大笑了 好好好 我就喜欢跟你样爽快的人合作 说吧 黄掌柜低下投鼠了五百个铜板递了过去 那你便尽快将那套衣裳做出来吧 黄掌柜从后面的柜子里 拿出两皮锦绸 用纸包拾了 细心叮嘱 这玩意可不能弄坏了 得小心些 容青英忽然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 呼了口气 黄掌柜 我晓得的 行 等会我让人送到你家里去 要是你衣裳做好了 你就捎个信给我 我再派人去你家里去 黄掌柜这么做 主要是怕容青英 自个拿回家送过来的路上 有个什么闪失 把警筹弄坏了 容青英非常理解黄掌柜的想法 这样也好 落得一身轻松 从秋水隔出来 容青英便带着月姐儿 去方心楼买些灵嘴糕点 月姐儿好气心大 也最喜欢逛街买吃的 看了啥吃的 都想捏一块来尝尝味道 不想 却意外撞见了一连十几日都没见过的男人 不过他看向另外一边的架子 大概还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这边 娘青 那个是怪物吗 男人被晒黑了一些 也受了一些 与十几日之前的那个面如关玉的样子 有些许出入 月姐儿便有点不确定了 嗯 是他 所以咱们先躲起来 别让他看到了 容青英牵着月姐儿 来到一个摆满了糕点盒子的架子后 再用帕子给他的手擦了擦 想着等那人走了之后 他们再出去 杨潇看见他们诧异了一下 忽然想到了什么 便立刻放声道 哎 夫人 您怎么也在这里 说着 又低了低头看了看月姐儿 您带小姐出去来玩呀 容青英眉头醋地死紧 眼神冷冷地盯着面前 这个多嘴多舌的大喇叭 你怎么说话这么大声啊 月姐儿很生气 还有我们认识你吗 杨潇被这口齿伶俐的小女娃 问得愣住了 这小脑袋瓜子 赚得也太快了吧 寻常人家的小孩子才两岁 哪里能把话说得这么顺了 容青英不想理会这人 牵着月姐儿的手转身 可裴灵云就在他们面前 定定地站着 请客间 她便知道 刚刚大声说话的男人 跟裴灵云是一伙的 容青英眼底浮起一抹冷色 不理会她 静止从她身边走过 手臂却被一股狠力拽紧 让她不得不停下脚步 她冷眼看着她 放手 挨着她的月姐儿 感觉到娘亲好像生气了 抬头看了那怪物一眼 被她阴沉的脸色 唬得缩了缩脖子 更是往容青英身边靠近 裴灵云将这娘俩 一同排斥她的反应收入眼底 险些气得一口气喘不上来 每天日夜除了吃饭睡觉的时候 都在不停歇地处理 在怀落线的事情 只为尽快赶回来 看看他们娘俩 他们可倒好 一见着她就冷淡着脸色 丝毫不掩饰脸上的不待见 半分样子都不愿意装 她就那么让她讨厌 越想着 心中愈怒 始终无法平复 可到底还是念着她 不想放手 她尽量用最温和的语气问 想买什么吃的 我来买 本来方才 就在挑些好吃 送过去给你们 容青英推着她的手 但声道 不用 我自己买就好了 你放手 这是在外头 我不想平白无故 闹出什么闲话来 裴灵云不舍得放手 甚至巴不得 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是自己的妇人 你放开娘亲 不然我让小叔叔 和汉颜哥哥 他们来打你 月杰儿努力装出 凶巴巴的样子 吓唬裴灵云 听了这话 裴灵云不知该失笑 还是该生气 抑或伤心 不甘不愿地松了手 容青英捶着眸 带着女儿 头也不回地走了 杨潇悄悄打量着 她家主子的脸色 瞧着她脸色不怎么好 迟出了下才问 爷 那咱们还要买这糕点吗 买 通通都买 裴灵云是被气狠了 杨潇不由叹气摇头 果真叫来了店小二 将店里所有的零嘴糕点 都可打包一份 送去清一项 想到刚刚发生的事 杨潇一脸严肃道 方才那些事情 你只当没看见 若是你敢说出去半点 小心你小命不保 店小二险些汗流加倍 连忙点头哈摇道 您放心 我一个字都不会往外蹦的 这官家的是 谁敢往外说啊 没过半个时辰 方心楼的梁小二 抬着一个大木箱子 走进清一项 这般阵仗 引来不少人在自家院门口 探出个头看 哎呦 这到底是谁家 既然在方心楼买这么多吃食 那得花多少钱啊 可不就是 平日里 咱们也只敢一两月 去方心楼买一份 可真阔气 在院子里忙着坐鞋子的郑春娘 听了这些话 放下手里的东西 忍不住好奇地打开院门往外看 接着就瞧见那两个 店小二在他家隔壁的院门口停下了 有个店小二 上前敲了敲门 郑春娘顿时惊叉地瞪大了眼睛 竟是清英家买的 旁边的院门府一打开 店小二就满脸讨笑地道 这位夫人 这是您在咱们方心楼买下的 不如让我们俩抬进去 容青英愣了下神 只一瞬 她便想到了 大概又是某人买的 她左右瞧了瞧 左邻右舍在探头探脑地看着这边 沉沉地吐了口气 她压低嗓音道 先抬进来吧 好嘞 两个小二忙将大箱子抬进院中 打开了箱盖 露出了满满一箱的糕点纸盒 夫人 您瞧瞧这些糕点放哪去 他们还得把箱子抬回去 这木箱子可不算赠送的 容青英谋色一顿 只是问 你们如实回答 这些吃的是谁让你们送来的 两个店小二互相看了一眼 其中一个吞吞吐吐的小声道 是大人说送过来这边的 容青英并不想收下这箱吃的 我并不想要 你们原封不动抬回去 两个店小二皆是一脸为难之色 夫人 大人已经付钱了 且离开了方星楼的东西 没有再退回去的道理 另一个店小二连声附和道 是啊夫人 我们回去也不好交差 您说是吧 容青英微醋起霉 略意沉吟道 那你们抬去县衙给回她 店小二脸上的神色更是骇然 摇头如波浪鼓 使不得 夫人 这可使不得 平白无故的 怎么能去县衙呢 咱们可不敢去 夫人 您就收下吧 左右也是大人的一番好心意 另一店小二 小声央求道 是咧 要不您就自个还给大人 容青英心里烦躁得很 眉头醋得更紧了些 也不想再为难这两个店小二 指了指葡萄架子下的桌椅 就先放去那里吧 好嘞好嘞 两个店小二终于大松了一口气 连忙利索地 将箱子里所有的糕点都拿出来 整整齐齐摆放在桌上 足足摆放了十层有余 服役摆放完了 他们便想转身就走 容青英诞声问他们 这些东西一共花了多少钱 如实说来 不然我就不收了 两个小二顿时着急起来 一共十四两 容青英呼吸一沉 真是贵极了 两小二什么都不敢多说了 道了声谢谢 便急急地抬着箱子走了 就怕惹上什么麻烦 他们一走 郑春娘就走进来 连带地关上院门 瞧着那桌上的吃食 连连责叹 我的老天哪 怎的买了这么多 可是 要花不少钱呀 说着 郑春娘又疑惑地看向容青英 青英 你买这么多糕点做身 容青英沉沉地叹息了一声 只是道 别人送来的 不是我买的 嗨 我就说你怎的 无端端买这么多吃的 离月姐的生辰 还有几天哪 郑春娘默然而笑 又打句道 谁能送这么大一手笔的东西 难不成是谢二公子 郑春娘早猜出了些 谢二公子那些不对劲的心思 故而才不给容青英 介绍相看的对象 只给翠鸭介绍 她也盼着这两姑娘 能过上好生活 既容青英那下了 江南不回来的丈夫 就当是死在外头了吧 容青英不由失笑 不是她 春娘沉你可别想歪了 哎呦 这不是看好你们俩吗 总盼着你们俩能在一起 郑春娘由衷地道 春娘沉 容青英颇为无奈 郑春娘也不打趣她了 摆了摆手道 好了好了 跟你开玩笑呢 既是这样 那我回去继续做我的鞋子了 郑春娘走了之后 院子里再躲安静下来 容青英看着那堆糕点 很是发愁 不知要如何送回去给她 翠鸭带着月姐 去石西村捉鸡去了 小半个月没有吃鸡肉了 小丫头 说想吃鸡腿了 做好了午时 翠鸭跟月姐刚好回来了 好香 好饿好饿 翠鸭一面说着 一面把骡子拴好 将那两只鸡 扔进竹笼子里去 翠鸭特地多带了一只鸡回来 想着过几日 就是月姐的生辰了 指定要宰只鸡来的 饿了就快来吃 今日蒸了鸡蛋羹 容青英在桌上摆好了碗筷 院子里忽然又多了一声惊呼 我的天 这儿怎么这么多盒子 这是什么东西 是吃的吗 不知道呢 闻着好像有点香味 一大一小目瞪口呆地盯着 桌上那堆盒子 月姐忍不住好奇地凑上去 用鼻子嗅了嗅 乌溜溜的眼睛默然一亮 小姨母 这好像就是吃的 话音未落 小丫头便兴致冲冲地跑进食厅 嘴上喊道 娘亲 娘亲 那些是不是吃的 小丫头目光溢溢 期待地看着容青英 翠鸭也小跑了过来 顶着两人期待的目光 容青英只好点头道 是 都是吃的 翠鸭问了跟郑春娘一样的问题 容青英也回答了一样的答复 都说是别人送的 这人真的是老好人 翠鸭惊一地道 依儿姐 那到底是谁啊 容青英抿了抿唇 正想说出名字 月姐抢先一步说了出来 娘亲 不会是那个怪物送的吧 翠鸭一听 顿时疑惑起来 谁啊 怪物怎么还会送吃的过来 月姐挨压了一声 对翠鸭就说 就是上次那个人 穿着跟娘亲一样 颜色的衣服 说翠鸭愣了一下 而后就想到了 那位裴大人 暗自倒吸一口凉气 月姐仰着头 看向容青英 娘亲 是不是她 容青英很诧异 女儿如此灵敏的心思 心绪复杂地嗡了一声 是她 唉 不能吃了 月姐小脸顿时沮丧了 搭拉着肩 坐在餐桌前吃饭 翠鸭也没了心思 跟着坐下吃饭了 容青英见着一大一小 对裴凌云拒绝的态度 这么坚决明显 便知道 他们是想着 无论如何 一暖 想了想 她轻声道 要是你们想吃就吃吧 我把钱还给她就行了 正在巴拉饭的两人 默然抬起头 脸上浮现惊喜 一口同声地道 真的吗 真的 快吃饭 吃完了就去试试吧 看看好不好吃 哦 月姐欢心鼓舞的 不过翠鸭只是高兴了一会儿 又担心地问 耶儿姐 这么多吃的 要花多少钱 容青英没有将那价钱说出来 而是道 不算很多 不用担心 咱们吃不完那么多 便可以问问附近的左邻右舍 要不要买点 翠鸭宁起没 那不是亏了 没办法 放着要是坏了更可惜 容青英如是说道 若是按照原来的价钱 定是没什么人愿意买的 就当是打点邻居了 以月姐的生辰做理由 给咱们月姐寄些福气也好 翠鸭这才好接受了些 忽而想起什么 又煞有其事一般道 耶儿姐 我们今儿去实习村时 听周大娘说 那次来找咱们麻烦的几个婆娘 被人蒙头打了一顿 找死也找不出来 是谁干的 只能咬碎牙 吞下这口恶血 说着都让人觉得 甚是大快人心 连小小的月姐儿 也乳生乳气地道 打得好 翠鸭扬了扬眉 哈哈笑道 那可不是吗 这种老婆皮 就该让人好好收拾一顿 耶儿姐你说是不是 这是让人高兴的事 可翠鸭瞧见容青英面色呆愣住了 好像看不出一点喜色 她这心也一时悬了起来 有疑问 耶儿姐 怎地了 是有什么不妥的吗 还是你晓得 是谁打了那几个老婆皮吗 容青英眉间急轻地醋了醋 缓声道 还不确定 随便她吧 能让那几个死婆娘遭点罪 也挺不错的 翠鸭不晓得她在怀疑谁 但她没有说 便不再追究着问了 吃过午时后 留了几盒爱吃的糕点 他们便把桌子抬出去 相当于摆了个摊子 吆喝了两具 便宜卖糕点了 隔壁的郑春娘率先出来了 哎呦 这时又作甚 怎么不自个吃了 这么多 哪里吃得完 容青英笑了笑 只故意放声道 这些都是 还没有拆开的 想着便宜一半的价钱 看看大家要不要 绝对不骗人 郑春娘一下就明白 她想干什么了 顿时也放大了声音 故意吆喝道 这么好 让我来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 正好最近嘴馋的药井 多买点回去解解馋也好 这么一喊 青衣向的不少邻里 好奇地探出个头 看这边的动静 嘴上跟旁边的人 窃窃私语着 哎呦 她怎么这样啊 就一些糕点罢了 怎的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又想显白 自己有点破钱是吧 谁知道呢 还说便宜一半的价钱卖呢 都不知道 这些糕点 是用什么手段骗到手的 谁不知道方心楼的糕点 死贵死贵的 平常都不怎么敢去那逛 更别说买这么多了 还不如去何香楼 买多点吃的划算 可想是这么想 若是有机会 又有谁不想尝尝 方心楼的糕点呢 那些个人嘴上 说着鄙夷的话 眼睛里却暗暗流露着蝉嫌 喂 容娘子 你不会是 拿着其他地儿的吃食 来哄骗我们吧 其中一个人并不太相信 是啊 谁知道是不是真是方心楼的 你们不要拉倒 让我先来看看 郑春娘回家 拿了一个盘子出来说话 脸上带着欣喜的笑意 我要三块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郑春娘一下点了好几个 脆压动作俐落地 将糕点和一些干果 装到她的盘子里 旁边的人健壮不由得着急起来了 哎哎 春娘你家里人少 一下也不用点这么多 给我留着点 我回家去拿盘子过来 行行行 留点给你 我不买其他的了 郑春娘说着 很爽快递给了钱 迫不及待吃了一个糕点 满脸满足 可真好吃啊 这钱花的值当 这么看着 大家都有些蠢蠢欲动 到后来 大家嘴上就说着 这糕点确实是好吃 真想买多点 咱们家好久没有吃零嘴了 还有一些谢谢的话 价钱本就减少了一半 又可以单独一块块买 价钱听起来就更便宜了 大家一拥而上 将大部分糕点都瓜分了 捡到了的大便宜 大家几乎都是乐呵呵地回家的 迟来的几个人 原是听了这边的动静 便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火跑过来 却看到荣青英和翠鸭在收摊了 问道 剩下的这些 就真的都不卖了吗 荣青英笑了笑 不好意思哈 这些是留着我们自个吃的 几个人面上 不由露出惋惜的神色 唉 真是可惜了 这么多人你一句 我一句地说着 就传了些消息出去外面 出来办事的杨潇 听了这消息后 万分心惊 神色异常凝重地赶回到衙门 将这件事告诉裴灵云 杨潇有些拿不定主意 耶 夫人好像都不愿领情 您说 这可咋整啊 桌案前的男人 眉冷冷俊风锐 神色让人捉摸不透 我知道了 出去吧 杨潇 只听到这么一个冷淡的回答 一抬头 便看见他家主子 又买手看文书了 好像对这件事 毫不关心一样 但只有裴灵云 自己知道心中的感觉 他已经说不出 心里这股难受的滋味了 明明觉着御仗的不是 却又觉空空荡荡的 什么都摸不着 铺在桌案上的文书 似乎变模糊了 那些字眼 一个个都入不了脑中 都不知道过了多久 愣是没看完那一封文书 一到下堂的时间 扶在桌案前的男人 立刻走出衙门 连官服都不曾回去换 便急不走去清衣巷 因着路成静 不消一刻 男人便到了巷中 那户人家门口 急促地敲门声 响起 来了来了 院里传来了清丽的声音 却不是他的 门一打开 翠鸭就看见 身穿官服的男人 心里猛然一出 他们这些老百姓 平日里基本上 不跟这些官人打交道 乍一见到官人 还是面色不太好看的官人 就不由地怕起来 即便这个人 是不陌生的裴大人 翠鸭愣了愣神 才道 裴大人 你有什么事吗 裴凌云此时的脸色 平静到几乎是漠然的 一双幽深的眼眸 没有一丝连衣 有事要找她 请让我先进去 翠鸭一时拿不定主意 她不晓得 一儿姐是否愿意见她 接着又听她冷沉沉的声音响起 我现在还穿着官服 你想让大家都看见 翠鸭漠然后几杯一凉 便没再拦着她 关门之前 还探出个头 左右看了看巷子 见眉人才 狠狠松了一口气 裴凌云一踏进院子 就看到葡萄架子下的八仙桌 还放着一些糕点 煞时间不知怎地 空芒无处安放的心 似乎又落回了原处 裴大人 您让人送来的糕点 我们几乎都吃了一些 翠鸭说着 控制不住局促起来 这人身上那一身官服 总让看人看着心慌 翠鸭暗自懊恼着 那相容轻音 方才帮月姐儿洗完澡 整理着凌乱的衣裙 洗了个舒舒服服的澡 月姐儿高高兴兴往院子跑 看到站在院中的男人 急急地杀住脚步 果不其然 又是那句 你怎么又来了 月姐儿可不像翠鸭 不知道男人是个官 更不知道她身上穿的是官服 故而就不会像翠鸭那般牲畜 裴凌云望着那张娇俏可爱的小脸 唇角扬起一抹柔和的笑 月月吃了我送来的糕点 却又要赶我出去吗 裴凌云指了指八仙桌上的零食 用这个卑劣的法子 试图缓和月姐儿 对她的敌意和排斥 月姐儿是个懂事 有主见的小孩 乍一听她这么说 肉肉的脸颊默然红了起来 不好意思地瞪着她 裴凌云眸底的笑意更深了 容轻音拎着一桶衣裳走出来 搅好玉面清零零的 倒是没有立刻出声赶她走 她在洗浴室里面 就已经听到她的声音了 故而这会儿没有惊讶 裴凌云目光眷恋地流连在她脸上 心中膨胀的那股酸楚之意 引淡了不少 容轻音放下木桶 一言不发地进了房里 拿了一个钱袋子出来 递给她 裴凌云眉心猛然一动 低沉道 你这是做什么 这是补给你的钱 你让人送来的糕点 容轻音诞声道 余霞龙在她如玉的面容上 仿佛蒙上了一层柔和青纱 可她的心是冷的 眼神也是清冷冷的 翠鸭眼瞅着这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太对劲 便朝着月姐招了招手 让她过来 月姐不明所以 只迈着小短腿跑到翠鸭身边 想着依儿姐和裴大人 大概又是谈一谈了 翠鸭无声地叹了叹气 牵着月姐回到自己屋里 月姐十分想不明白 仰着小脑袋问翠鸭 小姨母 为什么每次那个怪物一过来找娘亲 我们就要躲起来啊 呃 翠鸭灯时一愣 忽然之间也不知道要该如何解释 也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这样的 似乎每次陪大人来找依儿姐时 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要躲开一点 留着一个只有与他们俩说话的地儿 至于为什么总要这么做 她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 月姐爬上翠鸭的床榻 趴在床铺上撑着脑袋想着 小姨母 那个怪物为啥总是来找娘亲 翠鸭又是一顿无语凝噎 眼神复杂地看着小丫头 她也不知道要如何解释他们一家三口的事 复杂得很 就像她一直不理解 依儿姐当初为什么忽然之间跟陪大人合离了 有时候又暗自伤心 说依儿姐还喜欢陪大人 却好像又不是 她总是对陪大人冷冷淡淡的 说不喜欢吧 为什么又会伤心呢 翠鸭始终想不明白 这些弯弯绕绕的东西 只清楚一点 无论依儿姐要做什么 自己都会站在她那边 小姨母 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月姐抬起头说 那她会不会抓走娘亲 翠鸭身板叔弟挺直了 跟月姐两眼相瞪 不会吧 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可是娘亲跟我说 让我不要靠近她 不然会被她抓走的 月姐儿说着 麻溜弟下了床 蹭蹭蹭地跑到房门边 悄悄打开了门 乌黑圆润的眼睛盯着外面看 院中 裴灵云逆着她手里的荷包 唇角极轻地勾了下 无可名状地自嘲了声 容卿英 你还真是事事都要计较个清清楚楚吗 是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不想再跟你有什么牵扯 容卿英面容上 始终挂着冷清之色 呵 你真是语气轻而冷 裴灵云直勾勾盯着她看 那一颗凉薄的愈怒的情绪 交织在眼底 月月是我女儿 你跟我永远撇不清关系 容卿英神色波澜不惊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月姐儿是你的女儿 滴血认清 她冷涉生 那法子多容易弄虚作假 谁又会真的相信不疑 你 裴灵云一瞬被气急了 眼底不可控制地 扶起一抹深藏的乖力 失控的 她一把将眼前的人 用了劲捞进怀里 不遗余力地往她口中 渡着自己的气息 拽在她腰间的手 重重地揉捏着 动作过于粗鲁 蛮不讲理的 容卿英的身体 几乎动弹不得 呼吸仿佛被无情地掠夺干净 使得她不能自己的物业 出细细碎碎的声音 呜 她手里的钱袋子 啪哒地掉在地上 那像在屋里偷偷看着的脆鸭 惊得煞食瞪大了眼睛 愣了一会儿 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捂着月姐儿的眼睛 把月姐儿往屋里带 物字拍了拍胸口 颇为惊魂不定 老天啊 这也太凶狠了吧 这要把夜儿姐吃了似的 脆鸭喃喃自语道 月姐儿险些被虎道 小脸上挂着担心 瘪着嘴快要哭了的样子 小姨母 她会不会把娘亲吃了呀 脆鸭一听 脸上燥燥的 轻咳了一声 咳 不会的 月姐儿哭腔更明显了 显然还是不信的 可是我刚刚看到 她突然就对娘亲咬了过去 脆鸭只觉脸上更加燥热了 不是咬月姐儿不用担心 你娘亲会打败她的 她只能这么安抚着 实在是想不出其他法子 来解释刚刚看到的一幕了 她自己都修得紧 打死都想不到 那个向来冷着脸的裴大人 竟然是这般凶悍的样子 脸都不要了似的 此时愿忠 容轻英面色润红 绵软无力地趴在她身上 大口地喘息着 还要说与我断绝关系的话吗 嗓音低沉 沙哑至勾人心魄 哟 她还是嘴音道 原是轻力的声音 也变得哑了些 就算你弄死我 我要跟你断绝关系 裴凌云冷冷一笑 冷力的气息 冲淡了同眸里的红玉 她再度逼近她的唇 唇齿相抵 容轻英被她逼迫的 眼睫止不住地颤了又颤 但依旧倔着性子 不愿屈服 光用蛮力的男人 见她还是不情不愿 恼恨得够呛 松开了她 两人鼻尖相处 她的嗓音 稳稳沉沉地拨过来 死将 容轻英半合着眼眸 不回应她 一二 我甚是想你 不只是这几日想 是那几年都在想 想得深入骨髓 裴凌云埋首在她的脖侧间 薄唇一下一下地掠过她的肌肤 激起微微站立 裴凌云 你只是不习惯吧 你以后终有一天会觉得腻尾的 她清晰的声音里 四果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 所以 你就放我可好 她沉了沉呼吸 从喉咙里 发出嘶哑的喘息嗓音 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 我做不到 你再相信 我一次好不好 她默默不语 若是你觉得我不可信 那你便从我身上搜刮钱财 总归也能过更舒坦的日子 不是吗 容青莹眼角逼出了眼泪 心口隐隐生出了一丝揪人的疼意 哭了半嗓 她吸了吸鼻子 揪起她的官服的 一把抹去了脸上的眼泪和鼻涕 裴凌云垂眸一看 鹅角的青筋鼓鼓 跳动了两下 她的这般举动 却是缓和了几分她心中的韵怒 眼底浮起淡淡的笑意 她从袖口掏出条帕子 捂在她的鼻子上 醒一醒鼻涕 容青莹下意识顺着她的话 堵塞的鼻腔顺时畅通了气息 趁着她的力道松缓了 容青莹挣脱她的禁锢 转身进了造房 你要做什么菜 我帮你 裴凌云物资多说了这么一句话 接儿用帕子随意擦了擦粘 在胸前衣裳上的叶子 捡起地上的钱袋子 不假思索地跟着进了造房 在房间里的脆压 听到这句话 不自觉地松了口气 月姐儿 走吧 咱们可以出去了 娘亲把她打败了吗 月姐儿用天真的语气问道 那呢 打败了 咱们出去帮忙煮饭了 翠鸭此时 已经能脸部红心不跳地扯谎了 好 娘亲真厉害 月姐儿一改愁容 心悦不已地打开门跑了出去 娘亲 哎 怎么了 容青莹的回声 自造房那边传了过来 月姐儿闻声直奔造房 进去一看 又看到怪物还在 硬生生停住了脚步 娘亲 你不是打败她了吗 怎么她还在这里啊 后面跟过来的翠鸭 顿时汗流加倍 忙上前打断道 啊 月儿姐 热水好了吗 我来宰鸡 容青莹愣了一下 瞥了眼挤在造房里的男人 跟翠鸭说 好了 热水可以用了 好嘞 翠鸭提了木桶 到造炉旁打了半桶热水 提到院子里去 把鸡从笼子里抓出来 用草绳子死死绑住两只脚 容青莹出来帮忙 抓着鸡脚提起来 翠鸭干脆利落地割了鸡的喉咙 鲜红的血 速速滴涌到盘子里 等会剁了这个鸡头 跟这盘鸡血一块煮了 给那小狗吃 容青莹说道 小狗常常是被拴在 靠近门口的地方 特意买了一个四方竹笼 给小狗当狗窝 周围和顶面都用缩衣裹住了 多少都能遮挡一些风雨和日桶 里面铺了一层厚厚的干草 小狗很喜欢她的狗窝 无论是拴着还是没拴着 都特别爱窝在她的狗窝里睡觉 但也足够机灵 有灵性 现在她已经不冲着裴灵云叫了 好 没问题 翠鸭一面硬着 然后把鸡放进热水里抛了一会儿 再拎出来 开始拔鸡毛 月姐儿在一旁看着 丝毫不害怕 她还喜欢拔鸡毛 每每杀鸡的时候 她就会凑上前来帮忙拔鸡毛 这回已经拔鸡毛拔得不亦乐乎了 早就把怪物怎么还在家里的问题 抛之脑后了 容青莹回造坊里 准备准备吃鸡肉用的蘸料 裴灵云站在造坊中 看着她们忙进忙出的 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 明明以前该是她来帮她的 如今她倒是很难插手帮忙了 眼瞥见柜子里放着几根白萝卜 她挑了挑眉 挂念着她炖的鸡汤 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于是便主动说起 依儿 是不是也要用这萝卜炖汤 说着 她把萝卜端出来 容青莹瞥了眼 诞声道 今天不炖汤 那是等会用来做凉菜的 裴灵云闻言 莫名有些怅然 竟不知自己 对这道菜如此惦念 感觉那人 竖然沉默了下去 容青莹抬头看了她一眼 见她眼睛盯着萝卜看 也没有说什么 继续帮助做饭料 裴灵云拢了拢思绪 又道 那我把皮削了吧 随便你 一时间 造坊里一点说话声都没有 容青莹弄好了饭料汁 一转身 就看见 还穿着官服的男人 蹲着削萝卜皮 怎么看都觉得 她与这简陋的造坊格格不入 她始终都不是 从前那个在青山村时的人了 容青莹将眼底的情绪 收敛得干干净净 又是淡然无蓝 一二 四日之后 便是月月的生日了 是吧 她又是主动挑起了话题 事实上 她早就 让暗影查清楚了 月姐的生辰 就是在四天后 八月初五 月姐是提早了月份生的孩子 不知道 那时她遭受了多少罪 心间不由地泛起疼意 在她生产时 没有陪在她身边 是她的遗憾 没有看着月姐长大 是她的遗憾 而她没有出席自己的极冠礼 是她的遗憾 以前那么多日子 生出想要将她丢下的念头 没有好好待她 又是她的遗憾 若不细想 她也不知自己 竟然有这么多遗憾和悔恨 幸好月姐生得健健康康的 身体也不虚弱 等她对质起来 生龙活虎的 她也还健康着 如此也甚好 容青莹手上的动作微顿 清零零的目光 凝在浓乡的降至上 过了好半场 她才直升 她曾经也是期盼过 她生崽子的时候 她也能陪在自己身边的 只不过 那是很久远的事了 有做好 怎么给月姐过生辰的打算吗 容青莹腻了她一眼 这不是废话吗 月姐的生辰我 还能忽视了不成 裴凌云心头危岗 她不过是想知道 她是想如何打算的 希望她能将她的想法 告诉她罢了 容青莹也意识到 自己的语气有些冲 常常蓄了一口气 我自己有打算 再多一句话都没有了 裴凌云郁姐 一不小心把萝卜皮削厚了 一层白白的皮 带走了一层厚厚的萝卜肉 莫名地有些心虚地 抬头看了看她 恰好对上她冷淡的眼神 要削就好好削 不削好就赶紧走 我不走 一味地固执 她沉着眉 快速将几根萝卜削好了 暮色渐沉了下去 裴凌云后者脸皮 吃了一顿饭食 极其主动地收拾碗筷 要拿去洗 这举动可把脆压吓住了 哪里能让一个支线大人 他们洗碗 毛布蝶把碗筷抢了过来 自个去洗 吃都吃完了 赶紧走吧 容卿英催促她 意外的是 她竟然没有磨蹭 低声应道 好 我先走了 随后 又跟月姐说了句 月月 爹爹先走了 一顿饭的时间 裴凌云靠着她知道的小故事 跟月姐套了近乎 月姐忍不住好奇心 听着她讲小故事 不由自主地跟她搭了话 然后一大一小就聊起来了 月姐看了看容卿英 脸上浮现懊恼 看着裴凌云道 走吧走吧 你不要再来我家了 裴凌云察觉到了月姐的小脾气 真是她娘亲一样的死绝 她的唇角带着几分笑意 夸了夸月姐 月月真可爱 月姐修红了脸 裴凌云眼里的笑意更甚 柔和的目光 凝向小丫头的娘亲 缓声道 你也很好看 尾音带着些许嘶哑低沉 容卿英心神轻轻一震 恰时 翠鸭刚好从造房出来了 愣愣地站在原地 容卿英耳根子热起来 羞耻地瞪了裴凌云一眼 后者心情愉悦地转身走了 容卿英立刻上前 把院子门给关上了 才松了一口气 翠鸭也感觉自在了点 放松了心情 走到容卿英身边 依儿姐 你是打算原谅了裴大人吗 你要跟她和好了吗 听到翠鸭一连抛出的两个问题 心仿佛一下 又坠入冰冷的深渊中 眸光淡了下去 不会 翠鸭不解 可你刚刚不是跟裴大人相处得好好的吗 我还以为你要跟裴大人重新在一起了呢 容卿英轻描淡写地开口 她现在降着要纠缠 这门都挡不住她 我又不能把她劈了 不过是暂时顺着她罢了 翠鸭想都没想直接道 翠鸭姐 你要是不想跟她在一块 她来了 咱们用扫把轰她出去 容卿英笑了笑 捏了下她的脸颊 她是支线 要是让别人都知道我们这么大胆去轰一个支线 就算她不愿不计较 其他人也会计较的 这是触碰了她们的官威 到时候咱们也会有麻烦 翠鸭似懂非懂 夜色降临 打更声在巷子里响起 一道墨色的身影翻墙而入 今日没什么心思琢磨衣裳的事 容卿英便早早就睡下了 也是累极了 一躺下就睡着了 可不知道怎么的 只睡了小半个时辰 短短的时间里做了个梦 这次的梦很奇怪 她的房门口跪着一个美娇娘 哭得梨花带雨 娇美的脸上挂着绵绵的泪水 看着楚楚可怜的 是王云宁 容卿英慢慢呼了一口长气 这人怎么如此难缠啊 她生前一个劲地与她争宠 姐姐 你如今已是命若悬丝 且你还毕业整整大了三岁 都忍老猪黄了 还伺候得道爷吗 你早该死了 她躺在床榻上一息掩掩 如何都想不通 为何王云宁一个出身不算差的女人 为何心思如此歹毒龌龊 姐姐 换作聪明的老妇人 就该早早为自己的孩子铺好后路 而不是连连扔下绊脚石 王云宁的字字句句犹在尔记 怎的如今连她死了 还要过来她这里故作矫情 她是绝对不信 这个女人是因她死了而伤心 说不定被地里笑的嘴角 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没了她这个绊脚石 这个女人跟裴林云两人 终于能如愿所长 恩恩爱爱在一起了 只是不知道 她的月井和井哥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被那个数子欺负 希望裴林云说话作数 要好好对她的一双儿女 但她一直都不是个手性弄的人 眼前忽而有道雾白的光一闪 她竟然看到了 裴林云跪在房中气不成声 怀里抱着一个灵牌 那房间是她前世 在裴林云府底上住的 隐隐约约能瞧见 那灵牌上的名字刻写着 无此生至爱之妻容轻英 屋里燃着火红的大蜡烛 明晃晃的火焰 把屋里照得通亮许多 比她用的灯斩好太多了 听到外面的哭泣声 她那张阴沉的毫无血气的脸 依旧无波无澜 将灵牌放在床边的紫檀木桌上 起身往门口走去 她就那样看着 大概也没有谁会像她那样 将一个死人的灵牌 日日夜夜放在床边 灵牌前总会放着印记的新鲜水果 干椒 桃子 龙眼 以及荔枝等好些果子 这等摆放 跟灵堂那摆放着供品 没什么两样 她瞧着都觉得甚是甚人 哦不对 怕什么呢 那是她自己的灵牌 门被打开时 发出轻微的吱压声 她下意识望过去 书然 腰上多了什么缠绕着 且越缠越紧 她一下被惊醒了 书得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中的一片黑暗 灼热的呼吸 喷不在耳阔处 在她敏于感触的肌肤上 掀起一粒粒小秃点 勾起了淡淡的氧液 梦境中那些怪异的阴幕幕 似乎还在脑海中 久久都没有变得模糊 她打开门后 挺拔微然的身影 不知为何 始终勾着她心底里的 一根心魂之弦 无论如何 都无法沉压下去 容轻音闭了闭眼 将眼底的酸楚咽下 缓缓调整了小呼吸 一二 吵醒你了吗 低雅折的嗓音 浮开在耳机 深藏在某处的心弦 似又颤动了下 容轻音模模糊糊 再次睁开眼 紧了紧牙 慢慢吞吞地挤出色声 你这么大的动作 怎么会吵不醒 我又不是死了 莫要说这样的话 她音色中 透出一丝沉郁 唇齿流连在她耳后 那块嫩弱的肌肤 愈发低雅的声音 一出唇腔 一二要与我长命百岁的 听了这句话 容轻音轻吃了声 一滴苦泪 从泛红的眼角滑落 是要长命百岁 只是盖不会同她一道 她这辈子想好好攒钱 看着月姐 风风光光出嫁 裴凌云见她没有说话 便自顾自认为 她是默认了的 唇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 一夜同床一梦 一日一早醒来 容轻音便催裴凌云赶紧走 别让人看见了 此时天还是灰蒙蒙的 大伙估计都才刚刚起床 容轻音打开院门 探头网面看了 没人出来巷子里 回头对她诞声说 赶紧走吧 短短四个字 让裴凌云一夜好心情 消散了不少 一声 没坑走出院子 待她一出门 容轻音便立刻关上了门 仍然还站在门口的男人 面色微轻 眼神沉沉地盯着眼前的门板 忽而觉着 这门板碍眼至极 她微微斩了斩衣袍 冷着一张脸 转身朝着衙门的方向走去 容轻音没有过多在意这些事 连同那个怪异的梦 也一同抛之脑后了 回到房里拿了料子 打算给做一个小夸带 再做几个小绒花 作为月姐的生辰礼物 去年过年时 她也做了一个红色的小夸带给月姐 她喜欢的锦 常常出门要带上 尤其是去逛街的时候 买的小灵嘴小玩具 都往她的小夸带里塞 那个小夸带也旧了 都磨出毛边了 这次用回那匹鹅黄色的料子来做 做一个不一样的款式 月姐很喜欢小兔子 看画本上看到的 那画本上的小兔子体型 与她以前在青山村 见过的小兔子很像 但实际上 月姐是没有见过小兔子的 如此想着 她便想给月姐做一个 兔子款式的小夸带 要是能用白色的皮毛做 那就更好看了 只可惜 他们这些平民百姓 是用不了的 也用不起 那些瘦皮毛 皆是权贵所能触及的 前世她便见过一个官夫人 披过用兔皮毛做的披风 极尽奢华 对于她来说 没有白色皮毛也没有关系 她可以用白色的针线来代替 只不过要好多一些针线罢了 很快就到了月姐生辰这天 小夸带也做好了 一连几天都没有出现的人 今儿个又出现在院子里了 你怎么又来我们家了 你自己没有家吗 月姐还是一如往常 瞪着她问 只不过这回多了一句话 后面那句话 让裴灵云的脸色变了变 原本和煦的神色 忽而冷淡了些 眼神深沉 有着令人看不懂的情绪 她这般模样 竟把月姐唬了一下 裴灵云捏了捏手里东西 尽量放温和的声音道 月月 我是你爹爹 你和你娘亲在哪里 我便应该在哪里 月姐仰着小脑袋看着她 一双天真的眼眸 流露出疑惑不解 裴灵云蹲下身 放低身子 认真地跟月姐道 月月 我之前惹你娘亲不开心了 她不喜欢我来这里 你帮着娘亲也不喜欢我来 其实我是高兴的 这么一句话 让容卿英身形微微一顿 腻了她一眼 便又继续默不作声地切萝卜 但这话对于月姐来说 复杂了许多 她错了醋眉 云里雾里的 为什么呀 我不喜欢你来我家里 你为什么还会高兴 要是有人跟她说不喜欢她 她会伤心的 月姐在心里想着 裴灵云从来没有想过 责怪月姐总对她无礼 反而是庆幸又是心疼 庆幸月姐如此懂事体谅她 庆幸月姐会毫无条件地站在她那边 不至于让她孤苦无助 却又十分心疼月姐还如此小的年纪 便能做到这么乖巧 可月姐是开心的 只要跟娘亲在一起 就是过得快乐的 所以月姐从不为自己没有爹爹陪伴 而伤心哭闹 裴灵云禁抚了抚月姐的头 敏唇笑了笑 因为我很喜欢月姐 就像很喜欢你娘亲那样 啊 月姐眨了眨眼睛 有些害羞 但又有另一个疑惑 那你为什么要惹娘亲生气 娘亲不喜欢你 裴灵云默然一噎 一时之间 竟不知如何为自己变白 她这小脑袋刮转得快 总是出其不意 让人哭笑不得 月姐见她说不出话来 哼了一声 你就是骗人的 我也不喜欢你 不理你了 说完就奔着造坊里去了 夜儿姐 可真够乐了 月姐那小嘴实在厉害 竟能把裴大人 唬得一愣一愣的 脆压低声笑着 容卿英也这样觉得 唇角极轻地勾了下 娘亲 小丫头甜妮妮的叫声传来 叫她心头一阵软乎乎的 她这小崽子 就是她最爱的一颗甜糖 每天都让人甜自知的 哎 娘亲在这里 容卿英道 娘亲娘亲 月姐冲进造坊里来 抱着容卿英笑嘻嘻的 嗯 怎么 月姐可是饿了 容卿英不厌其烦地回应着 不是 我是太喜欢娘亲了 月姐摇了摇头 黏人地贴着容卿英 翠鸭见状不由地打去道 哎呦 那月姐可喜欢我 也喜欢 月姐毫不犹豫回道 我也很喜欢小姨母 翠鸭顿时乐不可知 听着这边的嬉笑打去声 裴玲云静静沉沉地 助力在原地好一会儿 苦涩覆满心口 随后 抬着沉重的脚步 静静地离开了院子 等容卿英出来 院子要打水时 却发现院中已空无一人 静悄悄的 唯独留下了 放在葡萄架子下的糕点盒 她震了下 想起方才月姐说的那些话 似乎也猜到了点什么 她大概是伤心了 纵使月姐确实是她的女儿 可她还是无法主动 劝为月姐喜欢她 甚至自私地想 月姐不喜欢她才好 但她也不会在月姐诋毁她 故意说些她的坏话 容卿英拢回思绪 到井边搭了一桶水上来 提进造坊里 不再去想关于她的事 月姐的生日宴定在昼时时间 白日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 日头渐渐西沉 鱼霞映红了天际 隔壁的春娘婶在外面干活回来了 连忙烧了热水洗了个走 就过来容卿英家里 帮忙煮吃食 这个时间点也差不多了 周大彪也回来了 这夫妻俩各自都准备了一份礼物 给月姐 郑春娘送的是一个同座的长命所 做工是精致的 她自个亲自给月姐带上 而周大彪知晓月姐爱吃 便直接去荷香楼 买了几份糕点拎过来 月姐捧着糕点乐得直笑 周大彪笑不可养 你瞧瞧 我就说这小丫头就爱吃的 月姐也不害羞 嘿嘿地笑了 容卿英便也拿出了自己做的小胯包 兔子形状的 轮廓周边用白色丝线装饰 毛绒的一圈 月姐看到这个小胯包 乌溜溜的眼睛默然放亮 迫不及待接过小胯包 笑得脸颊的小酒窝身现 谢谢娘亲 月姐喜欢的不得了 当即斜跨在肩上 配上那身新做的鹅黄色衣裙 可好看了 月姐仰着头乐呵呵地问 娘亲 好不好看 容卿英眼里含着柔和的笑意 好看 月姐怎么样都很好看 月姐脸颊红了红 翠鸭接着拿出了她自个做的绒花 笑了笑道 那月姐可可喜欢这个礼物 当然喜欢了 月姐毫不吝啬地回答 小姨母 你快给我带上 哈哈 瞧瞧咱们月姐还是个爱美的 郑春娘笑得眉目飞扬 女孩子哪有不爱美的 导吃得漂漂亮亮的多好啊 周大彪害笑一声道 小鬼尖没有被拴着了 坐在月姐脚边 急紧地滴滴叫了一声 在人群中丝毫不胆怯 郑春娘更是打趣道 哈哈 你看小鬼都觉着月姐顶好看的 一番说说笑笑间 不曾想裴玲云还会再过来 院里忽然安静了下去 郑春娘和周大彪顿时愣住了 互相对视了眼 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惊诧 还有一丝恐慌 周大彪稳了稳心神 给裴玲云行了一个平民之礼 为何事 裴玲云面上挂着一丝温和之意 不用拘礼 我来给月月助生辰的 就把我当成寻常父亲就好 这一句寻常父亲 可把郑春娘和周大彪吓得够呛的 双双瞪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这个不苟言笑的关大人 见到他们的反应 裴玲云便知道 这两人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容轻英也没有告诉他们 只是经过了这些十日的种种 她十分清楚 容轻英不想跟她搭上任何关系 便更不可能会跟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 她收拾好了情绪 走到月姐儿面前 拿出一个小兔子玩偶 唇兔皮毛做的 毛茸茸的 甚是可爱 几日前裴玲云给月姐儿说 小故事时 提到了一个有关于兔子的小故事 看见她的神态都不一样了 眼眸更亮一些 好奇且认真的问她问题 她便猜出 月姐儿大概是喜欢兔子的 故儿 她才命人在这几日内 一定要做出一个好看到的兔子小玩偶来 又去灵长寺求了一个平安符 放在这个小兔子里 月姐儿看着她手里的小兔子玩偶 裴玲云唇角勾起一抹轻润的笑 我给你挂在这个胯包上可好 月姐儿实在喜欢的景 可她还是先抬头看向容清音 容清音随着她 温声道 喜欢就带上吧 没关系的 一个礼物罢了 只是想不到 她竟会如此用心 就这么些时日便知道了 月姐儿喜欢小兔子 不等月姐儿自个回答 裴玲云便自作主张 将小兔子玩偶挂在胯包上 小兔子与黄白相应的小胯包 搭配得可好看了 相得一张 愣在原地的郑春娘和周大彪 久久回不过神来 尤其是看着月姐儿的小胯包上 那个小兔子 不由地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老天哪 裴大人竟然是月姐儿的阿爹 月姐儿的爹 怎么会是从京城来到这里的关大人 不应该是一个 下江南做生意的商人吗 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容清音 只看到 她面容波澜不惊 便隐隐觉得 这是大概是有隐情的 他们虽好奇 却不打算多问 暗自脸了脸神 尽量以稀松平常的心态面对裴灵云 没过多一会儿 周汉炎是跟谢家喜一起来了 最近周汉炎在跟着谢家喜 一块学做生意了 她并不打算继续科考 虽然当朝不鼓舞大力从事商业 可也不打压 尚且也还好 两人一进门看到裴灵云也在时 同样惊愣了下 谢家喜自顾自走到容清音身边 意在用自己的身体挡着她 心里有些紧张 面上却不显 用着应付官人的那套 对裴灵云拱手笑道 大人来此有何事 裴灵云却是气定神闲地道 谢公子客气了 我来给我女儿助生辰 说吧 目光有意地看了看月姐儿 话中的意味明显的不行 谢家喜闻炎身体默然一震 阵战的目光 在容清音和月姐儿之间 来回巡视了几番 最后定定 落在月姐儿那张圆嘟嘟的小脸上 这会儿才惊奇地发现 月姐儿长相与裴灵云的相似 猛地捏住了手里的荷包袋子 周汉炎倒不是特别惊讶 他早就猜到了 轻咳了一声作为提醒 谢家喜这才看看回过神来 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裴灵云的眼神中 多了两分敌意 小叔说 月姐儿乳生乳气的 谢家喜收敛了情绪 换上一副笑脸 蹲在月姐儿身前 将荷包递给他 月月 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物 快看看喜不喜欢 谢家喜上次说给的料子 是作为月姐儿的生辰礼物 现在又给月姐儿 带了一份生辰礼物 打开一看 里面赫然是一串赤红珠子手链 珠子比较小一些 却是适合小孩子带的 不过他大概也能猜出 这串赤红珠子是珊瑚珠 确实是个好宝贝 价值不菲 虽不想收下这串珠子 但也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 推却了这份礼物 之后再跟他说一说 若是他不嫌弃 那便把珠子还给他吧 不然就得想其他法子补偿回去了 月姐儿眼睛一亮 欣喜若狂地捏起珠串晃了晃 连盒子都直接扔在一旁 珠子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 让月姐儿不由地兴奋起来 立刻朝着容卿音道 娘亲 这个东西好漂亮 我很喜欢 容卿音笑了笑 嗯嗯 很漂亮 月姐儿听了这话更高兴了 很是爽力地 将珠串往自个手上一套 倒是很不客气 逗得大伙都忍不住笑了 看来月姐儿 很喜欢这串红珠子 郑春娘忙笑道 看向谢家喜 二公子真是有心了 容卿音失笑不行 辅了辅额 即使喜欢 月姐儿可有跟小叔叔说谢谢 月姐儿养着小脑袋 小明明与谢家喜道 谢谢小叔叔 声音倒是清亮利落 很是讨喜 原本拘谨局促的气氛 让月姐儿这小机灵破了 周汉言送的则是一个小波浪鼓 月姐儿见了也很开心 接过来之后 直接揣进小胯包里 这会儿人多 只一张八仙桌 肯定是不够用的 只能把葡萄架子下的桌子 搬来拼在一起 郑春娘又去她自个家里 多搬来了两张长椅 办事感慨道 感觉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了 今儿能这么开心 全是拖月姐儿的福气 周大彪哈哈笑道 咱月姐儿可是小福星 当然有福气了 月姐儿这个鬼灵精怪的 还煞有其事道 嘿嘿 那我要把福气都分给你们 这样你们也有福气了 众人皆是笑成一团 周大彪府长大笑 哈哈 你这小丫头 嘴甜的跟抹了蜜糖似的 郑春娘笑眯了眼 咱月姐儿 可当真太讨人喜欢了 翠鸭颇为骄傲 笑道 那是自然 咱月姐儿好极了 长得又是顶好看的 月姐儿长得像裴凌云 而裴凌云本也相貌极好的 恰好又融合了 容轻英的一些神貌 五官神情 便又多了几分柔和 不显得像的男孩子 可爱得紧 裴凌云看着如此可爱 且乖巧机灵的女儿 眸中也自然而然地 慢上一些笑意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 没有那么冷凌凌的了 容轻英给几人的杯子 倒了米酒 端起杯子对几人道谢 今儿谢谢大家 来给月姐儿助生辰 也谢谢你们精心送的礼物 碰了一杯后 月姐儿也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端起杯子 脆生生地给所有人挨个到了声谢 包括裴凌云 只不过没有叫她爹爹 接儿 又颇有气势地 一口喝完了杯中的米酒 哈哈 周大彪笑道 瞧瞧这丫头的霸气劲 估摸着以后是个不好惹的主 就是要不好惹才好 这才没人敢欺负 郑春娘瞪了眼自个丈夫道 没听到月姐儿喊一声爹爹 裴凌云心底浮起些许失落 不过没有在面上表现出来 依旧平淡温和 以后总会有的 鱼霞散去 夜幕之色尚长空 一顿生辰宴 围在桌边的人 明明都是不同阶级身份的 气氛却越来越融洽了 大概是喝多了米酒 几人都有了一丝微醺之意 裴凌云倒是没怎么喝米酒 她不怎么喜欢喝这种米酒 倒是爱吃那一锅萝卜鸡汤 看来裴大人很爱吃这个鸡汤 还以为裴大人吃惯了山珍海味 会吃不习惯咱们这一桌的家常菜呢 郑春娘笑了笑道 郑春娘和周大彪 仿佛已经有一些 把裴凌云当成了月姐的 寻常父亲的态度了 不过还是不敢什么都跟他闹 裴凌云抬了抬眸 眸色清淡 不会 这些菜都很不错 郑春娘愣一下 忽然看了看容青英 这裴大人看起来 确实很爱吃这些家常菜 莫非裴大人 也是从青山村出来的状元公 不过他们也不敢问 眼尖大约要到宵禁时间了 谢家喜不得不回去了 她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看向一动不动的裴凌云 淡淡地道 怎么 你不走 两人身高都差不多 一个挺拔清月 且沉和内敛 一个堂堂一表 又风华飘逸 裴凌云眼帘淡淡一台看向她 不疾不虚道 我还有些事 要与内子与女儿商量 不若谢公子先行离开 谢家喜让她气得 鲜些一口气提不上来 可她什么都不清楚 不知道 这人跟容青英之间 到底有什么实质性关系 如若这人真的与容青英成了亲 她压根就没有立场说什么 一想到这个 谢家喜心里便翻涌起一股酸涩 酸到整个心口都不湿了 二公子 你先回去吧 今天谢谢你了 容青英温和的声音 打破了两人之间僵持的气氛 谢家喜忧愿地看向容青英 声音里略带些不服气道 那好 我明天再来看你 容青英笑了一下 你先忙你的吧 有空大家在一起聚一聚也行 谢家喜哪里还不明白 心口又堵又涩 眼神里多了一抹黯然 走吧走吧 我送你回去 周汉颜适时说了句话 谢家喜腻了眼 平和不破的那人 心不甘情不愿地 与周汉颜离开院子 小叔叔再会 小丫头甜甜的声音传来 谢家喜回了头看过去 月姐朝着她摆了摆手 她这般活泼可爱的模样 倒是将她心里 那些起伏的情绪 抚平了些许 她笑了笑道 好 再会 郑春娘和周大彪也回家了 也不知道裴大人 跟青英是啥关系 是什么时候成亲 还生了月姐的 我都不敢相信 郑春娘低声道 声音里满满是不可置信 周大彪也是云里雾里的 别说你了 我也一样 还以为青英最后会嫁给西二公子 郑春娘叹了口气 不过 我觉得跟裴大人也挺好的 今日我留意着裴大人对青英的态度 是有情分在的 且裴大人又是月姐的亲爹点 周大彪沉吟了一下 但是吧 我感觉青英对裴大人有意见 月姐也不怎么爱搭理她 莫不是两人感情不合 这才分开的 我瞧着也有点像 是不是裴大人惹青英生气了 裴大人现在在讨青英的原谅 那香脆鸭带着月姐去静一静脸 准备要去睡觉了 容青英关上院门 天色灰蒙蒙的 院中桌上的灯盏 散发着暗淡的光 她的面容 融在暗色之中 晦暗不明 你刚刚又何必那样说 为什么偏偏要在谢二公子面前 说内子 容青英脸色平静凌然 暗夜中 一声轻微的嗤笑声回扬开 裴林云捶着眼眸 在模糊的夜色中紧紧凝着她 眉风闪过一丝领气 她既是对你心魔不轨 我合不断了她的心思 她对我如何 有你什么事 容青英面色比她还要冷 甚至眸底还慢着一抹淡淡的嘲讽 裴林云 你别忘了 我们已经合理了 裴林云极轻地勾了勾唇角 那一丝淡笑极为凉薄 一有自嘲 那又如何 左右这辈子 我断不会让你 再有嫁与他人的机会 你有什么资格掌控我的选择 我爱嫁给 谁就嫁给谁 她语气轻飘飘的 却没有丝毫的退让 她跨步逼近她 黑眸牢牢锁在她脸上 低沉地道 那不妨试试看 是否有人敢娶你 她的权力 以及她背后的势力 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了 没人会冒着败家破业的风险 娶一个女人 容青英有些气节 眼底的韵怒 隐藏在夜色之中 阴色极清淡 只要彼此喜欢着 不嫁或不娶 也存欢愿 裴林云见她始终降着 眉眼间染上一丝冷力 可又拿她没办法 只沉沉地道 今夜我不走了 容青英冷眼看着她 这里可没你的衣裳换洗 裴林云停顿了一瞬 发出一声轻痴 是吗 那我自己去衣柜翻一翻 容青英咽了一口气 于暗色中瞪了她一眼 做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 衣柜里的确还有她的衣裳 当初离开青山村时 她原本是想扔了她的衣服的 可转念一想 那衣服料子还那么完好 又不舍得扔了 便一块带过来这边了 好东西少不了她的 做衣服的料子 也是他们村子里最好 除了容青英 她衣裳颜色 也是整个村子最多的 红的蓝的绿的紫的都有 不像其他人换来换去 也就那一两种的 暗沉颜色的衣裳 且她是个读书人 不常去地里干活 衣裳不容易犯旧 这会儿倒是便宜她了 容青英有些恼了 跟在她身后进了屋 果真让她翻出了一件 逐绿色的外袍 以及棉白的礼衣礼裤 她扬了扬眉梢 眉目多了几分得意愉悦 容青英逆了眼 她微扬起的衣裤 偏偏要扫她的兴致 冷笑看了看她身上穿的 且看看 还穿不穿的 冠着粗衣棉衫 她这几年 大概也穿惯了 上好的丝薄绸缎 哪里还穿的习惯 从前的粗衣野服 听了她的话 裴灵云神清凝了一下 却不以为意 语气淡然 有什么穿不惯的 又不是没穿过 随便你 容青英深呼吸一口气 不再跟着疯子计较 这会儿 月姐已经静了脸 翠牙牵着她进来房里 然后就回自己房里去了 月月 你先去床上躺着 爹爹和娘亲先洗澡 裴灵云跟月姐说话的声音 皆是温和且低缓的 唯恐自己吓到她 月姐念着她 送了自己最喜欢的小兔子 对她的脸色也好了许多 不再想着赶她走了 她轻轻点了点头 看向自己的娘亲 容青英朝她招了招手 温声道 过来吧 娘亲帮你拆了头发 好的 娘亲月姐直奔至容青英怀里 扬着笑脸 容青英一阵心软 心里的玉气消散了不少 裴灵云看着母女俩 眸色不觉地柔和了几分 转身去了造房那边的洗浴房 步子有些轻快 她洗得比较快一些 容青英这箱帮月姐拆了头发 脱了外衣 便看到她回房里来了 容青英回头看向她 瞥见她身上穿的衣裳 愣了一下 在昏黄灯火的笼罩下 她仿佛又变回了 在青山村时那个人 那个对她装得情深惬意的人 她清俊的面容 泛着淡淡的柔光 她提唇笑了下 一二 你去洗吧 容青英捶了捶眼眸 将那些情绪掩在眼底 只是与月姐道 娘亲先去沐浴了 你先自个睡着 月姐看了看跨步走来的男人 小脸上有些不安 可是娘亲她 容青英不由失笑 抬手摸了摸她的脸颊 不怕 她不会抓走你的 等会儿娘亲就回来了 好吧 那娘亲 你要快些回来 月姐扁了别嘴道 裴灵云在这里 可没有洗浴时穿的鸡鞋 只能穿她的 可她的脚小 她的踪鸡鞋 穿在她的大脚上 显得尤为滑稽 后半个脚跟都露在外面 她把踪鸡鞋让她穿 自个儿自顾自地坐在床上 容青英见女儿乖乖躺在床上了 这才穿了踪鸡鞋 去了洗浴房 月月可是要睡觉了 爹爹给你说 小故事好不好 裴灵云半躺在月姐身边 月姐第一次单独 跟裴灵云待在一个房间里 有些不自在 细声细气道 我要等娘亲回来再睡觉 好 那我们便一块等娘亲回来 裴灵云的眸里含着笑 挑了一个没有 与她讲过的小故事 缓声描述给她听 月姐一开始是心不在焉的 而后越听越沉静了 惊艳的打更声 似乎迟了些 因为今天忙活了许久 出了许多汗 容青英洗澡的时间 稍长了些 回来房里时 月姐已经让裴灵云哄睡着了 她不知道是从哪里 发现了她看的书 捧着看了起来 听见她回来的动静 她转头看去 眸光微微一变 幽深晦暗地盯着她看 她刚洗浴完 发际湿漉漉的 几缕薄薄的青丝 粘在脚脚肌肤上 脸颊微泛着红韵 一双秋水明眸 明媚扰扰 荡人心魂 薄衣青纱 隐隐绰绰地附在她的身躯 仙妖楚楚 她吞咽了一下 使欲在心间轻轻翻滚 容清英直接忽略她灼热的目光 吹灭了灯盏 便爬上床榻 躺在月竟身边 裹起薄被 背对着她闭上了眼睛 裴灵云瞧着她 如此云淡风轻的模样 轻轻叙了口气 将书放在桌上 她逼近她鲜薄的后背 伸手将她揽进怀里 心口空缺的那一块 再在此刻被填满 什么时候会看这些书了 不是嫌弃 这书太枯燥了吗 她滴滴沉沉的声音浮在耳阔 扫起了些许淡淡的战力 想看就看了 哪有那么多理由 容清英没有兴趣与她分享 自己为何要看这些枯燥的书 她前世的生活更枯燥无趣 却唯有这些看似枯燥的书 能让她打发一些时间 且她还要做一个好娘亲 好好把月竟儿抚养长大 来日等月竟儿上私熟了 她也还能多教教月竟儿 多读些书有何不好的 裴灵云眼底浮起些许探究之色 却没再说什么 她不愿意倾诉的 就算如何抢逼 她也不会说出来 朦胧的夜色之中 男人买手贪婪地 在她的狱颈上流连 手也没停着 容清英回头瞪了瞪她 你又发什么疯 月竟儿还在这儿 你别太放肆了 她能感觉到她的目光 嗓音又比先前暗哑了几分 轻点就好 不会吵醒月月的 不行 她的话让她的唇齿堵在喉间 一寸一寸掠夺她的气息 陡然一个翻身 她将她的身体翻过来 面对着自己 愈发肆无忌惮了 忍好久了 夫人就当可怜一下夫君可好 容清英失声地盯着床帘 任由复杂的情绪 交织在眼底 长夜漫漫 难熬又怅然 一日一早醒来 容清英便看见 她的胸膛上脖子上 出现了不少的红疙瘩 还有一些挠过痕迹 却不是她抓的 醒了 她满眼燕足 低雅的声音 换回了她的思绪 她没应声 自顾自起床梳头晚计 裴灵云跟着起来 拿了棉白礼衣穿上 容清英从铜镜中 略见她的动作 唇角带着几分讥讽 不是穿着皮肤痒吗 怎么还要强迫自己穿上 裴灵云手上的动作略微一顿 哑声道 无碍 还无碍 皮都要挠破了 容清英冷笑了声 没有再理会她 拿了根银钗插进法司里 裴灵云看着那银钗 想起来被她偷偷放在自己包裹里的玉簪 眼底的冷色浮上来 她在心中暗自较量着什么 又拿了逐绿衣袍穿上 回到衙门后 裴灵云便立即让杨潇回宅子 拿了官服过来换上 又让她去寻了一串赤红的珊瑚珠项链 比谢家喜送给月姐那串手链更值钱 爷 你要这项链做甚 可是要送给夫人 杨潇看了看那串价值不菲的红珠子 裴灵云眸色清淡 身上沉着一股尘和惊冷 将珠子扔回木匣子里 阴色无波无澜 送去谢府谢二公子谢家喜 就说是我给她的回礼 答谢她昨日来给月月助生辰 听了这话 杨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这主子是吃胃了 杨潇在心里暗暗怯笑 面上沉稳地接话道 好 定会如实相告 然后便拿着木匣子 去了谢府 那向谢家喜收到这串赤红珠串时 脸色都被气清了 一口牙都快咬碎了 呵呵 你家主子倒是会做事的 谢家喜冷声嘲讽 杨潇不缓不急 笑了笑道 多谢二公子夸赞 我家主子自然是极好的 懂得审视而行 恰如其分 谢家喜被气笑了 这话不就在暗戳戳说 她不懂知难而退 做人做事没有分寸吗 好一个巧舌如簧的下属 谢家喜咬了咬牙 冷眼看着杨潇道 告诉你家主子 这回离我收下了 只不过想让我知难而退 绝无可能 随即砰的一下 关上了谢府的大门 杨潇咬起牙关按道 好一个男凿碎的硬骨头 月姐的生辰宴之后 容青英又忙了起来 还有不到十日便是月夕节了 她得赶紧将那套原先设计的衣裙 花稿送到秋水阁去 黄掌柜挑出了几张极为满意的花稿 按照先前商量的价钱 给容青英结算了 我也让人造了事 传出在月夕节这日 咱们秋水阁将会出一件镇电之宝 这几日 有不少官太太来打探情况了 我估摸着 到时会卖个好价钱 黄掌柜又叮嘱道 你可得好好做 不可马虎大意 一点细节都不能出错 容青英本是这么想的 点头笑道 好 我定会多细心险 这箱忙着不易乐乎 裴凌云亦是忙得焦头烂额的 牙里杂七杂八的事物 实在太多了 且已在筹划开凿曹运河的事 他下令吩咐县城与主部 先将各家各户的人口情况 做个详细清楚的调查和统计 统计好了之后 便要取丁状 拉去开凿运河了 九川县这些年来太平祥和 人丁还算旺盛 一户取一丁本也不算多 可再怎么样 除去一个人丁 那些个家户便少了一个劳动力 且开凿运河 这是危险性极大 他们也听说 淮洛县那边有个小山头 要用炸药炸开 凿出一个大口子来 这可让大家都心慌慌的 要是被分派 去那淮洛县炸山头 一个不小心便可能粉身碎骨 尸骨无存 哪家哪户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家南丁 去冒这个险 一时间九川县的百姓怨声载道 几乎都不情愿的 只是这也是朝廷已是下达了命令 势必要争丁服摇曳的 若是不服便要被拉去坐牢 自从官府贴出告示之后 百姓叫苦不迭 每日都有人聚集起来 到衙门前闹事 前两天 裴凌云还有一些耐心 出来衙门口 亲自跟这些闹事的民众解释 开凿运河这事的好处 不过只是简单一两句话 点了点开凿运河的危险性 以及一些必要的补偿 可那些闹事的并不愿领情 越来越多闹事的 杂烂菜叶 倒粪桶 什么样的都有 衙门口就没干净过多久 凌乱不堪 臭气哄哄的 裴凌云也是被气狠了 软法子不行 那便直接把所有闹事的 都关进大牢里 关上几日 每天只给两三个馒头 一碗水 关了几日之后才放了出来 可这终归不是什么良策 治标不治本 不过两日 又有一群人来衙门口闹事了 裴凌云实在是烦得头疼 她也不是每天都来亲衣巷 却又十分挂念着 亲衣巷里的母女俩 还怕本就与她不亲近的月景 对她愈发生疏 每隔个两三日 月细节前一日 容清英将做好的衣裳 送到秋水阁 一路上不由地忐忑起来 怕黄掌柜不满意 好在黄掌柜对这件成品很满意 很是爽快俐落地 给容清英结算了 缝制这套衣裙的工钱 容清英捧着沉甸甸的银子 心里总算踏实了 这些时日的辛苦和煎熬 带来的难受 顺时被抚慰得顺畅了 这么久以来 多谢黄掌柜的照顾 容清英由衷地感谢黄掌柜 黄掌柜爽朗一笑 摆了摆手道 咱们也算是股东 老熟人了 跟我还客气什么 且咱们也是有 共同利益的关系 你给我带来了好生意 我自然也要给你一些好处 咱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才能更牢固 你说是不是 事实上 黄掌柜说的没错 有好几个成衣铺 或者是一些专卖绣品的 铺头掌柜 都来找过容清英 只不过都让她拒绝了 容清英笑了笑 黄掌柜说的是 那我就先回去了 明日我再过来瞧瞧 去吧去吧 好好消息 黄掌柜笑呵呵道 容清英朝黄掌柜汗了汗手 月姐儿笑嘻嘻地 朝着黄掌柜扬了扬小手 只声稚气地道 谢谢黄伯伯 这懂事又可爱的模样 逗得黄掌柜扶掌大笑 从秋水隔出来后 容清英将黄掌柜给的钱袋子 递给月姐儿 替娘亲先收好 好嘞 月姐儿爽快利落地回应了一句 直接将钱袋子 揣进她的小夸袋里 娘亲 我们要去逛街吗 容清英顿了下 便道 不了吧 明日咱们再跟你小姨母出来逛街 月姐姐人多热闹 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月姐儿一听 两只水润润的双眸亮晶晶的 好 那我们明日再去 两人一回到清衣巷 便看到裴凌云在她家门口等着 容清英心头猛然一跳 连忙前后望了望 确认此时没人了 才放心了些许 她快步走过去 一边快速打开门 一面说她 你怎么就这样明晃晃站在门口 要是被别人看到了怎么办 裴凌云神色带着疲惫 目光浅淡地从她面颊掠过 门锁了 容清英将门拴上 吐了一口气 你不是挺会翻墙的吗 容清英 现在是大白天 若是我爬墙翻进去 岂不是更加明晃晃 裴凌云望着她那张明丽的脸 眼神带着几分慵懒 这会儿正是各家各户 在外面忙完了活回家的时间 若是翻到墙上去时 恰好让人瞧见了 连狡辩的理由都找不着了 容清英噎了一下 目光瞥向她 你说实话 方才有没有人看见你站在门口 瞧着她神色凝重 裴凌云垂了垂眸 悠悠到了个字 有 什么 容清英脸色一汗 恼怒地瞪着她 你是如何跟那些人解释的 顿了一会 看着她愈发着急 紧张的神色 她才不紧不慢解释 只是与他们说 我是来问问关于取丁的是罢了 容清英闻言 这才缓缓松了口气 便没再理会她 转身去了造坊烧水 再多一些关心也没有了 裴凌云一回头 她那鲜瘦的身影 让余霞的菊光聋着 明明菊光是温柔的颜色 可她看着觉得冷漠 她在青山寨村村时 从未如此横眉冷对 你又惹娘亲生气了 月姐儿同音响起 裴凌云将视线转移到女儿身上 壮似无奈地叹了叹气 温声道 是爹爹做得不够好 让娘亲生气了 月月可否与爹爹说说 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娘亲不生气了的 月姐儿物字想了想 随后小脸认真地道 是你惹娘亲生气的 应该是你自己想办法 听了这话 裴凌云正了正 没想到小小的崽子 竟能说出这般道理 可见教养之人是有多用心 一股酸色在心口慢慢绽开 她蹲下身来 看着月姐儿的眼神中 却带着欣慰之色 敏唇笑了笑道 月月说得对 爹爹应该要自己想办法 取得你娘亲的原谅 月姐儿定定地盯着她的脸 看了好一会儿 没有说话 鱼霞的柔光 似驱散了 她身上的沉破气息 以至这回月姐儿 不怎么触她 月月 怎么了 她缓声问 半晌 月姐儿才慢慢开口 如果你是我爹爹 为什么我都没有见过你 月姐儿说的是 在她来到九川县之前 石头每天都能见到她爹爹 还有她妹妹也是 石头她爹爹会抱着小妹妹 月姐姐儿 慢吞吞地说了一句 石头她家就在青衣巷的巷尾 三天两头 会来找月姐儿一起玩 裴凌云又是一位争冲 胸口里的酸色愈发汹涌 她的声音低沉了下去 是爹爹做得不对 以后爹爹不走了 永远陪着月姐儿好不好 月姐儿抿着小嘴 没有回答她 裴凌云呼吸漠然一沉 语气中带着些许试探 月姐儿想要一个爹爹吗 就像石头 月姐儿定了定 随后轻轻摇了摇头 我只要有娘亲就好了 话落 月姐儿又想起了什么 添了一句 还有小姨母 空气陷入短暂的凝滞中 虽然知道翠鸭从月姐儿出生 便一直陪着她 可她乍一听到 月姐儿与一个 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 都能如此亲近 对她来说如此重要 心仿佛被什么压着 变得沉沉的 她什么时候 能成为月姐儿 认为重要的人 又是什么时候 能听到月姐儿 心甘情愿换她一声跌点 她做事从来都是操必胜之卷 对于想要得到的东西 百计千谋 会用尽一切能用的手段去得到 可对于这母女俩 她始终有种 无计可施的挫败感 裴灵云抬手抚了 抚月姐儿的小脸 好在她 没有对此避如珊瑚 月月 爹爹会让你娘亲 尽快原谅我的 随便你 反正我只要娘亲和小姨母 你不要抓走我 月姐儿说完这句话 便迈着小短腿 跑进房间里去了 她是进去将 小夸袋里的钱袋子 拿出来藏好来的 裴灵云看着那道 小小的身影 满腔的色然 又存有了些许星星 门外传来一阵 嘻嘻嘻嘻地开门声 翠鸭推开门 一抬头就看见院中 站着一个男人 猛地被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 原来又是那 死皮赖脸的裴大人又来了 不过这话 她也不敢说出口 总归她也是个 正经的支县大人 翠鸭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 随后才默不作声 牵着罗子进来 小狗见她回来了 疯狂地摇晃着尾巴 激动地发出 哼哼唧唧的声音 翠鸭摸了摸小狗的头 把套着罗子的粗绳拴在木桩上 又把罗车上的鸡拿下来 扔进鸡笼里 在房间里捣鼓着 钱罐子的月姐儿 听到翠鸭的声音 立刻跑了出来 同音响亮地喊道 小姨母 话语间 小小的身影 冲到翠鸭面前抱着她 翠鸭一大早 便去石西村忙活了 赏午时跟周大娘一块在吃的 故而赏午时也没有回来 那便是一整天都没见面了 翠鸭把月姐儿抱起来 嬉笑问道 想不想一母 想 好想好想 月姐儿毫不迟疑地回答 脸上都快笑开花了 裴凌云看着这一幕 心口里的酸涩 再次剧烈翻涌起来 她收回视线 抬步走进造房里 容青英正好把锅里的米洗净 裴凌云主动走到造炉边上 在烧洗澡水那个炉子 加了几个红炭 放到煮饭的炉子里 又抽取了两根柴火放进去 多天上几根小柴棍 炉火慢慢就燃了起来 她起身看向她道 好了 容青英与她对视了一瞬 抿了抿唇角 默不作声地 把锅放在小灶炉上 对于起火这事 她在青山村时 便已得心应手了 只是想不到 都过去三年了 她烧火的动作 竟还能如此熟练 裴凌云的眸光 有始至终 都没有从她面上挪开 她走到哪里 她的视线便跟到哪里 这紧随不舍的眼神 看得容青英一点都不自在 她眉间轻醋 看向她 你总是看着 我做什么 她语气漫不经心地 想看 容青英只觉得怪得很 不正常 她尽量忽视她的炙热的目光 出了造房 跟翠鸭一面 跟翠鸭说了几句话 一面在墙边的小菜地里 摘了一把青菜 翠鸭洗尽了手 在房梁上取了一把青葵菜干 用来炖猪肉汤 裴凌云间自己又插不上手了 便物字坐在造炉前看火 容青英几乎每次 从造房外面进来 看到那个高大的身影 委屈地窝在造炉前 总有一丝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一恍惚间 好像又看到了 在青山村时寻常样子 可一眨眼 现实便是 她穿得金柜 身上那股清智绝尘的 不俗贵气 在这简陋的造房里 又是显得突兀至极 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容青英垂了垂眼眸 将一切情绪都收敛下去 自顾自地忙了起来 水烧好了之后 她帮她打好了热水 提进里面的洗浴房里 但声与她说 去洗吧 别让水冷了 容青英客气地 同她说了一句谢谢 拿了衣裳 便去洗澡了 裴灵云盯着洗浴的门好半上 沉沉地吐了一口气 水缸里已经没有多少水了 她提了另外一个木桶去水井 那又打了好几桶水 她正准备再去打一桶水 回来等会给月姐洗澡的 却看到在院中 跟小狗玩耍的月姐 忽然摔了一跤 心口猛然一收缩 扔了桶便急不过去 将月姐扶起来 虽说这块地方是泥土地 不是青石板 可这泥土也被压得很硬实了 猛地一颗碰得到自然是疼的 月姐疼得眼睛红了起来 扁着小嘴想哭 又硬是装坚强隐忍着 小模样很是令人恋爱 裴灵云把月姐抱在怀里 轻轻拍去她身上的泥沉 眼眸中满是心疼 月月与爹爹说说 是哪里摔疼了 可让爹爹看 她的语气实在温柔 足以让人不觉得放下心房 更何况是一个摔疼了的委屈小孩 月姐乖巧地靠在她怀里 一只小手无措地揪紧了她的衣巾 经不住地小声哭了起来 心疼的心都揪了起来 用温柔的不能再温柔的声音安抚她 让爹爹看看好不好 嗯 月姐轻声硬道 完全依靠在她怀里 裴灵云把她的鞋袜脱了 动作极轻缓地掀起她的裤脚 白皙娇嫩的皮肤多了一块红肿 皮还被蹭破了 甚至红血丝 可见方才摔跤时 磕碰得有多重 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的脆压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疼得快要哭了 嘴上忍不住呢喃着月姐的名字 裴灵云看着那块红肿的地方 眼中的心疼都快溢出来了 眼眶泛了红 指了指另外一条腿的膝盖 轻声问道 这里疼吗 月姐抽噎了声 轻轻点了点头 有点疼 裴灵云又撩起那只裤脚 不意外地 又看到了一处红印子 不过是比方才看到的那处好一点 她抬头看向翠鸭 沉声问 有药吗 翠鸭愣了一下 毕竟裴大人几乎没有主动同她说过话 要用点力气才行 裴灵云的眉头拧得更深了些 顿了一下 抱着月姐站了起来 声音沉重 你与她说一声 我带月月去医铺找大夫看看 翠鸭猛猛地点头 吓意识到 好 我知道了 直到裴灵云抱着月姐消失在门口 她才反应过来 不由地感到万分惊讶 想不到一个冷冰冰的人 竟对月姐如此上心 虽然她是很心疼月姐 但像他们这样 自小就在乡里长大的土娃子 就这点摔伤 还不至于要到医铺找大夫花钱看 上心一点的 就搓些药酒 或者上山头弄一些草药 来敷一敷就行了 她从小就不被家里人关心 无论大伤小伤 都用不到什么药酒 泡药酒的白酒 也要花钱买的 她就只能自己偷偷上山看看 有什么草药是可以用的 她能知道 这些草药 也不是家里人告诉她的 是她从其他人那里听说的 要不是她命运的话 根本活不到现在 翠鸭是由衷地感激容青英 当初把她从那个 入肮脏不堪的臭水坑里拉上来 让她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让她世世辈辈 给荣青英当牛做马 她也不会有半个字的怨言 扶一想到越紧 能有裴大人这么多的疼爱和心疼 翠鸭就由衷地感到欣喜 翠鸭不知道的是 荣青英其实不是一个 十分乐于失散的性子 若不是翠鸭上辈子那样 不要命地护着她的房子 护着属于她的一切 她顶多就是念及过往的勤奋 在临走前 尽量帮一帮她 给她一些银钱傍身 不会认自己 沾着裴玲云的名气 去帮她彻底脱离马甲 荣青英不会主动与翠鸭说这些 让她时时念着自己的恩情也好 这样的关系更稳定牢固 这会儿日头往西边沉了大半 荣青英洗完澡出来之后 看到整个家里除了自己 就只有翠鸭 不见月姐和裴玲云的身影 顿时惊慌不安 她就唯恐裴玲云 把月姐给带走了 翠鸭 月姐呢 她着急忙慌地问 翠鸭忙道 她更加惶恐了 语气着急地 差点让自己的口水给呛到 为什么要去看大夫 发生了什么事啊 翠鸭连忙将月姐摔跤一试 一一说了出来 连同裴玲云的反应 都描述得一清二楚 不过也没有夸张地描述 荣青英悬到嗓子眼的心 才放下了些许 幸好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伤 小孩子摔跤很正常 月姐刚学会走路 那会儿摔的次数可多了 可月姐一向很有韧劲 要不是摔得实在疼了 断不会哭得抽烟了 荣青英不免还是很担心 她可有说去哪一个衣铺吗 有说 什么时候回来吗 翠鸭摇了摇头 裴大人抱着月姐 匆匆忙忙就走了 多得一个字也没说了 荣青英想出去找人的心思 只好作罢 焦急地在院中等着 湿答答的长发垂在腰际 她也没心思去擦 不仅牵挂着月姐 还担心 她明明晃晃抱着月姐 走在大街上 被别人看到了 不知道又会做什么想法 终于在天色变得灰蒙蒙的时候 裴灵芸抱着月姐回来了 她手里拎着几个药包 月姐一手搂着她的脖子 另一只小手上 还抓着一串糖葫芦 不知裴灵芸跟她说了什么 在路上咯咯地笑着 看着甚是开心的样子 容青英顾不得什么 连忙上前问 怎么样 大夫怎么说 裴灵芸望向她 眼神含着淡淡的笑意 她还没开口说什么 月姐就以黑黑笑着回道 娘亲 我不疼了 说着 小丫头还将糖葫芦递到她嘴边 笑嘻嘻的 这个糖葫芦好好吃 甜甜的 娘亲你吃 见小丫头开开心心的样子 容青英才没有那么担心了 不禁笑了笑 就着月姐的动作 咬了一个糖葫芦 外面的糖壳甜而不腻 里面的山楂脆爽 且酸味正好 她来九川两年多了 都没买过这么好吃的糖葫芦 也不知道裴灵芸 是在寻得这么会做糖葫芦的人 小丫头见她嚼了几下 迫不及待地问 娘亲 是不是很好吃 容青英满足地点了点头 笑道 嗯 跟月姐说的一样好吃 嘿嘿 月姐笑得更开心了 脸颊两腮透着健康的红润 俩小酒窝浅浅一线 可爱极了 她转头看向站在不远处的翠鸭 仰了仰手中的糖葫芦道 小姨母 你也来吃 真的好好吃 翠鸭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却一顿猛摇头白手 不 不用了 你自个吃哈 明儿的咱们出去逛街时再买 小姨母准备要去洗澡了 说完 她立刻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那笑语盈盈的一家三口 她总觉得不应该去打扰 好吧 月姐便是作罢 脸上依旧是开心的笑容 快去坐着 让娘亲看看你腿上的伤 容清英看了看月姐的膝盖道 裴凌云抱着月姐走到葡萄架子下 弯了弯腰 把月姐放在瑶瑶椅上 不用容清英动手 月姐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手里的糖葫芦递给裴凌云 让她帮自己拿着 然后自己就将裤腿撸起来 小丫头奶生奶气的 很坚强的 娘亲你看 大夫伯伯帮我涂了药药 不疼了 月姐真怪 容清英抬手抚了抚她的头 毫不吝啬地夸赞了剧 又低头看向小丫头的双膝 上面都留下了一层黄黄的叶子 大概是敷过药了 可还是不难看出 左膝上肿了一块 右膝就稍微好一点 但明早起来 估计会瘀青了 不用太担心 大夫说了 没伤到骨头 每日在睡前敷药 不消几日 瘀肿便会消了 裴凌云清朗的眉目 架子要弯一点腰 不然就会碰到架子 容清英轻轻帮月姐放下裤脚 起身抬头对上她的视线 抿了抿唇道 谢谢你了 裴凌云捶着眼眸看她 眸色有些复杂 一二 月月她也是我女儿 我关心她 人之常情 容清英听了这话 没再说什么 娘亲 她还给你买了糖 呼得 月姐稳的声音 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 裴凌云眼神微微一变 从胸襟里面掏出一把糖 这是你喜欢吃的芝麻衣糖 柔软中又带了点韧镜 不过要看做这宜堂的手艺好不好 这行商的手艺好 做出来的芝麻衣糖 是你喜欢的口味 裴凌云尝过了味道之后 才把那行商剩下的这点芝麻衣糖 买了下来 她将糖葫芦还给月姐儿 包了开油纸 把衣糖递到容清英唇边 低声道 试试味道如何 容清英正了正 月姐儿在一旁兴致勃勃地催促道 娘亲 你快试试 我也吃了一个 真的很好吃的 她张了张唇齿 一口咬掉了那粒一糖 嚼了几下 眸色一亮 语气中不觉地带着亚裔 混杂了些许兴奋 果真是好吃的 你在哪里买的 这芝麻衣糖 做得比她以前吃过的都好吃 明日要是那行商还出来卖 那她要去买 多些回来吃 这本是一个好讨好的机会 裴凌云却不怎么想说出来 只因那行商就在谢府附近卖一糖最多 月姐儿倒是记得清楚 直接给说了出来 我知道 那个卖糖的伯伯 是在小叔叔家附近 容清英一门心思 只想买这个糖 根本没去考虑裴凌云是何心思 更没给她一个好笑脸 裴凌云只觉胸口多了些闷障 微弯着身子走出葡萄架子 回到她的房间里 取了一条干棉布巾出来 再次走到她身边 快擦擦头发 她说着 手却物质握起了一小束头发 用棉筋脚丫又擦了擦 谢谢你 我自己来吧 容清英嘴里含着一糖 说话自言有些模糊 等头发差不多干了 炖好的菜也凉得差不多了 翠鸭在造房里 把菜又热了一遍 容清英想回房里 那根簪子挽头发 就听到裴凌云沉声道 用这簪子吧 她又从胸襟里 掏出了一盒包 拿出了藏在里面的玉簪 这玉簪正是那只紫玉簪子 被她偷偷塞进 她的包裹里的那根紫玉簪 容清英看着眼前这根簪子 便想起来那日的一幕 神色正愣住了 这根玉簪物归原主 那封流信写了 旺个字安好五个字 不曾想 如今他们又纠缠在一起了 她沉沉呼了一口气 冷声道 我不要 你收回去 话音还未落下 她只听她一声轻痴 修长且骨节分明的手指 顽转着那只玉簪 动作慢条丝里的 她转身 准备朝房里走去 头发让她抓了一把 她身形停顿了下来 她手指灵活且熟练地 将她的一头及腰的青丝盘了起来 簪上玉簪 她默然回头看向她 目光瞅怒 我都说了不要 话语间 她抬起手 又要将玉簪抽离发尖 她神色漫不经心 淡淡起唇 若是你又要将她取下来还给我 我现在便出去告知大家 玉婧儿是我女儿 你 容卿英实在被气得够呛 抬脚就踹了她的小腿一脚 暗灰色衣袍 多了一个明晃晃的脚印 裴玲云指低头瞥了一眼 清俊的面容上并无一丝愤怒 反而是那双幽深的眼眸中 多了几分得意 提及这个 她也才想起来 方才她抱着玉婧儿 出去瞧大夫的事 面色清冷地问她 方才你们俩出去 定是有不少人瞧见了 你要如何解释 确实有不少人看见了 但这是知县大人 又有谁敢上前来 如聊家常义般问一句大人 这是你的娃子 谁不是顶着好奇 自顾自地胡乱猜测着 裴玲云倒是希望 这是能如同公告似的 状告天下 让其他人都知道 月婧儿是她的女儿 而她是她的妇人 她声音清淡 作甚解释 月解释 指不定越让人觉得 刻意遮人耳目 岂不是欲盖弥章 容清英竟找不出 一句可反驳的话来 今日让她站了几次上风 她心里不怎么得劲 吃餐食时 不怎么说话了 有裴玲云在 脆压本就比较沉默 一时间 要是月解释不说话 气氛就显得有些尴尬 故而 这顿餐食吃得极快 暮色黑沉得很快 不多时 他们就听见 外面有打根人寻来了 因着上次穿了她的踪击鞋 尾石不合脚 一日便让人去接上 卖鞋的铺头 寻了三双用上好的 丝伯做的搏击鞋 一双是她自己的尺寸 另外两双 分别是容清英与月解释的 这回她就穿着自己的搏击鞋 去了沐浴房 月解释摔伤了膝盖 就不洗澡了 容清英拿了木盆出来院子里 冲了半盆温水 给月解释擦身子 躺在床榻上 月解释玩着那根玉簪 娘亲 这个好好看 为什么不要呀 容清英顿了一下 温生解释道 因为娘亲没给她帮过什么忙 所以不能接受她的赠送 刚洗完了澡的男人 站在门口就听到了这句话 眸色沉了下去 这夫人又说谎了 明明这玉簪 是她在他们成亲时送于她的 她那时十分心悦地日日晚着 后来却说 不要就不要了 谁能死她善变 以至她现如今 都还无法全然想明白 为何她在一夜之间 转变了对她的态度 以及她如何会写的字 与她写得如此效似 还能读那么多书 画出那般唯妙唯肖的话 甚至还能缝制出 那么精美绝伦 分华米粒的衣上来 这不由得 让她思及那三年前那日 在柜中发现的裙子 上面绣的红眉 也是这般穷妙技巧 这可不是一个 整日只关心柴米油盐的 乡里妇人可以绣出来的 重重的谜团 紧紧缠绕了她三年 一夜的梦有多长 能让学到这么多 别人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才能学到的东西 总有一种荒谬的念头 那一夜 或许发生什么不为人知的密事 故而 她一直让暗影 一面查探她的踪迹 一面多打听打听 人间那些惊骇世俗的传闻 或许能从中 窥探到一些破绽 可是她说 这是送给娘亲 当成亲礼物的 月姐儿疑惑不解的志音 将她的思绪拉扯回来 她脸了脸那些沉沉的心思 欲要往屋里走 便又听到她说谎了 她骗你的 到底是谁在骗谁 啊 骗人是不好的 月姐儿愤愤道 她跟我说 她不会把我抓走 不会让我再也见不到娘亲 那她是在骗我吗 娘亲 那个怪物 真的不会抓走我吗 怪物 这一瞬 裴灵云忽然明白了 月姐儿为什么会如此抗拒自己 不与自己亲近 总说些不要抓我之类的话 大约就是 她在月姐儿面前说了什么 以至月姐儿觉得 她是个会抓人的怪物 裴灵云迈进房里 关上房门 娘俩的声音顿时歇了 房里陷入一阵寂静之中 唯有一盏灯火轻微地摇曳着 光线暗淡 裴灵云大步走到床边 眼神望向床榻上的母女俩 温蛋从容地问她 要熄灯了吗 容清英余光撇到了她的身影 眸色又轻又淡 嗯 熄了吧 一声轻轻的吹呼声 房里顺时变成黑漆漆的一片 月姐儿有些害怕地 往容清英身上靠近 她顺势 把月姐儿搂进怀里 轻拍着她背 哄她睡觉 窗外的月光很亮 窗户上的帘子一拉开 月光就透过窗帘照了进来 让屋里都亮了许多 堪鼻点了灯火 裴灵云动作不急不徐地在床榻躺下 感知到月姐儿睡着了之后 她才将她揽进怀里 在她耳边低声问 何为怪物 如我这样的 容清英一听便知 她方才是听见 自己与月姐儿说的话了 莫名有些羞涩 和眼沉默着 倒是她追问不舍 真这般害怕 我把月月带走 害怕月月清静 我而离开你 她依旧不回答 只不过眼睫轻轻颤抖了下 她看不到她的神色反应 却也笃定她的心思 低头亲了亲她的额头 嗓音低压着 我不会让她离开你 这一大一小的 她都要带走 带到京城中 当官妇人官小姐 过上锦衣玉石的日子 她妈撒着她 戴着一层厚茧的手 在心里 思谋着未来的好日子 只是回京的时间还远着 开凿运河这事 伪失棘手得很 接下这烫手的山芋 有一大半的原因是 怀里的妇人在这酒穿 不知是作何什么心思 她开口问她 近日要争丁的事 你大概也听说了 容清英忽而睁开眼 一眼瞧到了 窗帘外 又大又圆滚滚的月亮 这样的月亮 她甚是喜欢 盯着那月亮看 她轻描淡写的应了声 跟我说 这个做什么 裴凌云抿了抿唇角 漆黑如墨的同眸里 浮起几分深谙 沉着嗓音道 与你分离了三载 你已安恋书画刺绣 只是惊觉 你成长得如此之快 便想问问 你对征丁这事怎么看 关于征丁这事 自是听说了 亲一向离哪家哪户 不骂裴凌云的 连同郑春娘都怒骂不已 她家就只有周汉妍一个男丁 这些十日 才跟着谢家喜做生意 有了点起色 且周汉妍还没有娶妻生子 要是被拉去当壮丁了 都不知能不能平安回来 郑春娘怎会愿意 每次来容青英这里 都不自觉地对裴凌云骂了起来 说她良心黑 不是个勤勉爱民的好官 是不是个好官 有待商榷 勤勉不假 但不见得她会爱民 她心里满心装的 是她的父亲家族大业 容青英眼神晃了晃 心知她是在怀疑自己 但又有何妨呢 众活一世这样的说法 若是说出去了 必定被人当成是疯子 在胡言乱语 没人会相信 她也不会 除非她也是重生而来的 只是她不是 真的不是 她没有发觉 现在的她与上一世 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 她在这一世 倒是对自己纠缠不清了 她有时在想 是不是她上辈子 活得太卑微了 确实让人厌烦 这一世 她想远离她好好生活 她反倒死皮赖脸地贴了上来 在上辈子 九川的支县是张义怀 她面对这种棘手的局面 是如何做的 那时她只听她和别人说了一些 张义怀也是个 会失谋用计的人精 深知名以示威天这个道理 开凿运河号时两三载 前一载里 隔个三五天 给那些扶摇的钉状 每人一大碗白粥 至于这米的由来 一小部分是他们官府出的 剩下的 就是从九川与怀洛县 等几个县的商骨们 那里征收来的 这也不是个万全之策 其他官员 与那些重利益的商骨 压根不想买账了 一个个都不愿意了 不过在那时 张义怀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时间过了一载 虽还有怨声 但大家几乎都不得不 接受了扶摇这事 嘴上骂几句罢了 再后来 张义怀是三五个月 给那些钉状一些吃的 只是因为开凿曹运河 死伤了不少人 他不免也会背负一些骂名 直到九川真正变成了 附属之地 百姓过得安居乐业了 他的名声才渐渐起来了 后又被提拔为知府 离开了九川县 提及征丁扶摇这事的人 越来越少 他的好名声 就渐渐传开了 容卿英当然不会将这些事 告诉裴灵云 这本就是张义怀 自己想出来的法子 这等丰功伟绩 也应是张义怀的 而不是让他 白捡了一个大便宜 除非他也是 这么想的 我一个只会养鸡鸭喂猪的 乡里妇人 如何懂得这些 你不要问我 容卿英望着圆月的目光 冷然无波 是吗 他的手掌搁在他的腰上 轻轻扶着 声音如他的动作一般 不急不缓 可我怎么觉得 一二是在骗我呢 容卿英很难想象 自己为何会有 这等耐心应付他 我骗你做什么 还是你在怀疑什么 他抛了一个问题反问他 裴灵云淡淡垂着眼皮 视线无意地 落在月颈的小脸上 月光明亮 以致他能隐约 看见月颈甜静的睡颜 不禁让人心软了些许 一二 不想说便罢 睡觉吧 裴灵云也不抢逼他 若是逼急了 兔子也会咬人 一日刚五更天 因着月细节 外面的街巷 便渐渐热闹起来了 街上的行商摊铺 比往日的都多 人来人往的 月颈醒得早 想着要去逛街的事 很是兴奋 巷尾的石头娘亲 带着兄妹俩上街去了 路过青鹰家时 跟他打了声招呼 石头好 激动地跟月颈说 他要去逛街了 还问月颈要不要一起 月颈摇了摇头 我要跟娘亲一块卷 这孩子可真懂事 哪像我家这小婆猴 石头娘亲俱笑道 容青鹰客气地应了句 小孩子调皮很正常 月颈懂事是懂事 但有时也会很皮 跟石头娘亲唠嗑了几句 容青鹰回屋来准备了下 准备去街上 买些新鲜的菜和吃食 还有月饼 不知今年会不会 有什么新鲜的样式 裴灵云今日本事休目的 雅里事务实在太多了 便回雅里先处理一些 待快到晌午时再回来 容青鹰可不管他回不回来 大清早的菜十分新鲜 容青鹰买了一些素菜 又去买了三斤猪肉 肥肉用来煎猪油 煎好之后的肥猪肉 又脆又香 那猪油还能用来炸猪肉丸子 煮其他菜 可香了 今年的月饼铺头 比往年多了不少 口味也五花八门 他们挑了两个块头大的月饼 又去河香楼 挑了一些小糕点 逛了好半场 头上的日头已高高挂起 容青鹰抬头看了日头的位置 以及地上的影子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便与翠鸭道 咱们先去秋水阁看看 翠鸭点了头 倒是月鸡恋恋不舍 娘亲 我们不逛了吗 不去买糖葫萝 和你爱吃的糖吗 容青鹰和翠鸭忍俊不惊 这小丫头就爱惦记着吃的 她捏了捏小丫头的脸颊 笑道 月鸡腿上还有伤吗 逛了这么久 也不觉得腿疼腿累 月鸡摇头 笑嘻嘻道 不疼 也不累 容青鹰笑 等日子时吃了牧食 咱们再出来 那会儿还有很多好玩的提灯 还可以看很多漂亮的灯笼 今日是月西节 夜晚没有宵静 定是比现在更热闹 更好玩 月鸡儿鲜少在夜里出来玩 一听到这个 就尤为兴奋 一双水润润的眼睛亮亮的 好哦 秋水阁今日摆出了很多新款的衣裳 满店铺的衣裳琳满目 也是十分热闹 来这儿的满衣裳的 大多是官太太 或是商谷夫人 各个华官立服 风容近视 今日容青鹰穿的衣裙 颜色比较素 与它们一比较 就显得更似不群惊差了 因着皇掌柜早早就放话出去 说今日有一件镇店之宝 这回来秋水阁的 基本上是想来看看 皇掌柜口中所谓的镇店之宝 是什么样的 府衣踏进铺头里 便听到许多夫人太太 在聊着这件镇店之宝了 剑铺里来了这么多人 容青鹰不由地松了口气 这么多官夫人副太太 总会有一个想买的 一二姐 这么些衣裳 好似在你的稿纸上见过 不过样式好像又有些不同 翠鸭在耳边低声道 容青鹰也注意到了 大概是皇掌柜 拿着那些便宜画稿做了修改 做出来的衣服好看了很多 月姐来过这里很多次 对这里熟悉得很 看着如此繁多的漂亮衣裳 都不舍得眨眼了 一个不小心撞到了个官夫人 哎哟 那官夫人叫了声 打扮精致的面容上 浮现怒涩 指着月姐就骂道 你个破小孩竟敢撞我 我这衣服 可是用上好的丝锦做的 是这秋水阁脉的 独独一件好衣裳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月姐被这官夫人的气势 吓了一跳 容青鹰沉了脸色 不过还是让月姐先道歉 月姐知道 是自己先撞到了人家 乖乖地道了歉 对不起 那官夫人不依不饶 盛气凌人 你一个贱民的道歉 有何价值 我可不稀罕 翠鸭一听这骂人的话 气不打一处来 顾不得会不会惹到这些官人 欲要上前理论 容青鹰用手挡了挡她的身体 看了看官夫人的衣裳 容青鹰眼底扶起一丝讥讽 那你想如何 官夫人装模作样 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裳 冷哼了声 你们这种贱民 都不知道有多脏 瞧瞧都弄脏了我的衣裳了 都说了 这衣裳 是在这秋水阁买的 官夫人眼中是鼻不羡 你一个贱民 又怎么会认识秋水阁 最有名的师父 压根也不知道 这件衣裳有多贵吧 容青鹰不爱出头 入股了秋水阁 也没有露出风头 鲜少人知道 这些人基本不认识容青鹰 即便有些认识她的人 也都是普通百姓 见官夫人这般木质气使的样子 哪里赶上前来帮月姐说话 看戏的居多 二少爷 您要不要过去帮帮夫人 那二少爷 一副顽固子弟的作态 哼笑了声 不去 好好看这出戏就成了 多有意思 这像容青鹰 几乎要忍不住脾气了 压抑着声调冷道 夫人 质子年纪还小 不小心冲撞了您 是我们的不对 但也没弄坏您的衣裳 听见他人 衣服弄脏了 拿回去洗就行了 更何况 质子也没弄脏您的衣服 还请您 不要太强此夺理了 不然在这么多人面前 也显得丢脸 她的声音沉稳而有力量 让人压根瞧不出 她有任何害怕惹着官夫人的样子 且竟让人不禁觉得 这位衣不奸彩的夫人 更有官夫人的仪态 官夫人气得面目猙獰 旁的太太夫人就罢了 一个贱民 竟然敢在自己面前如此张狂 这让她如何气得过 说得好 人群中有个雍容华贵的夫人 开口说话了 容卿英寻声看过去 一时惊诧了几分 那贵妇太太披罗戴翠 身边的姑娘是谢亦然 依旧是闲尽淡雅的风质 谢亦然看到容卿英时 虽弯下眉眼 朝容卿英威欠了欠身 容娘子 好久不见 一众人瞧见她这动作 不免觉得惊奇不已 商家比不上官家 可再怎么说 谢家也是九川的几大商骨豪族之一 哪用得对一个平民百姓 欠身行礼 该是那位平民容娘子 恭敬行礼才是 容卿英愣地 让其吓了一跳 紧忙到 谢小姐太过客气了 担当不起的 谢亦然依旧仪态柔静 弯了弯眉眼 哟 谢家什么时候 低眉顺眼到这个地步了 官夫人拗着脸 痴之以鼻 谢亦然轻轻抬眸 看了那官夫人一眼 淡然出之 谢太太面如寒霜 目光一向官夫人 语气不屑 我们谢家如何 轮不到你来智慧 你既如此不知礼数 怎的还好意思说知礼数的人 这可让官夫人气坏了 对付不了谢家的人 那她还对付不了 这卑贱的野人 官夫人按捺不住 心中的怒火 只对她旁边的随身 丫鬟示意了一眼 往后退了两步 那丫鬟跟灌了 这欺人太甚的官夫人 一脸凶相 一言不发就扬起手 欲要打人 容卿英用力 捏住那丫鬟的手腕 并往后折了折 叫这丫鬟疼得哼叫了声 口齿不轻 放 放手 疼 容卿英眼底有一抹冷领露出 她猛地松了手 顺势推开了人 冷喝 滚 月姐知道那丫鬟想打容卿英 也很生气了 只因含着怨怒 快滚 坏人 那丫鬟被虎得一愣 在一旁的看门小二见词 忙不迭去店铺后院 把这事告诉了皇掌柜 皇掌柜一听便觉使不得 连忙跑出来铺头这里 官太太是县城的妻室 在这九川耀武扬威了许多载 几乎没有在这种人多的场合下 让人辱了她的面子 更何况 还是出生于皇冠草符之间的庶人 其脸上趾高气昂的神情 有一丝军裂 正想使唤其他几个官太太的婢女 让她们好好收拾这母女俩 冯夫人慎重 皇掌柜惊恐万分 一方是县城夫人 一方又是自己秋水阁的摇钱树 哪方都得罪不得 县城夫人憋着一肚子火 对皇掌柜的态度也不是顶好 皇掌柜 你不会也想要帮这几个贱民吧 冯夫人慎言 这容娘子可不是什么贱民 她是来咱们秋水阁 看看衣裳卖得如何的 县城夫人心头灯石猛的一跳 看了看容轻英 以及那莽撞的女娃 又看向皇掌柜 你什么意思 皇掌柜道 容娘子早就入股了秋水阁 县城夫人文言露出十分的讶异 声音陡然拔高了一些 你说什么 皇掌柜暗暗叹气 又将刚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接着戳她心窝子 她是我秋水阁的一股东 就您身上的这件衣裳 这衣裳是容轻英自己做的 只不过容轻英不想暴露自己的名字 故而除了皇掌柜 没有外人知道她的身份 那县城夫人惊讶的何不拢嘴 周围一片哗然 原来这人竟是秋水阁的股东啊 那咱们在这里买东西 岂不是 可是那衣裳是真的好看啊 可不是吗 方才这县城夫人还跟我们说着 这衣裳有多好呢 跟我们炫耀着 现在 几个人看向县城夫人的眼神 多了几分一样 县城夫人脸上难堪到了极点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裳 顿时只觉难言汗下 无地自容地带着丫鬟离开秋水阁 皇掌柜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然都不知道 要如何继续缓和两人之间的矛盾了 但要有些内疚 对容轻英道 容娘子 着实不好意思 把你的身份给说出来了 说了身份 总会让平静的日子多了些波澜 容轻英神情分外冷静 知道皇掌柜是为了自己 轻笑道 无妨 我还应当多谢皇掌柜愿意为我撑腰 皇掌柜跟大家说了几句话 驱散了方才那尴尬的气氛 让秋水阁再度热闹起来 给谢太太您添了不好的体验 实在是羞愧 不若夫人何小姐 随我一道 去洛普后院喝口茶 皇掌柜面带惭愧道 谢太太留事从容不迫 摆了摆手道 不必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她又看向容轻英 半生道 倒是想跟这容娘子聊聊 皇掌柜一下了然 笑着走去其他地方了 谢太太想跟我说什么 容轻英笑了笑 举止从容淡定 谢太太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之意 听说 你跟我家喜根是好朋友 容轻英微顿了下 回太太 二公子始终是二公子 庶民始终是庶民 谢太太笑了两声 举手投足间雍容显雅 你倒是个会说话的 也是个讨喜的 谢太太俯了府宽大袖口的起立锦秀 凤眸微垂了垂 喜根喜欢你 若是你愿意 要入谢府 我自会帮你说话 你也不必担心 至于是欺世妾 聪慧的人自是听得出来的 谢家是九川的豪族之一 家大业大 断不能让一介庶民女子 从一开始就成了一房妻室 容轻英缓缓汗了汗手 银色轻忧 多谢太太 不过世间好女子多的是 二公子应当娶更好的女子 这是婉拒了的意思 谢太太挑了挑眉 慢慢笑了一声 容娘子这是不满于做妾事 容轻英敏唇笑 并非 只是身份不适合 身份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家言易行 贤德杰行 有支撑家族的魄力 有经商的敏锐之力 谢太太侧眸看过来 眼中含着浅笑 我觉得你甚是合适 来日必能成为一房好妻室 说不定还能担当起掌中窥的大任 掌中窥所谓何种责任 容轻英也是清楚 上辈子便知晓 一当家主母 因操劳累垮了身子 待她去世后不久 她夫君就又添了一房妻室为当家主母 另外还有好几房仪太太 气就迎新 向来是他们官家豪族里 最稀松平常的俗性 多谢太太的赞誉 容轻英抬眸看向谢太太 牵着月姐的手 让月姐叫人 月姐很是礼貌地鞠了鞠躬 脆声声地喊了 谢太太一声太太好 谢太太又低头瞧了瞧月姐 已然知道容轻英是什么意思了 无非就是 拉着自己的女儿 出来当一回挡箭牌 即使如此 谢太太也不想抢球 笑了笑道 真乖巧 生得也是俏力得很 相貌与母亲不太相似 容轻英弯了弯唇 轻盈绣彻的眸子 仰着一抹浅笑 谢太太太 今日见到宁甚是开心 只是质子年纪上小 逛了一钱赏累极了 方才还闹着回家 随后 与谢太太与谢一然到了别 便牵着月姐的手 离开了秋水阁 翠鸦心声感叹 谢太太跟那狗眼看人低的官夫人可不一样 那官夫人一点气度都没有 可真让人不知如何说 月姐跟着愤愤道 就是 那个婆姨太坏了 世道以官家为高 不足为奇 上辈子见过太多这样的官夫人 回到清一巷时 已是赏武了 各家各户都生了火烛五十 轻衣巷里弥漫着吃食的香味 一道奇场挺拔的身影跃入眼中 还是昨夜唤喜的逐绿衣袍 却不是 她在青山村穿过的那身 是她命人重新做的 用的是上好的绸缎 副手立在她家院门前 身形挺拔俊逸 眉目翩然 她这样子醒目至极 极容易让人留意到 容卿英说不动她 轻飘飘腻了她一眼 打开院门 裴灵云察觉到 她的心情大概不是很好 拧了拧眉 今日是月曦节 去外面逛街了 应该是开心才对 除非遇到了什么 令人不愉快的事 裴灵云心里有着思量 抢先把她把 放在地上的菜篮子 和布袋拎起走进造房 分类放好后 又放了米下锅里煮 叶儿 要煮什么菜 我来弄好 你去歇着 容卿英语气淡了下来 撸起袖子 拿了一块猪肉切了一小碗 打算用来煮嫩豆腐 再煮一盘青菜对付一下 本应该是要载鸡的 就可以用胡情煮鸡肠鸡肾 可让那官夫人耽搁了些时间 现在烧水就晚了 清早没有吃什么 在街上逛了一个钱上 得亏买了点灵嘴糕点吃 不然早就饿得鸡肠碌碌了 你出去 别在这里挨手挨脚了 容卿英推了下她的身体 她挡着柜子了 也确实被嫌弃了 裴灵云只觉一口气 梗在喉咙里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十分乐得她在造房这帮她 她说 这样就显得他们夫妻 很是相爱和睦 翠鸭在院子里洗青菜 裴灵云见真插不上手帮忙 想到了什么 出院子去陪月姐了 经过昨日摔跤一事后 月姐不像之前那么排斥 与裴灵云靠近了 只不过 还是不愿意叫她爹点 裴灵云带着月姐 在葡萄架下玩围棋 她坐在容卿英常坐的椅子上 食指与中指间捏着黑棋 旁敲侧击 月月 能否告诉爹点 钱赏你跟娘亲逛街时 遇到了什么事 月姐则是捏着白棋 想了想就断断续续 将在秋水阁发生的事告诉她 裴灵云垂下眼眸 盯着棋盘看 眼下了眼里的冷力 吃了午时 裴灵云陪着母女俩 睡了个短浅的赏午觉 醒来之后 去衙门办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 一是让杨潇去打听一下 今日钱赏在秋水阁 是哪个官夫人闹的事 二是派人去送月饼 请一向 等容卿英与月姐而醒来 床榻上就只有他们两人 外面巷子里吵吵嚷嚷的 甚至还听到有人喊到官老爷 便打开院门 往外探头看了看 只见几个穿着官服的小丽 抬着一个很大的箱子 在巷子里走了一遍 给每家每户都发了一个 比巴掌还大的月饼 也给了容卿英一个 她这才知道 是支县大人 给九川县的百姓发月饼 连着好几个村的都发了 容卿英盯着手里的月饼 内心里涌起一种 无可名状的复杂情绪 她何时变得如此心善了 还是她如张淮毅那样 借此安抚民心 巧合是巧合 可当官的哪个不知道 名以实为天这句话 就看这好官 愿不愿意一腔心思 为名着想了 或许是恰巧碰上了月熙节 故而她才想了这么一个法子 一家一户发这么大的月饼 九川县人丁不算少 那得花去多少银子 还以为像她那样 刻薄寡恩的人 会直接使用强硬的手段 逼迫乡民们屈服 郑春娘从她家院子出来 正巧看见她便说 秦英 你说那裴大人在想什么 怎的 忽然给咱们 发这么大一个月饼 她那人心机深沉 荣卿英与她过了这么多年日子 也能算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也猜不透她的心思 荣卿英急性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呢 她没跟我说过 这些官场上的事 既然她给了 那便收下吧 即便如此 郑春娘脸上也不见丝毫喜色 凡是常常叹了口气 可是扶摇这是真让人发愁啊 裴大人是一点余地都不留 见她满脸愁容 荣卿英存量片刻 春娘婶 不是我替她说话 只是开凿曹运和这事 是朝廷那边的旨意 她不这样做也不行 不妨想想其他法子避一避 郑春娘愣了愣 面色渐渐凝重起来 你是说 对 只要给够银两 定会有人愿意顶替的 花钱找替身去扶摇义 在前朝前代 都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事 可是被发现之后 会不会被官府抓走啊 郑春娘有所顾虑 这种也算是欺上之事 严重的 可能整个家都得进去 郑春娘看着她 欲言又止 要不你 剩下的话 她总归还是不太好意思说出口 容轻英目光望着手里的月饼 与其平静 我寻个合适的时机 帮你试探下她的口风吧 她看向郑春娘 春娘沈 你照常筹钱 且尽快去那些乡下村里人 盯多的人家 问问是否愿意做这种事 若是你们不够钱 就跟我说 前些日子 我赚了些钱 郑春娘稍稍松了口气 满是感激的 好好好 真的太谢谢你了 轻英 尚若不是有你这么个心思 好善的人帮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睡也睡不好 容轻英不自觉地捏了下月饼边缘 抿了敏唇 跟郑春娘又多聊了两句 便回院里去了 她其实不算一个心词好善的 只是知道 感恩与权衡罢了 搬来轻一向二载有余 郑春娘一家三口 帮她们的确实也不算少 更何况 周汉言是个可诉之才 她跟着谢家喜学行商 日后有出息了 大富大贵 翠鸭嫁给她 也能过上贵妇太太的日子 月姐儿便多了一个疼她的 有钱的小姨妇 容轻英有自己的谋算 不是平白无辜的失善祭词 依儿姐 裴大人怎么忽然变成这么好人了 翠鸭盯着月饼桥 满脸疑惑 前段时间 她还下命令 有男丁的家里 都得让一个男丁去扶摇 弄得大家怨气很重 恨不能把裴大人给砍了 容轻英轻轻一笑 我也不晓得 她要是乐意 当个好官 咱们也能过上好日子不是 说的也是 也不知道裴大人 是不是一辈子 都会在咱们九川当支县 她自是不会 迟早有一日 她会回京 撑起整个家族的荣耀 段不会在九川这种小地方 待上一辈子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她想待着这里 她姑母也不会同意 用刀架着她的脖子 也要把她押回京中 娘亲 这个月饼 是那个怪物拿过来的吗 月姐儿听到了他们两人的话 知道裴大人就是裴凌云 仰着头好奇地问 那怎么没有看见她 容轻英笑了笑 打去她 怎么 月姐儿想见她了 月姐儿顿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想 娘亲不想她 我也不要想她 容轻英不由失笑 捏了捏小丫头的脸 你这小鬼头 翠鸭接着笑道 月姐儿这是很爱娘亲呢 什么事都向着娘亲 那是自然 我叫爱娘亲 这日大家都早早地做好了牧食 早吃食的日头 还没吸尘下去 就已经放了泡胀 一家团团圆圆吃牧食了 容轻英这乡还在忙活着 把鸡仔了 放在锅里炖好 院门被敲响 月姐儿点着脚开门 是裴凌云来了 拎着一罐渴水 我来剁鸡吧 在她的八仙桌上 静止走到容轻英身边 她抬头看了看她 没说什么 把刀递给她 罗符呢 一并给我剁了 刀起刀落间 她说了这么一句话 语气稀松平常 容轻英正了下 今日不炖鸡汤了 她的动作默然一顿 为什么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 不做就不做了 她声音里透着固执 可是你不是 喜欢吃吗 喜欢就要天天吃吗 容轻英美好气地腻了她一眼 再说了 再喜欢吃 吃多了也会腻不是吗 不会 她猛地剁了一块肌肉 眸光沉沉地凝在她脸上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重复道 我不会 造访里陡然发出一声喷响 容轻英修长的预警 不由自主地一缩 抬眸对上她的视线 她的目光斜着忧怨 似是在埋怨她 愿她的喜欢会变 容轻英眼神淡了下去 轻吃中带着一丝讥讽 话可不能说得太满了 将来的事 你预测不了 气氛顿了一瞬 裴凌云心里肃然发堵 深深凝望着她的眼 沉声反问她 那你又为何总是 以一个梦来判定未来的我 容轻英听了这话 迎上她执着的眼神 对她的忍耐心 没剩多少了 既然你 如此执着知道缘由 告诉你也无妨 不知道为什么 裴凌云看着她这么平淡冷漠的眼神 心里生出了一股 无可名状的慌乱 我死过一次了 她的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 一股眉油来的痛意 揪紧心脏 觉得不可思议吗 我也觉得 我不知道老天爷 为什么还让我重来一次 不知道众活一世的意义在哪里 死了又重生 那其实不是梦 是我真实经历过的一切 我写的字 读的书 学的刺绣 都是因你用月颈和颈根威胁我 把我困在你的府底不得出去 是那些孤苦后半生的未解 你跟别人生了孩子 当朝坠绪不能为官 你为了当官 跟你姑母逼着我和离 销毁了入坠文书 后圣上赐婚 你接了婚纸 与别人成亲了 我成了妾室 不可能 裴凌云艰难地咽了咽 嗓音干涩道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怎么可能会跟别人生孩子 我说了 我是重生的 你没有前世的记忆 你又如何笃定 你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容卿英面色淡然 前世因为你 我过得不好 也算是我自作自受 我不应该去京城找你 所以这一世 我离开了青山村 不想重蹈覆辙 既然活都活了 那就好好过着 计划着来九川过上好日子 以你这种逛会家世弄全的人 开凿曹运和这烫手山芋 你根本不会多半分考虑 九川的支线 本不应该是你 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来 打碎了我的计划 听着她的一字一句 裴凌云觉得 一颗心往无尽的深渊里 坠了又坠 她轻声开口 嗓音沉了几分 因为知道你在这里 你在哪里 我就该在哪里 容卿英正愣了一瞬 随后不以为意地轻笑了一声 难不成你 忽然发现你自己爱我 爱得无法自拔了吗 在她回答之前 她替她说了 不 你不会 你根本不是这样 情义深重的人 她一瞬不错地盯着她 你不是我 你又如何笃定 我就不爱你 我以为我来这里这么久 同窗共振这么些时日了 你会知道 我喜欢你 喜欢 容卿英讥笑了声 迎着她的目光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 有你这样喜欢一个人的吗 或者说像你这样的人 你的喜欢又值几个钱 说到最后一句 她的声音控制不住拔高了些 不值几个钱 裴灵云被这话词的眼底 浮起赤红 心口漫上一股窒息的痛 竟然看不上我的喜欢 为何这些时日 愿意与我滚床踏 容卿英听着她的质问 冷笑了声 不过就是那是增了趣味罢了 这一世 现在的你尚且还干净着 若是你如前世一般娶了别人 我手拐一辈子 也不要你那肮脏的玩意碰 容卿英 她有一瞬被气狠了 心口犹如有之力找狠狠抓着 扯出一丝丝剧烈的疼 容卿英同样也红了眼睛 骨子里堆积了许多年的怨离 在此刻全然发泄出来 你姑母身为皇后 你爬到宰府之位 你们陪家全是滔天 你们随随便便一句话 就可以要了我的命 她攥紧了拳头 狠狠地盯着她 如果我知道 还会在这里碰到你 我定不会生下月角 让你们有机会威胁我 左右我也就孤命一条 不过就是再死一次 心里那道墙轰然倒塌 泪意模糊了视线 又在一瞬间被她抑制住 再死一次 她微垂着眼眼瞼似 被什么沉沉压着 令她无法再有力气 抬眼看着她 她合了合眼眸 压下那过于激动的情绪 你要纠缠没关系 等哪时你娶贵女 我也嫌误你了 咱们一拍两散 别带走月角就行 我不相信 你们会全心全意对月角好 否则 就算我无马分尸 我也要把你的好日子 搅得天翻地覆 重活一世 我知道的可不少 她跟她姑母 为了弄垮左城家族的势力 费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心机手段 不知道她发什么疯 每次喝了酒 都会跟她说一些 这辈子 若是她们还要抢走月角 让她不能安安生生 看着月角长大 那她也不介意成为左城的帮手 让她们的日子不得安宁 最后死了 也算是死得其所 总不能让她们 什么好处都得了 裴凌云听着她的话 每一句都撕那只利兆 将她的心口越抓越紧 抓得血肉模糊 她的面容 附着一层明晃晃的痛色 低压着嗓音 放心 我不会抢走月月 你好好的 只留下这么一句话 她已经承受不住地离开 背影仓皇失措 走到院子时 差点被青石板绊倒 造房里再度沉寂了下来 静得只有她自己的呼吸 案板上还有小半只鸡没剁完 很快收拾好所有情绪 容青英拿起刀 面色平静地剁着鸡 案板上砰砰作响 等她剁完鸡了 翠鸭在门口犹豫了好半生 才敢走进造房 把青菜放在另一张木桌上 刚才的争吵 她只听了一点 怕月姐儿看到听到 两人争吵 她便带着月姐儿 回到房间里躲着 听见院子里有动静 她偷偷往外一看 就看到那个一向 板着个脸的裴大人 急得差点摔了一跤 心想两人大概是吵崩了 只是不知道吵了什么 让裴大人如此势态 叶儿姐 你还好吗 翠鸭忍不住担心问道 没事 容青英没抬头 方才的话 你听了多少 翠鸭一愣 连忙摇头道 叶儿姐 你放心 刚刚我是带着月姐儿 到房里去了 没听到什么 容青英看了看她 并无责怪之意 不用紧张 刚刚我说的那些 是不同寻常 玄乎的紧 你听了也不打紧 只是怕你害怕我 翠鸭笑了笑 不会 无论是什么事 我都不会怕 我知道 你带我是真心的 穿过热闹的街巷 裴林云回到自己宅子里 衣袖下趾骨 不知何时 在掌心捏出一条血痕 爷 您怎么回来了 您不是要跟夫人 一起过月息吗 杨潇没多想 焊着手就问了 气氛凝滞了一瞬 没听到回答 杨潇抬起头 看向眼前的主子 心声一斗 随后就听到主子 冰冷如霜的声音 暗影有消息吗 杨潇愣了愣神 这答复跟她问的问题 完全不搭边啊 她悄悄打量着主子的神色 那张脸冷淡到几乎漠然 那双幽尘的眼眸 犹如一潭死水 掀不起半分波澜 看着像是遭受了 什么灭顶的打击 莫不是跟夫人吵架了 被夫人赶出来了 杨潇一面暗暗揣测着 一面低声回答道 还没有传回任何消息 去传个信给她 让她多找找民间传闻 最神秘的大师 或是神婆和算命先生 好 我这就去给暗影 捎个信过去 杨潇悍了汗手 犹豫了片刻 她还是宽慰了几句 爷 你也不必太伤心 等夫人的气过去了 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气氛似乎又添了几分沉闷 裴灵云指诞生道 下去吧 杨潇瞬间感觉到了 主子身上的颓膛之气 一时惊讶 不再多说什么 便退下了 众活一世 极为荒谬 且多多怪事 裴灵云相信了这话 她的态度在一夜之间 发生了轻浮的变化 大概就是在那一晚 她重生了 带着前世的记忆 和对她的怨恨 可她怎么会取了别人为妻 她想找到前世的记忆 这样 她便能跟她解释清楚 一切误会 这一切都应该是误会 纵使自己再怎么家事弄权 纵使之前 她是有想过那个捷径 可后来也没那么想了 她只想有她一个妻子 她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在她前世的一生里 她做了这么多伤害她的事 平堂里的宽椅上 男人一身颓然 她的一字一句 仿佛还回荡在耳边 心口翻涌着一阵阵的顿痛 最近这些时日 原以为她对她的态度 已有软化的迹象 原以为她已慢慢相信她了 却不想 她从未想相信她 任由她进出她的院子 只因她试个官 怕她抢走月景 带着前世记忆的她 心一直都是冷的 这个月夕节 没有她的打搅 她大概会过得更开心 月夕节 赏月吃月饼 逛街看花灯 街上热闹极了 饱食一顿后 容清英和翠鸭 带着月景到处玩 俨然已将日子时 发生得不愉快 抛之脑后 回到家里时 月末已快紫时了 烧好热水时 月景都快要撑不住困意了 容清英打开衣柜 越要拿给月景换洗的衣裳 却看到裴霖云的衣裳 依旧整整齐齐叠在柜中 神色淡了几分 简单洗了的澡 容清英带着月景睡觉去了 入秋的时节 夜里不像夏日那般燥热 带着丝丝凉意 所谓秋高气爽 让人觉得很舒适 月圆之夜 容清英睡得并不算安稳 不知是不是因为白日里 与她说了那些事 她又做梦了 又是那间放着她的灵牌的房间 依旧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门外又是一声声哭声 女人叫着屋里的男人 听着声音 她就知道是王云宁 男人的身形在暗色内隐隐绰 只见她打开了门 默然抬脚把王云宁踹倒在地上 王云宁一声凄惨的痛呼 趴在地上爬不起来 她身子猛的一阵 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知道她非为谦谦君子且阴狠 不曾想对她自己取的气 也这么狠 这么不给面子 不过 这一脚踹得 让她心里舒坦多了 接着 她又看见她居高临下地 看着地上的王云宁 音质狠力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谁给你的胆子 来招惹她的 她抬脚踩在王云宁手掌上 整个人笼罩着一股极致的阴沉 我说过 若是你不知死活来招惹她不快 你会变得一文不值 一文不值 是不是就意味着 王云宁这个人就要完了 她看着眼前的荧幕 正正地想着 躺在地上的王云宁开口了 娇柔的声音里带着七楚 你这么对我 就不怕我爹跟瑞王爷起兵 杀进皇城吗 啪 她的声音里加着不屑 他们死期将至 我还须在乎她 会不会起兵 你们做了什么 王云宁那张美艳的脸 全是惊讶 还有一丝害怕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可是好哥儿的娘亲 她的目光阴冷 一字一句戳穿她 真当我不知道她是 你跟瑞王的种 你如何知道的 王云宁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声音颤抖着 若她不是瑞王的儿子 若让你们得逞了 你以为你有机会生下来 她语气透着沉沉的英质 胎死腹中 即便让你生下来了 我也会弄死她 我的孩子只能从她的肚子里出来 这一瞬 王云宁脸上全是恐惧 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因狠毒辣 却不知他竟狠毒至如此地步 他忽然觉得 父亲和瑞王 就算拥再多的兵 势力再大 最终也斗不过眼前 这个心狠手辣的男人 他这个鱼儿 终究是烂了的 王云宁忽然失心疯一般 大笑了几声 语气里全是机巧 原来你这么爱那个女人啊 可那又如何 她已经被你活生生气死了 就算我死 也要诅咒你 生生世世 都得不到她的原谅 闭嘴 她怒喝一声 眼底翻涌着浓浓的力气 来人 拉她下去 仗毙 而后 一声声淒厉的惨叫 犹如响在耳侧 那声音如同响在耳边 实在太吵了 吵得她睡不着 一睁开眼 还是在夜里 月光透过窗帘照进来 屋里散着淡淡的菊光 不至于眼前一片漆黑 梦中她与王云宁的对话 一直激烈地回荡在脑海中 犹如寺庙里敲钟声的回荡 震得她的耳朵和头脑 嗡嗡作响 一个又一个一斗 思绪和理智盘根错节 无法履成一条直线 这天 容青音哪里都没去 连谢家喜和周汉言过来 给她倒持了的节日同乐祝福时 也一并拒之门外 她在家里想了一天 终于慢慢捋清了梦中发生的事 那个梦里的场景 是在她死了之后发生的 裴灵云把她的灵牌放在她的房间 又抱着她的灵牌 失魂落魄的 看着甚是伤心 王云宁被她下令仗毙了 或许是因为王云宁 在她吊着半口气的时候 还来气她 让她知道了 浩哥是王云宁生的 但是瑞王爷的种 不是她的 王云宁她爹 想跟瑞王起兵造反 又是什么得逞或算计 王云宁她爹是她为棋子 安插在她身边 圣上赐婚是将计就计 她跟圣上和她的姑母 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接下圣侄娶了王云宁 庄庄夫妻和睦恩爱的样子 似乎也不足为奇 她以为她跟王云宁生了个儿子 俘获了王云宁芳心 以王云宁和她儿子好哥 制衡王云宁她父亲和瑞王爷 王云宁既是卧底 又是奸细 只是这种棋子游戏 她怎么看都觉得像雕虫小技 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怎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促成一场复杂至极的全谋大计 她说她的孩子 只能从她的肚子里出来 她生了两个 在她的记忆里 除了娶王云宁 后因为王云宁与瑞王爷的事 又抬自己为妻 她再没有那别的女人为妾 如果梦里的一切 都是前世真真切切发生过的 她对她与王云宁之间 那些事的认知 皆被颠覆了 那么她前世自以为的折磨 似乎变得更可笑了 她其实也算得上 他们这个全谋大计的 一个棋子之一 她不将她自己 与王云宁的真实关系告诉她 不将所有真相告诉她 她表现出来的痛苦与挣扎 都是无比真实的 不掺杂半分假 是不是这样 就能让王云宁她父亲和瑞王爷 更相信她跟王云宁的恩爱 不是装出来的 让他们更放松紧提心 容卿英躺在葡萄架下的摇椅上 想了许久 想明白了很多事 回忆起更多被忽略了的细节 盘中之奇 能有多重要 娘亲 可以吃了 月姐儿跑到她身边 亲生与她道 月姐儿似乎知道 她心情不怎么好 又或者是察觉到她很疲惫 所以 这一天里 都没怎么打扰她 只是时不时跑过来看看 她如何 轻易亲她的脸安抚她 容卿英闭了闭眼 把所有情绪都掩藏了下去 伸手摸了摸月姐儿 那张笑死她的小脸 笑了笑道 好 走吧 吃完了木石 天色尚早 日头还没沉下去 容卿英回房里 把她遗留在这里的东西都包裹后 又如同上次 再次把玉簪和一封流信 一并塞进包袱里 这次的流信 不只有五个字 说了好些真话 她把包袱送到衙门口 交给首位 诞生道 麻烦将这包袱交于你们大人 就说是青衣巷的人送过来的 那首位没有接过包袱 皱着眉头 谁知道 你里面装的是什么 万一你要加害于我们大人 尽管打开看看 并无什么异常 你家大人 看了便会知道了 容卿英直言道 随手扔在地上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等她回来 你让她自己捡 说吧 容卿英便转身离开了衙门 往青衣巷的方向走 首位转头看向另外一个首位 纠结不已 你说 要不要捡起来 交给大人看 另一首位沉思了片刻 还是捡起来吧 要不就送去大人府上 禀报大人 让其做决定 首位叹了叹气 低头看着地上的包袱 还是将其拎了起来 让另一来准备换班的首位 把包袱送去裴玲云的宅子 杨潇一听到这首位 提到青衣向着三个字眼 后背一挺 忙不迭把包袱接过来 送到书房里 听了杨潇的话 坐在桌案前的男人 眸色疏然沉了下去 他抿了抿唇 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他还有没有说什么 杨潇心头一灵 摇了摇头道 没有 那首位就说这些话 夫人他 说到后面 杨潇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于心不忍 主子自昨日回来之后 就一直都是郁郁寡欢的样子 夜色沉下去后 主子上了街 悄悄跟在夫人身后 夜深人静时 书房里的烛火摇曳 一直持续到天亮 烛火才熄灭 也就是说 主子一夜没睡 今日又一整日 在衙门里处理事务 便就是一天一夜没睡了 杨潇暗自常常蓄了一口气 抬眸看了主子一下 见他面色冷风锐利 焊了焊手道 夜 我先下去了 您好好休息休息 多当心下身体 有什么事 您就叫我 嗯 裴林云目光一瞬不瞬地 笼在那包袱上 眉冷冷峻 神色让人捉摸不透 不知过了多久 书房里的光线暗淡了下去 黑漆漆的 天色已晚 他终于动了动僵硬的身子 起身拿了蜡烛点燃 黄色火焰与漆黑夜色相容 照映着一道晦暗不明身影 他沉沉地深呼吸了口气 打开包袱 那只熟悉的玉簪 再次出现在视线里 呼吸微微一致 犹如有之无形的手 遏制住了咽喉 旁边是一张折叠了的纸 隐隐觉得 那上面写的 不会是什么好话 他不想打开那张纸看 害怕看到不想看的字眼 一股沉沉的无力感流至体内 他任由身子往已被依靠 威合着眼瞼 神色难掩疲惫 不自觉地在脑海中 想象他提笔血性的模样 该是闲静淡雅 或是要他在谋权与他之间 他会毫不犹豫 选择谋权而舍弃他 亦或是他会成为 他谋权的其中一枚棋子 困在那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中 求不到解脱 他不想再成为一颗 随时被舍弃的棋子 他的喜欢也不值得信任 最后一句便是 以后别再去找他了 让他跟月姐儿 好好过日子 自己熟悉 落字绣挺立军 很是好看 最后一笔似乎用尽了力气 落笔很重很重 莫字已然渗透了纸液 他只觉手中本是 轻如红毛的纸液 忽然之间重于青山 默然片刻 他神情木然 唇角微微扯出一丝 讥讽之意 好一句不值得信任 这一日一夜里 他想了无数次 前世的他到底 做了什么坏事 让他毅然决然 不再相信自己半分 甚至 他还生出了一个 荒谬无比的念头 若是能消除了他前世的记忆 那该多好 若是能回到他们 还在青山村时的日子 带着月姐儿游逛在乡野之间 悠然自在 那又会是多美满 昏暗的房间里 只有一盏烛火透着光亮 映出了他同人里的茫然 带着一抹无可奈何的悲凉 这日之后 似乎又回到了 从前平静悠然的日子 他再没有来过清一项 取丁之事 很快便尘埃落定了 周汉言不用去扶摇 花钱请了一个 方才十七岁的男子 代替他去扶摇 牛尾村有一户穷苦人家 人丁兴旺 有一胎两个男丁 都已成家了 他们生的几个儿女 也有七八岁以上了 如今也能下地干活了 后又有两个男丁 还未出嫁的女儿 也还有三个 除去两个男丁 家里的可劳作人口 也尚且还勉强够用 先前有不少人 也盯上了这户穷苦装户人家 但那些人 也只给出二三十两的价钱 周汉言去找这户人家之前 谢家喜帮忙 让人好好打探了一番 得知旁人给的价钱并不高 于是直接让周汉言 开口提五十两 若是这户穷人家还不同意 那便可以继续多添五两 五两再五两 最后订了七十五两 这笔钱对于谢家喜来说 九牛一毛都不及 但对穷苦了几十年的老太太 和老大爷来说 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机会 得到的一笔大钱 他们怎么又会不想要这笔钱 他们打定了主意要赌一把 要是这儿子能平安回来 那他们就赚了 若是不能 那他们也只得认命 郑春娘一开始 是想找荣青英 借些银两来的 但周汉言知道 荣青英和翠鸭 带着年纪上小得越紧生活 没有足够的银两半身 日子会过得艰难一些 幸好 跟谢家喜的关系还不错 周汉言直接找谢家喜见 二话不说就拿了银票给周汉言 只是先前荣青英答应郑春娘 跟裴玲云先打探一下情况的事 做不了了 谢家喜说 自古以来 有的是这样的官人负商 做这样的事 他们压根就不会 将这种的事拿出来重判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郑春娘虽还是有些担心 但也想清楚了 总归儿子现在还在身边 传到桥头自然直 来日的事 来日再说吧 解决了这件事 风头过去了之后 郑春娘做了一顿好的吃食 请谢家喜来吃 连带着叫荣青英和翠鸭 带着月姐到他家里一块吃 春娘审 这是盐水鸡 谢家喜指着桌上的一道菜问 郑春娘眼中闪过惊讶 且欣喜地问 二公子也知道这道菜 谢家喜笑了笑 神太懒洋洋的 当然知道 当时去江陵时 就吃过这道菜 听当地的人说 这是江陵的特色菜之一 对的 二公子说得不错 这就是盐水鸡 是咱们家乡的特色菜之一 味道绝对正宗 二公子可以尝尝 郑春娘娘家 是在江陵县的 离九川县不算太远 坐马车只需小半个月就能回去 谢家喜这才知道 郑春娘原来是江陵的 想起当时吃的盐水鸡 就觉得甚至美味 便迫不及待加了一块 盐水鸡入口有一丝咸味 不过味道不重 咸味渗入肉里 刺激味蕾 令人食欲大开 春娘审的厨艺实在太好了 这盐水鸡的味道 跟江陵有名的厨子相比 还更别具风味一些 谢家喜吃完一块鸡肉 意犹未尽 毫不吝啬夸赞郑春娘的厨艺 郑春娘倒是让她夸得 有些不好意思了 二公子夸过头了 我就会做这样的家常菜 哪里能跟大厨相比 容卿英先前怀悦紧的时候 第一次吃到郑春娘做的盐水鸡 也是这般赞不绝口 完全让她食欲大增 她也加了一块盐水鸡吃了下去 眼底含着笑 春娘审做的菜确实好吃 好吃那就多吃点 周大彪的声音 依旧是那么粗声粗气 来来来 咱们再喝点米酒 这次的米酒酿得很好 说着周大彪把米酒坛子搁在桌上 拔掉盖子 动作粗广豪漫 周大彪先是给郑春娘 倒了碗米酒 然后再给谢家喜 以及其他人的碗倒满了 来来来 咱们先干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情极好 觉得这米酒的味道 比以前喝过的米酒都好喝 郑春娘一喝就喝多了些 醉意有些上头了 扯了很多话题出来聊 她看向翠鸭 与重心肠道 翠鸭 你觉得上次给你介绍的男人怎么样 你年纪不小了 是到了该说亲的时候了 不然到时候 这左邻右舍 又得偷偷嚼舌根子了 这话郑春娘说的了很多次 但每次都让翠鸭拒绝了 我不想嫁人 只想好好陪在依儿姐身边 他们爱说 就让他们说去 郑春娘又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你呀 跟你依儿姐一样死将 不行 回头我再给你相看相看 娘 周汉颜阻断了郑春娘的话 神色清明 她现在不想嫁 便先不嫁 抢求不来 对 汉颜哥说的对 翠鸭猛喝了碗中的最后一口米酒 跟郑春娘说 春娘沈 您不用为我操心了 我现在跟着依儿姐 过得也挺好的 见她的碗里空了 周汉颜给又给她的碗里倒了米酒 落到她脸上的眼神中 带着浅浅的笑意 谢谢汉颜哥 翠鸭抬头看向周汉颜笑着道 眼弯如月 她的肤色阴长在外面干活 被晒得有些黑 但掩不住神帽的秀里 脸颊透着红润 可爱俏皮 她已经有些醉意了 清润的眼眸里多了两分迷离 周汉颜看着她脸上的笑 心底里生出了一丝不可名状的涟漪 心脏砰砰砰地鼓动了许久 汉颜哥哥 你怎么一直盯着小姨母看啊 月姐儿捧着一个小木碗 黑溜溜的眼睛全是好奇 悠悠开口 童言无忌 顷刻间 热闹的气氛陡然沉静了下去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不由自主地看向周汉颜 眼神中带着探究 周汉颜端着米酒坛子的手默然一顿 回过神后 不由得心虚起来 尤其是与翠鸭的视线直直对上时 心肩一下微颤 侯杰情不自禁地滑动了两下 下一瞬 她便将目光移开了 借一给谢家喜到米酒 沉声岔开话题 这米酒味道如何 谢家喜 她方才不是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吗 细细打量着周汉颜的神色 谢家喜忽然之间 嗅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意味 微微咪了咪眸 看了看翠鸭 又继续看着周汉颜 宁声问道 汉颜 你看着好像有点心虚啊 郑春娘有了几分醉意 并无察觉到有什么异样 声音里夹带着疑惑 心虚 汉颜有什么好心虚的 当然 除了找人替代她去扶摇的事 但是周大彪一向酒利好 白酒尚且能喝上一壶不醉 区区米酒不算什么 看着儿子的反应 大概明白了什么 握了握郑春娘的手 常然笑道 春娘 孩子的事 就让孩子们自个折腾去吧 无需担心这么多 机缘到了 你还怕他们不愿意成亲 哼 你知道什么 到年纪了 那不得赶紧找个好郎君嫁了 再大点的年纪 就没那么多可选的了 郑春娘瞠目瞪了她一眼 转头看向容青英 青英你说 是不是这个理 是有这个理 咱们也非常能理解你的忧心和顾虑 不过周叔说的也对 澄清这事 还得讲究缘分 再说了 翠鸭也不是只有嫁了人才过得好的 容青英笑 翠鸭其实也知道 郑春娘是为自己好 嘿嘿笑道 是咧 我跟着依儿姐过的日子 是最开心的 春娘婶 你就放心好了 既然你们都不担心 那我也不去操这个心了 郑春娘摆了摆手 端起满上了米酒的碗 咱们就该吃吃 该喝喝 饭时吃完 一坛米酒也喝了个精光 翠鸭贪吃 吃了不少米酒 要回家时 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脚跟都站不稳了 这会儿迷迷乎乎趴在桌上 容青英抱着搭拉着眼皮的月景 周大彪看向自己儿子 拍板定案 汉颜 你抱翠鸭回去 听到这句话 周汉颜的心 狠狠地跳了几下 紧张得指尖微颤 郑春娘也喝了不手 头靠在丈夫周大彪身上 半合着眼睛赤说道 说什么胡话 哪让汉颜抱啊 男女瘦瘦不清 这有什么 咱们又不是什么陌生的关系 周大彪说着 见儿子愣得跟装木头似的 借用了下谢家喜的名字 你不送的话 让家喜送一送 谢家喜正想拒绝 就听见周汉颜急急忙忙接话 不用他 我来送就行 旋即 周汉颜快步走到翠鸭身边 低头在她的耳边轻声问了句 我抱你回去好不好 翠鸭意识模糊 隐隐约约听见了回去两个字 阴明了句 嗯 回去 大概是喝多了米酒的缘故 她的声音比寻常细软了许多 让周汉颜心口泛软 看着她的眼神愈发柔和 好 我抱你回家 周汉颜把一脸醉胎的人横抱起 翠鸭下意识伸出双手 抱住她的脖子 头搭拉在她的胸膛上 微眯着眼睛 她一低头便能看到怀里的人 俏丽的面容闲尽安心 不似她清醒时 杂杂呼呼的样子 也一样的可爱 周大彪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甚是满意 笑呵呵 都回去吧 我也要烧水给你们沈子洗澡了 好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容青英道 趴在她肩上的月景 忽然抬了抬头 对周大彪摆了摆手 勃勃吓回见 甜甜的声音让人甚是乐呵 秋日的日头沉得较快了些 余晖引满天际 绵白的鱼儿 四披上了一层金铝沙 妙极了 周汉炎抱着翠鸭走在前面 容青英抱着月景 和谢家喜跟在身后 气氛有一时的沉默 谢家喜收起了悠悠自视的神色 声音低沉地问了句 青英 你以后会跟裴灵 裴大人重新在一起吗 你们应该是都心悦彼此的吧 容青英脚步顿了一下 又接着往前走 清灵的声音响在巷子里 她是官 我是明 哪有什么心悦不心悦之说 谢家喜望着天际的鱼侠 眼眸暗了暗 她虽不是官家之人 却是出生在商谷豪族之家 若要计较起身份来 他们也不适合 成亲成亲 成的是两口之亲 相爱和睦 才能好好过完这辈子 只是在他们这些家族之中 婚娶几乎是与家族利益挂钩的 大哥不就是即将要与 江南一豪族的嫡女定亲了吗 大哥压根就没有见过那娘子多少次 哪里有什么感情可言 到了家门口 容青英单手抱着月景 腾出一只手开了门 周汉炎抱着翠鸭先走了进去 容青英对谢家喜笑了笑道 别磨蹭了 赶紧回去吧 不然天一会儿就黑了 这会儿天色尚且亮着 路才好走 才不会被脚下的石头绊倒了 能走得一路顺遂 这话中之意 何不能听出来 谢家喜捏了捏袖口 内心生出一抹苦涩之意 她望了眼长空笑了笑 好 我先回去了 我们都要过得顺心顺遂才好 这时 周汉炎刚把翠鸭放在床上盖好宝贝 也出来了 跟容青英道了巨蟹 便与谢家喜一并走了 没想到你小子 竟然是心悦脆鸭的汉娘子 谢家喜笑眼去向周汉炎 略为窥探道 还以为你会喜欢那种 高雅柔静的女子 周汉炎闻言 俊秀的脸上 属然升起一抹热议 却是认真地道 万事皆不可预测 她也很好 哈哈 这就忽上了 谢家喜怅然笑了几声 不过 我看她好像对你没有男女之情 你是否晓得 周汉炎轻轻恩了一声 知道 她从小就过得很苦 能有一口吃的 就觉得幸福了 如今跟着容娘子一块过得满足 不再想奢望其他感情 也是常理之中 谢家喜愣了愣 握拳撞了下周汉炎的手肘 颇为羡慕 你小子有好福气 把脆鸭的心思揣摩得这么清楚 看来 你是势在必得了 周汉炎心间泛起一丝甜意 并不反驳她的话 知道 你也会的 不必太忧伤 机缘到了 你也能跟你心悦的女子在一起 谢家喜扯出一抹苦笑 倒是希望能如此 这相容轻音把女儿放到床上 月姐倒头就呼呼大睡 看来也不必洗澡了 容轻音给月姐盖了小被子 又去翠鸭的房里看了看她 见她合一睡得 正香便放心了 自个到造房烧了点热水洗完澡 也去睡觉了 可能是喝了米酒的缘故 今夜入睡得很快 睡得也沉 但不知睡了多久之后 还是被院外的呼喊声吵醒了 容娘子 你快出来 有贼子翻墙进了你家门 喊话的妇人是石头她娘亲 刚从地里匆匆忙忙赶回来 只因听到了打羹声 小禁时间到了 得在官人出来巡逻之前回到家去 刚回到巷子口 就看到一灯徒子 爬上了容轻音家的墙园 顿时大惊失色 来不及多想 就大喊了几声 这下可惊醒了左邻右舍 都打开自家院门出来看 却看到那墙上什么鬼影子都没有 石头她娘 你是不是看走眼了 容娘子家里养了只小狗 要是真有贼子 那狗子估计就汪汪大叫了 一邻里大娘道 石头她娘顿时就着急起来了 白手急忙道 不不不 我真没看错 是真的有个贼子翻墙进了容娘子家里 石头她爹也跟着道 确实没错 我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贼子还挺高的 翻墙的动作可熟练了 一看就是个老手了 哎哟 听你们夫妻俩一说 我这心里都开始七上八下了 可不是吗 要是咱们巷子里出现了贼子 只不准什么时候 咱们几乎都得遭殃 赶紧让容娘子出来瞧一瞧吧 几个妇人婶子七嘴八舌地说着 郑春娘和周大彪这夫妻俩 连同周汉妍也被惊醒了 忙走出来凑近人群中 郑春娘着急地问 怎么了 发生啥事了 一大婶连忙把刚刚石头她娘说的事 重复讲给郑春娘一家三口听 哪个登徒子的 敢在咱们轻衣巷爬院墙 看老子不一拳抡死他 周大彪身强体壮的 为人正直正义 屋里的容卿英忙下床穿了鞋 打开房门一看 就看到院中站着一高兽 且身影模糊的男人 这一眼 容卿英便能确定了 她是裴玲云 眼神骤然冷凝了下来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弄湿鞋子的 这次她翻墙 就真让人给发现了 院外的邻里们还在喊着 容卿英拔高了些音调回到 莫及莫及 路过男人时 她也没抬头看她一眼 静止打开了院门 对大家笑着胡说八道 大家不必担心 方才翻墙的不是什么贼人 是我家一表哥 想来找我借三百两银子 可我一个在家种田过日子的孤寡妇妇人 哪里拿得出三百两银子 就拒绝了 没想到今夜竟然翻墙进来了 郑春娘登时一愣 怎这些时日没听你提起过 容卿英无奈失笑 左右也不是什么好事 就没说出来 哪知会给大家伙带来惊吓了 妖兽 怎地要这妖多银两 得亏是石头她娘眼间发现了 不然你家的银钱 可能就让她掏空了去 容娘子 你赶紧赶她出来 现在已是宵禁的时候 她在坊里跑不了 肯定会被官兵抓了去 郑春娘语气愤愤 抓了去正好 让官兵关她几天 容卿英故作无奈地笑了声 哎 算了吧 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哥 待会儿我 好好同她说一说 让她以后别来了 石头她娘就到 容娘子 你也太心软了吧 不让她长个教训 指不定以后还会再来爬墙 这多吓人啊 容卿英耐心地解释着 这次就放过她了 等下次她 要是再敢翻墙进来 我就报官 让官人拉她去牢里 关上些石日 话是这么说 但还是有人担心 容娘子 不如你让她出来 我们瞧瞧尝什么呀 下次咱们见到就知道是谁了 也不至于把她当成是贼人了 容卿英扫了眼中人 心知有些人是好心好意的 但还是因为院里的人 解释得有些烦躁了 她尽量用平和的语气道 罢了 她刚刚羞愧的头都不敢抬 现在大概已经躲到屋里去 不敢出来见人了 时候不早了 你们也赶紧回去歇着吧 这些妇人见容卿英 实在不想让屋里 那贼人出来事事重 只好作罢 回自个家里去了 郑春娘还是担心地 多问了两句才回去了 周汉妍倒是一直沉默着 一开始是心慌的 怕真有什么贼人 然后不知想到了什么 便又冷静了 石头她娘叹了叹气 又好心叮嘱 容娘子 跟你说句实话 像咱们这种 天天跟泥田打交道的 可不能轻易 把钱借给别人 有没有的还是一说 主要是咱们重庄稼的 要是遇上什么天灾人祸 没钱就连口吃都没得了 石头她爹也附和道 是啊 这钱袋子可要捂好了 石头她爹的声音不小 似乎是对翻墙进 容青英家里的贼子说的 容青英知晓 石头爹娘是善人 心里存感激 成 我晓得了 今夜谢谢你们了 明日我送些干薯条 到您家里去 那倒不用 这多大点事 有什么事 你就出来喊一声 咱们这些邻里都在呢 石头她娘说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看着石头爹娘 往巷子那头走了 容青英关上院门 转身看向立在院中那道身影 身量四更消瘦了些 陪大人博恩多时 不会不认识纸上的子 容青英透着隐隐绰绰的夜色 望着眼前的人 与其平静 我说了 你别来找我了 我对滚 床塌那事也没兴趣 纵使看不清她脸上的神情 裴林云也知道 她脸上的神情 大概是冷漠的 可她的眸光 还是眷恋而迫切地 定定落在她脸上 不舍得挪开半分 一二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苦涩附上喉间 一出唇齿的嗓音地低哑了几分 自上次摊开梦境一事 至现在 他们已一月有余没有见面了 秋意渐渐消色 携带着丝丝凉意 玉佳卷起了压在暗处的浅犬思念 西风落叶 宅院中的老树一夜消疏 她看着落了满地枯黄 终究还是忍不住 来了这轻衣巷里寻她 若方才没有让人发现 便只是想悄悄看她几眼就好 不会扰了她的亲吗 容青英拢了拢一惊 语气轻而冷 有什么好看的 赶紧走吧 寻街的官人 大概也不会把你这个知仙大人抓走 听着她冷漠驱赶的话 裴灵于木讷地挣了一会儿 接而自唇角牵出一线苦笑 一二 就算我是知仙 也不能不守法规 她在心底里暗暗期待 她会如先前那般 心软地容她留下 裴大人 别磨磨蹭蹭了 我不会留你的 容青英神色清明 半点心软的迹象都没有 见过她风光一世 知道她断不会真有什么事 心里的期盼在一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她低声应道 好 我走便是 你好好的 定要好好的 莫要在同上辈子那般 还没过多少好日子 便刻然尝试 她转身走到院门处 容青英语气淡淡地道 只要你不再来打扰 我自是会过得好好的 她脚步微微顿了一下 又听她添了句 你也好好的 明明是住院的话 却让人听不出一分情密 院落回归寂静 容青英栓上木栓 回房里接着睡觉了 裴灵云在门口站了许久 才迈着沉重的步子 从巷尾往自己宅院的方向走去 快到院门口时 遇上了巡夜兵 那当头的巡夜兵大喝一声 大胆贼人 竟敢犯机 说着 三个巡夜兵扬着刀 齐齐朝着裴灵云跑过去 借着灯火 凑近一看 三人才发现 面前的人 竟是他们的支线大人 脸上顿时浮上惊叉 当头的巡夜兵立刻收起刀 恭恭敬敬地朝裴灵云行了个礼 微微弯着腰小声问 大人 您怎么这时候出来了 可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 这支线是从京城来的 上头吩咐了 一定要好好待着 不可惹其生气 裴灵云面上无波无澜 淡淡道 事宜解决了 你们接着巡夜 尤其是清一项 勤歇寻走 当头巡夜兵不知所以 汗手硬下 属下知道了 大人请放心 定不会让任何盗贼闹事者有机会 在清一项寻衅姿势 裴灵云稍微摆了摆手 事宜几人可以走了 三个巡夜兵匆匆忙忙离开 往清一项走去 比往日寻走的次数多了 裴灵云自胸襟里拿出玉簪 在烛光下看了许久 眉眼间聋着淡淡的愁伤 由自审笑 也不知要何时 才能让你再次为你主人接纳 夜半三更 杨潇出来如厕 却发现书房还闪烁着烛光 不禁摇了摇头叹气 抬手敲了下门 得到允许的声音 杨潇这才走进书房里 爷 我想跟您多说两句 杨潇抬头看向闭着眼睛的主子 认真地劝慰道 不管发生了什么令人难过的事 您也应当好好保重身子 这样才能更好地等到合适的时机 得到您想要的 见眼前的主子深深合着目 杨潇硬着头皮开口 您最近实在太消沉了 眼见身子越来越消瘦了 很让人担心 裴凌云抬起眼帘 哑声应了一声 嗯 去休息吧 杨潇又打量下主子弹幕的神色好一会儿 最后还是无奈地回自己房里去了 实在睡不着 杨潇变起来又给暗影写了封信 让她再加快些动作 找到主子想找的那种人 不消多久 裴凌云也无法再多分神思 及这些儿女情长了 只因开凿曹运河那边榨山头时 增了好些死伤 在处理这些棘手的事上 费了许多心神 以至某日 杨潇忽然发现 年纪尚且还尤为年轻的主子 其发肩竟然出现了根白头发 少年白头 这是忧虑过重 尤其是今年的冬日 似乎比往年来得早 明明也只是秋令下旬 天冷得像在过寒冬了 今年的冬令 大概也会比往年都冷 不少庄户已在忧心 今年的庄稼在冬日时 地里那些菜 会不会被冻坏冻死 容青英也有这个担忧 以前听阿爹说过 就在娶阿娘的前两年 安平府以及乡林的几个府县 在秋令时皱冷 不久后就下了一场暴雪 那两三年真正是灾荒年 什么能吃的都被薅光了 因为不过吃穿 冻死了不少人 也就是他刚出生的那年 日子才慢慢变好了 他怕今年的情况 会跟阿爹经历过的 那两三载的灾荒年那般 以防万一 这几日冒着寒风 去十七村的地里 又多种了好几块白罗符 这菜更抗冻一些 又去了好几处米铺 买了三淡米和一淡熟米 可能大家伙也害怕遇上雪灾年 已经不少人去米铺买粮食了 米价比往日升了一些 叶儿姐 咱们买这么多米 要是吃不完 坏了就浪费了 翠鸭有些心疼赢钱 容青英倒不是十分在意 这些花在吃上面的钱 况且有备无患 若是这个冬日真的太冷了 粮食肯定会变少 价钱也会变贵 那时恐怕得花更多钱 这九川县 还有一种特色菜 在冬日能放很久 那时用一整个猪腿 做的烟熏腊肉 来九川这两三载 他们也吃过好多次了 味道确实是好极了 容青英买了一整个 重得很 幸好有辆罗车 车上堆满了米 多又多放了一个腊猪腿 做人的地方 都显得拥挤了些 石头他爹娘 也来卖点腊肉 见到他们这阵仗 不由得一惊 哎呦 容娘子怎的买了这么多 冬令会不会有寒灾 还没有个定数 买多了吃不完 坏掉可就浪费了 石头他娘跟翠鸭 是一样的想法 就怕浪费了 容青英与石头他娘 解释了几句 笑道 若没有寒灾 自然是件幸事 每日多吃些 咱们赚银钱 本就是为了一日两顿 吃进肚子里去了 就不算浪费了 您说是不是这个礼 石头他娘一顿 想了想 也确实是这个礼 罢了罢了 能买多点粮食 囤着也是好事 不用担心饿着 只是我们就没法 像你一样买这么多 咱们手头比较紧 容青英抿了抿唇 那便买多些便宜的粮食 如今正是干暑丰收的时候 可以去看看 能不能多买一些放着 像翻瓜玉葵也可以看看 石头他娘忙点头道是 确实 这些吃食能放很久 家里还有一些 等会再去看看 价钱贵不贵 容青英笑 若是婶子 你去问了价钱 回头也告诉我一声 我也想买点回去放着 好嘞 没问题 随便唠了几句 容青英驱着罗车回家 把所有米粮都放进造房里 那只大的蜡猪腿 就用干荷叶包住 再用铁钩子挂在悬梁上 以防老鼠吃了 娘亲 我们啥时候能吃这个大猪腿啊 月姐抬头看着头顶的蜡猪腿 棉衣上穿得多 小小的身子变得像个小圆球 可爱极了 翠鸭笑了笑回答他 等你娘亲生辰的时候 咱们就割了一块来吃 哦 月姐手舞足蹈 那娘亲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啊 翠鸭 很快了 再过五日就是了 十月初五 便是容青英的生辰 天更冷了 寒风呼啸 冷到骨子里 主吃食干活时 手指头冻得刺疼 像骨头裂开了一样 容青英手上耳朵上都长了洞窗 右手食指的洞窗裂开了 渗了点血 翠鸭的手和耳朵 也没好到哪里去 月姐儿大部分时候 都是躲在屋里烤火 那狗子就窝在火盆边睡觉 幸好前几日 多买了些干柴和木炭回来 专门找人在院子一角落 搭了一个草棚 用来放这些木柴木炭 大抵能顶一个冬日 不然这么冷的天 要是没有炭火 实在难顶住 尤其是晚上睡觉 要是床榻底下没有炭盆烘着 被窝里都是冷冰冰的 哪里睡得着 先前裴林云买的润肤膏 还剩一罐 现在给月姐儿用 小丫头的脸蛋和小手 基本上都是白白嫩嫩的 因着今日是生辰日 容清英便烧了一锅热水 洗头洗澡 但月姐儿跟翠鸭就不洗了 实在太冷了 刚从造房出来 一阵寒风吹过来 整个人冻得一个机灵 院门有敲门声 她忙过去开了院门 却见是裴林云的随从 还有两个月末 十三十四岁的姑娘 皮肤有些有黑 看着像是常常干农活的 还有一点眼熟 杨潇对容清英恭敬地行了个礼 夫人 打扰了 容清英神色淡了下去 找我有何事 杨潇指了指跟在身边的两个姑娘道 这天太冷了 大人给您找了两个婢女来帮您干活 您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先前有好几次裴林云 也找了两个婢女送过来 但都让她回绝了 容清英诞生回绝 不用了 家里多了两张嘴 实在养不来 你还是把他们带走吧 不用您给他们吃的 我们大人给 杨潇连忙道 这是春草 这个是莲香 他们每日吃了餐食后 在饮食来宁这里 虚食便回大人宅子里 您不用给他们饭食 容清英眉头轻轻猝了起来 依旧是冷声拒绝 你回去告诉你们大人 我不需要 说吧 便想关上门 杨潇忽然想起什么 又急忙喊了句 夫人 等一下 容清英手上的动作一顿 只见杨潇从胯袋里 掏出一个长形木匣子 和一个大荷包 仿佛知晓 她不会收下这些东西 直接将其放在院子里的地上 这是给您的生辰礼物 大人自个儿亲手做的 杨潇说完这句话 给春草和莲香递了个眼神 然后就匆匆忙忙 离开了清衣巷 跑得极快 容清英看了眼 地上的木匣子和荷包 眸色微冷 她弯腰捡起地上的木匣子和荷包 看向春草和莲香 冷声道 你们回去吧 我不想用你们 这些东西 你们也一并拿回去 春草和莲香 低头看了看她木匣子与荷包 两人对视了一眼 呼地跪在容清英跟前 匍匐在冰冷的地上 夫人 您就暂且收下 我们俩吧 是啊夫人 不然大人会再次把我们发卖得了 求求您就收了我们吧 我们一定会好好干活的 两姑娘哭着祈求 见容清英无动于衷 便开始给她磕头 额头都磕红了 就好像要是容清英不收了她们 她们就不起来了 在屋里的翠鸭 听见了这边的动静 与月姐儿一块出来了 被春草和莲香 喷喷磕头的阵势 唬了一跳 哎呦 瑶兽 好端端的 磕什么头 接而是我姐的生辰 磕头多不吉利啊 翠鸭连忙上前 又要将这两丫头扶起来 可这两丫头太将了 容清英不同意变不起来 巷子里有人探出头来看 容清英压下心里的火气 冷声让这两个丫头 先进院子里来 拴上门 夫人 您就收下我们吧 大人也是心疼您 不想让您在这么冷的天干活 动坏了身子 也不能好好照顾小姐了 您说是不是 莲香哭着说 既然你们那么想留下干活 那随便你们 但是我不负责你们每日的吃食 也没地方给你们睡觉 容清英深呼吸了一口气 语气放缓了些许地道 谢谢 谢谢夫人 谢谢夫人 春草和莲香 感激地磕了磕头 连声道谢 不必在我面前磕头跪白 容清英脸了脸上的冷意 以后你们也不必叫我夫人 叫我一声姐就好 春草与莲香相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疑惑 莲香迟疑了一瞬 可是夫人 大人她说 寒风凛冽 翠鸭扛不住洞 便直接道 耶儿姐已经不是 你们大人的夫人了 你们直接叫清英姐就好了 我们这里人多嘴杂 你们叫夫人的话 咱们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方才听耶儿姐说的那句话 她才猜出了些状况 这两个丫头 估计是裴大人找来伺候耶儿姐的 以前在青山村的时候 她就听村里人说过 以后耶儿姐要当官夫人 有很多婢女仆人伺候 过上不愁吃喝的日子 如今那裴大人 果真送了两个婢女过来了 这么冷的天 要是有这两个婢女帮着干活 那耶儿姐就不用受冻了 可以跟月姐儿一样 乘日烤着火暖身子 手上和耳朵上 也不会长寒阳了 她还是很希望 能留下这两个婢女的 好的青莺姐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给您干活的 莲香听从了 并一脸认真的保证着 春草和莲香 不仅学会了 处事圆滑这套 即使在这寒冬的天干活 也很麻利 丝毫不拖泥带水 看得出来是常年干活的 其实翠鸭猜到了一些 这两丫头 大概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家里卖了 卖到别人家干活 就得要手脚麻利 不然可就没得吃了 有了春草和莲香的帮忙 容青莺基本上 不用干什么活了 她处理了下手上 裂了一点的洞窗 杨霄留下的木匣子里 是一根木簪 簪尾雕刻了一株花 形状四暗眉 花的纹路精致流畅 有些许复杂 可见雕刻之人 费了多少心思 这全然是在意料之外的 现在外面都在说 开凿运河出现了不少死伤 她应当会忙得焦头烂额 如何能空出这么多时间 来雕刻这么一只精巧的 暗眉木簪 容青莺抚摸着这根木簪 一遍又一遍 心底有复杂的心绪交织着 不可名状 不知盯着木簪看了多久 她才轻轻将木簪放在桌上 目光挪至一旁的五个小罐子上 本是用一个精致的荷包装着的 看荷包的款式 就知道价钱不便宜 这五个小罐子装的是上等的润肤膏 每一罐都不一样 罐身上贴了一张小纸 写的效果都不一样 容青莺又愣了许久 拧开其中一个小罐子 闻了闻味道 有淡淡的香味 膏体润滑细腻 用了之后 会使得皮肤更加细嫩 剩下的四个罐子 它没有打开了 也没有用 那罐开了盖子的 独自一人坐在窗边 往外看了许久 手里一直握着木簪 这项阳霄回到衙门里 立刻将方材发生的事 简单说了一遍 想了想 又道 这天气太冷了 我瞧见夫人的手 都冻得通红的 手指上还有寒阳 都裂开了 估计会很疼 您看 裴灵云知道 她在冬日里 若是不注意保养手和耳朵 便会生出寒阳 这些时日 天气冷得太快了 她定是 没怎么注意 不知为何 近些时日一想到她 心口隐隐生出一阵脚痛 连着唇色也白了几分 这种脚痛感是何来由 说不清道不明 似是随着这股寒风而来 你去让人寻一株紫皮石壶来 紫皮石壶对羊好身子骨有作用 但也难寻 价钱不便宜 紫皮石壶 大一些的衣铺应该会有这玩意 杨潇疑惑道 您寻这紫皮石壶作甚 裴灵云浮在诸案前查看文书 并未抬头 手中捏着笔要写批注 但迟迟未动笔 她低声道 送去清衣巷 顺便再让衣铺的大夫 抓些驱寒补身体的药 以及对付寒阳最有效的药 杨潇顿时明白了 瞧着主子憔悴不堪的脸色 一鼓作气道 爷 要不多买几株紫皮石壶 我瞧您最近因为夫人的事 和运河的事 忙得心力焦脆了 买多几株也好 一并送过去 我不用 杨潇无奈点了点头 转身欲要走 又听见身后的声音 再去买多些干柴 和上好的碳送过去 好的 晓得了 这就让人去买 杨潇说着迟疑了下 可是夫人会收下吗 今日您送去的礼物 以及那两个婢女 似乎已经惹夫人不高兴了 裴灵云神色微微一顿 心口好似涌进了 一股冷的刺骨的寒风 一下子翻腾起 压抑在心里的情绪 许久也没说半个字 屋里异常安静 杨潇等得有些坠坠不安 那便不送过去了 只是你还让是买 多些回来放着 若是他那里的用完了 烧谢过去就可 裴灵云沉沉的声音响起 透着一抹无奈 杨潇稍稍松了一口气 汗了汗手 才出门到安平府 最好的衣扑扇康堂抓药去了 等杨潇一走 负在桌案前的人 放下轻放了文书和笔 后背无力地靠在椅子上 刚来九川县之后的那段时日 他便觉得 是他的心已经够冷了 现在不知为何 他在他们之间 助力起一道心强 且似坚不可摧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那只木簪 以及那几罐润肤膏 容卿莹没舍得用这么好的润肤膏 即使他执意要送 那就当是他给月姐的 不过他也不会亏待了自己 早就买了润肤膏 就是最近天变得太快了 他的皮肤一下子受不住 这才长了涵阳 那木簪也让他放起来了 没想过戴上 只用了自己最近买的银钗 这日 郑春娘知道是容卿莹的生辰 早早就过来了 要帮他做生辰宴 乍一看 院中多了两个丫头吓了一跳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之后 郑春娘叹了叹气 这裴大人也真是上心的 这两人的性子也都是酱的 还好那裴大人是爱酱着对他好 不是只会放冷屁 这生辰过得简单 除了一些日常吃的菜 就还多了一碗长寿面条 郑春娘自己做的 大家就在晌午时一起聚了下 容卿莹 你是不是想跟陪大人在一起了 以前你都是不接受她的好意的 谢家喜闷闷不乐 家之方才喝了点酒 临走前便没再克制着 容卿莹笑了笑 声音却是淡淡的 无论我跟她如何 我与你都不可能 好友便是最好的关系 若是你还是想要挑破这层关系 那就连好友都做不成了 友情破了 还有机会修补 可若是爱情呢 爱情自然不是 破了就会有无法修补的裂痕 谢家喜晃了晃神 她当然想过 可她到底还是不甘心 容卿莹继续道 你且安心等着 来日会出现真正值得你爱的姑娘 前世她跟谢家喜 没有任何交集 不存在任何错过 她的妻子 应该是其他女子才对 再一次听到这话 谢家喜愈发闷闷不乐了 每每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的心动 都会让她不甘于放弃这份喜欢 容卿莹拍了拍她的手臂 笑道 回去吧 把谢家喜送出院门的时候 在巷尾看到了她 两人皆是猝不及防的 那人心虚地转身要离开 容卿莹连忙地喊道 等一下 听见她的声音 煞时间 向尾的那人正愣住了 裴林云只觉得 此刻心脏鼓动得极快 似有小猪落骨皮上的咚咚 响声震着胸腔 仿佛下一秒 就要冲破胸腔跳了出来 那双尘暗失色的铜人 顺势有了光亮 有稿木逢了春 容卿莹望向她 因距离有些远 看不太清她脸上的神色 只诞生重复了一遍 可否进来稍等一下 好 嗓音微颤 这是他们重逢以来 她第一次挽留她 她早已迫不及待 迈开腿走向她 从未觉得 脚步如此轻盈过 随着她之后走进院子 自顾自拴上木栓 静静地立在院中等着她 春草和莲香先行了礼 翠鸭愣了会神 也跟喊了声陪大人 月姐儿许久未见过她 此刻看着她 便觉得有些陌生语疑惑 仰着头雾字盯着她 看了一会儿 裴灵云低头看着女儿可爱乖巧的模样 心里软绵绵的 她蹲下身子 柔声于月姐儿道 月月可还记得我 这次她没再自称爹爹 月姐儿定定地看着她一瞬 点了点头 同音月儿 记得 你又来找娘亲吗 裴灵云眼中含着柔和的笑意 嗯 来看看月月和你娘亲 可是娘亲的生辰 已经过完了 月姐儿稚嫩生稚气 携带着孩童有的天真 裴灵云抿唇提了提唇角 余光瞥见 那抹潜绿身影 立刻抬眸凝望过去 容青英神色平和 对翠鸭道 你先带月姐儿进屋里去 别动着了 翠鸭看了看裴灵云 心中了然 抱起月姐儿回房里去 顺便叫上春草和莲香 院中就只剩下他们两人 四目相对 许久不见 你倒是瘦了许多 容青英轻声开口 手里拿着那个木匣子 裴灵云只是一捶眸 就无法忽视那木匣子 心口那处的悸动 渐渐平缓了 静静地看着她 她面色波澜不起 缓声道 木匣很好看 没想到你 还有这等好手艺 她信杨潇的话 相信这只木匣 是她自己做的 愿意用心 便能将它做好了 她哑声道 目光紧紧拢在她脸上 斜着无法控制的眷念 确实有心了 只是这份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下 容青英将木匣子递给她 浅浅一笑 我只拿出来看过 没带过的 你收回去吧 裴灵云听着她的话 心间泛起一阵阵汹涌的酸色 嗓音愈发低雅 轻轻 收下她可好 容青英语气放缓了先 不了 不过那几罐润肤膏我收下了 月姐的润肤膏也快用完了 留给月姐用正好 此时的她 不似那日 一般像枝竖起了浑身利刺的位数 恨不能将满身的刺扎向她 而是多了几分平和淡然 甚至能对她露出坦然的笑容 可她心里像裹了层黄莲那般的苦涩 她深深凝望着她的眼眸 你说这簪子贵重 可她的价钱 却不及那一罐润肤膏的一份 容青英只见妈撒了下木匣子 低声道 很多东西无法用钱两来衡量 就如你倾注在这只木簪上的心血 她想得很清楚 她是用了心的 当她轻轻抚着这根木簪时 指负感受着簪尾精致的纹路 那些沸动的怨脑 慢慢地被抚平了 用银梁买来的东西你收了 用心做的东西 你却不要 哪有这般道理 裴凌云克制着声音道 眼尾阴晕起些许赤色 裴凌云 她叫了声她的名字 你的心意 我收到了 可这只木簪承在了太多 我无法坦然接受 轻轻 裴凌云换着她名字的嗓音 低哑到了极致 藏在声线里的情思颤动着 你收回去吧 过往的一切也都放下吧 你的未来会一片向好 你身上背负的担子不轻 那便好好按着你设想的路子走下去 容青英坦然地说着 只是望你以后可以好好爱名 莫要再向前世那般 因狠无情 可我想要你陪着我一起走 她赤红着双眸凝着她 还是不聊 容青英极轻地摇了摇头 笑了笑道 这条路我不想再走了 太累太苦了 猴尖仿佛塞了一团棉絮 她一时说不出任何话来了 静静地看着彼此好一会 她终是沉沉地开口 轻轻 可以抱抱你吗 容青英微愣了一下 不自觉地捏紧了下掌中的木匣子 最终还是道 好 她朝她微微张开双手 她一下将她抱进怀里 斜着藏了许久的思念 她埋首在她的脖梗间 鼻息里萦绕着她身上独有的清香 怀中的她 似轻柔的云 要将她空荡的心口填满 清清 前世的我是不是真的做得很过分 不可饶恕 容青英沉吟了片刻 轻叹了声 其实我也清楚 你有自己的苦衷 但你确实做得过分 你一向隐悟决认 当你做出决定 决定假意娶了王 那个女人 却不打算告诉我事实真相时 你一定会知道 我有多伤心 我会接受不了 甚至最后 我们会彻底离心 只是你还是做出了那样的决定 你在赌我会不会体谅你 原谅你 若是赌赢了 那你便是双赢 若是没有赌赢 你还能掌握大权 最坏的结果是 满盘皆输 你拉着我一起死 容青英闭了闭眼 暗自叹了一声 你做事 都是经过了权衡利弊的 这样的你怎么能算一个好人 她面露愧色 轻轻 对不起 好了 容青英眼眸里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拍了拍她的背 公务繁忙 你该回去了 裴灵云不舍得放手 紧了紧双臂 以后还能来看你吗 就看看 容青英一时没有说话 能不能就别过来了吧 月姐儿与你相处多了 也会有感情的 可我又不会带走月月 她立刻接话道 算了 好好把你要做的事做好了 运河那是你当心险 若是出现动乱 就难处理了 她动了动 抬起头看着她 好 我知道了 我会让九川变得更加富柔 定不会让你失望 雨落 裴灵云捧着她的双颊 轻轻在她的眉心落了一吻 低声道 生辰极乐 我便先走了 裴灵云走了之后 容青英擦了擦眉心处 扶去那抹温热的处感 她抬头看着灰尘的长空 忽然觉得心境轻松了许多 再不似从前 再见到她时 心里总有一股沉沉压压的感觉 今日她方才恍然 其实她从未将前世经历的苦痛放下 冷静与淡然 也都只是浮于表面罢了 你如今变了许多 容青英笑着看了她一眼 说来听听 我变得如何了 翠鸭没有读过书 但这几年 跟着容青英也学了一些字 学了一些读书人会说的话 她想了好一会儿 才想出来该用哪一个词 扬了扬眉道 我觉得这应当是豁然开朗 容青英数着同前的手一顿 眸中闪过一丝惊诧 很不错 你竟然能想到 用这个词来形容 看来你这书没白读 嘿嘿 翠鸭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都是依儿姐教得好 容青英倾笑了声 收好钱袋子道 走吧 天太冷了 我们便不带月姐出去了 她打算去买些盐来 一年前趁着盐价比较低了些 便买多了些 如今也快用完了 他们常常用来腌制菜和肉 用得比较快些 月姐刚好走过来 听到这话 不由得别了别嘴 娘亲 我想跟着你一起去 外面太冷了 且我们不逛街 买了盐就回来 你就在家里 可以跟外面两个解决完 若是有好吃的糖葫芦 娘亲买回来可好 小丫头脸色搭拉了下来 好吧 那我在家里等娘亲回来 容青英拿了披风穿上 虽不及叼毛披风暖和 总归能挡些风 拉着罗车出门了 本来打算买多些盐的 不想现在的盐价 竟然比一年前的涨了不少 现在一斗盐 需要五百五十文了 涨了两百文 这跟抢钱有甚区别 崔牙小声嘀咕了句 掌柜听到了她的话 摇了摇头叹息道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们可不知道 最近上头多收税了 我们也不得不提高价钱 很多铺头在这两日 也提了些价钱 容青英拧了拧眉 前世没有听闻这件事 沉淫了片刻 掌柜可知道些什么 掌柜连忙摇头 我们可不敢多说什么 不过得提醒你们 要是想买 现在就得赶紧买了 不然说不准过几日 价钱又涨了 掌柜打量了下两人的穿衣 心中有数了 现在天冷了 也不知道今年会不会下大雪 要是下大雪 那这严价就更贵了 甚至还可能买不上 这位娘子 要不要多买些回去 要是你能买上一斗 我给你便宜十文钱 您觉得怎么样 少了十文 那也还有五百四十文 价钱还是不便宜 耶尔姐 咱们要买吗 翠鸭让掌柜说的 不由地担心起来了 容青英猝着眉头想了想 还是决定多买一些 左右也不缺这五百四十文 掌柜很快就装好了盐巴 且还帮忙放到罗车上 又多说了一句 你们要买啥的 得尽快买 到时候 可能什么都会涨点价了 好 多谢掌柜提醒 容青英又去其他铺头 打探了粮食价钱 果然是升价了 近几年应该没有什么战乱 严价因为多付税 又升了这么多 莫不是要填充国库 她仔细回想了下 似乎裴林云有提及过 因为先前的皇帝太荒唐奢靡 国库早已亏空了 若真是加重付税已充国库 那以后有段时间 日子大概会过得比较难一些了 耶尔姐 赵掌柜这么说 咱们要不要再多买点 容青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迎面碰上了杨霄 杨霄面露惊讶 夫人 您怎么在这里 容青英朝她笑了下 诞生道 出来买些东西 看到容青英的笑 杨霄顿时震惊了下 这夫人何时对她这么和颜悦色过 莫不是跟大人和好了 杨霄在心里揣测着 但是没有问出口 而是道 在这里 见到您那边正好 说着 杨霄把手里的药包递过去 解释道 夫人 这是大人让我准备的一些 滋补身体的药材 大人很担心您 这是大人的一片心意 您收下吧 容青英低头看了看 有好几个药包 看着分量不轻 想必又花了不少银钱 她抿了抿唇 沉默了片刻 还是伸手接下的那些药包 哦 麻烦你回去告诉她 以后莫要再浪费这么多钱 给我买这些东西了 如若我有需要 我自己会去买 杨霄见状 猛然松了口 还以为又是像以前一样 莫不是夫人已经原谅大人了 她笑了笑 夫人 我会帮您把话带给大人 大人要如何做 我就不知道了 容青英应了一声 不用叫我夫人 我叫杨霄 跟了大人三年 杨霄看了看罗车 依旧自顾自主动道 夫人 我帮您拉罗车 送你们回去 你们上罗车坐着 不用了 我们还要再去买点东西 就这点东西 容青英不需要麻烦杨霄帮忙 夫人还要去买什么 我陪你们一起去 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可以做 杨霄说着 从翠鸭手里夺过绳子 自己牵着罗车 此时街上的人不算多 一来是天冷 爱逛街的也不愿出来了 现在是干活的时候 人们没啥闲情雅致 夫人 其实大人这些时日很辛苦 因为运河的是很棘手 可大人还是非常惦念您的 日日都在百忙之中 挤出一些时间 给您做那只木簪 一连做了半个多月 杨霄忽然提及这个话题 容青英并不觉得意外 眉目清淡 没有说话 杨霄又指了指要包接着刀 这里有紫色皮石壶 大人特意吩咐我多买一些 杨霄絮叨叨地替裴林云说好话 把她最近大概做了什么 有关她的事都告诉她 夫人可能不知道 大人来这里是因为您 当初我们刚到府里的时候 就得了大人的吩咐 让我们去寻您 因为怕惊扰到您 所以大人也没借助皇后和圣上的权势 全禀我们这些人 拿着您的画像顺着线索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 您的画像都是大人自己亲手画的 画得给您可像了 可好看了 画了一张又一张 不厌其烦 从不假手于人 画了三年 容青英文言淡然的神色微微一变 她以为她能做完那只木簪 也是耗费了她最大的耐心 从未想过她会有如此耐心 费时费力画她的画像 明明她大手一挥 就能找到许多画师帮她画 何须让她自己动手 在她心里 谋权谋士 才是最值得她费心思的事才对 杨潇贯会察言观色 捕捉到了容青英的神色变化 不遗余力地继续说着 裴灵云不宣于口的事 还有 后来大人变得越来越让人觉得奇怪了 她让我们去找民间灵验的算命先生 或者是神婆 还有那种惯有鬼神之说的寺庙 僧人大师 也不知道大人要作甚 已经寻了将近二载了 只是还没寻到大人找到的那种人 容青英心神猛然一震 内心翻涌着一抹 说不清到不明的莫名情绪 寻了二载 那便是在她离开后 没几个月开始找了 为何她会想着找那些人 算命吗 算前世的命 还是今生的命 难道在那时 她就已经猜到了一些 自己重活一世的蛛丝马迹 故而才费尽心思 打听坊间鬼神传闻吗 杨潇察觉到 她的神色走遍了遍 轻咳了一声 要这么做 容青英动了动唇绊 喉咙却如塞了一团棉絮 堵着发不出什么声音来 或许这一世的她 真的与上辈子 那个心狠手辣的人不一样了 为何会有这般变化 让人实在想不出原由来 种种疑惑盘旋在脑中 她竟有一瞬间 生出要去找她问清楚的心思 很想知道 她现在是否有寻到 然而 确实是寻到了 暗影找到了一处寺院 洛阳院 这寺院就在安平府的 一座深山里 离九川县比较远 快马赶过去 至少也要花一日的时间 知道这个寺院的人 都说其阴邪得很 有收敛亡魂一说 十分不吉利 让人避之不及 提都不愿意提 因而 鲜少人会去这个寺院 暗影将地图纸递给裴灵云 沉声问 爷 这地方邪乎 而且很偏僻阴冷 并非一个好去处 您果真要去吗 裴灵云盯着地图 只看了许久 应了一声 嗯 快去准备好 明日一早便启程 是 暗影汗手硬道 转身出去准备了 转案前 裴灵云看着图纸上的洛阳院 目光沉沉 心口阴影再次传来痛意 他辅着心口的位置 嗓音带着一丝沉闷压抑 因而 上辈子的记忆 不该只有你一个人记得 一日迎时 天色灰蒙蒙 还未天亮 裴灵云驾快马赶去洛阳院 暗影起码跟在后面 赶了一日的路 终于在深时赶到了洛阳院 寺院一周 种上了茂密的青竹 以至这里更加阴冷了 裴灵云一下马 便到寺院大门口敲了敲门 不一会儿 一位穿着僧服的小僧打开了门 把两人迎进门 施主 您请进小僧 看起来像是只有八九岁 裴灵云给小僧鞠了一躬 压抑着声音道 小师父 虚云大师是否在 小僧汗了汗手 师父几日前便出远门了 并不在 裴灵云呼吸一沉 似是不甘心 便问 那虚云大师何时回来 小僧平静地回答 回施主 师父此行需要半载以上 半载 时间太久了 他等不及了 可否告知虚云大师去了哪里 小僧摇了摇头 回施主 恕无可告知 爷 那这可怎么办 您的修目并不多 不能走那么远 暗影面露忧心 犹豫了一下 或是您在等半载 裴灵云不想等 如莫的同人 似身不见底的谈冤 沉沉溢溢 施主莫及 慧敬师父等您许久了 小僧平和地道 慧敬师父 裴灵云愣了一下 声音有些发颤 劳烦小师父带路 小僧看了看暗影 慧敬师父只见裴施主一人 还请这位施主在这里等候 裴灵云未介绍自己的名字 可这位小师父 竟然知道他的姓氏 裴灵云心口跳了下 沉声让暗影无须跟过来 小僧做了个请的动作 礼貌道 裴施主请随我来 寺院院墙高耸 取近幽近别致 一方小池轻裂见底 小时错落有致 院中气息悠长 越靠近禅房 香火气息越浓郁 慧敬师父跪坐在禅房里 手上握着一串佛珠 小僧聚了鞠躬 转身离开了 慧敬师父 裴灵云轻声开口 进来吧 慧敬师父声音轻而淡 施主有什么想问的 裴灵云顿了顿谋色 恭敬汗手道 我想跟慧敬师父确认一下 是否会有众活一事 且还记得前世的记忆说 慧敬师父背对他 陈雅的声音传来 裴施主心中既是有了主意 那便是答案 一切取决于心 这个答案不是十分的明确 模棱两可 但裴灵云似乎明白了什么 纵使一有猜测 可一听到这个答复时 心中还是不由的一阵 心跳如雷鼓 他沉吟了片刻 如若那样 为何我没有前世的记忆 慧敬师父睁开了眼睛 淡淡地回应 万事讲究机缘 那是否意味着 他没有前世的记忆 是因为机缘还没有到 裴灵云眉心动了动 低声问道 慧敬师父 是否能帮我 记起前世的记忆 重如是阴 收如是果 慧敬师父 语气悠悠地添了一句话 声音仿佛带着一股淡淡的空灵感 裴灵云正了正 脸着眸色沉思着这句话 重的是什么阴 便接的是什么果 禅房内仿佛拢着一层矿远的清冷 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了下去 他动了动唇 喉间微微泛起苦涩 多谢慧敬师父的点醒 可我要如何才能得了一个好果 慧敬师父转身看着裴灵云 面色宁静淡然 裴施主 还是那句话 一切造就于心 想要什么果 便要用心种什么阴 裴灵云手指微微颤了颤 眼帘垂了下来 盖住了眼中的一丝悲凉 现在才开始种想要的阴 还来得及吗 悔过自心 为时不晚 积德行善 将功补过 慧敬师父与众心尝道 赶紧走吧 这里不是一九代 多谢慧敬师父 定将您的话铭记于心 颜能践行 裴灵云对慧敬师父道谢致敬后 便出了寺院 站在门口抬头看寺院的牌匾 上面写着洛阳院三个字 且字的颜色是墨黑的 让看者不免生出一些不可名状的诡异 随后便与暗影一同在一日迎时 赶回九川县 这个晨曦很冷 空中竟开始飘起了细如清绪的雪 还未到晌午 便落了一地的雪白 整个县城几乎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菜地里的菜叶子上 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冰 哎 也不知道这些菜会不会被冻尾了 翠鸭看着院里的小菜地 不由地叹了叹气 脸上挂着忧心 容清英穿着厚实的衣裳 以及戴棉的披风 不仅担心这院子里的菜 还担心在石西村中的菜 果真是下雪了 现在整整下了一整个钱赏 且还没有停雪的样子 若是天天都这样下雪 估计离雪再不远了 现在的雪还小 容清英和翠鸭先是去了一趟秋水阁 把这个月做的成品送过去 因为在月细节时大家都买了衣裳 上个月的营收便少了些 这是账本 随后又递给容清英一本账本 8月15那日卖了不少衣裳 尤其是容清英做的那件衣裳 因为有黄掌柜提前造势 且那日发生了那件事 那件衣服是让谢太太花了三百两买了 8月的营收力很好 容清英分了不少银钱 月细节一过 那买卖就渐渐地少了许多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 容清英仔细看了看账本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才合上账本 收起钱袋子 多谢黄掌柜 生意有增有减乃是常有的事 确实是这样 只不过谁不想多挣些银钱 黄掌柜收起账本 看着容清英又是提议到 如今下雪了 天也这么冷 况且 还有不到两个月便要过年了 要是多做些厚实好看的衣裳 定能卖得出去 不若你再想想 有没有好点子了 现在十月了 就算要做衣裳 最少也要等到下个月 才能一并拿出来卖 通常也能卖出去许多 得到不少的营收 但不知为何 说不清道不明 他沉吟了一会儿 抬起眼轻轻拧着眉道 黄掌柜 我能理解您的想法 但如今 这天变化多端 若是一直下很大的雪 大家都会考虑省着点花 谁都害怕 这年头会下大雪 压死地里的庄稼 甚至还会担忧闹饥谎 故二 保险起见 咱们不要做那么多新衣裳了 黄掌柜捋了捋须 眉头紧紧皱起来 嗯 我觉着你说的也对 看着外面细细的飘雪 黄掌柜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这天变得可真快啊 这才几月份 竟然开始下雪了 不知道是不是 真有什么不祥之招 容青英买了很多粮食 大概也是 够吃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 再吃的这块并不忧心 这天气怪异得很 容青英接话道 最近这些十日 大家都在考虑着囤粮食 不知黄掌柜有没有准备 当然准备了 黄掌柜语气里有些无奈 正因为这样 粮食的价钱基本上都涨了些 到时你们是否有准备好 准备了 容青英点头应了声 眼看着外面的细血小了一些 便跟黄掌柜到了别 回到家将钱袋子放进钱瓶里 接着又去着罗车 去了一趟十夕村 春草和莲香 在家里陪着月景 虽然雪还在下着 但路面上的积雪 已被清扫得差不多了 只有新增的一层薄薄的雪 路便好走一些 来到十夕村 就感觉身体更冷了些 脚底下的雪层 比县城里的稍稍厚了一些 罗车走得艰难 放眼望去 一大片的田地雪茫茫 青绿的菜 与其他颜色的庄稼 在雪中冒着头 如一片棉白中 带着点点彩绿点缀 周围的青绿竹子 毅然注立在风雪中 只是竹上有许多叶子 已经泛黄 远远地看着 眼前的景象也不失佳色 容青英没有这个贤情雅致 欣赏这景象 连忙过去种了罗浮的地里看看 幸好很多小苗 还没有被雪压垮 先前种的时候 没想到这雪来得这么快 要是继续在这里种 迟早有一天会被大雪压死了 容青英想把这些罗浮苗拔了 拿回去院子里种 方便他们打理 其他能摘的菜 无论是大事小都摘光了 全部放在罗车上 至于那块玉麦 现在也还没有结出玉麦 能不能活到玉麦成熟 那就看他们自个的命了 弄完了田地这边的活 容青英和翠鸭 去着罗车 又到周大娘住的屋子 抖了抖披风上的雪 便先去鸡棚那边看看 周大娘把鸡鸭照顾得很好 鸡棚多了不少新的干草 以防风防雪 见他们来了 就回屋里拿了一小筐 鸡蛋出来交给容青英 这次的鸡蛋比较多 你看看 容青英便没那么担心了 抓了八只鸡和三只鸭 放进笼子里 放在罗车上 把周大娘这个月的工钱给劫了 顺便挑了一些鸡蛋出来 留给周大娘自己吃 不不不用了 周大娘连连摆手 容娘子 这个月该我得的 我已经吃完了 容青英笑了笑道 接下来这些日子 大概会很冷 也要麻烦你照顾这些鸡鸭 总会辛苦些 这些鸡蛋你就留下吧 周大娘最后也没再推脱了 鸡蛋这么好的东西 谁不爱吃 即便是心善诚恳的周大娘 也扛不住诱惑 她感激地道 太谢谢你了 帮你照顾鸡鸭 本来就是我该干的事 没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咱们不用这么客气 这时候的雪越下越大了 手脚冻的冰凉 周大娘屋里烧了柴火 容青英和翠鸭进去烤火 等雪小了些 他们才去着罗车往家里赶 因为积雪太多了 在路上耗费的时间太多了 等到了轻衣向时 天都快黑沉下去了 刚走到门口 就碰见石头她爹 抱着石头急匆匆地跑过来 石头她娘跟在身边 两人脸上都是焦急的神色 容青英见状 便多问了一句 这是怎么了 怎么如此着急 石头她娘亲都快哭了 石头浑身发热 无论用什么法子给她去热 都不管用 现在带她去看大夫 咱们先走了 说完 夫妻俩急匆匆往巷口走 在他们路过时 容青英仔细瞧了瞧石头 她的小脸都是红扑扑的 闭着眼睛 像昏沉不醒 一时间 她莫名觉得 一颗心悬了起来 脆压颇为心疼道 哎呦 生病最难受了 石头这小娃子 看来得遭遇遭罪了 容青英快速开了门 拉着骡子走进院子 月姐儿听到动静 便立刻从屋里跑出来了 冲着容青英甜甜一笑 娘亲 你回来了 见到月姐儿 还是这般活泼好动的样子 容青英这才放心了许多 月姐儿想不想娘亲 容青英走到狼眼下 一面与月姐儿说话 一面抖去了披风上的雪在川上 想 非常想娘亲 月姐儿清脆的声音 很让人开心 容青英抱起月姐儿 月姐儿今日在家里做了什么 月姐儿乌溜溜的眼转了转 嘻嘻笑笑道 在家里烤火 容青英轻笑 月姐儿没有偷偷出去玩 月姐儿摇头如波浪鼓 没有 春草和莲香在造房做木时 并不是时时刻刻盯着月姐儿看的 月姐儿没见过的东西都很好奇 去年也下雪了 但月姐儿哪里还记得 如今这场雪也算是第一次见的 怎么会忍得住好奇心 容青英摸了摸小丫头的两只小手 冰冷冰冷地被冻得通红 她捏了捏月姐儿的小手道 月姐儿不能跟娘亲撒谎 这是不好的 月姐儿撇了撇嘴 小声又心虚地道 对不起娘亲 我完了血 容青英等手暖了些后 扶了扶月姐儿的额头 见她没有发热 这才安心了 月姐儿很少生病 但要是生病了 往往会比较严重一些 容青英用平和的语气问 月姐儿玩了多久 月姐儿掰着手指头想了想 有一点酒 娘亲你会打我吗 石头她一不听话 她娘亲就会用棍子打她 石头说她娘亲打她时 一点都不痛 月姐儿才不信呢 容青英故意搬起一张脸 用稍微严肃些的语气道 要是月姐儿 下次还不听娘亲的话 娘亲可真就会打你的了 不会了 我要好好听话 月姐儿紧紧抱着容青英的脖梗 置声置气地撒娇 那香春草和莲香从造坊出来 帮翠鸭把罗车上的菜和鸡 都拿下来放好 容青英对春草和莲香说了句 等会儿你们俩烧多点热水 等会儿要给月姐儿洗澡 好嘞 我这就去烧热水 春草应了句 连忙回造坊里去烧热水了 莲香 你可知月姐儿在外面这里 玩了多久的雪 方才有没有给她驱寒 莲香一时间紧张起来 仔细想了想到 大约一刻钟吧 还没给月姐儿驱寒 她和春草都觉得 就完这点雪 应该没什么关系 还不至于生病 她们从小就是 受着寒冻长大的 现在也活得好好的 容青英没说什么 等热水烧好之后 就给月姐儿洗了得走 顺便让她在木盆里 抛了好一会儿 幸好这次月姐儿 没受到风寒 但听说石头那边的情况 却不太好 去大夫那儿看了许多次 但用药的效果不大 年纪上小的娃子 也不是一吃太多次药 她爹娘便日夜 轮流守在她身边 用各种方法给石头去热 接下来的几日 又是在下雪中 停雪的时间并不长 院里的积雪越来越厚 月姐儿总是想 跳进雪地里玩 因为石头生病的是 容青英对月姐儿严厉了些 不让她去玩 有春草和莲花陪着一起玩 月姐儿经常在屋子里 跑来跑去 有时候玩得太风时 还会摔一脚 但就因为任由月姐儿 遍地跑 她身上出了汗 一个不留神 月姐儿因为着了风寒 脸上和身体上 也开始发热了 月姐儿浑身发热 大概是难受极了 忍不住哭了起来 时不时重复地呢喃着 娘亲痛痛 又是痛痛 又是冷的 让人听着极为心疼 月姐儿躺在床上 用了两块棉被盖着 床榻下放了碳盆 碳火烧得火红 容青英半躺在床上 被烘得浑身暖乎乎的 可月姐儿还是嘟囔着冷 我可怜的月姐儿 脆压在一旁看着 心疼的眼睛都红了 容青英摸着月姐儿 面颊和额头 依旧是滚烫发热 心一阵阵纠疼 春草再去端盆 热水进来 好 很快 春草急匆匆去了造坊打热水 小姐怎么样了 有没有好些 莲香着急地问 她一直在造坊这里烧热水 另一个小灶炉正在炖舟 还没呢 看着好像更严重了些 春草低声道 语气里带着心疼怜惜 诶 都怪我们不好 属于照顾小姐 莲香想起月姐儿难受的样子 脸上满是愧疚 又忍不住担心起来 不知道夫人会不会赶我们走 春草愣了一下 跟着叹了口气 要赶我们走也不过分 总归是 我们没干好活 只是他们实在不想走 他们俩从小就被爹娘贱卖了 给人当奴仆 后又被转了几次 只因他们年纪太小了 干活没那么利索 很多粗重的活干不了 打阿嬷是常有的事 被送来清一巷的那日 他们便猜着 这位夫人应当是个比较好说话的主子 且知现大人如此重视这位夫人 以后成了大富大贵的夫人 他们或许也能跟着想一点福 故而拼命地想要留下来 以后咱们得更当心 不说了 我端水过去了 春草装满了一盆热水 端着盆就回了房间里 容青英连忙用棉筋进了热水 敷在月井额头上 又问春草 还下着很大的雪吗 春草点了点头 不安地搅动着手指 嗯嗯 还是一样 去门外看看 雪厚不厚 春草应了一声 又出去看了看 积雪大概有半长高 给月井敷了好久的热水 也不见有一点用处 让人愈发担心了 不行 我带月井去看看大夫 拖久了 就怕会更严重 容青英拿了一个披风裹住月颈 披风那里是羊毛做的 自己穿上长靴鞋 春草你跟 算了 你就跟莲香在家里吧 容青英本想让春草跟着一块去 但又看到 她脚上穿的是单薄的鞋子 不似他们可以长靴鞋 便作罢了 她看向翠鸭道 翠鸭 你与我一块去 我本就这么打算 翠鸭回自己房里 穿好衣服和鞋子 房里 让炭火烘得暖暖的 府一出门 就感觉到了凌冽的寒意 没想到衣铺里的人也不少 基本上都是带着崽子过来看病的 发热风壳 石头他娘也在 只是脸上的神情不是很好 眼睛红红的 眼皮有些浮肿 像是刚刚哭了很久 周大夫续了一缕须 胡须白了一大半 是个年过六十的老者 在九川开了这个衣铺 也有几十年了 有丰富的看病经验 此时却连连摇头 惋惜地叹气道 这小子病拖太久了 如今病根已入肺腑 怕是得了传失了 在衣铺里等着的人 一听到这话 顿时大惊失色 抱着自家孩子 惊慌失措得多远了 有多远就躲多远 极为害怕自家孩子 被染上这个病 这个病可是个极为可怕的病 要是得了这个病 不仅要花很多钱去治 且还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治好 要是治不好 那么就只能等死了 故而 大家都对这个病避讳不及 容卿英也不例外 抱着月姐儿 走到一个角落里 与其他人隔了好些距离 石头他娘亲听到周大夫的话 紧紧地抱着昏昏沉沉的石头 再次忍不住哭泣了起来的 哎呦 我可怜的娃 是娘不好 娘早该带你来看病的 衣铺里竟是回想着石头 他娘亲痛悔的话 带着哭腔的语气里 充满了心疼和愧疚 还有几分掩盖不住的绝望 容卿英听着石头 他娘亲的哭声 心里很不适滋味 再怎么样 也看着石头跟月姐儿 一块玩耍了这么久了 见他一个小娃子 还这么小就得了这个病 不免会生出一些酸心 想起阿爹也是因劳病而死 不由地紧了紧抱着月姐儿的手 很庆幸自己 及时带着月姐儿来看大夫 石头娘亲抱着石头离开衣铺 面色悲淒淒的 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的容卿英 排在前头的几个妇人 带着自己的孩子 让周大夫看看 情况倒不像石头的那么严重 月姐儿的病症是最轻的 周大夫抓了一些比较温和的药 给这儿的 一日熬一次来喝就可以了 一般约某服用五天就会见效 周大夫温声道 随后又叮嘱了一些要多加注意探看的事 好的 谢谢周大夫 从一铺出来之后 容卿英总算稍微松了口气 还好月姐儿的病症不重 希望这病快快去除 翠鸭一手搀扶着容卿英的手臂 一手撑着伞 想起石头母子那可怜的模样 翠鸭不禁稀探 也不知道石头这小家伙能不能熬过去 容卿英眸色顿了顿 探道 希望能吧 月姐儿也一样 一定要快快好起来 回到家里 容卿英便让莲香熬药 春草简单煮了木食 月姐儿吃了一些粥 就吃不下了 看着成了粥的勺子 连连摇头躲闪 娘亲 不想吃了 痴嫩的小脸红红的 眼帘沉沉地搭拉着 往日精神异异的模样不复存在 容卿英也没什么胃口 只吃了一点 喂小丫头喝了药之后 就打算带着她回床上躺着 看着外面的大雪 她换了声春草和莲香 春草和莲香 本就因为怕被赶走 游行冲冲一整天了 这会儿听到容卿英 叫了自己的名字 顿时紧张起来 容卿英抱着月景 目光看向他们俩 抿了抿唇道 你们俩待会就赶紧回去 明日莫要再来了 这话犹如一个大炮仗 在春草和莲香耳边 炸开了般 两丫头猛地愣了愣 反应过来之后 琪琪在容卿英面前跪下 卿英姐 我们知错了 以后定会好好照顾小姐的 您可以不敢 我们走吗 莲香实在太害怕了 忍不住哭了起来 跪着爬到容卿英脚边 苦声哀求 卿英姐 我们会努力干活 细心照顾你们和小姐的 求您 不要赶我们走 求您了 春草也好不到哪里去 跟着哭了起来 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一如杨霄将他们送过来时那般 拼命起哀告怜 我何事说了 要赶你们走了 容卿英无奈失笑 快掀起来 地上亮 这两日下大雪 容卿英便留着他们 在清衣巷这里 暂且住着仙 但没有多余的房子 只能让他们在班的那两张摇椅 在食厅里睡觉 好在两丫头身板比较瘦小 窝在摇椅上 也还勉强能睡 但也不是长久之侧 春草和莲香默然一愣 您不是 想要赶我们走吗 您让我们明日不要再过来了 翠鸭上前把两丫头扶起来 容卿英低声解释道 我只是想着 这几日下大雪 你们总是赶过来又赶回去 实在太不方便了 要是一个不留意 像月姐一样得病了 可就更麻烦了 翠鸭也计划道 是了 不下雪了 你们再过来也行 春草和莲香又愣了好一会儿 眼泪流得更厉害了 抽叶着道 谢谢青鹰姐 我们这辈子都愿意给您当牛做马 听到这话 翠鸭有些恍神 一时间想起来 以前她也是这么对耶儿姐说的 她忽然能理解 为何春草和莲香 如此执着留在这里了 是因为耶儿姐实在太好了 春草和莲香 这才安心地离开青衣巷 夜幕降临 万籁寂静 不知为何 月姐身体又开始发热了 变得很难受 以至于小丫头根本睡不着 睡一会儿又醒来 难受得阴阴气气的 没过多久 院外传来了敲门声 容青鹰正想起身去开门 就听到翠鸭的声音 知道翠鸭去开门了 她便没再起床 随后 就听到翠鸭喊了一声陪大人 原来 是她过来了 大概是春草和莲香 跟她说了月姐生病的事了 裴玲芸知道月姐生病之后 立刻赶了过来 心里装了满满的担忧 月月现在如何了 容青鹰摸了摸月姐的头 裴玲醋了醋眉 脸上挂着浓浓的担忧 静止坐在床边脱下鞋靴 旋即坐进被窝里 在被窝里暖了暖块冻僵的手之后 才摸了摸月姐的脸颊和额头 还好不是十分烫 若是今夜没有好转 那么明日 我们再去一馆看看 嗯 明日再看看吧 容青鹰看着她熟练地爬上床 眸中闪过一丝复杂 你怎么这时候过来了 莫不是你又想在这里流宿 裴玲目光深深地看着她 低声道 月月生病了 我如何能不担心 若不过来看看 我这一整夜都睡不着 现在看完了 不打算回去 她反问她 但语气却不是强硬的 裴玲云握着她的手 我不想回 想在这里陪着你们 好不好 就今天晚上 有什么事 我也可以帮着点 月月现在睡着了 她也不知道我在这里 她还惦记着她之前说的话 怕她与月姐的感情变好 容青鹰沉默了好半场 抽回自己的手 但声道 随便你吧 听到这个答复 裴玲云忍不住勾了勾唇角 眸中扶起一抹淡淡笑意 看了眼睡在里头的月姐 道 让月姐睡到我们俩的中间 好让我能随时看着她 容青鹰想了想 轻轻抱着月姐 放在床榻中间 椰好被褥 裴玲云看向容青鹰 摸了摸她的脸 温声道 好了 先睡吧 我看着月月 容青鹰躺进被褥里 闭上眼睛 却是无法睡好的 他们几乎一整夜都没睡好 月姐大概是太难受了 睡了一会儿又醒了 哭着喊痛 一日清早 月姐可能没那么难受了 才沉沉地睡了过去 约没睡了两三个时辰 醒来之后 他们发现 小丫头的精神好了一些 瞧着月姐这般能喝粥了 估计是快要好了 那周大夫拿的药 竟然这么灵念 翠鸭笑盈盈道 坠在心里的大石头 没有那么沉重了 说完 翠鸭便端走了碗筷 去造房那边洗了 月好多了 你先回去吧 容青鹰看着裴玲云道 月姐则是窝在她怀里 明润的眼睛盯着她看 透着天真和纯彻 让人心头不禁软和 若是可以 她真的不想去衙门处理公务 能在这里陪着他们母女俩 也是极好的 可惜现在她还不能 她分别在一大一小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柔声道 好 我先去衙门了 有什么事 就让翠鸭来衙门找我 嗯 容青鹰轻硬了一声 只是在她离开之后没多久 月姐身体又开始发热了 一个浅赏 反反复复地发热 月姐还常常说冷 且风壳和鼻似越来越频繁 要不我去找裴大人过来 翠鸭满脸担忧 算了 她公务繁忙 且她又不是大夫 找她来也没用 我们再去找周大夫看看 容青鹰抱着月姐起身 再次去顶着风雪 去了周大夫的衣铺 周大夫给月姐看了许久 面色愈发凝重 最后只是无奈地摇头 哀声叹息道 这儿的脉象略有古怪 听您说的迹象 有染上传世牢的征兆 周大夫这一席话 容青鹰的心皱缩了下 唇半微颤 那周大夫可有什么有效的方子 能尽快治好 周大夫又叹了口气 哎 老夫不敢保证 只能说尽量 如若您愿意试试 我的药方缓解缓解 我也可以给您抓药 容青鹰只觉得 整个身体似乎在一点一点地冷下去 她自识想尽快治好 且能保证治好 要是周大夫的方子不行 那便是拖延了治疗好时机了 周大夫 有没有稳妥的办法 周大夫的医术 在九川里 算是说得上名号的 但也无法做到 什么病都能治好 倒是知道有一个大夫 她医好了好些得了传世牢的病人 周大夫沉思了一会儿 但面色还是显得凝重 容青鹰悬着一颗心 努力保持生线的平和 您可知那位大夫 现在在何处 周大夫在纸上 写了一个医馆的名字 还有位置 这大夫姓李明正清 容青鹰看了眼上面的地址 是在安平府城中 平日离赶罗车到城中 最少也要三四个时辰 现在下着大雪 路上都是雪 没有五六个时辰 是到不了的 周大夫看了眼外面的大雪 这下这么大的雪 要走这么远的路 路途上河城中 也不知道情况好不好 这儿的症状 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 像这样的大雪天 人们一般都不会出远门 路上比较危险 像在九川这种地方 鲜少下这么大的雪 容青鹰明白周大夫的意思 但传世牢这病 伪实可怕 想起石头的病 她问道 周大夫 石头那病还能治好吗 周大夫想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来 名叫石头的这个娃子是哪一个 脸色微变 那娃子的病 恐怕有些难治 就算治好了 恐怕会落下个病根 很难完全治好 顿了下 周大夫又道 若是去城中找李大夫 治好的希望会更大 按照周大夫说的 城中的李大夫 应该是一个很精于医治劳病的 周大夫 您瞧 咱们这里这么多小娃子 都成天发热风壳了 一些个大人也是这样 是不是咱们县里 真有传世牢在传染了 堂中另一大娘 提心吊胆的 周大夫微眯了名言 怕是如您说的这样了 这几日里 老夫已遇到不少了 大家都人心惶惶的 本来家中就有男丁去扶摇了 要是剩下的这些 有得这么一个大病 那可谓是雪上加霜 踩在厚厚的雪地里 脆压忧心忡忡问 依儿姐 你说 这可怎么办 咱们可是要去城中找那李大夫 散外大雪纷纷 还没有变小的迹象 容卿英心中犹如悬着一块巨石 沉得令人心惊 她低头看了看怀中的月景 面颊热得通红 闭着眼睛睡觉 睡得却不是很安稳 看着让人很是心疼 容卿英缓缓嘘了口气道 要去的 能尽早 致便尽早为好 他们要去城中的话 那就得租赁一辆马车来 再找一个有经验的车把式赶马车 在他们仨离开衣铺后 不多时 又有一人踏进衣铺里 正在给一阵看病的周大夫 抬头一见来人 一时惊骇 欲要给他行礼 那人却摆了摆手 声音清冷 不必 周大夫且继续给看病 说吧 他自个儿寻了个空位坐下 静静等着 先前 他已经走了九川县内好几个医铺 周大夫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沉心静气给这孩子把脉 看完了这个孩子的病之后 周大夫才毕恭毕敬道 裴大人 您是哪里不舒服 本官无碍 裴灵云望了一圈堂中 还在等着看病的妇人孩子 眉头粗得更深了些 周大夫 您与本官说说 这些十日都遇到多少有类似症状的病人了 周大夫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之后 脸上浮现惊讶 原来这大人 是来关注百姓病情的呀 司机此 周大夫连忙将自己归总的看诊记录 简单说了一遍 不由地常常叹了口气 也不知是不是咱们县中有传染病了 方才容娘子带着月丫头过来看病 月丫头的病症 愈发向船尸捞着病了 你说什么 裴灵云一向青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乍一听到周大夫的话 面色骤然便紧绷起来 不敢相信 可是轻一向的容娘子 周大夫道 对对对 就是他们母女俩 还有一个姑娘陪他们一块来的 裴灵云闻言 属然捏紧了手中的茶盏 声线中是控制不住的颤动 快跟本官说说月月的病情如何 是否比昨日还更严重啊 听到其如此轻易地喊那月丫头的名字 且又是这么紧张的神色 周大夫很难不去猜测 眼前的裴大人与容娘子的关系是否匪浅 亦或是月丫头 实际是裴大人的女儿 周大夫让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到了 看着裴灵云努力保持镇定 认真将月姐的病情一一告诉她 同时 周大夫也把城中李大夫 善于医治此病的事 一并告诉了裴灵云 堂内的气氛渐渐多了几分压抑 杯盏中的茶水已凉确 裴灵云轻轻放下杯盏 声音沉重 若是让城中李大夫过来看看 要断了这病的传染 是否就有更大的希望了 是的大人 您说的对 周大夫点头 有谦虚地道 李大夫医术高明 大概会比我们这些半调子 有把握多了 裴灵云垂下眼眸 略意沉吟道 好 我让人去城中 请李大夫过来给大家看看 您且先尽力稳住大家的病情 周大夫说不住脸上的惊讶 忙不迭道 好好好 裴大人您尽管放心 老夫定当尽致竭力 在裴灵云离开后 周大夫盯着门口 看了许久才回过神 又望了望屋外的大雪 溃然长叹 这说不定咱们九川县 要多一个爱民的好官了 而不是一个摧眉折腰 世事凌人的脏官 情依向中 裴灵云挟着一身风雪 踏进屋里 看到容青英抱着月景 为她喝西粥 听到她的脚步声 缓缓转头看向门口的男人 小脸上无精打采的 喝西粥也是慢吞吞的 妇人因照顾这儿 焦厉的面容 尽是憔悴与疲惫 心口不住的纠疼 她走到身边的小主意坐下 尽量放温和的声音道 月月 让我抱着你可好 娘亲累了 月景生着病 不似之前那么灵动活泼 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她说了什么 又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娘亲 缓缓点了点头 竟主动朝裴灵云伸出了双手 这是月景第一次 对她这么主动伸手要抱 一股酸色与腥味 混杂交织在心底 将月景抱进怀里 她声音柔和夸了句 月月很乖 等月月病好了 我们便去吃很多 很多好吃的可好 月景双眸多了一丝光亮 再次点了点头 缓缓回应了的字 好 裴灵云一面为月景喝粥 一面与她说 方才我去了周大夫那里 容青英愣了下 难怪她这时候会过来 估计是周大夫 跟她说了月景的病情了 她沉默着没有回应 在想着要不要告诉她 她打算去城中找李大夫的事 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 屋里就只有柴火燃烧的声音 片刻之后 见她还是低垂着眼眸 便知道 她还没打算跟她坦白 裴灵云沉沉吐了一口浊气 轻声道 轻轻 我已让杨潇去城中找李大夫过来 你们不必去了 容青英抬头看向她 犹豫了下道 下这么大的雪 李大夫会愿意过来吗 医者人心 现如今九川县出现了如此多病例 做大夫的不应当见死不救 听了这话 容青英眸中闪过一丝诧异 看向她的眼神中多几分异样 是因为月景也生病了 还是她学会了为明着想吗 一股没有来的酸色尖色难言的情绪 涌上心头 她争冲了好半想 轻叹了声 希望是吧 只是若是城中也有着病了 李大夫也不能说 丢下那边的百姓来这边 裴灵云自然也想到这个 陈阴片刻 如果真是这样 那边问问李大夫 是否愿意把她的医治方子给周大夫 且等杨潇带消息回来吧 大约是有时 杨潇便劈着满身血回来了 手里牵着马绳 一双手动得通红 容青英见状 立刻帮她把马牵进来院里 与那裸子栓在同一根柱子上 快去屋里烤烤火 杨潇下意识看向裴灵云 后者汗手应声 嗯 进去吧 杨潇这才迫不及待走进屋里 双手放在炭火上方 这手都已经冻僵得没有知觉了 连说句话都难以张口 挨进火盆烤了好一会儿 杨潇才感觉到 浑身的血液重新流淌了 她看向裴灵云道 城中也在下着大雪 且也是有很多人得病了 连知府大人也是 李大夫实在走不开 不过给了药方 说着 杨潇从衣经里掏出一个信封 里面装的就是药方 裴灵云与容青英皆是松了口气 让杨潇多烤了一会儿火 两人同她一块去了周大夫的衣铺 把药方交给周大夫 周大夫很是惊喜 连忙打开看了一遍药方 可其眉头却慢慢紧皱了起来 虽有药方 可我这里没有这位药 周大夫指了指纸上的一味药的名字 这位药比较难寻 且药中带有些毒性 若是没有把握好加药的量 极容易出现副作用 我从医这么多年 鲜少看到其他医者会用这位药 这话无疑让几人的心一下 又重重沉了下去 裴灵云沉默了一下道 周大夫可有办法寻到这位药 周大夫摇了摇头 垂头丧气的 现在外面都在下雪 哪里都被大雪覆盖了 要找这位药哪有那么容易 哎 杨潇顿时气馁了 那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要不就去其他的医铺看看 有没有这位药 容卿因心里挂念着家里的月景 对于找到这个药的心情 也是心急火燎的 我看也成 这会儿没病人了 我随你们一块去 周大夫简单收拾了下 穿上披风 一连去了九川县里所有的医铺 笼共找到了四斤多的药 按照李大夫著名的剂量 应该可以配很多份药出来 裴凌云自己掏银两将 所有药都买下来了 哎 真是惭愧 我开了这么大的医馆 竟然都没有收这位药 周大夫开然叹息 内心愧疚不已 树叶有专攻 周大夫并非擅长医治这个病 不知道这位药的用处 也是正常的 周大夫不必过于愧疚 容卿因安慰道 在前世 她也没有听说 九川县有下这么一场大雪 没有听说出现了这个病 她不由自主地忧心起来 有时候甚至在想 是不是因为 她这个重活了一世的人来到这里 因而在冥冥之中 促成了一些事件的发生 若真是这样 那她的罪过就大了 这几日 她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越想越无法安心 裴凌云撑着大伞 用自己的大肠 招着她的身体 大肠是用上好的雕毛做的 比寻常的人穿的披风 都要暖和许多 她一捶眸 便看到了 她失神且忧愁的模样 抿了抿唇问她 在想什么 还在担心月姐的病 容卿因抬头看向她 这会儿才发现 她似乎又瘦了些 微震了下 声音极清淡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 我来了这里 才会给九川 带来这么多变故 听了她的话 裴凌云谋色变了变 动了动手臂 将人抱得更靠近一些 嗓音低沉 不会的 莫要愧疚伤怀 不是你的错 要错也应该是她的错 要弥补 也该是由她来弥补 与她无关 容卿因微微扯动了一下唇角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到医铺 周大夫立刻按照 李大夫给的药方 配出了好几副药来 用药剂量是一天一副药 服用五日 一般都会见效的 李大夫是这样写的 把药拎回家之后 脆压便立刻去熬药 裴凌云帮她拖了披风 抖了上面的雪 温声道 快进去 别着了寒风 容卿因回到屋里 又看到月姐 躺在窑椅上睡着了 想着有药可服用了 别安心了些许 只希望这副药是有用的 杨霄则是拿了五个药包 送到向尾的石头家 一共也是五天的剂量 石头娘亲接过杨霄送来的药 哭得不能自已 恨不能跪下来 对杨霄和裴凌云道谢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我这苦命的儿子 终于有救了 随后又想起什么 石头娘亲顿住了声音 忐忑不安且祈求地看向杨霄 可是咱们家 已经没有钱买这些药了 不用你们花钱买这些药 只是 杨霄搓了搓兵 冷的手继续道 只是 这是城中李大夫给的药方 这些药 是由周大夫 自己按照药方抓的药 咱们都听说了 城中的李大夫 是个好大夫 我们相信 李大夫 也相信周大夫 我们本来就想着 要是石头的病 实在还是好不了 就到城中求李大夫看看 石头娘亲很感激 说到后面 又忍不住愁伤起来 杨霄文言 眼底夫妻几分惭愧 其实 说实话 周大夫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十分确定 服用了这些药 是不是真的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要是真有什么副作用 周大夫也无法像李大夫那样 有经验处理 所以 话说到这里了 石头娘亲自然也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这药也不算是白送的 是想让石头先试试 有没有副作用 若是那就再给其他人用的意思 换句话说 他们是拿石头来试药 有什么好歹都是他们自己担着 石头娘亲沉默了一会儿 也想明白了 点了点头道 好 咱们明白 无论怎么样 还是得感谢裴大人 杨霄松了口气 有什么情况 就到容 衙门里告诉裴大人 要是能每天将您孩子的情况 都报给大人 那自然是更好的 石头娘亲抱着药 咱们晓得了 请陪大人放心 杨霄转身 往巷中走了 石头娘亲拿着药包回到屋里 跟家里的人说明了这件事 老太太第一个不同意 不行 要是吃了这药 石头出大问题了 那谁陪一个孙子给我 不撑 绝对不撑 说着 老太太眼神淋漓地盯着石头娘亲 你可别把这药给我孙子喝 要喝你自个先喝 娘 你先别急 玉凤是石头的娘亲 她比谁都想要让石头好起来 石头她爹 安抚着老太太 可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 她跟石头娘亲的想法是一致的 石头现在都病得不成样了 每日风壳的厉害 常常可得睡不着 她耐心跟老太太说 现在石头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要是再不试试 就不知道 石头还有没有机会好起来了 老太太愣住了一瞬 随后哭喊起来 我可怜的小石头啊 真是造孽啊 我的阿田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说着说着 老太太又开始 对着石头娘亲骂了起来 都怪你 你就是个扫把心 自从阿生娶了你回来之后 家里就不太平 娘 石头她爹及时喝止了老太太 语气中了两分 这些又不是玉凤做的 说玉凤做甚 老太太噎了一下 又开始叫着阿田的名字 重复喊着阿田命苦 石头娘亲听着很难受 却是又无法反驳什么 阿田是老太太最小的儿子 才16岁 几乎是被宠着长大的 一向跟着老太太住在石头家里 但最后她自己说 愿意去扶摇 偷偷瞒着老太太去了 老太太知道之后 对石头娘亲的意见就更大了 时常是有一点不顺心 就逮着石头娘亲骂 连石头她爹有时候也会遭骂 偏偏他们心中也很愧疚 什么都反驳不了 这当官的就该死 好端端的 把我儿子抓走了 老太太越骂越口无遮拦 吓得石头她爹连忙阻止 石头娘亲常常叹了口气 对老太太温声解释道 娘 我知道你一向 不怎么喜欢我这个儿媳 但石头的病也等不得了 我听说了李大夫的医术是极好 总比咱们九川县的大夫都信得过 且裴大人大敌也是个挺好的官僚 咱们都听说了 裴大人这几日都有关心 咱们百姓里 哪家有人得病了的 想法子请李大夫来我们这里 给大家伙治病 只是李大夫在城中忙不过来 只得让人捎来了药方给周大夫 石头娘亲指着要报道 这些要估计要花不少钱 要换做咱们 哪里买得起 要是去城中找李大夫 咱们得跪地磕头 求李大夫大发慈悲 给石头治病 且还不知道李大夫怨不怨 石头他爹接话道 裴凤说得对 裴大人大可以把这要给别家的 却给了我们 是我们得了福气 许丁福瑶那是 其实也不是裴大人的错 裴大人也是要按照上头的旨意办事 您说是不是 老太太让这话噎住了 没话可说 只得怒狠狠地瞪了石头娘亲一眼 转身回屋里照看石头妹妹去了 这些日子 怕妹妹也被传染了 所以就让老太太带着 夫妻对视了一瞬 石头他爹叹了叹气道 我去熬药 你去看看石头 那像杨潇回到院子里 裴凌云便与他说 你去让人送信至今中 让他们尽量多找些药 运到这边来 杨潇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好 我会让人加急送信 您是否还有 其他事要吩咐 裴凌云将已经写好的信递给他 暂无 你先去送信 有什么事第一时间过来告诉我 且多加留意石头那边的情况 杨潇汗了汗手道时 随后又离开了清衣巷 天色渐暗 翠鸭熬好了药 一共是两锅药 一锅是月姐儿 原本就在喝的 一锅是用了李大夫药方熬的药 翠鸭把这两锅药 都放到石厅的八仙桌上 将锅里的药都倒进碗里 裴凌云抱着月姐儿 看着碗里黑乎乎的汤药 眉头微拧起 颜面色透着一丝控制不住的抗拒 这药喝下去会怎么样 会不会生出不好的反应 他们都尚且不确定 杨潇先前问过了石头娘亲 石头喝了之后 没有多大的反应 就是犯困了 睡得比之前沉了 裴凌云依旧不放心 于是便打算自己试试 这药本就只是 给小孩喝的用量 如果要是没问题的 大人喝了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如是有问题 那他自己担着也好 容青英暗暗瞧着他的神色 忽然有一瞬间 想笑 其实他很不喜欢喝药 从小就是 每每一听到要喝药 整个人浑身上下 都透露着满满的排挙 想方设法不喝药 他也常常为了 哄他喝药 想方设法 那一次次哄他喝药的画面 又浮现在脑海中 他垂了垂眼眸 收敛了唇角浅浅的笑意 诞生道 要不就别喝了 且等一夜 明天看看石头的状况如何 气氛静默了一瞬 在一旁的翠鸭看了看两人 又看了看月景 抿了下唇道 要不我来喝了吧 说着 翠鸭就要端起碗 不用 我自己喝 你去休息吧 裴凌云忽然开口道 声音淡淡 却将翠鸭唬了下 哪里见过裴大人 这么客气说话的 且还主动说 让他去休息 翠鸭惊讶万分 愣愣地待了好一会儿 就见裴大人两口 喝完了碗里的汤药 眉头拧得死井的 看着像是 吞了一口麻营一样 一副俊荣上 神色一言难尽 容青英目光浅浅地 从他面上掠过 声音平和对翠鸭道 熬了一天了 你也累了 快回屋睡觉吧 翠鸭确实累了 打了个哈欠 转身回自己房间里去了 你本就不喜欢喝药 何必强求自己喝下去 让自己这么难受 容青英轻叹了声 神色清明 他听了这话 谋色微深 舌尖轻轻在唇齿间抵了抵 那抹急浓的苦味 似乎又充斥了舌腔 却是道 如何能确定 我会很难受 容青英微微震了一下 喝了最不喜欢喝的药 难道不难受吗 他急轻地笑了声 腔调里多了几分漫不经心 是喝一碗汤药罢了 舌腔里的苦 也只是表面的苦 心里的苦 才真的是难受 月月也是我女儿 我也爱月月 他静默地看了她一瞬 轻轻 如若是你 你会因此而难受吗 更斩火光微暗 彼此相试着 容青英被他的话问住了 连呼吸都似乎放缓了些许节奏 气氛沉寂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 在彼此之间样起 不会 为了月月好 做什么都不觉得苦 裴丽云唇角极青地勾了下 深沉的眸子变得柔和了些 好了 去睡觉吧 今夜我来看着月月 这几日 你照顾月月也很累了 或许是有了药方的缘故 容青英一直紧绷的神经 终于可以松缓了些许 能够闭眼睡得略沉了些 一直到外面巷子传来了打羹声 容青英才醒过来 看着上方的杀杖 有些恍惚失神 似乎有很久很久 没有睡得这么安稳了 他转头看向旁边的位置 空无一人 被褥已经叠好了 来到食厅里 就见炭火已经烧起来了 翠鸭刚好端着周进来 笑道 叶儿姐 你醒了 那正好 我还打算去叫你呢 容青英闻到了周的香味 胃口一时间被勾了起来 肚子不争气地咕噜叫了声 他摸了摸肚子 应道 我先去洗漱一下 翠鸭点了点头 行 我烧了热水 裴大人现在也在洗浴室 帮月姐洗漱 容青英转身去了造房 就听见洗浴室里 传来了月姐咯咯地笑着 听着像是很开心的样子 他眼眸亮了亮 快步踏进洗浴室里 看见男人坐在竹凳上 背靠着椅背 月姐坐在她的腿上 她拿着棉布给月姐擦脸 月姐用手捏她的脸颊 肆无忌惮地捏了又扯 眼看着她的精神 好像好了些 醒来了 睡得可好 裴灵云听着脚步声音 回头看向她 见她面色不似昨日那般憔悴苍白了 精神好了许多 便知她昨夜确实睡得比较好了 起身端着水盆到造房外面 又打了半盆热水进来 昨夜月姐的状态 其实也不算太好 睡着了的时候就还好 可以醒来 便止不住风壳 怕打扰到她睡觉 裴灵云只能带着月姐到造房这边来 烧了一盆炭火 给月姐讲小故事 只有在月姐又睡着之后 她才能浅浅眯一会儿 娘亲 月姐说话的声音 也比往日多了些戾气的感觉 但是音调重了些 带着些许沙哑 哎 月月今日是不是很开心 容青英一面与月姐说着话 一面就着她打进来的热水洗漱 是啊 听了好多好多好多小故事 有月兔的 月姐有兴致地说着 昨夜听到的小故事 小脸上的神情多了几分生动 让人看着 心情不由地跟着愉悦起来 也难怪精神看着比昨日好 还以为是病好了些 原来月月昨夜 听了这么多小故事啊 容青英弯下眉眼笑了笑 附和着月姐 目光却看向抱着月姐的人 此时 她才注意到 她面上透着疲惫 眼周有一圈的清黑 手指微一圈缩 想来昨夜她能睡得这么沉 没被饶醒 也是有她把月姐 带到这里来哄的缘故 默了默 她缓声道 等会儿上牙后 若是能抽出一些时间 那就多睡一会儿吧 裴凌云默然顿了脚步 抬眸凝向她 心跳有一瞬快的不可控制 旋即 她弯了弯唇 唇角的笑意明晃晃 好 都听你的 她的眸光太炽热 看得容青英生出几分不自在 不觉得加快脚步 躲开她的目光 她低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李大夫那药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昨夜喝了那药至现在 没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异常 杨潇去过石头她家了 石头昨日喝料之后 一直睡得沉 今日醒来之后 不似先前那般微米不振 这要约莫是有效的 容青英回头撇了撇她 那等会儿 就让脆压熬药试试吧 其实两人都知道 正如周大夫说的 个人身体不一样 不能完全避免 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但是到如今 不试试的话 月姐的病 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 只能赌一局 只希望这一局能赌赢了 裴凌云上牙去了 脆压到造坊里 把药熬好 月姐也是乖 明知道这药是很苦的 但还是皱着小脸 一点一点把药喝完了 喝完最后一口时 还是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月姐喝了药之后 昏昏欲睡 慢慢地就睡着了 哎哟 咱们月姐 终于能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脆压瞧着月姐 睡得沉的样子 常常舒了一口气 又忍不住心疼地道 瞧瞧这小脸都瘦了一圈 还没生病之前 都是胖嘟嘟的 容青英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儿 自然也是心疼不已 阿爹从前也是得了牢病 整日整日的咳 一开始 阿爹并不把这病当一回事 只觉得过小半个月 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的 后来阿爹的病不见好转 反而越来越严重 实在脱不得了 才请大夫拿药喝 阿爹喝了一副又一副的药 却始终不见得有什么效果 依旧是整日整日的咳 最后咳出污子污子的血来了 大夫连连摇头说 回天乏术了 再后来 再怎么花钱看大夫 阿爹的病 还是越来越严重 最后再也成不下去了 容青英很害怕月姐 会跟阿爹一样 离开她 故而 月姐每次一生病 她就很紧张 一点都不敢拖延 即使月姐睡得沉 容青英也一直都看着 不敢有一分的松险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 月姐的身体 还是出现了异样 烧热越来越严重 小丫头嘴上不停地喊着 娘亲 痛痛 容青英心急如火 连忙穿上披风 带着月姐去周大夫那 外面风大凛冽 裴玲云先前让人送来的 雕毛披风也足够遇寒 到了衣铺 周大夫看了好一会儿 但是我也不敢轻易诊断与开药 这可是支线大人的女儿 若是在她的医治下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别说她人头不保 可能还会殃及家人性命 周大夫脸上挂满了酬绪 不若夫人 您带着这儿去城中找李大夫 会更稳妥 周大夫的话 犹如沉沉的大山 压在容青英的心头上 悠意沉重 翠压心头一震 眼泪差点又要掉出来了 哽咽着声音道 一二姐 咱们还是去城中找李大夫吧 容青英幽地红了眼眶 抱紧了月姐道 嗯 你快去家里取多些干粮过来 我在这里等你 一会儿 我们一块去车马铺 租赁一辆马车来 好 我这就回去拿 翠压忙不迭回去 拿了一框的干粮 因着下大雪 基本上没什么人要出远门 车马铺的生意比较少 那掌柜的给了他们一些便宜 尤其是在听到眼前的富人 爆出了自己的名字时 掌柜更加不敢怠慢了 立刻让小二找了一辆最好马车 车把师也是最有经验的 且又悄悄让另一个小二 赶紧去衙门禀报 昨日他就收到了 衙门支县大人手下的通知 若是有一个荣幸明轻英的女子 来此租赁马车 必定要立刻让人去衙门禀告支县大人 掌柜的做生意几十年了 自是明白了 眼前这个富人 跟裴大人的关系不减 那像在衙门当值的人 听到禀报后 快速把衙门中的紧急重要的事物 跟主部等人交代清楚 尤其是开凿曹运和的事 在大雪十日 可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回 等大风雪停了后再去 这事已在信中上报了 经中来信批准之后 即可施行 杰道明 他是去城中找李大夫 已想法子解决病情 主部几人皆是应承下来 这县里病疫愈发四行 尤其是听闻之府大人也染病了 他们也是惶惶不安 恨不得这病疫尽快消失 裴灵云急急忙忙赶到车马铺时 见母女俩还在 这才缓缓嘘了口气 信部走到他身边 给他拢了拢风 语气微沉 我与你一块去 容轻英见到他出现 站在自己面前 墨黑雕毛大场上落了白雪 面上略意争冲 可是你不是还要在衙门当职吗 去城中要花好些时间 不必担心 我都安排好了 正好也该去找李大夫了 他掀开轻轻盖在月脚头上的风帽 见着小丫头满脸通红 又病脚让汗湿了 错了醋眉 月月是不是太热了 容轻英从他手里夺过帽子 再次轻轻盖着月脚的头 低声道 不是 月月总说了 周大夫说是胃寒 不能让月月在这风寒 这时 车把式驱着马车过来了 一共是两个车把式 大人 夫人 都准备好了 裴凌云一手搀扶着容轻英 一手拖着月脚的屁股 一起上了马车 杨潇和翠鸭跟着坐了进来 马车足够大 中间还放了一个炭炉 座椅上放了好几个暖手炉 且还备了足够的干粮 这掌柜的实在贴心 裴凌云让杨潇给掌柜的了些小费 有些路段上的积雪有些厚 马拉的异常艰难 行走很缓慢 但也急不得 越往城中走就越冷 有时还会遇到三三两两的百姓 还在田地里挖菜 连同被大雪压制野菜 也一并挖走了 裴凌云瞧见了 让杨潇在掌柜留下的包裹中 拿了几个烧饼 分给这几百姓 大家都担心 之后没得吃了 所以能存放的粮食 都不舍得吃 现如今能挖的能吃的 就先吃了 烧饼对于他们来说 是很宝贵的粮食了 对着杨潇 以及马车里人皆是千恩万谢的 走了两三个时辰 空中忽而又飘起了大雪 寒风愈加凛冽 马匹寸步难行 杨潇先开马车帘子问车把式 应该快到城中了 可还能坚持住 车把式混浑身上下 都用厚厚的棉衣棉裤棉鞋裹着 头上带着很厚的雪帽 马也提前裹上了厚实的棉布 以防马在行走过程中失温 车把式经验比较丰富 回到 暂且还能顶一顶 这处装户少 不宜在此处停留 幸好此时离城中不是很远了 马儿也厉害 还是把他们拉到了城中 有惊无险 有裴林云这个支县大人在 他们进城时 比想象中顺利很多 此时城里这边下的雪 没有九川县那边的大 道路上的积雪也清理了 只有薄薄的 一层心机的白雪 马车就走得更快了些 按照周大夫给的地址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李大夫的医馆 大人 师父出去了 应该是到知府大人的府上去了 今日知府大人病重 说话这个是李大夫最看重的徒弟之一 名叫齐渭 裴林云略微脸了脸眼疯 李大夫出去了多久 是否有说 何时会回来 齐渭想了想到 约某一个时辰了 师父若不去看其他病人的话 应该就快要回来了 齐渭的小师妹端来了热茶 先给裴林云蒸了杯茶 大人 请 后又给容卿英 以及杨霄和翠鸭倒茶 容卿英喝完了一整杯热茶 身体里多了些暖意 怀里的月姐已是满头大汗 病奄奄的样子 她柔声道 月月 喝一点热茶好不好 月姐激浓浓的声 嗯嗯 喝水 给月姐喝了一口热茶后 容卿英看着月姐红彤彤的小脸 看向齐渭 迟疑了一瞬 便跟她说明了月姐的情况 齐渭作为李大夫的徒弟 大概也会比较了解这副药方 听了容卿英的话之后 齐渭皱了皱眉 面色凝重起来 让小师妹去把门关上 您声道 夫人 不若您先将这儿放下 让我来瞧瞧 好 说着 容卿英解着背带 裴灵云在一旁帮她 将月姐抱到自己怀里去 齐渭对小孩子说话的声音很柔和 不会让小孩子害怕 她给月姐把了好一会儿的脉 又看了看月姐的舌头与眼睛等地方 把观察到情况都记录在册子上 完了之后 齐渭拿了一本记录书册翻了翻 好半赏才到 大人 根据师父的记录 这儿敌情矿应该不是变糟糕了 而是服用了这副药之后的正常反应 容卿英文言眉间 急轻地醋了一下 还是很忧心地道 可是这儿从喝了药一个时辰之后 这现在都是在发热的状况 甚至还出了这么多汗 我怕若是在这么发热下去 这儿的身体会垮下去 一旁的脆压也急忙道 是啊 我们就怕月姐会因此落下病根 齐大夫 您可有什么法子 能让月姐身体的高热退下去 当然是有的 师父有记录应对的法子 夫人和小姐不必担心 齐渭肯定地道 齐儿现在出了很多汗 也正是退热的症状 稍等一下 我去拿捆药草过来给您 不一会儿 齐渭拿了一捆 还带着青绿叶子的藤枝草药出来 大人 用这捆药草烧一锅热水 让齐儿泡上一颗中 有利于驱寒退热 对缓解风可也有效果 容卿英接了过来 抿了抿唇又问 那还要继续熬那药 给齐儿喝吗 要的 师父说 最好是坚持服用五日 齐渭点了点头道 容卿英微拧了下眉 可若是齐儿 又如今日这样稍热出汗 那可怎么办 齐渭看了看月姐 不慌不忙道 一般不会了 出现了一次之后 齐儿体内应该会生出 能抵抗该症状的东西 若还是发热出汗 在出汗大概一个时辰之后 您便可以继续用这个药草热水 给齐儿泡澡 如此就便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如此简单 无需再用其他法子吗 容卿英有些难以置信 简直是虚惊一场 她还以为月姐的病情加重了许多 一颗心犹如悬在刀刃上 看着月姐难受的样子 心口仿佛让那刀刃割得生疼 是呢 夫人不用担心 咱们师父既然敢给人用这副药 就会有应对出现副作用的法子 齐渭笑了笑道 您可随时来咱们一馆拿药 师父采的药是足够的 容卿英文言 心中悬着的心总算可以放下了 她由衷地感激道 好的 十分谢谢您了 随后 从布袋里掏出钱袋子付了钱 拿了草药与小师妹新抓的药 裴凌云诞生开口问了句 如若李大夫回来了 还请告之下李大夫过来龙福客栈一趟 齐渭连声道 好嘞 大人请放心 离开了医馆 几个人便去龙福客栈找了几间房子 且让小二用这捆草药去烧水 翠鸭不太放心 便跟着小二一道去了 来到房里 关拾了门窗 容卿英才敢将裹在月姐身上的斗篷脱下来 她伸手到月姐的小衣里探了探 手上顿时沾了许多汉字 小一都是湿湿的 犯起了愁 糟了 来之前忘记 让翠鸭给月姐多拿两件衣裳来换了 裴凌云皱着眉头 俊脸上一时挂满了担忧 我去外面的铺里看看 有没有得卖了 说吧 她便立刻出了门 等客栈小二烧好了热水 将水桶和木盆都抬进屋里来时 裴凌云也将月姐的衣裳买回来了 容卿英怕热水不够用 便与客栈小二道 再继续帮忙多烧一锅热水 这次烧酒一些 谢谢您 夫人客气了 小事一桩 客栈小二举了鞠躬笑道 在给月姐泡澡时 李大夫找了过来 裴凌云与其在外面的小厅里说事 李大夫 现在城中的情况 以及知府大人的身体 是否好些了 城中比九川县里 早出现这病疫 李大夫回道 好多了 只是知府大人的身体 还是不见好转 恐怕 说到这里 李大夫停住了话语 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裴凌云便是明了 她没有说出口的话 她沉默了片刻 是因为这场病疫吗 李大夫摇了摇头 知府大人本身就带着病根 染了这个传尸牢 就是摧毁知府大人身体的一个影子罢了 裴凌云谋中闪过一抹忧虑 抿了抿薄唇道 果真没有其他办法 治好知府大人的病吗 李大夫又是摇头 痛惜道 已是回天乏术了 裴凌云闻言没有说话 目光落在那道房门上 不知为何 忽然想起了她的阿爹 从前也是这样 听着大夫满脸沉痛地说着 回天乏术几个字 气氛沉静了好半上 她才缓身开口 既然沉重的情况好转了许多 李大夫是否愿意随本官到九川 去医治百姓的病 李大夫迟疑了一会儿 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医者人心 百姓有病难 老夫身为大夫 怎么能不去 裴凌云稍稍缓了缓气 多谢李大夫 不不不 裴大人不用如此客气 李大夫摆了摆手连连道 顿了顿语气 那裴大人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九川 明日一早便出发吧 李大夫尽快做好准备 裴凌云声音低沉 李大夫犹豫了片刻 叹了叹气道 老夫自然是想要 尽快随大人一起去九川 可知府大人这边 虽然知府大人的病衣不好 但没有知府大人的准许 他一个大夫 怎敢放弃医治 裴凌云知道李大夫的意思 对于这事 本官自会去问问知府大人 李大夫可提早做好准备 李大夫忙不迭应声 好好好 老夫知晓了 裴凌云面色沉素 李大夫可知道 李大夫的眼神变了变 连声叹气 约某查到了 城外有一小村庄的医护人家 为了囤住家里的口粮 到山上抓了几只野蜀吃 结果吃了之后便得病了 一传十 十传百 这病疫就这么传开了 等我找到他们一家时 已经太迟了 那一家人都就不回来了 也有好些百姓病重无法医治 这些都是原本身体就有病根的 就如知府大人那样 只不过还好后来控制得及时 其他百姓虽然染病了 但幸好并无生命危险 裴灵云闻言 心绪竟有些复杂 小时候 她见过一场混乱的小起义中 那些恶极了的百姓 什么都敢吃 后来在青山村 过着安逸的生活 渐渐地很少想起 那些不堪直视的画面 与李大夫聊了好一会儿 关于城中的情况 裴灵云送其出了客栈 这才转身回到房里 这会儿 月姐儿在盆中已泡够时间了 容青英正在帮她穿衣上 这客栈里的床榻 不是他们自己家里的 底下放不了碳盆 被褥都是冰凉冰凉的 裴灵云脱了外衣外裤 在被窝里陪着母女俩躺着 本只是想暖和了被窝就起来的 但近日来的疲惫 让她不觉得眯上眼睛 睡了好一会儿 月姐儿翻身 以及一阵风壳 把她饶醒了 容青英也醒了 两人四目相对 她先开了口 嗓音有些沙哑 醒了 身体可还冷着 容青英轻声回她 不冷了 她顿了下 又道 我先去看看知府大人 你跟月月先躺着 回来的时候 我便带些吃食 嗯 好 她的声音轻哑 面上的神色亦是柔和的 让她的心头无法控制地颤了颤 起身时满是眷恋不舍 穿好衣裳 她实在是不舍 想轻易轻塌 又怕饶了她的好性质 便只好作罢 知府大人的府邸 离龙福客栈并不是很远 只需要半个钟即可走到 见到知府大人时 裴灵云谋色微变 心中一阵惊异 只是面上不鲜 先前见面 这知府大人 还是精神奕奕 她的皮肉 包裹着一架骨头 犹如枯竹朽朽木 看着有些吓人 玉璃 怎么忽然来了 知府黄德佑 强撑起精神 我身体不适 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玉璃见谅 裴灵云公身硬道 下官理解 今日一来是有一事 想请大人准语 可 黄德佑用帕子捂着嘴咳了一阵 这才缓缓开口 气弱犹斯 玉璃所未合适 裴灵云将九川县的病疫情况 简单告知 恭敬问道 不知大人是否能准语李大夫 到九川县中探病 至于大人您的病 李大夫说 他的徒儿齐味 可以为您医治 黄德佑自是听过齐味这个人 对其的医术 也是信得过的 且也知道自己命不久已了 现如今 只不过是吊着一口气 拖着这条命罢了 堂内气氛极其阴郁沉重 黄德佑心生无奈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罢了罢了 就让李大夫随你一块去九川吧 能就多少百姓算多少 我再拿些银两出来 说着 黄德佑叫来了妻子刘氏 去库房取了一千两银票 把五百两银票给裴灵云 另外五百两 是用来施筑城中百姓的 裴灵云拿着五百两银票 供了公身道谢 多谢大人恩惠 玉力无须多礼 起来吧 黄德佑的声音愈发无力 看来是累极了 裴灵云不再多扰 与其道别离开府邸 途中去了李大夫的医馆 将此事告知李大夫 一日一早 李大夫将很多细枝末节的事项 都跟其位重复了一遍 然后便带着小师妹赶去龙福客栈 空中依旧有细血飘飘洋洋 几人已在龙福客栈门口等着了 李大夫先是看了看月姐的情况 见小丫头不似昨日那般烧热发烫 松了一口气 裴灵云多租赁了一辆马车 阳霄和翠鸭 陪李大夫和小师妹坐一辆 两辆马车不紧不慢走出了城门 城外道路宽敞 且没有那么多人 马车使得快了些 离城中越远 空中的飘雪越繁多 寒风更是森森 大约走了七成路 马不知为何变得有些躁动 走得时快时慢 连带着车厢总会摇晃 车把士训斥着马许久 马停歇了下去 又走了一小段路 马忽然不走了 且比方才还愈加躁动不安 用脚踹着雪地 时不时发出几声嘶鸣声 那两个经验丰富的车把士 互相对视了一会儿 彼此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随后四周看了看 最后看向旁边的山头 莫不是要发生什么了 车把士的话还没说完 风雪模糊间 似乎看到 激在山头上的雪在动 愣了一下 旁边的车把士反应过来 等时瞪大了眼睛 立刻跳下马车 往另一个方向跑 嘴上声音颤抖着大喊 雪崩了 要雪崩了 方才在愣住的 车把士堪堪反应过来 也跟着跳下马车 连滚带爬地跑远 车里的几人 听到车把士惊慌失措的喊声 顿然大惊 紧接着 马车就开始摇晃起来 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剧烈 外面的风声 如同马的四鸣声那般 令人惊慌 山头上的积雪 颤动得更厉害了 感觉下一瞬 就要滑下山头 马狂躁不安 拖着马车毫无方向地乱跑 马车轮子压过积雪 高低不平 让车厢更加颠簸 车厢里的东西 东摇西晃 跌跌滚滚 喷喷作响 情急之下 裴灵云将所有多余的东西 全都扔出马车之外 包括先前车马铺掌柜 准备的探盆木炭等 若是马车里有这些多余的东西 必会砸到人 容青英一手抓着车厢上的木块 一手抱紧女儿 还好照片用背带背着 否则这会儿要顾着月姐儿 就稳不住身体了 鹅毛大雪在空中肆虐 呼啸的风声惊扰着耳膜 你和月月就在待在角落里 不要出去 我去外面看看 能不能稳住马 裴灵云的声音带着急切 不等容青英说什么 他就已经跳下马车了 另外一辆马车 让马儿拿得跑远了先 杨潇也已经下了马车 正坐在车厢前的位置上 拽着缰绳控制着马儿 裴灵云往山头上看了看 只见那山头上白茫茫的积雪 如白巨浪侵袭而来 他用力拽紧了缰绳 控制着马儿往前跑远了先 只是还猝不及防地 让白雪巨浪的一边殃及 雪粉铺天盖地扬起 白色巨浪席卷而来 路边的树木根本挡不住 让这滚滚的白色巨浪覆盖吞噬 不知过了多久 周遭的一切归为寂静 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马车里 容青英头撞在车厢上 两眼一黑 下意识地用自己的身躯 护着怀中的女儿 等意识清醒了些 就发现自己躺在车厢侧上 那就意味着 这马车已翻倒在雪地里 光线略微暗淡 他看马车一圈 整个车厢架子 让积雪压得变形了 也不知这积雪有多厚 幸好马车够大且坚实 不至于被积雪砸得稀巴烂 他伸手摸了摸月姐儿的脸和鼻子 很庆幸能探到温热的呼吸 月姐儿适时出声喊道 娘亲 诶 容青英应了一声 用力撑着身子坐起来 打开盖在月姐儿头上的帽子 低头看着她 轻声道 月月有没有哪里痛痛 月姐儿摇了摇头 咧了咧嘴笑道 不痛痛 月月不痛痛 看着女儿的笑容 容青英鼻子一酸 眼眶泛了红 声音有些哽咽 好 等会儿娘亲要从这里爬出去 要是弄疼月月了 月月一定要告诉娘亲 月姐儿点头 好 月月知道了 容青英再次将披风的帽子 戴在月姐儿头上 自己也戴上披风的帽子 这连带的帽子 是她自个儿用一块 不把风帽缝上的 为了方便 车厢的门贴着雪地 能打开的 就只有另一侧的车厢窗户 这窗户口 虽只有一臂宽 但也能容她与月姐儿出去 她往上用力推开了窗户 一股积雪哗啦地扑下来 砸在身上 没有椅子作为支撑点 她无法带着月姐儿一块爬上去 若是翠鸭他们那儿 被压得动不得 那她就得先拖着月姐儿 放她窗外的雪地上 然后自己再爬出去 她站起来往外看 入目皆是白茫茫的一片 他们方才路过的地方 堆积了高高的积雪 很庆幸 他们不是被压在那处 否则的话 他们大概是必死无疑 翠鸭他们坐的那辆马车 距离他们不算远 她看见翠鸭已经从车厢里爬出来了 接着又把小师妹和李大夫拉出来 叶儿姐 你等着 我这就过去 翠鸭立刻朝容青英和月姐儿 他们那边奔过去 积雪太深了 一脚踩下去 积雪已没过膝盖 行走很艰难 小师妹搀扶着李大夫 原本也是想走过来的 容青英想到了什么 对着两人喊道 李大夫 杨潇应该还在马车头的位置 让积雪盖住了 你们俩可否想的法子 挖开那处的积雪看看 李大夫停下动作 回头看了眼马车 回道 好 老夫知晓了 他们从车厢门这边爬出来的 一扇车厢门大概是一臂宽 尚且能用来挖积雪 小师妹在车厢上的两扇门上踹了几角 把门踹烂了掰下来 跟李大夫一人一块门挖着积雪 这边翠鸭终于赶到了容青英这边 爬上到车厢顶上 把容青英勘勘从车厢窗户口拉上来 容青英大喘了一口气 想了想 还是解下背带与斗篷 将月姐的身体裹得严严实实 把她放在车厢顶上 月月 你这儿乖乖躺着先 娘亲去救人 月姐睁着圆圆的眼睛 细声回道 好 娘亲 我乖乖地 不哭 容青英欣慰地笑了下 玄机与小师妹一样 一脚又一脚 把车厢窗户踹得摇摇欲坠 然后掰下窗户 翠鸭看着她的动作 一时间疑惑不解 一儿姐 你还要救谁 她也被埋在积雪下了 快拿着那扇窗户去 翠鸭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容青英说的她 指的是裴大人 忙不迭拿起那扇窗户去挖雪 两人挖了好一会儿 双手动得发紫 冰冷的寒意 似乎已经动进骨子里 终于看到了黑色的雕毛大肠 容青英顿时松了一口气 还好人是在这里的 不然这茫茫雪海 她该到哪里找她 视线有些模糊 手上的动作 却更快了些 在李大夫和小师妹 把杨潇从积雪堆里拉上来之后 他们这里 也将裴玲云挖了出来 一张脸上多了好几处伤痕 却依旧美如关玉 她已经晕过去了 气息有些微弱 即使她在积雪轻浮过来时 用大肠裹住了自己 裸露在外的皮肤 已冻了僵子 翠鸭累得在雪地上坐了一会儿 看了看月姐儿道 嫣姐 你掺着大人走 我背月姐儿 容青英一时没有接话 抬头望了望那边的李大夫和小师妹 李大夫年纪比较大 此时累极了地坐在雪地上 她沉吟了一刻道 不了 你去掺着杨潇走 我自己背着月姐儿 掺着她走 翠鸭一惊 便觉得不妥 这怎么使得 你背着月姐儿 怎么撑起裴大人这么大的块头 况且这雪地也不好走 李大夫年纪大了 在雪地里走很费劲 得有人掺着才行 李大夫不能有事 容青英说着 起身爬到车厢上 用背带把月姐儿背在背上 然后拖着裴玲云 走到李大夫这边 翠鸭在一边帮忙掺着 李大夫刚给杨潇看过了 暂且也还在昏迷中 没有发现有何大碍 又给裴玲云看了看 大人的情况 应该比较严重一些 李大夫从药箱中 翻出了一瓶药 倒了一个黑色的药丸 塞进她的嘴里 她此时没有意识 根本不会主动把药咽下去 李大夫不由的范畴 这可怎么办才好 又没有水 容青英盯着她的唇 看了好一会儿 双手捧着她冰冷的脸颊 顾不得太多 直接附在她的唇上 用舌尖将那颗药 顶去她的咽喉处 又伸手在她的喉结处 扶了扶 以致她无意识地 把药丸咽了下去 李大夫和小师妹见状 脸色很不自然地 转头看向别处 脆压眼神飘忽 没好意思看 好了 她吃下去了 容青英轻声开口 面色如常 李大夫这才转过头来 点头道 那就好 这要暂且能稳住她的心神 我们得赶紧回去 容青英望望望四周 眉眼都是就纠结忧愁 那几个车把事 也不知道在哪里 若是我们就这样走了 他们可能就没办法就出来了 一时间 几人沉默了 脆压心沉沉地 叹了叹气 可是咱们也不知道 他们跑哪里去了 容青英顿了下 算了 咱们便快些走吧 应该只有一小段路 就可到九川县了 他们自己 都自身难保了 无法再顾及 那几个气了马车逃跑的人 说不定 他们也成功躲过一劫了 不再多想 容青英用自己的披风 裹着昏尘不醒的人 把她的手搭在自己肩上 一手拽着她的手 一手穿过她的腋下 抱着她的胸膛 白雪茫茫中 穿着鹅黄衣药的妇人 背着孩子 拖着满身黑色的男人 一步步往九川线方向走 步子也越来越沉 越来越慢 留下的脚印很深 跟在身后的翠鸭 拖着杨潇 神色越来越担忧 依儿姐 让我来背月姐吧 可翠鸭也是累极了 说话 都有气无力的 容青英努力喘了口气 没事 我还能撑一会儿 又走了一小节路 地上的积雪 已经没那么厚了 比刚刚那段路好走很多 杨潇醒来了 模糊的是 视线慢慢聚焦起来 抬眼边看到 就那抱着自己的女子 肤色有些黄黑 唇色却是苍白的 脸上还有一道小伤口 翠鸭 我自己 可以走了 杨潇喊了声翠鸭的名字 虚弱地道 你去帮帮夫人 翠鸭眼睛一亮 与她对视了一瞬 连声道 好好好 你醒来了就好 那我去帮烟姐了 话音还未落下 翠鸭就已经松开了杨潇 声点倒在雪地上的杨潇 翠鸭背着月井 分担走了一部分重量 且杨潇过来一起掺着裴灵云 容卿英便轻松多了 也能走得快些 终于在天黑之前 赶到了县城里 他们实在没什么力气 再继续走了 就近找了一个客栈 暂且住一晚 裴灵云一直是昏迷不醒的样子 且面色极差 容卿英看着她双眸紧闭 毫无反应的样子 想到了这一来一回路上 发生的一幕幕 眼中流露出几分茫然 把大人的衣服脱下来 老夫得试真 李大夫从药箱里 拿衣服针出来 杨潇有些担心 李大夫 本来就冻得发紫 这天这么冷 脱了衣服 岂不是更冷 李大夫面色冷静 试真 大人便不会感觉冷 身体反而还会慢慢暖起来 相信李大夫吧 容卿英回过神 直接上手脱裴灵云的衣服 脱完了她的上衣 结实的剑子肉映入眼中 手臂上胸膛上 不知何时多了好几处瘀青 李大夫面色凝重了几分 沉沉地叹了一声 外裤子也要脱了 容卿英把她的外裤脱了 只剩下一条蟹裤 李大夫拿了针 在她身上扎了许多针 呼了口气 抬手拿袖子 开了一把额头上的细汗 杨潇问 李大夫 这针要扎多久 扎上半个时针即可 李大夫说着 又把等会扎完针后 要用到的药都写在纸上 拿着这个去找周大夫 让她带着这些药过来吧 杨潇便马不停蹄 去医铺接周大夫 李大夫继续处理 裴灵云身上的外伤 尤其是两只手掌心 让僵绳磨破了皮 掺着一些细消 得清洗干净了才上药 很快 杨潇带着周大夫和药过来了 李大夫 您瞧瞧 是不是这些药 周大夫语气沉静 他很多年前就听闻了 李大夫的名气 很是敬仰李大夫的医术 此时能得一机会 能得李大夫的指点 甚是欣喜雀悦 李大夫拿着那些药 在烛火下仔细查看了一番 笑了起来 没错 就是这些药 周大夫这才放心了 那就好那就好 李大夫 那我便去熬药 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杨潇问 李大夫把药注意的地方 详细说明了一遍 最后又叮嘱了句 切记 定要用小火慢慢熬 好嘞 杨潇应道 对于有关裴灵云的事 他向来不敢有一丝怠慢 等杨潇一出去 李大夫 看向拿了一景物 坐在床榻边打顿的妇人 探声劝慰道 夫人 大人身体情况渐渐好转了 您不用太担心 快去歇息吧 累垮了 身子就不好了 听到李大夫的声音 荣潇应困顿的意识清醒了些 与其平静柔和 好 多谢李大夫 话落 目光又落在躺床上的人脸上 裴灵云原本动的发紫的肤色 已经恢复正常 薄唇也有了血色 甚至眼底的清黑也消散了些 他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脸颊 还有胸膛手心 都能感觉到温热 可就是不见 他有丝毫醒来的迹象 李大夫 他既是好转了 为何还没有醒来 杨潇同他一样 让积血埋了 可早就醒来了 现在 都可以跑来跑去了 李大夫捋了捋夹着花白的胡须 叹了几声 大人操劳过度 太过疲累了 换言之 便是因操劳少眠 累垮了身体 故而现在才会一直昏睡不醒 闻言 荣潇应想起他 这几日也来照顾月景 睡得不怎么好 加之 还有牙内杂七杂八的事 以及县里百姓染上病疫的事要操心 大概就是这样 累垮了身子 他愣愣地盯着他的脸好挤顺 心里五味杂陈 他的变化 对百姓的关心 他都看在眼里 与前世大为不同 他微微平了平唇角 劳烦李大夫多多照顾 李大夫看得出来 容青英眉间藏着优异 笑了笑道 夫人不用担心 老夫定能让大人安然无恙 您快去歇息吧 容青英朝李大夫去了屈膝 转身去了隔壁的房间 翠鸭正在陪着月景 躺在床上的月景也是疲乏不堪 眼皮搭拉着 看得出来是在硬撑着 不让自己睡觉 翠鸭听见开声音回头看了看 一二姐 你回来了 月景一直在等你 月景一听 立刻睁大了眼睛 翠生生地喊了声 娘亲 娘亲在这里 容青英应声 心口软乎乎地 快步走到床边 脱了鞋袜躺上床去 月景立刻钻到他怀里 依赖地贴着他 呢喃着娘亲二子 许是有容青英在身边 月景几乎在请客之间便睡着了 轻轻地呼呼声响起 翠鸭见状也不由地择舌 放低了声音调侃道 月景活脱脱像只小团 容青英唇脚掀起一抹浅淡的笑意 只要月景能平平安安长大 便能让安心喜乐 翠鸭也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容青英与她说 你也去歇息吧 今日辛苦你了 翠鸭鼻子一酸 眼泪差点掉下来 哪里的话 夜儿姐才是最累的 要不我去打一盆热水 来给你泡脚 容青英急轻地摇了摇头 不用了 快去吧 翠鸭便道 好 我不打扰你了 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喊我 嗯 快去吧 翠鸭离开后 容青英躺在床上 眼睛疲惫得干涩 闭着眼睛却是睡不着 大概是因为双脚冰冷 耳朵不绝地听着房外的动静 不知什么时候 杨潇端着药上来了 周大夫代替李大夫看着他 听到杨潇语气里带着担忧道 爷现在昏迷不醒 如何能喝下药 说来这个 周大夫也有些范畴 只能硬灌下去 能喝多少是多少 但是硬灌药容易呛到咽喉 带出其他病来 就更难办了 容青英睁开了眼睛 正正地盯着朦胧的夜色好一会儿 不知因为同情可怜 还是那一缕心软 最终还是起身穿好衣服 往隔壁房间走过去 我来喂她吧 她的嗓音带着些沙哑 目光看向杨潇 你且到房里帮我看着月月 若是她醒了 你就过来叫我 喂药也要花些时间 她就怕月景发现 她不再会害怕 杨潇愣了愣才反应过来 夫人这是要留在这里照顾眼 如此想着 杨潇不由地替昏尘不醒的主子高兴 声音也轻快了几分 好 夫人请放心 周大夫与杨潇出去了 容青英端着碗 盯着她的唇 看了好半啥 请客 她喝了一口药 极其苦涩的药味 瞬间充斥了舌枪 用手掐着她的下颌 逼她张开嘴 唇齿相依 她把口中的药 渡到她口中 双唇堵着她的 逼着她无意识地把药汤咽下去 如此反复了几次 才把一碗药汤灌进她肚子里去 堵完最后一口药汤到她嘴里 待她咽了下去 她准备撤离时 唇绊被损了一下 容青英眼睫颤了颤 一只手不绝地揪紧了被褥 她以为她要醒来了 却发现 这人又是毫无动静了 容青英默默服了服 她竟不知 她在昏厥时 也能如此流氓 咽了咽苦涩的喉 她起身走到门边打开门 正要出去 就听到她喊着她的名 一声又一声地轻轻 呢喃中挟着不舍之意 她顿足回头看过去 烛火微微舞动跳跃 映着她那张冷硬的脸 忽而之间很恍然 她是什么时候有了柔情呢 她记忆似乎一直是 前世那个心狠手辣的她 驻足了许久 容青英微微松了口气 有柔情也好 能学会同情爱戴百姓 她轻轻关上门 跨不出门 去找了当职夜班的小二 搬一张小床 或是躺椅到裴林云房里 好让杨潇有地方睡 杨潇坐在床边昏昏欲睡 见她回来了 不由一愣 夫人 您怎么回来了 容青英无奈地叹了声 月姐离不开我 醒来发现我不在的话会哭 你回去看着你家主子 有张躺椅和被褥在那 后半夜 容青英终于是累极了 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一日醒来 就看见月姐睁着圆圆的大眼睛 看着自己 月姐咧着嘴一笑 娘亲 你醒啊 容青英抚了抚她的脸 月月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昨日回来时 是让李大夫又看了看 且她也仔细查看了 小丫头身体上 只有一处磕碰到的瘀青 并发现其他无大问题 只是小丫头还生着病 好不容易有了些许好转 就怕自己没护周全 让她又着了风寒 月姐摇头嘻嘻笑着 没有 不痛痛 嗨嗨 话还没说完 就疯咳了好几声 容青英拍了拍她的背 给她顺顺气 接着带她起床 得回家去熬药喝了 抱着月姐到裴玲云这个房间时 几人已经醒了 躺在床上的人依旧没醒来 只是面色好了许多 李大夫再次给她试了针 这要一日两次 最迟明日 大人就会醒来了 李大夫交代完 便带着小师妹 随周大夫回医铺医治病人 那味药很快就用完了 谢儿李大夫来的时候 又带了好些药过来 估计还能撑几日 几日前送的信 早已至今中 沈恒业收到来信 立刻派人在京城各大一谱 搜罗信中提及的药 连夜便加急往九川献送 对于另一信中所提及的 暂时停止开凿运河一事 沈恒业最终还是批准了 至于今早的药 杨潇熬好了 送进屋里来 容清英用同样的法子 逼着她喝完了药 她擦了擦嘴 起身欲要走 又听见她的呢喃 轻轻 别走 容清英回头深深地看着她许久 若不是她一直是紧闭着双眼 一动不动的样子 她都以为她是在装睡 我要走的 她探声道了句 转身出了门 床上的人依旧没醒来 杨潇进来 背起人回宅子去 外面依旧是下着小雪 容清英披上斗篷 与翠鸭带着月桿回家了 巷子里的积血 都让人清扫了 翠鸭开了门锁 推了推门 却发现推不开 大概院子里面有积血 容清英上前 用力推了推 门一推开 就看到院中的积血 都到小腿了 抬头一看屋顶 也是积了一层厚厚的血 翠鸭愧叹 老天 这是下了多大的血啊 只是两日不在家 这积血都快赶上 那雪崩的地方了 今日有得忙活了 回到家里 先给月桿熬药喝了 两人便开始清理屋顶上的血 那匹骡子连同黄狗 暂且放在郑春娘家里了 翠鸭过去把骡子牵回来 就看到春草和莲香过来了 春草咧着嘴笑道 杨潇大哥 让我们来帮忙清扫积血 好 翠鸭也笑了笑 满院子堆满了鸡血 那骡子拉了一罗车 又一罗车的鸡血出去到了 等弄完了鸡血 都快到晌午了 几人已经饿得鸡肠碌碌了 翠鸭捶了捶酸痛的腰 对春草和莲香说 得亏你们俩过来了 不然就我跟姨姐 不知要弄到什么时候 春草与莲香相视了一眼 连声道 翠鸭姐 这是我们俩应该做的 是您跟夫人帮了我们 翠鸭扬了扬眉 笑道 你们俩倒是会说话做事的 赏午时 念及两丫头 也忙活了一个钱赏 荣卿阴云两丫头 多煮了自己的午食 先前去石西村斋的青菜 能吃的吃掉鲜 不能吃的 想法子做成腌菜 今日便是炒了一盘水鹿菜 用芥菜做的 是岭南地区常有的菜 前世去岭南巡游了一次 吃过一次这菜 与腌酸菜不同 这水鹿菜没有酸味 口味清淡 口感却跟腌酸菜一般脆爽 当时他闲来无事 了解了这种腌菜的做法 这两年学会了腌这个菜 除了煮这个菜 还多煮了一叠腊肉 肥肉上泛着油光 甚至诱人 月姐自己用勺子 舀着稀饭吃 春草和莲香 就只加水鹿菜吃 一块肉也不加 荣卿阴分别给这两丫头 加了几块肉 温生道 你们也可以吃 怕什么 春草和莲香 顿时瞪大了眼睛 看着碗里的肉满脸 不可置信 嘴巴里不停地 分泌着口水 他们从小没肉吃 有口饱饭吃 就已经很不错了 哪里还会奢求吃口肉 现在看着碗里的肉 实在是缠得紧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又不敢动筷子 翠鸭觉得心头有些酸楚 吃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月姐儿猛猛懂懂肩 好像知道些什么 笑嘻嘻的 姐姐快吃 我家好多好多肉 不怕吃完 春草和莲香 吃出了片刻 才慢慢夹起肉吃进嘴里 那一瞬间 眼泪模糊了视线 细嚼慢咽 原来这就是肉的味道啊 就几块肉 春草和莲香吃了许久 不是难嚼 是不敢吃太快 吃太快了 就尝不到肉味了 鸡血清理完了 便没什么要干的了 有活也是春草与莲香抢着干 闲来无事 容轻英便拿了话本 给月姐儿讲小故事 脆鸭也爱听 春草和莲香忙着手里的活 暗暗听着 讲着讲着 月姐儿昏昏欲睡 容轻英便带着她去睡觉了 有时 杨潇过来找她 夫人 大人还没醒来 可等会儿又该喝药了 言下之意 就是要请她过去给她喂药 容轻英拧了拧眉 神色沮丧 没有 还是昏沉睡着 李大夫说 若是喝了这份药 致明天还醒不来 那便要再试一次针 逼大人醒来 你且等着 她回屋里 多穿了件厚实的长被子 穿上披风 娘亲 你要去看那个人吗 月姐儿仰着头问 容轻英知道 她说的那个人 指的是裴凌云 好了笑问 嗯嗯 月月想一起去吗 月姐儿默了一会儿 认真地回答 想 容轻英面露亚色 蹲下身看着月姐儿问 月月为何想去 月姐儿低下头 掰弄着自己的手指头 摸了好一会儿 才低声道 她陪月月一起去看病了 月姐儿扑进容轻英怀里 稚嫩的声音嘀嘀的 月月没有痛痛 娘亲也没有痛痛 她这里痛痛 小丫头一手抱着容轻英的脖子 一手指了指自己的小脸 容轻英顿然明白 小丫头的想法了 月姐儿觉得 是裴凌云陪着她一块去看病 为了保护她们受伤了 所以想要去看看她 容轻英摸了摸月姐儿的头 提唇笑了笑道 好 娘亲带月月去看她 杨潇顿时松了口气 却又听到翠鸭开了口 声音中透着不好意思 依儿姐 你还得去给大人那样喂药吗 去一趟吧 容轻英看着飘飘洋洋的雪花 语气低沉了些许 她不像以前那样了 总归在慢慢学做一个好官 好官是好官 可是其他人也能给她喂药 何至于要依儿姐去 其他人也可以啊 其实翠鸭还是不太能理解 清秀的脸上挂着疑惑 眉头微拧着 转头看向杨潇道 比如她 杨潇陡然瞪大了眼睛 开什么玩笑 我一个男人 且为大人的下属 怎么能亲 后面的话 他可说不出口 他胆子倒是够大的 竟能说出这般 折辱大人尊严的话来 翠鸭语气一噶 瞪着她 男人不行 那也可以叫其他女人 杨潇让她的话堵得一口气 险些提不上来 大人又不是那样随随便便的人 除了夫人 我们哪里敢让其他女人去 亲大人 大人会很伤心的 要是也醒来之后知道了 那她就完了 且若是夫人真同意 塞个女人来嘴对嘴喂药 也恐怕会伤心透了 翠鸭冷哼了声 不让你家大人 知道不就行了 杨潇也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好了好了 容卿音急轻地笑了一下 看向翠鸭语气温和 至于为何 等你以后有了喜欢的人时 便会知道了 如杨潇所说 不可能推给其他女人 去做这件事 她也不想看着她 因为喝不尽汤药 身体情况变得更糟糕 喜欢是喜欢 可是为何要亲着 才能喂药 杨潇在一旁听着翠鸭 一直都在纠结这个问题 面色有些尴尬 她忍着羞耻之意解释道 因为这样才能堵住药 不让药流出来 让大人能把药咽下去 要想堵住药 灌了药到大人嘴里 然后再把大人的嘴捏得死死的 不就好了吗 翠鸭心思跳脱 直直地看着杨潇道 还做了个捏紧的手势 见她这般单纯天真的模样 杨潇不由地辅了辅额 一时无言可反驳的 还是翠鸭你更聪明显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法子 容卿英弯了弯唇 眼中含笑 被夸了句 翠鸭黑黑笑了两声 脸上透露几分羞怯 容卿英看向杨潇 但笑道 可知道了 为要这事不一定要让我来 杨潇一时气闷 耿着脖子道 那万一这样 大人还是不咽下药呢 夫人 您就随我一块过去看看 怎爹 我家一儿姐是神仙 去了后大人 就能咽下药了 翠鸭忍不住呛了回去 杨潇第一次见这丫头 如此伶牙俐齿的 郁闷地哼了声 不跟你说了 转头看向容卿英 继续解释道 夫人肯定知道 大人本就不爱喝药 且大人一向警惕 只有夫人 您可以让大人愿意喝药 且大人昏迷的这些时间 总是喊着夫人的名字 说着 杨潇丹西跪在雪地上 拱手恳求道 故而 小得于此 恳请夫人帮帮大人 容卿英轻垂下眼眸看她 掀起来吧 我随你去就是了 宅子离清一向不远 走了 大约一刻钟便到了 这是容卿英 第一次来她的宅子 站在门口看 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宅子 只比她在清一向中 住的宅院宽敞些 多了几间房 装潢也好一些 墙边种了一些玉竹 便没有其他别样的景致了 院中只有寥寥几个仆人在扫雪 与前世陪府那般的锦绣天地 迥然不同 夫人 大人的房间在那头 书房在这里 杨潇一一介绍了 宅子里的每一间屋子 顿了顿 又道 夫人 平日里大人画了许多 您和月小姐的画像 甚是好看 就在书房的藏书柜里放着 不若您去看看 容卿英谋色微正 抬起谋扫了一眼书房 目光再次看向她的房间 什么时候 要给她喂药 杨潇有些失落 心中还是十分期盼 夫人能去书房看看的 只要夫人去了书房 便会可以看到 大人身后的心意 失落归失落 杨潇还是如是道 药还在煮着 应该是快了 如若您不去大人的书房 您与月小姐 可先到大人房中稍等片刻 我去看看要煮得如何了 杨潇去了造房那边后 容卿英站在狼眼下顿了一会儿 娘卿 她很会画画吗 画了娘卿 也画了我吗 窝在容卿英怀中 月姐儿仰着头问道 她画功确实了得 一如她写的字那般好看 月姐儿大抵是随了她 在识字学写字时 也爱在纸上画画 想法很多 最爱画兔子 能画出个简单的轮廓来 容卿英温和笑了笑 嗯 月月想看吗 嗯嗯 想看 月姐儿重重点了点头 眼中透露着好奇 书房不算很大 整齐干净 放置了几排书架 却是放满了藏书 几乎士尔雅上家的卷书 独独有一架 显得格格不入 一边放满了闲书 一边放满了画卷 她扫了眼那些闲书 顿时了然 难怪她总有那么多小故事 讲给月姐儿听 想到杨潇的话 她抬步走过去 抽出一卷画 打开画卷那一刻 心上仿佛让什么顿雾轻敲了下 画中的人儿挽着简便的妇人计 用的玉簪 是她曾送与过的那只 面叶角角如白玉 峨眉慢路 朱唇浅浅勾着笑 离夹生浅窝 从不知道 原来自己笑起来时 是这般模样 原来自己样貌也不差 她也能不属于王云宁 娘亲 好看吗 我也想看 月姐儿迫不及待的声音 将她的思绪拢了回来 她眨了眨眼睛 逼去眼中的水雾 在桌案上摊开画卷 用阵纸压着 抱着月姐儿 坐在她常坐的椅子上 月姐儿一看 铺在桌案上的画卷 眼睛顺时一亮 极为兴奋地喊道 娘亲 她画得娘亲好看 说着 小丫头忍不住用手指 轻轻抚了抚画卷上的人 满是惊喜与喜欢 我以后也好画出 这么好看的娘亲 容卿英心间暖融融地 柔和应声道 好 等着月月给娘亲画画 娘亲 这是什么字 月姐儿指着画卷上的副词问 她的眸光微宁 望着那句话看了虚语 缓声读了出来 昔时明月眷怀 故我依然 那是什么意思 她微沉了陈气息 缓缓开口 是想念的意思 那她画娘亲 是在想念娘亲吗 这画如一青鱼扫过 原始瞪进的水面 轻轻摇起一圈圈 斜着灵光的涟漪 等她醒来 月月自己问她可好 好 她又拿了许多眷画打开来看 有单独月姐儿一人的 有他们两人一起的 有他们与月姐儿一起的 只是更多的是 她在青山村时的样子 正当月姐儿 看得起劲时 杨潇进来了 夫人 要好了 若不是怕要凉了不好 杨潇一点都不想来打扰 夫人好不容易心软了些许 好 稍等 容卿音应了声 小心收起了画卷放好 抱着月姐儿出了书房 杨潇心里高兴 脸上挂着笑 夫人 您觉得大人画得如何 容卿音看了她一眼 怎么会不知道她的心思 似有似无地点了下头 画得挺好的 嘿嘿 我就说 夫人见了 肯定会喜欢的 杨潇更开心了 您要是喜欢 待会儿回去的时候 可拿些回去画着看 大人醒来以后知道了 肯定会很欣喜的 不必 她的画在踏进房里时 煞石卡在喉间 一道五扇折叠的屏风 印在眼前 每一扇屏风上 皆有一幅画 有她有月姐儿 传神且微笑微妙 杨潇道 另一面还有 您看看 这样放的画 是不是也很好看 容卿音压着心间的阵战 一步步走到屏风后 果然如杨潇所说 夫人 大人每日都很想念您 在经中实话的话更多 杨潇不遗余力地 帮裴凌云说好话 不忘将汤药放在小桌上 夫人记得给大人喂药啊 旋即出去 并把门关上 娘亲 容卿音用汤匙 咬了一点汤药 放进她嘴里 一手铭紧她的双手 一手辅了辅她的喉结 须余 她才松开了手 浓黑的汤药 自她的嘴角流下 她是一点都没咽下去 容卿音没了下 又试了一次 还是得了一样的结果 她辅了辅额 这法子一点都不管用 月月 你到那屏风后面看她话 等娘亲 给让她喝药之后就叫你 好 月姐听话地 跑到屏风另外一边 果真认认真真 看起那几幅画来了 容卿音喝了一小口汤药 嘟到她口中 轻轻俯按了两下她的咽喉 她便把药咽了下去 容卿音盯着她看了几顺 急轻地吃了声 细声道 你看起来像故意的 只是她还在昏迷中 不多时 一碗汤药见底 容卿音叫月姐过来了 娘亲 她很困吗 为什么一直在睡觉 月姐十分疑惑 容卿音微微一笑 是呢 她很累很累了 所以才睡了这么久 那她什么时候会醒来 容卿音愣了下 娘亲也不知道 月月想与她说什么 月姐趴到她怀中 闷声闷气道 我想与她说谢谢 那便去吧 她会知道的 月姐信了 往床边靠近 看到她手中裹着白纱布 把自己的手 轻轻放到她手心里扶了扶 很认真地道 谢谢你 谢谢你陪我和娘亲 去看病 几乎在话落的一瞬间 她的手掌忽然收了收 稍稍裹着放在掌中的小手 月姐眼睛一亮 满是惊喜地道 娘亲 她真的听见了 容卿音哑然 不由地怀疑 她是不是在装昏迷 只是她的手 也只是收了一下 便无力地松开了 月姐眼眸中 不觉地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失落 慢慢地收回了手 回头看向容卿音 轻声问 娘亲 我们要回去了吗 容卿音动了动唇 正想应声 又听到她喊自己的名字了 轻轻烟 气息愈发不稳 甚至让人能听出 那掩藏不住的惶恐不安 浓眉月 醋月景 额上浸出了些薄汗 容卿音眉心轻轻一皱 眉眼中染上几分担忧 不觉地问道 怎么了 犹豫了一瞬 她轻轻握上她的手 顷刻间 她仿佛有感应一般 攥紧了她的手 紧得她竟无法震开 白纱布上渗出了红血丝 娘亲 她好像很害怕 月姐儿也是担心 容卿音的手 让她攥得很紧 只能让月姐儿到门口 喊人过来 月姐儿只打开了一道缝 喊了一仆人 仆人便去找来了杨潇 杨潇进来之后 看到她自家主子 紧紧握着夫人的手 脸色有些不自在 轻咳了一声 她好像梦魇了 杨潇看了看 躺在床上的主子 常常叹了口气 不只是现在 大人在昏迷的这些时间里 时常梦魇 总叫着您的名字 李大夫能用的法子 都用了 依旧是不管用 杨潇沉默了半声 恳请道 夫人 若是您愿意的话 您便在这里陪陪大人可行 小的以为大人 更需要的是您 听到后面那句话 心上似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 长谎迷离 她深深呼了口气 语气放缓了许多 你去叫翠鸭过来 梦 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浮浮沉沉 最后还是变了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权位 却弄丢了她 六岁时遇到了荣阿爹 答应了荣阿爹说的条件 指引她想好好活下去 在跟着荣阿爹回家的路上 她便一直在想着 她到了荣家之后 会不会如卑微下人一般 过着低三下四的生活 但无论如何 她都是感激的 到了荣家时 房子不似想象中的破旧不堪 且院中家里 皆是打扫得干净整洁 第一眼见到她时 就觉得 她与她在京城中 见到的那些女孩 很不一样 她生得太黑了 那肤色 也就比街上的昆仑奴白一些 且举止甚是粗鲁 也不像京城里 那些女孩那样安静文雅 每日都有很多话讲 有趣的无趣的 常常缠着她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实际的生活 跟她猜想相差很大 荣阿爹是个 很和爱亲切的父亲 待她也好 不会动辄打骂择罚 她自是不用说的 有什么好吃的 先捧到她面前来 让她先吃 那芝麻一糖 明明自己馋得要紧 还是一股脑塞给她 她说她太可怜了 肯定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她说她长得好看 看着就让人喜欢 总与她说 我会对你很好很好的 你以后长大了 就要跟成亲 这样 他们就能一直在一起玩了 说起讨厌喝药这件事 在与姑母逃跑的路上 因为起义混乱 那些地方流民 饿得饥不择食 看到了许多人相识的情况 尸首的味道甚是难闻 且让人反胃恶心 她不懂那些流民 是如何吃得下的 后来几乎每次喝药时 她只要闻到 汤药那种浓重的味道时 便会想到那些画面 以至于她甚是排斥喝药 还有味道很重的食物 她不想喝药 她每次都很有耐心 劝她喝 喝完之后 就给她一汤吃 他们若是一块出门 逢人问起时 她嘴边总挂着那句 她是我的小夫君 说的时候 脸上也挂着得意的笑 似一只得胜的猫欢如虎 后来大家都知道 她是容阿爹带回来 给女儿做童养夫的 青山村里的人 慢慢地会打去地 喊她轻音的小媳妇 不似她 叫她云哥那样好听 而是听着 让她很不欢喜 很烦躁 直到后来她成了童生 再到她成了举人 才能让这个称呼 彻底消失 与她成亲这件事 并非如她想的那样 全是勉强与不甘 她想与她成亲的 如此可爱真切的人儿 她怎么会不想要 只不过她想要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六岁时目睹了爹娘被杀 祖父祖母也不在了 原本落败的家族 只剩下她与姑母二人 只因恰好姑母带她去玩了 家里的嬷嬷 与其孙儿 顶替了她和姑母被杀了 她看到父亲满目不甘与痛苦 母亲被杀时 盯着院门口看 悲痛万分的眼神中 仿佛带着绵延不尽的遗憾 满院的人被无情的刀剑斩杀 一双双满含眼泪与不舍的眼神 四根根利刺 狠狠扎进人心中 即便如此惨烈 她与姑母 也无法好好安葬爹娘 以及满院子的人 一夜之间 裴家彻底消失在京城之中 她不止一刻地想 想要这些都重新活过来 还有那只玉簪 原本是祖母送于母亲的 念及姑母吉吉 不久后也要出嫁了 母亲便把玉簪又送于姑母 如若裴家还好好的 姑母会一直带着那只玉簪 带着她出嫁 但天不遂人愿 他们家没了 姑母怕被人发现 他们还没死 便带着她一路往南逃 玉簪如母 姑母说着便把玉簪给了她 让她一定要好好收着玉簪 一次又一次叮嘱 她不能把家筹忘了 她自然忘不了 与姑母走散后 便只有这只玉簪陪着她 日子过得安稳 她总能把人逗笑 给生活带来欢乐 但是这些趣味 无法抹出她心中的恨 以及对家人的思念 她一直想要报仇 那就要走出青山村 要得到权势 才能得到报仇的机会 因为殊四掌柜的话 她去永思坊打听消息 在贱宁死了之后 是贱营帝上位 但贱营帝生性软弱 就如同一个傀儡皇帝 逃避且不关心朝政之事 姑母告诉过她 贱宁这个狗皇帝 昏庸无道 荒废朝政 瑞王与左城互勾结与谋权篡位 但处处受到沈恒业的制衡 裴家一向秉承亲政风节 即便祖父与父亲 在想重振家族 也不屑于 与瑞王那样的狐鼠之徒为伍 而是支持更秉执的沈恒业 故而 裴家成了瑞王和左城的眼中 钉肉中刺 趁着沈恒业离京去江南拉拢豪族时 在贱宁狗皇帝面前痛无仇底 以致贱宁直接下令超杀裴家 贱宁帝死了 他便要赌一把 若是科考成功 那他就有机会谋官谋权 后来又打听到 贱宁帝因服用丹要死了 皇位让沈恒业夺了去 且确定皇后却是姑母之后 他便想方设法与姑母联络上 此后科考中状远谋官职谋权 复兴家族只是其一 更重要是复仇 瑞王与佐承的势力都不小 要彻底铲除其势力 难乎其难 王云宁是佐承与瑞王手中的一枚棋 他们试图让王云宁成为他的软肋 以致能彻底钳制 甚至拉拢他 殊不知 他的软肋早就溶进骨血里了 哪里能如此轻易让一枚棋取而代之 他更是知道 他甚是喜欢自己 笃定他不会离开 所以后来仗着他的喜欢 又变得坏极了 娶了王云宁那个女人 他也不知道这些事 只知道他已科考的状元 娶别人当官爬上高位复兴家族的荣光 他也不知 他与姑母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复仇 没人知道 他第一次踏进皇宫时 是什么感受 从那一百多台阶 一步步走上如神奇般的玄天殿 回头望向一种巍峨的宫殿 那一刻 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自高位俯瞰底下人间的酣畅淋漓之感 他想要站在朝堂之巅 大拳在握 人人忌惮且任他摆布 他的软肋 便不会再受到任何威胁 借着沈恒业与姑母之事 他在朝堂上游刃有余 官运横通 爬到越高的位置 愈发能感受到手执大拳 所带来的极致澎湃的爽唱 尤其是在登上载府之位时 权倾朝野 看着各个大臣 皆是匍匐在自己脚下 看着瑞王与左城屡屡挫败 那股畅快四号汉的朝涌 抵挡着他的身躯神魂 只是后来 这股极致的倡议 似退朝一般退去 独独剩下一股哭泣苍凉 笼罩在心口 他不在了 还没等他找到神医 来为他治病 他就丢下他自己先走了 那时离铲除瑞王的势力 只差最后一步了 只要实施计划的最后一步 弄死了瑞王和王仲明 他就可以把全部事情和误会 都跟他解释清楚 然后他们就能好好地过好日子了 只是他也骗了他 根本就没有好好喝药 容青莺的确没有喝药 任由病情加重 反倒觉得轻松了些 静静等着死亡 他一个将死之人 偏偏王云宁还到他面前 耀武扬威耀武扬威 说那些恶毒的话 提到月景和井根的以后 纵使他在这些年 以尽量为两孩子铺好了后路 不免还是担心两个孩子被人欺负 于是让红眉找来了裴玲云 最后一次跟他说心里话 叙叙叨叨 聊从他六岁时来到他家后 发生的趣事与对他好的事 想勾起他的侧影之心 勾起他心里的愧疚 愧疚越强烈便越好 我还记得教你爬树 你都快爬上去了 偏偏就掉下去了 我听到声音低头一看 你已经趴在地上了 动作姿势像蝉蝠匐在地上那样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说到这件事 他弯了弯嘴角 苍白淡然的脸上 多了两分浅淡的笑意 裴玲云早已红了眼睛 那时你笑得可开心了 你的动作实在太特别了 哪里还憋得住笑 后来我也拿了糖 跟你道歉了 容卿音说累了 常常叹了口气道 裴玲云 我没多长时间了 可能等会儿就没了 可能还能撑两三天 他们俩也是融了你骨血的孩子 我死了之后 你一定要好好待他们 别让王云宁母子将他们欺负了 不会 那孩子不是我的 只有月月和姐儿才是我的孩子 他们会过上最好的日子 你也会 所以你不要走 容卿音无力地威和着眼 听到他只承认月月和姐儿两个孩子 心里难免生出一些庆幸 他缓了缓呼吸 无奈道 走不走由不得我了 但你得说到做到 要给两孩子过上最好的生活 若是来世 你别跟阿爹来我家了 你找一个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 那便会更好 他靠在他怀里 抓着他的手 一如他们还和睦的时候那样亲密 嘴上却说着分离的话 他听了面色一白 浑身冷地油坠冰窖 双手抱紧了他 嗓音颤哑 我不要 就要去找你 为什么 何苦呀 我又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你找我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最多就是给你一口饭吃 就算你不给我饭吃 我也要跟着你 每次都这么死降 降得好像很喜欢我一样 既是如此 何至于 即使如此 何至于舍得让我如此伤心难过 容轻音没有力气再次问出这句话 慢慢和上眼皮 双手无力地垂落了下去 裴灵云感觉到了 她的气息越来越弱 一股巨大的恐惧 紧紧攥着心口 攥得生疼 只能无力地换着她的名字 轻轻别走 不是这样的 你睁开眼看看我 我就跟你说 你想知道的一切 满屋的寂静 沉沉压压的阴郁 人都死了 她却开始叙叙叨 说着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解释 毫无条理 王云宁生的儿子不是我的 是瑞王的 跟你成亲是自愿的 不是爹比我的 也不是真的想要跟你合理的 只是 只是她太贪心了 什么都想要 仗着她的喜欢 有恃无恐地瞒着她 等解释清楚一切后 她一定会原谅她的 她抱着她不知解释了多久 喉咙干涩发疼 嗓音低雅致说出的话也听不清了 老爷 夫人 该用晚膳了 门外的贴身婢女红眉 敲了敲门道 闻声 裴灵云眼眸微微一动 思绪放得极慢 哑声模糊道 轻轻 该起来用膳了 回应她的 只有她自己的呼吸声 她抬手扶了扶她的面颊 仿佛感觉不到她脸上的冷凉 声音温和耐心地换着她的名字 直到门外再次传来红眉的声音 她才恍然一醒 她的轻轻沉沉地睡着醒不来了 再也不能与她一块用晚膳了 毁尸一晚 胸口有无尽的悔痛翻腾冲撞 压下喉间的一缕血腥味 她动了动作的麻木的身体 横抱起怀中的人 一步步走到门口 尘雅的声音响起 开门 门口的红眉 闻声立刻推开门 一抬眼就看到身着黑色锦袍 头戴白玉冠 一向冷沉如寒冤的主子 脸上似乎全是悲伤笑然 且双眼赤红 像是哭过了许久一样 不由的震惊了 只一瞬 红眉便觉得自己想多了 像主子这么冷漠无情的人 只是跟夫人聊天说话而已 怎么会哭红眼 红眉立刻摒弃了这个念头 看了一眼主子怀抱里的夫人 然后连忙低下头 小心翼翼询问 老爷 夫人还没有睡醒吗 话音腹一落下 红眉就觉得 有道沉沉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压得她开始心慌起来 头埋得更低了些 夫人 用不了晚膳了 紧接着 红眉便听到了这么一句话 主子的声音沉郁到极致 不知为何 心中愈加恐慌 因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红眉猛然抬起头 看了看裴玲云 又看向她怀抱中的夫人 连尊卑礼仪都忘了 她的声音微颤 直直问道 老爷 您这是什么意思 夫人她 怎么了 怎么会用不了晚膳 我今儿还吩咐厨房师傅 炖了夫人最爱喝的鸡汤 狼眼外的绵绵细语 飘飘扬扬 写着一股浅淡的销凉 凄冷 夫人 莫 红眉迟钝地眨了下眼 看向了无声气的夫人 愣愣地不愿意相信这话 裴玲云踏出房门 抱着她 走过一道道狼舞 至于青竹院 自是没资格住进来 她止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为寻个清静 自作主张搬到了 府邸辟较为偏僻的秋实院 一住便住了近十年 不曾想过搬回青竹院 不多时 宰府夫人莫了的事 传遍了整个府邸 府邸最偏僻的洛幽院 早就收到了消息 王姨娘 您可算熬出头了 老爷只有您一个姨娘了 就算老爷后面在那妾 您也该是府中后院 最有说话权的人 王于宁身边的贴身婢女脸上 流露出一抹得意的喜色 主子过得好 他们这些奴婢 也能捞些油水 自然是开心的 在外头可别表现出一副 幸灾乐祸的样子 别连累了我 王于宁瞟了她一眼 司机自己今儿潜赏时 去过秋实院一趟 心中又恨又惊 她死了自然是极好的 可我就怕她的死 会归在我头上 那婢女胆怯地看了王于宁一眼 又低下了头 小心翼翼地道 您只是去看望大夫人 也没人看见您做什么 伤害大夫人的事 任谁也怪不到姨娘您的头上 是那大夫人命太薄了 虽说如此 王于宁还是不免有一些担忧 啊懊恼自己沉不住气 此话可别到外头跟旁人提 奴婢知晓 婢女抬头悄悄打亮了一下 王于宁的神色 抿了抿唇道 姨娘 奴婢觉得 您也无需过多地担心 老爷平日里对那大夫人 又不放在心上 对您却是有情义的 婢女的话说得好听 王于宁勾了勾唇 但她也清楚 她那点情义算不了什么 一开始圣上赐婚 她虽皆知与她澄清 但新婚夜那日挑了盖头 还没说上几句话 她就称有紧急的事物要处理 让她先休息 婚后对她也极为冷淡 唯有的几次夫妻之事 也不算和谐满意 有时是粗暴的 有时是极快的 且总是忍不住言语粗鄙 与她平日里清冷的样子反差极大 压根就没有夫妻趣味可言 以至于 以至于她与锐王爷发生了那样的事后 总经不住锐王爷的甜言蜜语 虽他们之间不是纯粹的夫妻关系 但总归是不守妇道之事 对裴凌云也不是毫无感情 她一度很是折磨苦恼且愧疚 后来渐渐的 她发现他们感情好了很多 她也常常来自己院里用晚膳及流宿 虽然那是依旧不和谐 与锐王爷那些事 她自然要喝药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一连三年都没有怀上她的子嗣 偏偏容轻英又怀上了 多次她如何不气急 多次想要弄掉容轻英肚子里的孩子 但次次都失败了 裴凌云对她护得实在太紧了 自容轻英有了孩子之后 她就时常往轻竹院去 几乎不会到她的洛幽院来 等容轻英的孩子出生 且又是个儿子 她就更冷落她了 一月都不见 她到她院中一次 她心中欲结 不料 父亲在朝堂之上受到了弹劾 那狗皇帝沈恒业借机削弱 父亲直权 而她与锐王爷的事 也让裴凌云发现了 无论她如何哀求 她硬是贬塌为妾 然后抬容轻英为正妻 一桩桩不利于她们的事发生 她有时会不觉得生出一丝怀疑 是不是裴凌云的计谋 让她生不出孩子 任她与锐王爷勾搭 只为了在容轻英生下儿子之后 好有借口扶正容轻英 不然以裴凌云心思这么缜密的人 会一连三年都发现不了 她跟锐王爷的事 但看到裴凌云一脸伤痛的样子 这一丝一律又消失了 甚至还觉得有些羞耻羞愧 有她与锐王爷这事的把柄 对于裴凌云点她为妾 台容轻英为妻的决定 父亲根本无法反驳什么 他们只能硬生生受着这屈辱 后又发现怀孕了 是锐王爷的孩子 因为裴凌云已经一月有余 没有来过洛幽院了 她就只能想办法 让肚子成为裴凌云的孩子 这样她才能继续留在裴府 但是 以裴凌云那样因横果决的性子 就算一开始的两三年 与她有了感情 有了她的孩子 这么多年来 也会因为她跟锐王爷的事淡化了 况且 裴凌云定是知道 父亲与锐王爷的关系 对她那就更加防备了 有感情也不会太多 让她反而对容轻英更加关注了 竟然还不惜花重金 四处找神医 只为治好容轻英的病 似及此 王云宁眼神冷了下去 不觉地捏紧了手中的帕子 现在容轻英终于死了 她得想办法弄掉那两个孽种 希望父亲和锐王爷 能尽快扳倒沈恒业 沈恒业一落势 裴凌云背后 就没有倚靠的势力了 届时 父亲和锐王爷再一打压 祖谱除名 裴月和裴景 贬为奴籍或发卖 这才是她想要的结果 王云宁望着窗帘外的细雨 就觉得心中的郁闷被冲散 心情十分舒畅 她每日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场绵绵细雨 断断续续下了许久 一连十几日 都是阴雨绵绵天气 直至容轻英的丧礼结束了 这场春雨才真正结束了 每日主持丧礼时 裴凌云都显得异常平静 像对这位逝世的妻子 毫无感情一般 任谁都想不到 除去上朝 与去一些重要的场合之外 时常将自己夫人的灵牌 带在身边 在寝室里供着灵牌 更是闻所未闻 王云宁这才知道 裴凌云对容轻英的感情有多深 以前对容轻英的疏离冷淡 大概都是装的 被人欺骗的愤怒感 在心口翻滚 她一股脑 把自己收集到的信息 全都告诉了父亲和瑞王爷 却不想 他们正中了裴凌云 和沈恒业设计的圈套之中 后又因谋反罪名 沈恒业下令满门抄斩 父亲逃去瑞王爷那里 不管他与母亲 他在裴凌云面前哀求许多次 他与母亲才有了活下来的机会 正因如此 他们都以为裴凌云对他情根深重 他这么好的一颗棋子 瑞王肯定不能放弃 后来他继续为瑞王提供情报 也费尽心思 揪住瑞王的重要把柄 只是不知为何 沈恒业忽然下令 缉拿斩杀王家余孽 包括他与母亲 这一次 他给父亲和瑞王爷送出去的信 一个回应都没有 若是父亲和瑞王爷 没有收到他的去信 那便是让裴凌云和沈恒业发现了 否则便是父亲和瑞王爷 一如三年前 不愿救他与母亲 王育宁不由得心灰意冷 只能再去求裴凌云 如三年前一样 在邱氏院的正寝门口 哭着磕头求见裴凌云 王育宁从未想过 裴凌云会踹自己一脚 还是用这么狠的力道 接下来的一切 更是颠覆了他所有的认知 裴凌云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过他 一点也没有 同父亲和瑞王爷一样 只拿他当作一颗棋子 他实在气急败坏 破罐子破摔 控制不住地诅咒他 生生世世都得不到容轻英的原谅 果然 再次惹怒了他 听到仗毙那两个字 王育宁瞬间就惶恐起来了 不要 王育宁害怕极了 拼命求饶 大人 我知道瑞王的兵符在哪里 裴凌云面若寒霜 拖下去 大人 兵符 我记得兵符的样子 现在就能画出兵符的样子来 危待之下 王育宁不断地说着 自己知道的一切 以求保命 但还是被拉出去了 一帐接着一帐 帐上的细钉扎进肉里又拔出 一股股钻心的痛 蔓延全身 痛苦不堪 偏偏裴凌云的随从 再次落井下石 也跟你半分关系都没有 你 你什么意思 王育宁气若犹思 声音断断续续的 也每次从你房里出来 就会有另外一个身形孝四爷的男人进去 不可能 奄奄一息的王育宁用尽了力气怒喊 浑身都在颤抖着 那随从不屑地冷笑了声 你吸入了致幻香 当然不知道 那人不是眼 致幻香 这一刻 王育宁煞时间想明白了很多模糊不清的细节 她先前一直生不出孩子 直到不顾一切 把容青英抬为正妻 一切都是她的计谋 哪有什么情意 她的猜疑是对的 只是她还是让她时不时地关心 和表面的柔情迷惑了 哈哈 王育宁心里最后一根弦 猛地崩断了 疯了班子嘲笑出声 只笑了几声 便直接吐了一口血 也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分喉 最爱的只有夫人一个 而你算个什么东西 冷面随从 声音冷得不尽人情 喊了声外面的人进来 含声下令 继续 仗毙 随后 又是一声接着一声的凄厉痛喊 没过多少酒 声音再次弱了下去 最后渐渐地没了声息 防止王育宁出现假死的情况 在扔尸手到土坑之前 那冷面随从 又在她心口上添了几刀 再把人埋了 随后 又故意把王育宁被障毙 尸手被埋在山沟里的消息传出去 意料之中 瑞王上钩了 沈横业沈笑 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讽之意 想不到沈绍珍这狐鼠之徒 竟还有点情意在 沈绍珍是瑞王的名字 听到王育宁被障毙 被扔去山里随便埋了的消息 一时间就气疯了 派人去后山找王育宁的尸手 裴林云目光沉了沉 抬起眼皮 阴冷地看向远处巍峨的高山 升冷如霜 那不正合我们之意 哈哈 那也确实 说来也挺有趣的 沈绍珍这算不算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沈横业笑了几声道 砸得稀巴烂了更好 裴林云心不在焉地附和着 面上并无丝毫喜色 他只想赶紧回家 沈横业吃了声 留情于自己精心培养的棋子 听着道相的笑话 在谋权之路上 若是没有能力保住这份情 那便要丢了 有了致命软肋 只会兵败如山倒 软肋丢了 有了泉也了无滋味 沈横业文言 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 想了想 便想起他这那只丧气不久 大概是万分悲痛 他叹了叹气 折袭的是 我很抱歉 月月合景 我会想办法好好补偿呢 裴林云谋色正了正 心口像是 被一只无形的手 狠狠地攥紧 险些喘不过气来 请客 他才缓缓道 好 只要你给 有利于月月合景的 我便不会拒绝 沈横业无奈笑了笑 如此甚好 容卿英那娘子 总归是最无辜的 更何况裴月和裴景两个孩子 也是他的那只孙 似及此 沈横业忽然想到另外一个孩子 也就是沈绍珍和王云宁的孩子 眉头促起 那裴 好呢 那孩子 你打算怎么处理 要处理起来 也是十分棘手 那孩子同样也是无辜的 杀了那就过分了 如果放任 他在裴府长大 也不切实际 但若是把那孩子放走的话 就怕他怀恨在心 就如当初贱宁一时大意 放走了裴玲云与他姑母 以致他们姑子俩 如今也找沈绍珍和王仲明报仇 他不信裴 裴玲云沉着眉冷声道 我觉得这应该是皇上您该处理的事 毕竟他是瑞王的孩子 沈横业 这小子跟他玩踢球这套呢 多谢皇上 臣先告退了 裴玲云拱手作一 这么着急回去坐肾 回去裴月月何景 他们的功课不可落下 裴玲云语气清淡地 让人听不出一丝情绪的起伏 沈横业微皱起了眉头 入了国子剑 月月何景如此聪益 怕什么 国子剑的老师固然好 但也需乘客下辅导 沈横业见他实在想走 无奈地摆了摆手 罢了罢了 赶紧走吧 本来朕知晓你心情不好 欲与你喝几杯好酒 多谢皇上关怀 裴玲云汉了汉手离开后 沈横业独自站在城楼之上 眺望着满城的巍峨风光 四季此后 在吴王仲明与沈绍珍这两个死对手 拥有振振清爽的春风 拂过四肢百孩 甚是倡议 沈绍珍与王云宁的那个孩子 也是罪臣之子 赐死 似乎也是合规矩的 算了 还是回去问问皇后的意见吧 办理丧葬礼的这些时日 裴玲云表面上看着冷静目然 事实上心都空了 皇后早就很埋怨他们 对容卿英不好 常常劝他们赶紧收手 皇后早已后悔 当初逼着容卿英与裴玲合离 总说容卿英是个好姑娘 沈恒业叹了叹气 副手下了城楼 往皇后宫中走去 裴玲云回到府中 明明是万物复苏的春日 却仿佛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萧然 父亲 您错了 真的错了 十三岁的裴玲很失望地看着她 声音哽咽着 纵使你有再多的苦衷 再多不得已的理由 您也不应该如此伤害母亲 母亲前半生什么都不懂 她只知道跟着您 您为了官位 为了给祖父祖母 他们报仇 我能理解 可您也不该瞒着母亲 什么都不解释 还娶了那个姓王的女人 在母亲面前伴恩爱时 你可想过母亲有多难过 姑母也说过这样的话 裴玲云握紧了拳 心口蔓延着顿痛 正正地看着满脸伤痛的女儿 动了动唇哑声道 月月 我只牵过那个女人的手 没有其他了 那您还想做其他事吗 裴月听了随从的解释 知道她与那个姓王的女人 没发生什么 却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您凭什么认为冷落母亲 让外人觉得您不喜欢母亲 喜欢的是 那个姓王的女人 就是在保护母亲 您是在为母亲好吗 您不是 您是太自私了 您太会权衡利弊了 您觉得 这样的保护方式 最不需要费心思对吗 月月 不是的 无论如何 我都无法理解 您对母亲做过的事 我跟阿弟永远不会原谅您 裴月吸了吸鼻子 撇了她的双手 赤声道 您的这双手牵过别人 还是脏了 您也别再把母亲的灵牌拿走了 别再来讨扰母亲的亲近了 话音腐落 裴月提了提裙子 跪拜在地上 尚且还带着些稚嫩的声音 清冷无情 多谢 父亲 这是裴月一生中 最后一次喊起父亲 裴月转身走到狼檐下 牵着裴景的手 回了自己住的别院 离秋实院最近的一个别院 裴景回头看了眼院中的人 眼中全是默然 不知过了多久 裴灵云才迈着步子 去了秋实院 站在秋实院正寝前 却迟迟不敢踏进去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许久 终其一生 她为了权势双手沾染了污秽 并非如狱竹那般清白正直 终究还是负了她 大概是报应 她在34岁时 已是满头白发 心计而足 原来前世的自己 果真做了这么多措施 伤她这么重 这是梦醒后的第一句苦谈 头一阵阵地疼着 前世发生的种种 此时清清楚楚印在了脑子里 她的话 月月的话 都如一段段白刃 直刺进她的心里 激进崩溃 她和眼眸 极力压下眼中的酸涩 心间肺腑蔓延着一股极致的悲凉 如今这般 她要如何才能得到她的原谅 忽然 感觉到自己手里攥着什么 她动了动手 往那一看 才惊觉自己紧紧攥的是她的手 下意识地松开她 收回自己的手 藏在被褥里 容清英在一旁的躺椅睡着 让她的动作惊醒了 眼中一喜 终于醒了 我去叫李大夫 过来给你看看 此时的烛火快燃尽了 散发着微弱的光 容清英没多注意她脸上的神情 转身出门去找李大夫了 李大夫住在西厢房那边 听闻裴林云醒来了 连忙拎着药箱到其房中去 杨潇也醒来了 看着李大夫给裴林云把脉 双手紧张地互相搅弄着 奴子重新点燃了新的烛火 房里才亮堂起来 容清英这才发现 她的神色反应似乎有些不对劲 从她方才随着李大夫进来开始 她没看自己一眼 这与她在昏迷时缠绵翡测 喊着自己名字的神情 反应大相径庭 容清英不确定 她为什么一醒来之后 就变成这样 或许可能跟孟延有关 李大夫把了脉 又检查了下她的身体 松了口气道 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接下来只需要好好调养好身子 杨潇这才放心下来 满脸欢喜地感谢李大夫 转头问裴林云 爷 您饿了吗 我让人煮了吃的 不必了 你们先出去吧 说完 她就再次闭上眼睛了 只是她藏在被褥里的手 紧紧钻成拳 钻得掌心中的伤口 渗出红鞋 杨潇蒙了下 又转头看了看容清英 对于主子冷淡的反应 也很是疑惑 容清英垂眸看了眼床上的人 暗自叹了一声 诞生道 走吧 我们就不打扰 她休息了 夫人 爷她 杨潇欲言又止 容清英没过多纠结这个 既然人醒了 那便是好事 转身去隔壁的厢房 翠鸭正在帮月姐穿衣裳 耶二姐 大人她醒来了 嗯 醒来了 我们也可以回去了 翠鸭犹豫了一下道 耶二姐 您不是还喜欢着大人吗 如今大人醒了 您跟大人 容清英笑了笑 现在哪里能谈喜欢不喜欢呢 喂药喂药 她拼命救我的命 我便还她一次恩 翠鸭沉默了下 忽然想起了杨潇说的话 杨潇说 大人昏迷时 旁人是喂不尽药的 那日夫人喂药 大人大概是有所感应才喝了药 只有夫人才可以 所以才不得不找夫人来 翠鸭觉得此事匪夷所思 把这话转述给容清英听 耶二姐 你可知道为什么 容清英文言愣了下 没想到杨潇会说这些话 抿了抿唇道 我也不知道 翠鸭帮月姐穿好衣服 想了想又问 耶二姐 那您主动带月姐来这里看大人 不担心月姐和大人 不怕了 容清英用披风裹住月姐 抱起她准备回清衣巷 还没有走到门口 裴凌云出现在了 轻轻 她微微愣了下 抬起眼睛促着眉间道 有事 她扶着门框 替唇笑了笑 没事 只是想与你说 我没想给你冷脸 只是刚醒来 没反应过来 莫要放在心上 其实不是 她是无法面对她 在终于之后 她对她也不好 三番几次逼她 强势地打乱了 她平静安稳的生活 她恨她无可厚非 她不敢看向她 害怕看到她冷漠的眼神 又害怕看到她同情怜悯的眼神 害怕她会发现 自己有了前世的记忆 更不敢面对她 在她离开后 想起前世月月说的话 怕她误会 自己要冷落她 不理会她而伤心 急匆匆过来 跟她多解释一句 没想到她是特地过来解释这个的 前世她从来不解释 她所做的一切 只让她一直误会 容卿英心情有些复杂地看向她 嗯 我知道了 你回去休息吧 我先带月姐回去了 月姐要回去喝药了 她也想好好睡一觉 不留在这里吗 裴灵云一下着急起来 抬了下脚 想踏进房里 但下一瞬 又缩了回去 她的这个畏畏缩缩的动作 落入容卿英眼中 她便觉得 她更加不对劲了 她觉得 应该是梦魇的缘故 只是她会梦到什么 以至于她忽然之间 害怕面对她 总归不能是梦到了前世的事吧 容卿英看了看外面 敏纯笑了笑道 笑容很淡 不了 我得回去了 外面天冷 你还是赶紧回房里休息吧 别又着了风寒 外面还在下着小雪 冷得让人发颤 裴灵云出来的匆忙 没来得及穿外袄 只有一件单薄的外衣套着 在这风寒的话 又该喝药了 裴灵云捏紧了门框 苦涩覆满喉间声音沙哑 你们有没有受伤 月月是否好多了 即使现在天色还未大亮 屋里的光线有些暗 她的目光还是控制不住的 在母女俩的脸上流连 舍不得一开 月月月月 她的乖男月月 现在还没有恨她 瞪着纯真的大眼睛 呆呆地盯着自己看 甚是可爱 她的语气淡淡的 没事 月月的病也渐渐好转了 不用担心 她神色极轻地顿了顿 温声道 那便好 那你们小心些 让杨潇送你们回去 她已经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留住他们 没有资格再说任何挽留的话 容青英带着月姐儿 走出宅院时 她便一个人 撑着伞跟在身后 静静地看着他们上了马车 渐渐走远 直直看不见马车了 才回房里 杨潇驱着马车 把三人送至轻衣向后折返 只见主子已经穿戴整齐 披上了大厂 她一愣 爷 你要出去吗 压里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耽搁了这么多天 文书暗读 怕是堆积如山了 裴林云整理了下大厂 问道 经中是否有回信 还有那些治病的药 是否有送来 杨潇震了正脸色 有 药已经送过来了 这两日 李大夫和周大夫 都在给百姓看病 百姓们也没那么人心惶惶了 那扶摇的钉状呢 已经安排他们回家了 杨潇顿了下 心中多了些忧心 迟一到 但是待到复工时 要再次征集这些钉状 可能会比先前第一次征集时更难了 再让这些钉状回家时 都有再次详细登记了住的地址 但人太多了 管理起来也比较困难 肯定会有人想逃避的 但这么冷的天 手冻僵了 干活也不利索 且大雪覆盖山头 若是发生雪崩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办法总比困难多 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吧 说着 裴灵云走出房间 杨潇立刻打开散撑着 忧心地劝道 爷 您的身体还没有好全 要不您回去歇着吧 衙门里有县城和主部他们 不必了 我去衙门里看看 杨潇有些着急了 爷 您这般不重视自己的身体 那夫人辛辛苦苦陪了您一夜 又是奔波过来给您喂药的 要是您又病倒了 那夫人的辛苦就白费了 闻言 裴灵云身子一阵 眸中含着亚义 以及一抹掩藏不住的惊喜 咽了咽喉 她如何喂我喝药 她本就不喜喝药 这些年里 有什么小病小痛都不会喝药 在昏尘时更喝不下去 杨潇立刻笑着解释道 夫人是用亲吻的方式 给您喂药的 这一瞬 裴灵云顿时握紧了手中的散柄 只觉心间颤了几下 萦绕在心间的悲凉 似乎消散了些 其实夫人还是关心你的 要是你又弄伤了身子 夫人肯定会担心的 倒不如养好了身子 您再去上职 杨潇道 好 裴灵云硬下了 转身往房间走 又道 你去衙门问问县城和主部 有没有什么文书暗读 需要我紧急处理的 交给我 杨潇吐了口气 心里暗道 还是搬出夫人来劝说最有效果 转头又去了衙门 天彻底亮了时 县城和主部一起来探望 顺便与他说说公务之事 大人 知府大人的身体如何 我们原本正打算 要去看看知府大人的 可奈何这雪日日下 以致我们总是无法出远门 县城哀声叹气道 裴灵云如实道出 知府黄德佑的病情 主部和县城一听 互相对视了一眼 惊诧不已 那知府大人岂不是 那县城欲言又止 倒是那主部反应比较快 看着面色冷淡 且带着几分苍白的裴灵云 善善一笑道 大人 这些时日您辛苦了 牙里的室友 咱们先顶着 您且好好休息 说着 扯了扯县城的衣袖 县城立刻反应过来 连忙接话道 是的是的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若您有什么事 您可以派人来告知我们 裴灵云摆了摆手 应了声 嗯 你们也辛苦了 等县城与主部走了之后 杨潇让奴子端来了粥 与一盆温水 爷 熬了粥 您吃一点吧 打了温水 您可以进手了 听及进手二字 裴灵云看着那盆温水 正了正神 原本好不容易 才压下去的情绪 一点一点地翻涌起来 将她面上平静地伪装 一寸寸撕碎 进手 对 应该是要进手的 她起身 走到那盆温水旁 杨潇弄湿了帕子 凝干了些地给她 您手上的伤还没好 擦一擦就好了 裴灵云捶着眼 藏在眼底的情绪 杨潇见主子 跟往常一样 慢条思理地禁手 便道 您擦了手 就快把粥吃了 我去给您熬药了 等会儿我进来收拾一下 因为剑气总是梦魇 李大夫便开了一副安神药 嗯 裴灵云头也没抬 继续用湿的帕子 擦着手背指缝间 这些没有被白纱布包裹的地方 只是擦着擦着 她皱了皱眉顿的动作 觉得还不够 纱布包着的地方 还没有洗到 便解了白纱布 把手直接泡进温水里 温水浸润伤口 带起一丝丝刺痛 她的眉头骤然一松 用放在一旁的皱角 在手心里抹了几遍 打出细密的小泡 仔细地搓着双手的每一处 盆里的水 渐渐变得浑浊 混杂了红血后 渐渐地由粉红变为艳红 冲散了皱角原本的清香 她丝毫不在意 一心想着 要把手洗干净了 等杨潇进来一看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急忙阻止道 爷 您可别再搓了 再继续搓下去 看得杨潇头皮发麻 一股寒领流遍身体 要洗干净 一句极低的呢喃 嗓音沙哑的厉害 裴凌云一直盯着自己的双手看 又放进水里浸泡 那双手红的四倍 烧开了的水泡了一遍似的 也不知用了多大力气去搓 手心里的伤口愈发糜烂 也不知怎么抹得造脚 尽个手都能用掉一半 洗干净了洗干净了 您不用再搓了 哪有人跟你一样 尽个手尽了小半个时辰呢 杨潇心惊肉跳的 连忙撤掉了那盆浑浊冰冷了的水 以及小了一半的灶脚 转头让奴子重新打了一盆温水进来 您快些过一遍手上的灶液 我再给您上药 纵使受过无数伤的杨潇 看着主子手心那破皮的伤口 不停地涌出鲜血 还是忍不住一阵心惊和心疼 桌上的粥已经冷得跟冰水一样了 再放久一点 估计都能解冻了 一口没吃 杨潇无奈地叹了叹气 您到底是怎么了 怎滴 忽然这么折磨自己 裴凌云迟钝地眨了下眼 伸手到温水里 又是一遍一遍搓洗着双手 控制不住地越来越用力 恨不得把皮都搓掉那般 停停停 可以了 杨潇脸色立即一变 这看得他心惊心急 连声让奴子把盆端走 来不及多想 杨潇自己用干的帕子 轻轻抹干裴凌云手上的水 一面说道 您瞧瞧 这伤口被弄得更破了些 您不疼啊 话还未说完 他才发现 竹子双眼赤红 眼中有泪水 就像哭过了一样 狠狠的一症 不疼 语气很轻 很平淡 平淡地没有带上一丝情绪 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手上这点小伤口 怎么会疼 悔恨心疼 与痛恨悲苦 层层叠叠交织的情绪 胸胸翻卷 五脏六腑 如被一只只锋利的铁爪 搅碎了地疼着 他几乎快要承受不住 这股强烈的痛感了 不干净 洗不干净了 裴灵云木然地抬头 看向杨潇 声音透着细颤 眼神中更是透露着 浓浓的无助与绝望 杨潇身子猛然一震 从不曾见过他 露出这样悲怆无助的神情 即便是前两年 找不到夫人时 也不曾像现在这般 绝望与痛心疾首 在他记忆里 主子一直是沉着冷静的 运筹帷幄的 且他也不理解 主子为何这样说 双手明明已经洗了 很多很多遍了 怎么会没洗干净呢 杨潇不由的鼻子一酸 差点忍不住哭了 心里难受得紧 爷 你已经洗干净了 很干净了 为何会说洗不干净了 他拿料撒在 裴灵云掌心的伤口上 重新用白纱布包扎起来 握了不该握的东西 弄脏了手 洗不干净了 永远都洗不干净了 他哑着声音 轻轻说了句 杨潇吃了一惊 盈盈感觉这东西不简单 不是真的弄污了手洗不干净 而是心里竖起了一道 永远跨过不去的看 杨潇心里很不适滋味 摸了一下劝解道 洗得干净的 总有一天能洗干净的 裴灵云没再说什么 满身无力颓唐 爷 你要振作起来 好好做好您该做的事 好好地活下去 总会看到希望的 杨潇顿了下 认真地道 夫人费尽力气 把您从雪地里拖回来 也一定希望您好好过着 说着 杨潇把粥端到他面前 您先吃点粥吧 不然我就去告诉夫人 裴灵云恍然了一瞬 才渐渐从方才那种失控的情绪中 缓过神来 端着粥一口一口吃完了 见状 杨潇才安心了些 想着沉浸在忙碌中 大概是能让人暂时忘掉 那些伤心难过的事 便把那些文书和笔墨 都整齐摆放在桌案上 爷 您先忙吧 有什么事您就叫我 要是您累了 就到床上歇一歇 我熬好了药 就给您端进来 嗯 裴灵云淡淡应了一声 神色恢复了些冷静 在她与月月面前 纵使在想过去抱着他们 她也只能伪装冷静 不敢让她发现 自己想起了前世的事 这样她便不知道 她今生的灵魂 与前世那个满身污浊的灵魂 融在一起 便不会再如 之前那般憎恨她 送她与月月出门后 她回来穿戴整齐 打算去衙门处理事务 是不敢让自己闲下来 是想逃避 是恐惧面对自己 曾经辜负过她的一切 逃不了的 也不能逃 她还想要未来 想要一个与前世不一样的未来 前世的种种 低头看着桌案上的文书片刻 却没有继续看 而是在一旁取了张信纸 将那些重要的信息 有关左城与瑞王的一切 如何对付他们的计策 皆是一一记录在纸上 杨潇端着要进来时 桌上已叠了许多张信纸了 爷 该喝药了 杨潇粗略地看了看 放在桌上的纸 一时疑惑道 您在作甚 是要写信给谁吗 嗯 裴灵云应了一声 看着那碗黑乎乎的药 停下笔端起几口饮镜 陈周梅道 若是没什么事 你便先出去吧 哟 还有一件事 杨潇从怀中抽出两封信 放到桌案上 分别指了指道 这是暗影送回来的 这是京中传来的信 毛笔微顿 裴灵云放下毛笔 拿起那封来自京中的信打开 是沈恒业送来的信 信中写了 姑母因走路时不慎滑倒 磕到了头 昏迷了两天 现在已经醒来了 除了磕伤地方还疼着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其二是锐王沈绍珍 最近吃了一窥 提醒他要多小心提防着 其三是 左承王仲明明理案里 透注 想让女儿嫁给他的想法 沈恒业知道 那只来九川 主要为的是讨回妻女 便跟王仲明这个老狐狸说 那只一心为了运河之事 暂不考虑婚事 委婉地拒绝了王仲明的求亲 不过还是问了裴灵云的意见 且等他的答复 裴灵云看到这里 黑尘的毛子里 闪过一抹冷色 重新拿了一张信纸 写清楚了 除了他 谁都不会娶了 信中写的是 其找到的一些线索 裴灵云再次提笔 另外再添了化道 等天气好了些 他便会回京中商讨 如何对付沈绍珍与王仲明 把信纸装好之后 将其递给杨潇 沉生道 回信至京中 杨潇见主子 不像先前那样 失控的显露情绪 便知道 其不会再轻易弄伤自己 结果信汉了汉首道 好的 但您的手上还有伤 需要多注意 尽量别写太久了 旋即 杨潇便端着碗出去了 屋里只剩他一人 空空荡荡 冷冷清清的 他垂着眼眸 目光落在写了一半的信纸上 提笔继续写 日子日复一日 在飘雪寒冷中度过 但月姐的病 终于好得差不多了 又变回生龙火虎的样子了 只是还有一些风壳 因为治病有方 李大夫在九川县的名声大涨 周大夫也是得了一个好名声 家里粮食多的 竟主动送了些 给两位大夫 李大夫正直且谦虚 不喜独占功劳 便与相亲到了来时 路上遇到了雪崩 是亲一向的容娘子 与支县大人救了他们 冒着风雪 一路领着他们来九川的 这件事与放丁壮回家的事 让裴林云的名声 在九川献好了许多 尤其是石头他爹娘 对裴林云甚是感激 逢人谈起这病时 便会赞叹裴林云几句 同时本就跟容清英尚为交好 自然也不忘到名容清英的功劳 因为外面还在下雪 很多人都待在家里不出门 街上也没什么人出来卖东西了 家里的菜和米足够多 容清英也没怎么出门 所以也不知道 外面传着自己带李大夫过来的事 还是郑春娘闲来无事 过来找她说话聊天时提起来 她才知道的 大家伙都挺佩服你的 背着个娃 还把大人抵救回来了 郑春娘道 想到了什么 犹豫了下又问 清英 那裴大人 真是顺道跟你们一块去城里的 还是陪你们去城中找大夫看病 顺便带李大夫过来的 容清英没心动了动 道 可能两者都有吧 那就还说得过去 别月姐生病了 她都不闻不问的 这种对家里不管不顾的男人 就算再有财有钱都要不得 郑春娘轻哼了声 容清英笑了笑 附和道 春娘沈说的是 郑春娘想起在造房忙活的两个丫头 又问 前些日子就听六婆子说 总看见有两个丫头进出你家 还说 是不是你从哪里买了两个伺候丫头回来了 果真如此 容清英抿了抿唇 不是我买的 是裴玲 裴大人买的 听了这话 郑春娘一下就明白了 笑着打句道 看来裴大人是心疼你了 怕累着 你便找了两丫头过来帮你干活 听你说了这么多 瞧着裴大人 应该也是个不错的男人 容清英浅笑了下 没有接话 前世的裴玲云 一点都算不上一个好人 而这一世 现在看来 有待考究吧 想来 自他醒来那一日之后 他便没再来过清一项 大概是很忙 又或者是其他的缘故 日子平静的 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不过彻底释怀和放下了心结 他也过得自在 我觉得像周叔那样的 才是个好男人 春娘沈 眼光可真好 翠鸭笑笑道 郑春娘让他这么一说 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眼去了下翠鸭 道 上回同你说 那个男人也挺不错的 你也不嫁 翠鸭哼了一声 毫不在意道 谁知道呢 我又没跟他过过日子 哪里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是个好男人 容清英听着 插了句话 春娘沈 汗颜也二十了 是否有相看 找个好媳妇回来 你就有个唠嗑的伴儿了 郑春娘顿时来了兴致 满脸笑容道 你还别说 上回有个媒婆介绍了一个姑娘 长得可好看了 且还文静 我看她淡火也细致 要是汗颜 跟她互相都看得上眼 我觉得也很不错 容清英惊讶了一下 看了眼脆鸭 只见她神色也多了几分惊讶 不过只是 看着郑春娘没有说话 她便多问了几句 郑春娘说着 那姑娘的家在何处 家中是野市种田 田地有二十多亩 也说其家中的姊妹兄弟 先前还打算着 哪日 让汗颜去跟那姑娘见见面 看看是否何事来着 吃下了这么多天的雪 真是的 说着 捏着针头拉了一下针线 寒日里 乡亲们没啥事 就在家做一些 缝缝补补的针线活 或是做衣上打发时间 且近年关了 新年穿新衣 郑春娘早早就买了两匹布 如今打算做三身衣 要出来 她与丈夫各一身 儿子周汉颜一身 容清英也在缝衣服 不过缝的是黄狗的衣服 天太冷了 在月姐生病之前 草草做了一件小傲衣服给她穿 穿了这么多天 也脏兮兮了 便想着 多做一件 废不了多少布料和棉 容清英拉着针线 办事开玩笑道 一春娘婶的话 可是对那姑娘很满意 若是哪天春娘婶 定了见面的时间 能否告诉我一声 我也想去看看 那姑娘如何呢 答案成啊 有什么不行的 到时 你跟翠鸭都一起来把把关 郑春娘用脚尖碰了碰 躺在探盆旁边的黄狗 看着她手上的小衣服 笑了笑道 黄狗可想服了 那黄狗抬头看了看郑春娘 摇了几下尾巴 又趴着睡觉了 月姐不能出去玩了 只能在屋里玩 容清英便搬了一张小桌和小凳 放在探盆旁边 拿了本小画本和纸笔 给她写写画画 翠鸭就坐在月姐的对面 帮忙摸摸 遇到认识的字也来了 兴趣模仿的写写 这会儿听到郑春娘的话 抬起小脸看了看 郑春娘又看了看黄狗 笑嘻嘻道 是的呢 阿黄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过年也要穿新衣服 月姐心善 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么多了 哈哈 郑春娘让这话逗笑了 又说起了周汉言 哪里像汉言 一岁过才堪堪学会走路 快两岁了才知道汉娘 她爹总说她愚笨 翠鸭一听到这个 忍不住笑了笑 不过还是替周汉言说话 春娘审 周叔可说错了 汉言哥可不愚笨 您瞧瞧汉言哥 现在可会做生意了 来日赚了钱 您跟周叔就可以好好享福了 周汉言跟着谢家喜 学些经商的门道 成日在外面跑 如今赚了一些钱 也买了不少粮食回来放着 郑春娘感慨地叹息了声 这还得多亏家喜 不然咱们家 也没那么多钱买粮食放着 如今外面的菜米 降严度升价了 价钱越来越贵 再这么下去 那些单单靠着 种田为生的乡亲 可就难顶了 这倒是真的 现在地里的菜 基本上都冻死了 若是到了隆冬时候 还一直下雪降温 雪灾一来 说不定连人都会被冻死 更别说那些鸡鸭猪牛了 听郑春娘说到这里 容清英又担忧不安起来 就怕是 因为自己这个玄乎重生的人 来到这里 才导致这场雪的出现 时常祈祷 这场雪能尽快停了 乡亲们还能过个年热闹一下 不落了 我回去做豆腐 家里还有好些豆子 今儿的想喝豆浆豆花豆腐 郑春娘收起针线和衣服 准备回家去了 说起做豆腐 容清英才发觉自己 也好久没有做豆腐吃了 如今月景病好了 做点豆腐来吃 热闹一下也好 这么想着 容清英也收起了手中的活 春娘审 我也想做豆腐 郑春娘家一直是有一个石磨的 往年容清英想磨豆子 都是借用她家的石磨 想做便来我家做 郑春娘爽快地答应了 可否泡了豆子 还没呢 容清英摇了摇头 做豆腐都是临时起性的 磨豆子之前 这豆子得泡三四个时辰以上 才更好磨 口感更好些 不是 我现在就拿豆子来泡 泡到有时就应该差不多了 容清英道 郑春娘想了想 道 不如我先分你一些 你再给我一些干豆子 我昨夜泡了蛮多豆子的 容清英觉得这个法子也可行 便随着郑春娘到她家里 去帮忙磨豆子了 翠鸭和月姐很是兴奋 因为有豆浆和豆花吃 这不是经常能吃到的 总会有新鲜感 每次做豆腐都馋得紧 寒日里井里的水不结冰 这方便了他们取水用 要是家里没有水井 那就得容冰雪取水用 郑春娘泡了半生豆子 分了一半豆子 也足够吃的了 有春草和莲香的帮忙 这次磨豆子磨得快了许多 生火烧大锅 锅上架着一个竹篓 大部分豆子都是郑春娘磨的 这回要弄豆渣了 容清英不好意思再让郑春娘动手 便主动道 剩下的都有我来做吧 郑春娘确实有点累了 揉了揉酸痛的腰 窥探道 行 那便你来吧 我这腰疼了 终归还是老了 这身体都不中用了 哪有 我瞧着春娘沈 还风韵油存呢 年轻的还四个二八姑娘 容清英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一面说着 一面拿起搁在灶头上的白纱布 她已经做过好多回豆腐了 已很有经验了 熟练地把白纱布摊在竹篓里 把磨出来的豆子原浆堆了水后 全部往里倒 然后再把都在白纱布豆渣裹起来揉暗 立出掺在豆渣里的浆水 翠鸭也搭了句话 就是呢 春娘沈一点都不老 挺好看的 郑春娘听了两人的话 顿时笑开花了 你们这两姐妹就会说话 月姐儿小小年纪嘴这么甜 是不是就跟你们两个学的 婆婆 我有跟娘亲和小姨母学 也有自己学的 月姐儿拍了拍胸道 神采一燃 哈哈 郑春娘怅然笑了几声 造访里弥漫着和气高兴的气氛 豆浆的香味四处一散开来 趁着煮豆浆的时间 郑春娘调了一大碗酱料 这酱料是用来炒豆渣的 炒出来的味道也不差 能拌饭能直接当饭当零嘴吃 很快 豆浆就煮好了 郑春娘盛了好几碗豆浆出来 容青音这时才想起来 还没有拿糖块过来 便道且等会儿我回去拿几个糖块过来 刚走出院门口便遇上了同住在这项中的刘大娘 刘大娘也是个和善之人 后背上背着一捆柴 一见到容青音便笑呵呵跟她打招呼 刘大娘 容青音笑了笑与她一道走 刘大娘私存了一下 压低了声音道 你最近可招惹了什么人 或是与谁相看了 容青音文言愣了愣 一时疑惑 大娘这是啥意思 刘大娘低声道 最近这些日子 有好几回食柴回来时 就看到有个男人站在你家门口 那男人一瞧见我 便立刻往向尾走了 容青音抬头望向尾的方向看过去 一道的白雪 远处的向尾镜头的拐弯处前 是一堵灰墙 墙头上积了白雪 灰白相应 刘大娘拧着眉 煞有其事地说 容娘子 我看那男人人模人样的 行为却鬼鬼祟祟的 一副心虚的样子 可我觉着你 应该得多住一些 容青音并不紧张 反是不急不虚问道 那人身形如何 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刘大娘年纪也有点大了 在纷纷扬扬的飘雪中 单单看了一眼 也看不太清楚 那人长啥样 只隐隐记得 那男人穿着一身顶好看的衣裳 有绿的跟青竹一样颜色的 有乌漆嘛 黑颜色的 人长得老高了 都快有门顶那般高了 直挺挺地站在院门前 要不是那男人 每次都是一副作贼心虚的样子 刘大娘就要以为 那是一个玉树临风的翩翩公子哥 听了刘大娘的话 容秦英心里有了底 大底能确认是谁了 刘大娘一脸紧张 语气郑重了许多 讲真的 你长得这般好看 真得小心些 有些人就是坏的 我本来还打算 要是今日还见着他 就喊人了 容秦英知道 刘大娘是好心的 心里很感激 语气不由地温和了些 多谢刘大娘的关心 听您这么一说 我便大概猜出了 那人是谁了 我今日不适合有时 都多留意留意 仔细确认一下 刘大娘抬了抬背上的木柴 道 成 你就喊咱们这些邻里相亲 容秦英牵了牵唇角 微微汗手 好嘞 谢谢您了 刘大娘害了声 摆了摆手 说了句 没事便往自己家方向走去 容秦英脸上的笑意淡了些许 又看了眼向围转弯处 打开了院中的门 进去拿了糖 这会儿 刚好周大彪也背了一大捆柴回来 他跟刘大娘一样 是去附近的小山上时的柴 山上积雪多 木柴可难捡了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去捡 就怕之后捡都没得捡了 周大彪捡了一个钱上 即便是戴了手套 双手也是 冻得发红 郑春娘心疼坏了 忙上前帮着丈夫卸下木柴 家里的柴够用了 以后别去了 要去也等天气暖和了些 山上的雪融了再去 周大彪搓了搓动的铜红的手 想牵起郑春娘的手 想着自己的手冷便作罢 郑春娘可不怕这点冷 直接握着丈夫的手 拉着她进了造房 催促道 快去鲁口那儿暖暖手 刚好豆浆煮好了 我给你盛一碗去 春草忙走开了些的 把位置让给周大彪 然后微微低着头 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 莲香也一样 安安静静站在春草身边 周大彪一进屋 就看到了这两个丫头 看着不像是寻常人家的孩子 觉得倒是有点像伺候人的婢子 郑春娘主动介绍起来 这是春草 这是莲香 如今在清英那儿当职干活 等夜里了 便回裴大人的宅子去 郑春娘没有直接说 春草和莲香 是裴玲云买来的伺候人的婢女 但周大彪明白了 容清英扔了几块糖 到盘中的豆浆里 因为豆浆刚从锅里盛上来 还很热乎 小糖块很快就溶于豆浆中了 便用家木勺子搅了搅 清英 让我盛一碗豆浆来 郑春娘拿过勺子 盛了一碗热豆浆递给周大彪 快趁热喝了 暖暖身子 周大彪接过碗 脸上是憨实的笑容 引进了碗里的豆浆 心满意足地溃叹了一口气 味道还是很好 只不过这糖的甜味更香了些 清英在哪里买的 在河香楼里 听说是从江南来的 容清英边说 边成了几碗豆浆 分别递给月姐儿 脆鸭 还有春草和莲香 一人一碗豆浆后 盘里就空了 月姐儿喝完了 意犹未尽 捧着大碗潺乎乎地看着大锅 她这般可爱模样 叫郑春娘忍不住笑了几声 月姐儿 再等等 留着肚子等会吃豆花 月姐儿一听 顿时咧着嘴笑了 好嘞 容清英把大锅里的豆浆 都乘到桶里去 一旁的翠鸭忽然想到了什么 便抬头看向郑春娘问道 春娘沈 要不要留点给汉颜哥 她等会儿可会回来 郑春娘还没说话 周大彪便立刻接话道 汉颜说了会回来 那翠鸭你就留一碗豆浆给汉颜吧 好 我晓得了 翠鸭拿了一个很大的碗 盛了一碗豆浆出来 且放了一块糖进去 再用另外一个碗 倒扣在碗上盖住 周大彪看着翠鸭细心的样子 满脸笑意 行道 等汉颜那小子回来 知道这碗豆浆 是翠鸭特意给他留的 估计会开心的尾巴翘上天 容青莹眼里也含着笑意 意味深长地添了句 这么大一碗豆浆 只放一块糖 可是够了 翠鸭迟钝 没察觉到什么 认真道 够了够了 汉颜哥不喜欢吃太甜的 容青莹闻言 眼里的笑意更深了 故作不经意道 你甚时候跟汉颜聊了这么多 连他吃多甜的豆浆都晓得了 翠鸭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看向那碗豆浆 没有多想就到 他自个跟我说的 说了好多他喜欢吃的 不喜欢吃的 说着 翠鸭不由地想起那日的情景 去年周汉颜生辰那日 两人坐在江边 周汉颜喝了一些酒 抱着他靠在他肩上 叙叙地说了很多话 也问了他很多问题 跟个画廊一样 与平日里谦和内敛的样子 大为不同 翠鸭就觉得 他应该是喝醉了 就不跟喝醉了的人计较 他说他的 他附和一下 他问他便答 他们俩一块 去豆腐房买过豆浆喝 他加了糖 只加了一点 他喝过 没他的那份甜 容青英稍稍调侃道 看来汉颜跟你比较要好 聊得来 他都没跟我说过这些 郑春娘私存了一会儿 看了看翠鸭 又看了看容青英和丈夫周大彪 想到每次自己谈及儿子的相看的事 丈夫都是毫不在意的 跟他说随缘吧 让他不要操心那么多 他还埋怨他 一点都不关心儿子娶媳妇的事 如今似乎明白了什么 难不成儿子有了心悦的姑娘 而这姑娘又是脆鸭 郑春娘在心里暗暗想着 等会儿好好问问丈夫 在放卤水前 郑春娘又问容青英 青英 最近陪大人可有来找你 若是有的话 要不你也留一碗给她 容青英听到这话顿住了动作 又想起了刘大娘说的话 但也不是十分确定 思量了片刻 还是微微摇头 罢了 一碗豆浆而已 留不留都无所谓 如此 郑春娘也就没再说了 她也能感觉到 这两人之间的事也是很复杂的 旁人多说不了什么 此时 大锅已经烧热了 郑春娘把豆渣倒到大锅里 用铲子翻炒了好几回 这才把调好的酱汁倒了进去 最后翻炒的豆渣松散了些 那股香味飘满了造房 月姐咽了咽口水 眼巴巴地看着酱黄酱黄的豆渣 指着炒香了的豆渣道 婆婆 我想吃这个 好 婆婆给你尝 郑春娘语气宠溺地道 用勺子挖了一点 放到月姐碗里 快尝尝 月姐迫不及待吃了一口 小脸上全是满意的神色 朝郑春娘竖起了大拇指 夸赞道 好好好好吃 婆婆好厉害 小丫头这般鬼灵精怪的样子 甚是讨人喜欢 郑春娘忍不住捏了捏她的脸 笑道 你这小嘴都比那糖块还甜 月姐儿黑黑笑了笑 一口接着一口 吃着炒豆渣 容卿英闻着味道也想吃了 看向郑春娘道 春娘沈 不如我们今儿早午就吃这个得了 等会儿再吃点豆花 也顶饱了 郑春娘扬了扬眉 郑有此意 我还怕你会嫌弃这豆渣 他们这边正说着 周汉炎就回来了 周大彪立刻道 回来得正好 翠鸭给你留了一大碗豆浆 还特地放了一块糖 说你不爱吃甜的 不用放很多糖 周汉炎心间微微一颤 心跳扑通扑通的 跳得越来越快 她看向翠鸭的眼神 含着温柔的笑意 柔声道 谢谢 触及她温柔的眼神 不知为何 翠鸭只决心扑通扑通的跳着 耳根也有着发热 这种感觉甚是奇怪 翠鸭很不自在 下一瞬便挪开了视线 躲开了周汉炎的眼神 低声细语回道 不用 一点小事 周汉炎弯了弯唇 滴滴笑了一声 想谢谢你 还记得我的喜好 翠鸭躲闪了下 这回却是说得快速 快喝吧 周汉炎又抿唇笑了笑 心里的愉悦满足更浓郁了 豆浆也很暖 甜甜的 郑春娘这次 站在一边仔仔细细观察着 终于发现 儿子对翠鸭的态度有多不一样 看翠鸭的眼神 缠绵地能勾出丝来了 从来没见过儿子 表现出这副样子 他这个做娘的 竟一时受不了 实在太黏糊了 郑春娘抿了闽唇 选择移开视线 暗自寻思着 如何跟那个媒婆 推掉与另外一个姑娘的相亲 等豆花好了之后 又盛了一盘出来 除了月姐吃的手 其他人都吃了一碗 不过豆腐成型 需要一些时间 容青英便打算 先带着月姐 回去睡个晌午觉 走之前 周汉炎从自己的夸袋里 掏出一包东西 是用纸抱着的 他走到翠鸭面前递给她 声音温和道 这种鱼糖很好吃 你拿回去尝尝 翠鸭低头看了 看她手上的包糖 沉默了一回 不知道为什么 她这次有种 不敢收下糖的感觉 我最近不是很想吃糖 要不你拿回去 给春娘婶吃吧 我就先回去了 谢谢你 翠鸭迟疑了一下 最后只留下这么一句话 便快步走回家去了 徒流周汉炎一人在院中 如木头般愣在原地 低头看着没能送出去的糖 闷闷的 心中那抹又甜又暖的感觉 瞬间消散了 汉炎 原来你还真喜欢的是翠鸭 郑春娘从屋里出来 瞥了她手里的糖一眼 嗯 既然您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您以后 就无需再找媒婆 给相看了 周汉炎并不否认 压下心中的苦闷 把糖递给郑春娘 我不要 你还是留给翠鸭吧 郑春娘推了那一把糖回去 又笑了笑道 就你这慢吞吞的调子 何时才能讨得翠鸭心愿 周大彪拍了拍周汉炎的肩膀 笑呵呵的 你娘说的对 直接一点 死命对翠鸭好 翠鸭就会明白你的心意了 周汉炎想起方才翠鸭的样子 抿了抿唇道 那也担心太快了 她接受不了 反倒让她拍 她知道 翠鸭因为在一个极为不好的家里 潜意识里会排斥跟一个男人成亲生孩子的 所以她才想着慢慢来的 周汉炎想起半个打